第351章,他蹦倒不了多久 唯一的线索 这是此前有关于沈良的监控画面 现在基因改造军团对沈良越来越感兴趣了 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监控竟然根本就看不到沈良 他们也不知道沈良是利用了什么技术来让自己的基地逃避监控的 甚至只要有沈良的地方,那么监控必然不会拍到他 这让基因改造军团很是震撼 他们以往遇到过很多强大的敌人 都是靠着超强的侦察手段,才找到对方 但是沈良却是例外 他们派遣出了数十名士兵 结果连一丝痕迹都没有发现 更别提抓住沈良了 看来这个叫沈良的,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棘手 是啊,如果没有他 我们恐怕能轻易灭掉整个上京士 光头男子闻言,冷哼道 不用担心,他蹦达不了多久了 等我们的人研究出新型药剂 到时候一切都会恢复原貌 我倒要看看 那时候沈良还敢不敢嚣张 他就算再强大,又能如何? 说到这里 光头男子双眸露出浓郁的杀鸡 他只是一介莽夫罢了 清晨 沈良从房间中走出 昨夜他并没有睡觉 而是在大厦里面研究基因胶囊机器 以及素鱼体内的尸毒 妈的,这群王八蛋真狠啊 居然抓了这么多老人和孩童 估计他们是想利用那些老人和孩童 做基因战士吧 沈良咬牙怒骂道 他现在恨透了这群混蛋 如果有机会 他肯定要弄死他们 这些家伙 简直泯灭人性 残忍到极致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些家伙 谁让他现在自保上行困难呢 算了 不想这个问题了 还是先解决眼前的事再说 沈良摆了摆头 随后开始翻看起系统商店来 我擦 系统升级了 沈良看了半晌 终于认识到系统升级了 不禁瞪大了眼睛 一脸猛逼 这泥马也太夸张了吧 当初沈良就怀疑系统是故意坑他 没想到 现在系统居然真的升级了 他果断地利用金盒 换取了一批设备 用来研究苏宇的尸体 因为他要在苏宇的体内 提取出尸毒 然后再利用尸毒 制造基因胶囊 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工程 需要耗费不少精力 沈良也懒得浪费时间 干脆在家里 待着研究苏宇的身体 同时吸收金盒增强自己 就这样 时间飞快流逝 眨眼之间 两天的时间过去 沈良在房子里待了两天 期间除了吃饭 几乎没有踏出房子半步 专心制制地研究尸毒 终于搞定了 哈哈 苏宇的尸体果然神秘 居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将其注射进入人体 必定能造福万民 不仅如此 这个基因液 似乎有着极其强烈的修补作用 只要人类服用基因液 不仅能够治愈各种疾病 还能延缓衰老 沈良激动异常 目前他的金盒有限 并不能够大批量地生产 全新的基因胶囊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看着手里的一百个基因胶囊 沈良已经迫不及待了 他让小凯 找来一百名身体条件不错的青年男子 打算喂食基因胶囊 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达到 此前苏宇的实力 不过这基因胶囊的副作用极大 最重要的是 只要服下他 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将会变成丧尸 当然 这是有着正常人皮肤 以及思想的丧尸 同时 系统给予了他承诺 那就是 这些人服下全新的基因胶囊后 对他的忠诚度将会达到百分之百 而且 这些人还能获得强悍无比的武力 所以这个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很快 一百名健壮青年 被带到别墅门口 站立等候着 沈良则拿出一个玻璃瓶 倒满一杯水 递到其中一人面前喝下它 青年男子接过玻璃杯 养伯咕嘟咕嘟地灌完了水 然后便双眼迷茫 健壮 沈良点了点头 然后又倒了一杯水 这名青年男子 刚才吞咽了基因胶囊 所以效果显著 短短片刻时间就恢复清醒 然后走上前 对着沈良恭敬行礼 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沈良但默询问道 回主人 属下名为赵龙 青年男子 毕恭毕敬道 闻言 沈良微微汗手 嗯 赵龙 从今日起 你就跟随着小凯 负责管理这群人 仅遵主人旨意 赵龙点了点头 还不错 沈良满意地点点头 他没想到 在赵龙服下全新基因胶囊之后 竟然没有发生苏语那样的强烈事变 省下这样的程序 也就意味着 他们少收了一份罪 随后 沈良又将目光头像 剩余八十多人 淡淡吩咐你们都听好了 从今往后 赵龙和小凯 就是你们的领袖 任何人若敢忤逆他们 死 这句话 让八十多名健壮青年 浑身一颤 连忙低下了脑袋 不敢有丝毫反抗 既然如此 我们进行集训 沈良成因片刻后 便开始安排这次的训练项目 第二天 整座别墅外围 密密麻麻布满的健壮青年 他们每个人腰杆鼻挺 严阵以待 仿佛要迎战千军万马 沈良哥 您交代的训练项目 已经准备好了 一旁 小凯恭敬汇报 沈良满意点了点头 很好 今晚十二点 按照我昨天的指示 准备行动 夜幕降临 繁星闪烁 沈良早早就离开别墅 朝郊区某处赶去 这里是他与那个 在基因改造军团 逃出来美副相遇的地方 他认为 这里距离基因改造军团 并不远 虽然那美副 只是记得汽车 开到这里有半小时的路程 但是这半小时的路程 就已经了足够多的线索了 沈良打开地图看了看 他打算以这里为中心 分成几只队伍开车 朝着不同的方向 以60码的速度 开出半小时 然后再看看 周围都有什么 是否能够发现有效的信息 不得不说 沈良的想法很不错 可惜的是 他根本没考虑过 基因改造军团的 总部建筑位置会在哪 而这个地图 又只是简易地图 所以根本派不上多少用场 第352章 希望不要空手而归 一丝蛛丝马迹 当然 沈良也知道 这个方式 未必能凑效 因为如果基因改造军团 藏在城市的某处 那他们肯定不会把自己的总部建筑 暴露在众人面前 毕竟 基因改造药剂只是基础 关键是 基因战事才是最重要的 沈良不敢确信 自己的运气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只要抓住基因改造军团 他还筹获得更多吗 所以 沈良并未有任何顾忌 希望今晚能顺利吧 沈良暗叹一声 随即驱车赶往郊区 一路上 他仔细观察 寻找蛛丝马迹 但令人绝望的是 沿途并无半点踪影 一切就如同平静的湖面 波澜不惊 甚至他还看到 一些野猫野狗 在草丛中悠闲觅食着 唉 希望不要空手而归 摇了摇头 后 沈良加快速度 直奔目标地点 时间飞逝 很快来到夜幕降临之际 天色渐渐昏沉 黑夜悄然降临 郊外的夜色 比城市里要安详许多 月亮高悬于夜空 将大地笼罩其中 四周虫鸣蛙叫 让整片森林 显得愈发宁静 突然 沈良脚步微顿 视线中 一座古朴的建筑映入眼帘 他依山而建 像一位守护者 屹立在此 虽然从外表来看 这栋建筑 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在沈良看来 却透露出几分诡异 这栋建筑给他感觉十分阴森 似乎隐秘在黑暗中 仿佛潜伏着什么巨兽 正等待猎物自投罗网 难怪连监控都拍摄不到 沈良喃喃自语 这样一桩建筑 又岂是普通监控能够拍摄到的 恐怕只要靠近 就会被他瞬间吞噬 不过这种情况对沈良而言 倒是一件喜事 因为他本来就打翻硬闯 先试探一下再说 思极于此 沈良放慢速度 朝着这桩建筑接近 支呀 伴随着一阵轻响 厚重的铁门缓缓敞开 沈良心脏皱缩 神经紧绷 警惕地盯着建筑内部 呼 箭里面一片漆黑 沈良松了口气 幸亏这座建筑内部 没有设置防御措施 否则光凭刚才的反应 沈良已经逃之夭夭了 想吧 沈良抬腿走入建筑之中 这座建筑面积极大 里面装饰豪华 摆满了各类家具电器和仪器 还有一张巨大的床铺 可供休息使用 沈良小心翼翼 向楼梯口移动 就在这时 忽然传来一阵 机械转轴摩擦的嘎吱声 令他毛骨悚然 嗯哼 低沉且沙哑的呻吟声 自沈良背后响起 谁 沈良猛然回身 赫然看到 一双新红的毛子 正死死地盯着自己 啊 刹那间 他瞳孔收缩 吓得尖叫一声 只见一个披散长发的男性 正站在自己面前 两条修长笔直的 毫不遮掩地展现在沈良眼前 他穿着一套紧致的皮质衣服 肌肉融起 浑身充斥着爆炸般的力量感 宛若人形坦克 最引人注意的是 他脖梗上戴着一串血红色项链 上面镶嵌着一颗新红宝石 沈良只需扫上一眼便知 这是一颗价值数百万的西式珍品 据说拥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不过此刻 他挂在这名男性的脖梗上 却带着一股邪魅的味道 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你是谁 沈良强压着恐惧 颤抖问道 我 男性文言 嘴角裂出一抹糊涂你猜呢 你该不会是丧尸吧 沈良咽了口唾沫 惊骇欲绝 听到这话 男性脸上浮现出浓浓的玩味笑容 你可真幽默 沈良深吸一口凉气 看样子 他赌对了 这家伙并非活人 而是一台机械生命体 不过我很奇怪 既然你能看穿我的存在 为什么还要冒险过来 男性戏谑说道 因为 我想试试 你究竟有多厉害 沈良冷静回答道 他已经做好准备 与这名男性交战 如果不敌 他会选择退去 很有趣 你很有胆量 男性赞赏的点点头 随即画风抖遍不过 你这个念头错了 沈良一正 哪里错了 男性淡淡道 首先 我不是丧尸 其次 就算我真的是丧尸 你也根本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他的每一句话 都蕴含着强烈的自信 仿佛天底下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阻挡他的脚步 你太狂妄了 沈良皱眉 陈生鹤道 如果你真是机械生命体 我或许拿你没办法 但很可惜 你只是一台机械生命体 哦 你怎么知道 我只是机械生命体 男性饶有兴致地询问 因为 你的机械结构明显有问题 而这恰好是机械生命体的弱点 沈良指了指他的胸膛 机械生命体 由人工智能制作而成 完全遵循程序规划 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自主意识 缺乏人类的思维 只按照指令行动 而沈良却敏锐捕捉到 眼前这台机械生命体的操作流程 有些许问题 你居然能看出来 男性哑然 随即笑道你 果然跟其他人不同 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一个 少废话 沈良呵斥一声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男性耸肩 淡淡说到我是谁并不重要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沈良听得出 对面的人声音越来越机械 你不会是想劝我离开吧 沈良冷笑道 当然不是 男性回答道 哦 沈良挑了挑眉 我只是善意提醒 不管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都必死无疑 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男性淡漠说道 听到男性的话语 沈良不禁愣住 我来这里干嘛管你屁事 你管得着吗 沈良怒道 哈哈 我确实管不着 男性哈哈一笑 玄机面色一领 韩生说道不过 你的命运掌握在我手中 说着他右手一挥 向沈良冲了过来 沈良骂了一句 抽出腰间匕首 迎接而上 火星蹦践 沈良抓住男性的手腕 用力一扭 将他摔翻在地 第353章 沈良的危机 地下密道 男性闷哼一声 挣扎着爬了起来 继续朝沈良扑杀而来 妈蛋 你这家伙属蟑螂的吗 沈良咬牙切齿 挥舞匕首 劈砍向男性 将他逼退两步 沈良的匕首 是一把金刚打造的军刀 刀刃成零形状 锋利无匹 只是 他没料到的是 男性的反抗能力 远超出他的预期 男性抓住沈良持刀的右臂 猛然一扯 沈良失去平衡 亮枪后退几步 趁着这个空隙 男性再度扑来 拳头如雨点般杂落 密集轰向沈良 势大力尘 剧痛袭来 疼得沈良倒吸一口凉气 我跟你无冤无仇 沈良破口大骂道 他不敢相信 眼前这名男性 竟被他下如此毒手 我只是在履行职责 男性冷冰冰说道 什么狗屁职责 我又没犯罪 沈良忍受着伤痛 一边躲闪攻击 一边骂道 你触碰了我的领域 这是违反规定 你 沈良弃节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 任何人都要守规矩 沈良瞪晕了眼睛放屁 老子就不信 这世上还有绝对的法律 法律是给弱者制定的 男性冷酷回应强者 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曹你妹的 这种鬼话连篇的歪理邪说 也亏你能说得出口 沈良怒骂一声 手中军刀一横 尽直刺进男性的左臂 鲜血飞溅 男性发出一声怒嚎 像野兽般咆哮 沈良被吓了一跳 赶忙往后退去 这家伙简直就是怪物 沈良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 虽然他已经尽量高估了 机械生命体 但还是低估了他的强悍 刚才那一记军刀 刺穿男性的胳膊 居然丝毫未损 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这家伙的骨骼 究竟是什么材质制作成 就在这时 机械生命体突然动了 他一跃而起 朝着沈良扑来 速度快若闪电 沈良脸色微变 赶忙举起军刀格挡 金铁骄鸣声 骤然响彻整个房间 沈良顿时感觉到 一股庞大力量 顺着军刀涌来 震得他虎口发麻 下一秒 男性的手爪 便掐住了沈良的喉咙 咳 嗨嗨 沈良被捏得呼吸困难 艰难地咳嗽着 别乱动 否则 我马上拧断你的脖子 男性阴侧侧威胁道 沈良不敢轻举妄动 他不敢肯定 自己若是轻举妄动的话 对方会不会真的掐断 他的脖子 你究竟想怎样 沈良喘息着说道 你总不能把我当作实物吧 我只是奉命行尸罢了 男性摇了摇头 奉命 沈良愣了愣奉谁的命 奉我主人的命令 男性认真道 沈良一脸愕然 心说这家伙脑袋坏掉了吗 我主人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他拥有神秘莫测的技术 男性侃侃而谈 他创建了一个组织 叫做基因改造军团 我们负责守护他的安全 沈良一阵无语 这货不仅脑子有病 而且还喜欢吹牛逼 不过 看男性那严肃郑重的表情 似乎不是装模作样 你主人为什么要创立什么狗屁改造军团 沈良胡一道 我怎么知道 男性反问了一句 靠 沈良差点吐血 这家伙分明就是故意耍自己玩 你主人为什么要让你们监视我 沈良又问道 你不需要知道原因 男性摇了摇头 你不说算了 老子现在就去找他拼拼脸 沈良冷笑一声 转身便走 站住 男性抱贺一声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沈良瞳孔一缩 暗道不妙 迅速拔腿就跑 然而 男性的速度比他更快 眨眼功夫就追至沈良身后 沈良脸色大变 慌张地四处观察 忽然眼眸一亮 抬脚踹在墙壁上 动 厚重的钢筋水泥墙壁 竟被他一脚踹碎 露出一个漆黑深邃的洞穴 这特娘的是哪儿啊 沈良心中惊骇 连忙钻入洞穴 沿着通道 向下急驰 与此同时 男性紧跟在他身后 也窜入了通道内 两人在通道中 飞奔逃顿 通道极长 沈良一路逃亡 竟然始终摆脱不了男性 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近 终于 沈良停了下来 我警告你 再追下去 我就跟你拼命 沈良恶狠狠说道 额头青筋暴跳 你不会的 男性摇了摇头 你是个聪明人 知道怎么选择 你太天真了 你想清楚了 我要杀你易如反掌 是吗 沈良嘴角勾勒出一抹讥讽 缓缓伸出右手 五指弯曲成爪 男性健壮 瞳孔一缩 他本能地嗅到危险的气息 下一刻 一只利剑划破虚空 射向男性的胸膛 利剑带着尖锐的破风声 转眼即逝 噗哧 利剑准确命中男性的心脏 贯穿而过 男性的胸膛 留下一个巨大的窟窿 新红色的血液流淌而出 男性惨叫一声 浑身颤抖 捂着伤口 跪伏在地 沈良收起弓弩 望向地上的男性 眉头皱了皱 他本以为这家伙 是个不怕死的战斗疯子 却没想到 他会惧怕这种程度的疼痛 沈良正欲上前 这时 地上的男性 突然抬起头来 沈良心中一紧 下意识想要避开 男性的眼中爆发出凶光 猛地起身扑向沈良 男性撞在墙壁上 他咬牙爬起 满嘴鲜血 面容争鸣恐怖 犹如厉鬼般盯着沈良 恨不得将其撕碎 沈良心里咯噔一下 他感觉 对方仿佛要吃人一样 你想干嘛 沈良咽了咽唾沫 撞着胆子问道 我要杀了你 男性愤怒地吼道 喂 你这家伙 该不会是脑残吧 沈良美好气道 是你先招惹的我 你要是再纠缠不休 小爷弄死你 听完沈良的威胁 男性的身躯僵硬片刻 随即仰天狂笑起来 弄死我 你有种试试 看看最后死的人是谁 沈良一肚子火气 他决定跟这祸鱼死网破 沈良掏出匕首 朝着男性冲去 第354章 藏匿在丧尸群中的两个人 男性的脸上浮现出浓烈的嘲弄 仿佛根本没把沈良放在眼里 沈良冲到男性面前 挥舞匕首 砍向他的脖梗 当 锋利的匕首落下 斩击在男性的头颅之上 沈良感受到一股坚硬如铁的肌肉 竟抵挡住匕首的攻势 他用尽全身的力量 甚至能够割裂钢板 男性却纹丝不动 沈良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家伙究竟是人是鬼 他的身体是石头铸成的吗 沈良不敢继续攻击 连忙退开几步 怎么 不动手了 男性咧嘴一笑 露出森白的牙齿 显得尤为圣人 妈的 沈良忍不住咒骂一句 转身便逃 呵呵 看着沈良仓皇逃窜的背影 男性笑了笑 并未追逐 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 消失在黑暗中 呼 逃离危险区域 沈良松了一口气 沈良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发现自己竟来到一条通道尽头 这条通道幽静深邃 像是一个无底深渊 这是什么地方 沈良摸了摸鼻子 嘀咕道 沈良刚想往前迈步 突然脚底一滑 跌进了通道尽头的深渊中 扑通 冰凉刺骨的潭水 从四面八方袭来 将他吞噬 沈良拼命挣扎 但很快就昏迷过去 等他苏醒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具尸体旁边 这是一具女尸 身穿蓝色连衣裙 年纪约莫二十出头 她的身材娇好 皮肤细嫩白皙 美丽的眼睛睁着 脸色苍白无比 背部插着一柄匕首 血迹已经凝固 将衣服尽尸 女尸的胸前有一枚勋章 上面雕刻着 第二基因集团六个字 二 沈良震了一下 旋即恍悟 这是 上次她发现的是 基因改造军团废弃的第三营地 如今 这里出现第二的徽章 难不成 这附近是第二基因改造军团营地 难怪外面会有那机械男性守护 沈良目光闪烁 沉阴片刻 喃喃自语道 既然是基因改造军团废弃的第二营地 那这里 应该有不少高级武器 只不过 真正的入口 究竟在哪里呢 沈良扫视一圈 并没有任何发现 他只好坐起身子 开始检查四周 这是一座封闭的山腹 四周都是岩壁 除此之外 别无他物 沈良眉头微醋 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嘻嘻索索的声音 沈良寻声望去 赫然看到一群丧尸正在朝着他所在的位置涌来 卧槽 居然还有丧尸 沈良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朝着另一端跑去 这些丧尸似乎闻到生人味道 纷纷朝着沈良所在的方向追来 沈良撒鸭子狂奔 不断躲避着丧尸的攻击 很快就来到山腹的一处拐角处 沈良毫不犹豫地钻进拐角 消失在丧尸的视野中 沈良藏匿起来 平住呼吸不敢有任何异动 他悄悄探出头 仔细聆听着外界的动静 咔嚓咔嚓 密密麻麻的声响在洞中回荡 那是丧尸踩踏地面的声音 沈良瞪大眼睛 这群丧尸的数量非常多 尼玛 沈良暗骂一声 他本来还抱有侥幸的心理 认为这群丧尸 可能不知道自己闯进他们的巢穴 但结果证明 这一切都是妄想 沈良不断地祈祷 千万不要被找到啊 咔嚓 忽然 一块岩石掉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沈良脸都绿了 这他妈是要搞毛线 他的运气这么帅的吗 沈良赶紧趴在地上装死 希望这群丧尸 不要注意到他 哒哒哒 丧尸们走到山洞门口 停止了行动 这时候 一阵脚步声游远极近 嗯 沈良听到这阵声音 脸色一变 急忙平住呼吸 他隐约看到 两名男性从通道尽头走来 其中一人拿着枪 一副戒备的模样 另外一人则戴着墨镜和口罩 神情阴冷 看不出喜怒哀乐 沈良心头狂跳 他虽然看不见男性的面貌 但从他的体型判断 绝对是个标形大汉 他们是谁 这个基因改造军团废弃的第二营地内 怎么会有活人存在 沈良的心中充斥着疑惑与震惊 他想站起身 但双腿酸软 根本使不上力气 只好老老实实待在原地 静观其变 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人类的踪结 那戴墨镜的男性低声询问 管那么多做什么 这个基地废弃了几个月了 说不定有人误闯进来 咱们把他抓回去交给首领 肯定有重赏 戴着口罩的男人轻横道 两人交谈间 距离越来越近 而此时 沈良也终于看清两人的长相 那戴口罩的男人 身高足有一米九 满身健子肉 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彪悍气息 而那戴墨镜的男人 身高一米七五 皮肤成古铜色 一双眼眸锐利 让人不寒而栗 我擦嘞 又是俩变态 沈良心中惊骇 他现在终于确信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眼前这两个家伙 极有可能是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不仅如此 那些丧尸早已停止了移动 似乎他们听从这两个人一般 沈良怎么可能会放过这次机会 他可是一心想要寻找 基因改造军团总部的 虽然这里废弃了 但是对面毕竟有两个他们的人 只要将他们控制住 那么后续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想到这里 沈良捏手捏脚地朝着两人靠近 沈良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 缓缓逼近 咦 那戴口罩的男子似有所觉 抬头张望 朝着沈良所在的位置看了过来 轰隆 沈良脑海瘟鸣一声 他的身躯猛烈一颤 差点暴露出自己的位置 好在关键时刻 沈良灵敏地捕捉到对方的目光 再度恢复平静 你在干嘛 那男子收回目光 皱着眉头 对同伴低喝道 没啥 那戴口罩的男子摇了摇头 随即画风一转 那些东西 怎么还没跟过来 我怎么知道 我特么 也纳闷呢 男子撇了撇嘴 沈良心中暗骂一声 心脏砰砰直跳 他感觉这两人的智商很低 或许很容易对付 沈良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第355章 是人还是丧尸 疯狂地收割 他趁着两个人说话的功夫 偷偷溜出了山洞 他一路向着外界逃去 沿途留下痕迹 以免被发现 很快 沈良就冲出山洞 沈良深吸一口气 准备逃跑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嘶吼 一股浓郁的腐臭气息 突然扑面而来 沈良回过头 瞳孔皱缩 因为刚才那群丧尸 竟然全都围了过来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将他包围起来 沈良吞咽了一口唾沫 额头上浮现出一丝冷汗 他知道 如果自己不能脱困的话 那么必死无疑 他不敢确定 这些丧尸是否变异 而且 他担心的是 背后放冷枪的人 沈良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开始思考脱困的办法 他忌惮的 不是这群丧尸 而是在丧尸里面的那两个人 毕竟他们两个的手上 拿着枪线 沈良很清楚 若是他被这群丧尸包围 肯定插翅难逃 但是 若是他先杀死那两个人 这个念头一出现 便疯狂滋长 迅速占据沈良的大脑 这两人是这群丧尸的首领 他们手中掌握着 基因改造军团遗址内 最重要的资料 如果能够抢夺到那份资料的话 说不定可以破译这里的秘密 沈良咬牙 决定铤而走险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只有冒险才会有巨大的收获 系统 帮我锁定那两个家伙 把他们的具体位置告诉我 沈良在心中命令道 丁系统提示音响起 紧接着 一幅立体图像凭空出现 只见画面上 一名穿着黑衣的魁梧男子 背负长剑 正在快速行驶 而在他的旁边 还有一名穿着白大褂的男子 正在指挥那些丧尸 这两人显然就是 那两个人类 嘿嘿 今天哥哥我倒要看看 你们两个到底是人还是丧尸 沈良嘴角勾勒出 一抹猙獰的笑容 他打算冒险试一试 看看这两人 到底是人类还是丧尸 当初 沈良曾经研究过 基因改造军团的资料 虽然对于他们的了解不多 但是这也足够了 基因改造军团内的人 都被基因药剂改造了身体 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体质 甚至比普通人更加强壮 更加耐抗击打 而且 他们的力量速度反应等各项属性 都得到大幅度的增强 如果能将这两个人抓住 用基因药剂改造成为异能者 对于沈良而言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沈良盯着画面中的两人 他悄悄潜伏上去 躲避着丧尸的攻击 渐渐地 他来到两人附近 这时 他突然看到 两人手中拿着枪械 那两人似乎察觉到什么 齐刷刷地扭头 看向沈良藏身之处 糟糕 被发现了 沈良吓得魂飞魄散 连忙躲闪 枪声响起 一枚子弹 擦着沈良的耳朵掠过 在沈良的肩膀上 打出一条血淋淋的伤疤 妈的 沈良咒骂一句 他看了看身上的伤势 心中暗骂 真他娘的疼啊 沈良咬了咬牙 再度靠近 他必须要争分夺秒 否则被那两人发现自己的存在 恐怕就危险了 这时 沈良听到一阵阵破风声 他猛然一惊 循着声援望去 只见在他左侧不远处 一只只丧尸爬行过来 这些丧尸数量众多 足足有数万只 看到这一幕 沈良的脸色微变 这些丧尸 绝对不能让他们追上来 该死 怎么办 沈良眉头紧簇 陷入沉默 忽然 他脑中灵光一闪 眼睛陡然亮了起来 对了 既然我无法杀掉那两个人 不如引诱他们 将他们杀了 想到这里 沈良咧嘴一笑 眼中泛出森然的光芒 系统 马上扫描这两个人的生命体征 沈良急忙说道 系统开启扫描模式 扫描完毕 诉主请注意 这两人均为男性 年龄三十岁左右 系统提醒道 呼 沈良吐出一口浊气 脸上的凝重顿时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灿烂的笑容 哈哈 老子运气太好了吧 居然遇到了活人 沈良满脸兴奋 他舔了舔嘴唇 目光落在其中一名男子身上 你叫什么名字 沈良走上前去 站在距离男子四五米的地方 开口询问道 这男子面无表情 根本没理沈良 喂 我在问你话呢 别装哑巴 沈良脸色阴沉下来 语气冰冷地说道 男子依旧没有理睬沈良 沈良的耐心彻底耗尽了 你压得给老子闭嘴 不然老子现在就弄死你 沈良咆哮道 这种场合 他不敢大喊 唯恐惹怒了这两个怪物 他们手持武器 一旦开枪的话 就算他有九条命 估计也扛不住 所幸 这两人并未动手 沈良松了一口气 他缓步 朝着那名男子走去 沈良每迈出一步 心脏都会剧烈地跳动一次 他几乎平住了呼吸 沈良的脚步越来越慢 他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然而 沈良刚走了一半 他停下了 沈良呆呆地望着那名男子 脸上充斥着震撼和愕然 只见这名男子 此刻正双膝跪地 趴在地上 浑身抽搐不止 沈良看到 这名男子的状态 有些奇怪 系统 扫描这个人 沈良开口吩咐道 检测中 检测结束 该人类身患重病 需要进行治疗 请问是否救援 系统提醒道 治疗 沈良愣了一下 不过 很快他就释怀了 他现在有两种选择 救与不救 救 自然会浪费金河 不救 却又可能会导致 这名男子病情恶化 救 沈良毫不犹豫地说道 看来是他们的基因药剂 出了问题了 沈良嘀咕完便大喜道 这也就意味着 我有机会了 他们基因改造军团的科技 也不过如此 沈良将这两个人 放进自己的储物空间里 少了这两个人的潜在威胁 他开始拿出唐横刀 尽情地杀戮丧尸 沈良将速度施展到极限 手腕翻转间 唐横刀寒光炸现 刀刃划过 鲜血喷洒 沈良宛如虎入羊群 不断收割着丧尸的生命 第356章 炸尸了 废弃的二银垫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眨眼间 便有十余名丧尸 惨死在他的刀下 剩下的丧尸 发出愤怒的咆哮 张牙舞爪地扑向沈良 找死 沈良眸子心红 周身杀气腾腾 沈良直接撞入丧尸群中 他的拳头砸碎丧尸的脑袋 锋利的刀刃 轻易切开丧尸的喉咙 一股浓郁的鲜血飙射 他身形矫健如猎豹 在丧尸群中肆虐 短短几分钟 地上已经铺满了丧尸的尸骸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沈良皱了皱眉 这里的丧尸实在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如果继续拖延下去 他早晚会被这些丧尸耗死 拼了 沈良咬了咬牙 心意狠 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瓶营养液和下 随后 沈良全身肌肉骨胀起来 他的骨骼传来噼啪作响 沈良仰天嘶吼一声 他感受着体内涌动的力量 眼中迸发出一丝筋芒 瞬息之间 沈良的力量暴涨 他的气势攀升 打倒 沈良手中的弹横刀 变得更加厚重丰锐 他脚步沉稳地冲向丧尸 每一次挥砍 都带走无数条性命 很快 那些丧尸就抵挡不住 纷纷溃败逃离 沈良喘着粗气 站在原地休整 他刚刚吞服营养液 并没有将它转化为能量 只是让自己的体力 恢复了许多 看来要再想别的方式了 沈良难难道 他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必须尽快寻找 新的突破口才行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刮过 吹动树叶 沙沙作响 沈良突然意识到 这个破旧的古堡 虽然很苍老 也有丧尸出没 但是它似乎很干净 这里为什么会这么干净 二 看着撤退的丧尸 沈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 这里就是基因改造军团二营地的入口 沈良目光微眯 眼神闪烁不定 难怪那些人可以躲藏在这里 原来这里就是基因改造军团二营地的入口 沈良抬起头 看着高耸的城墙和紧闭的铁门 他深吸一口气 脉动坚定的步伐 朝着城墙走去 城墙外的丧尸还未退去 此刻见到沈良又靠近 顿时狂躁地嚎叫起来 滚 沈良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 手中长刀猛地劈下 将他们斩成两段 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迅速地爬上城墙 朝着基地内部走去 城墙上堆放着一具具腐烂的尸体 有男有女 甚至还有孩童 显然 这些丧尸生前曾经居住在这里 城墙内 遍布着一栋栋残破的房屋 沈良沿途遇到丧尸 皆毫不留情地斩杀 他的速度极快 如鬼魅般掠过丧尸群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 沈良就穿越一片片废弃的建筑 终于 他停下了脚步 前方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建筑物 他像急了一扇金属打造而成的大门 门上 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飞凤舞的字迹 这是真正的入口吗 在地下 沈良双目微亮 虽然这里已经荒废了 但是他相信 还是能够在这里找到有用的信息 沈良缓步走向大门 伸手握住金属大门上的把柄 咔嚓 沉重的金属门缓缓开启 沈良跨步走入其中 轰隆 随着大门关上 金属门背后的世界彻底展露在沈良面前 沈良震惊地瞪远眼睛 他的眼前出现一处宽阔的广场 广场四周 有一排排牢笼树立 牢笼的四周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 这些仪器的功效千奇百怪 应有尽有 这些是 机械 沈良愣住了 他看到了好多机械 比如说 一台电磁炮 还有好几辆坦克 这些东西明显是被人制作出来的 因为它们看起来都很完好 并没有袖石 显然被保护得很好 除此之外 他还看到了一架战斗机 沈良激动的热泪盈眶 这里简直是极致恐怖的组织啊 他连忙朝着广场最中央走去 当沈良走进广场中央的时候 他的呼吸急促 胸膛剧烈起伏 只见在广场中央的位置 躺着一具尸体 那具尸体的衣服已经残缺不堪 裸露出来的皮肤呈黑色 散发着诡异的光泽 他浑身上下 缠绕着密密麻麻的钢索 将它固定在广场中央 沈良蹲在那尸体旁边 仔细观察他身上的伤痕 这些伤痕 应该都是机械导弹 或者枪械所造成的 可惜的是 他已经死透了 沈良摇了摇头 惋惜不已 这些武器威力巨大 若是他可以操控这些武器 对付丧尸 绝对事半功倍 沈良收回视线 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候 那具尸体突然睁开眼睛 一双灰白的眼瞳 泛着寒光 你是谁 他的语调冰冷僵硬 犹如机器人一般 卧槽 诈尸了 沈良吓了一跳 他连忙跳开 拉开与尸体之间的距离 他警惕地盯着这具尸体 心脏砰砰直跳 脸上浮现出凝重之色 他没想到 一个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尸体 竟然会活过来 你到底是人是鬼 沈良问道 这句话 似乎触碰到了 那具尸体的禁忌 他的双眼瞬间充斥杀鸡 身躯猛然跃起 直逼沈良 沈良脸色微变 身子朝着旁边侧移三寸 避开了尸体凌厉的攻击 沈良暗骂晦气 这个家伙竟然懂得使用格斗技巧 这家伙肯定是个高手 否则 怎么会懂得用格斗技巧攻击人呢 尸体一击不中 立马朝着沈良发起了攻击 他的速度很快 一招一拾 均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沈良不敢小觑 毕竟这家伙是一个死尸 万一给他机会反击 倒霉的肯定是他 他一边躲闪 一边防守 不断消磨尸体的力量 渐渐地 沈良摸清楚尸体的套路 他抓准一个机会 一脚踹在尸体的腹部上 扑痴 尸体喷出一口污浊的鲜血 摔落在地上 他捂住肚子 艰难地抬起头 目光凶悍地注视着沈良 你是第一个敢踢我的人 你很强 但是你不能杀我 尸体的声音低沉沙哑 却带着无穷无尽的怨念 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他恨不得将沈良撕碎 沈良听到这句话 眉头皱了起来 第357章 发现大量的实验帖 尸体被拍得倒退术部 沈良嘴角勾勒出阴险的笑容 既然你不能杀我 那我也不会让你继续存在 话音一落 沈良的拳头化作幻影 狠狠砸在尸体的脑袋上 尸体惨叫一声 仰面倒地 紧接着 他挣扎地爬起来 再次冲向沈良 妈蛋 老子跟你拼了 沈良怒了 他挥舞双拳 和尸体纠缠在一起 这一刻 沈良忘记了 自己身处什么环境 只剩下一颗愤怒的心 砰砰砰 每次尸体撞过来 沈良都被撞飞 但他依旧顽强地站起身 不得不说 他的身体素质太强了 即便是在末日爆炸的状态下 身体仍然坚韧 沈良不仅不害怕 反而越战越勇 一番激战过后 尸体终究还是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了动静 沈良喘着粗气 瘫坐在地上 全身汗水淋漓 仿佛被雨淋过一样 妈蛋 累死老子了 沈良揉着酸涩的肩膀 这一幕若是让别人看到 必定惊骇莫名 因为 一般情况下 普通人哪里扛得住尸体的攻击 这具尸体虽然已经死去许久 但肉身的强度依然不俗 沈良能够和尸体打斗这么久 这足以证明 沈良的实力有多强 休息片刻 沈良捡起尸体掉落的钥匙 看来这是一个研究室 沈良推测到 尸体被沈良放倒后 研究室的铁栏杆 也被他弄坏 沈良走进研究室 研究室里堆放着很多瓶瓶罐罐 他扫了一眼这些玻璃瓶 里面装着的基本都是试验品 而且大多都是女孩 他们长相甜美 肌肤雪白 正在做着某种实验 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全都在做着人体实验 沈良轻叹了一声 继续在这废弃的营地里面搜寻着 突然 他停止搜寻 望着前方 在那里摆放着一排架子 架子上面挂满各种各样的尸体 他们的身份不言而喻 那是一些男孩女孩 真是可悲 沈良轻哼一声 迈步走向架子 这些尸体被穿刺在架子上 形态怪异 显得极其圣人 在架子的顶端 有一块玻璃柜 柜子里面放着物品 嗯 沈良拿起柜子里面的东西 仔细观察 那是一支针筒 针间闪烁着寒芒 沈良眉头微醋 他从这支针筒中 嗅到了危机感 难道这就是制造 变异丧失病毒的原材料 可惜 已经用完了 沈良喃喃自语 将针筒丢回原位 随后 他目光转移 盯着另外一侧的架子 在那里 摆放着许多药剂 有麻醉剂镇定剂等等 甚至还有解药 沈良眼睛猛的一亮 这些都是好东西啊 对于普通人而言 病毒是致命的毒药 根本无法抵抗 但是对沈良而言 病毒却是最好的补品 可以帮助他 快速提升身体素质 沈良毫不客气地 收取了所有的药剂 然后又把整个架子搬空 当沈良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听见了脚步声 有人来了 这群丧尽天良的家伙 沈良咒骂一声 赶忙藏在了柱子旁边 很快 两道人影 从拐角处走出来 一男一女 男的年纪 大约二十岁左右 身材高挑 戴着一副黑色墨镜 模样俊朗 脸上戴着几分邪魅之意 女人则三十岁出头 穿着职业套裙 皮肤略黑 给人一种干练精明的感觉 张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女人问道 这座基地 已经没有活人了 留着 也是浪费食物 我们快点收集 能够利用的东西 原来是其他势力的人 沈良迷起了毛子 他没想到这么晚了 竟然会遇到 这两个陌生人 这两人并未发现 躲藏在柱子旁边的沈良 直奔研究室 沈良悄悄地摸索过去 凭住呼吸 不敢出手 毕竟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还不算特别强 要是引来其他人 恐怕有危险 沈良小心翼翼地靠近 然后慢慢探出脑袋 此刻 那名男子和女人 已经开始翻箱倒柜了 沈良眉头一皱 他知道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沈良拔刀出鞘 朝着两人扑了过去 谁 那两人吓了一跳 纷纷回头望去 当看清楚是沈良时 那两人松了口气 原来是一个人类 张姓青年冷笑着 丝毫不惧 沈良面露凝重 手持砍刀 一跃而起 朝着张姓青年斩下 滚开 张姓青年抬起右臂 隔挡沈良的砍刀 一阵闷想传出 张姓青年的右臂被砍断 鲜血喷涌而出 张姓青年惨叫连连 捂着断臂后退 臭小子 你找死 张姓青年怒吼一声 掏出匕首 冲向沈良 沈良眼神伶俐 迎着张姓青年冲了上去 展开了厮杀 张姓青年受伤 行动迟缓 被沈良压制得死死的 你是什么人 张姓青年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瞪着沈良 应该是我问你们 你们两个是哪个势力的 住在哪里 沈良淡默地询问 你想找死吗 张姓青年怒吼一声 突然掏出手枪 指着沈良的脑门 呵呵 沈良轻蔑地笑了笑 一巴掌扇在张姓青年的脑袋上 啪的一声 张姓青年倒飞出去 摔倒在地 七昏八速地爬不起来 沈良的力量何其之大 岂是这家伙能比的 告诉我你们的身份 否则 你们就得成为我肚子里的食物 沈良冰冷道 张姓青年痛苦万分 他咬牙说道 我劝你别乱来 如果惹恼了我 我就杀了你 是吗 沈良咧嘴一笑 握着砍刀 朝着张姓青年逼近 你别过来 看着步步逼近的沈良 张姓青年慌了 脸色苍白地往后退 沈良冷笑一声 一刀劈出 扑斥 风锐地砍刀 划破张姓青年的脖梗 建设出大量鲜血 你 张姓青年捂着流淌鲜血的脖子 艰难地伸手 指着沈良 你是谁派来杀我的 沈良问道 你会死 张姓青年嘴唇如洞 吐出两个字 不要杀我 求你了 别杀我 只要你饶了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第358章 不说就去死吧 另一股势力 第358章 另一股势力 张姓青年跪在地上 哀嚎求饶 沈良蹲下身子 看着张姓青年 你不说 沈良问道 我不知道 张姓青年摇头 那你就去死吧 沈良挥动砍刀 准备砍死张姓青年 就在沈良即将动手之际 一股巨大的危险降临 突兀间 远处射来一枚子弹 当的一声 子弹打在了沈良的砍刀上 火星四箭 沈良被迫收刀 躲避那枚子弹 子弹紧追而至 沈良面色阴沉 他知道 这次遇到硬茬了 这种威胁性武器 绝非普通人能拥有的 你们是什么人 沈良爆喝一声 同时 他抓起那名女人 挡在自己身前 子弹密集如雨 铺天盖地地打在女人身上 不要 沈良瞳孔急缩 他低头望着胸膛上的血窟窿 沈良没有想到 这些狙击手 会选择对女人开枪 这一瞬间 沈良心中充满了愤痕 我跟你拼了 沈良疯狂地咆哮 双眼赤红 沈良举起手里的刀 朝着四周横扫 一颗颗子弹爆裂开来 化作碎片 沈良趁机拉着女人 朝着实验室外跑去 想逃 一名狙击手 扣动扳机 子弹贯穿了女人的腹部 他软绵绵地摊在了地上 抽搐几下 便不再动弹 这 沈良愣证了一秒钟 顿时泪崩 他抱着女人 思考着 这是连自己人都杀吗 沈良悲痛欲绝 救命 救命 沈良耳朵里 传来微弱的声音 他低头一看 发现女人正用虚弱的声音 喊着救命 你坚持住 沈良咬牙 背起女人 撒腿就跑 碰 突然 枪声再度响起 子弹擦着沈良的肩膀 打在地板上 溅起无数火花 沈良的后背衣服 瞬间炸裂开来 沈良浑身颤抖 他不敢停下 更加卖力地朝外冲去 可惜 子弹仿佛长了眼睛似的 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跑 都会遭到攻击 渐渐地 沈良泪趴下了 他背着女人 躺在地上 剧烈喘息 汗水淋漓 不行了 沈良难难道 再跑下去 估计要交代在这里了 他抬头望向四周 这里漆黑一片 除了墙壁和灯具 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他咬了咬牙 拖拽着疲惫不堪的身躯 朝着另一条走廊走去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沈良一边跑 一边大喊 可惜 根本就没有回答 沈良气喘吁吁 眼神迷茫地望着前方 这个时候 背后的女人 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知道这个人死后 会变成什么 于是果断地丢掉了他 不过 失变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这里虽然是 基因改造军团废弃的营地 但是里面剩余的东西 多少都是对沈良有用的 他并不想就此放弃这个地方 更何况 这下面还有几层都是未知数 谁也说不好 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好宝贝可以利用 对方势力的火力有些凶 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够解决掉的 沈良暂时有退出这里的想法 然后再召集自己的国度队人员 集结于此 打算给这伙人一网打尽 半夜 月光倾洒而下 这座废旧工厂里 安静得很 偶尔才听到几声重鸣 忽然 工厂内亮起了几点幽蓝色光芒 宛若鬼火 诡异又恐怖 嗖 一抹黑影从黑暗中窜出 落入废旧工厂内 快速移动起来 直奔工厂深处而去 黑影所过之处 草丛沙沙作响 惊得鸟兽四散 嗯 黑影停了下来 警惕地盯着四周 怎么回事 刚才明明感觉到 这里有生物活动 难道是幻觉 沈良眉头皱起 环顾四周 奇怪 工厂最高处 一栋二层楼房顶上 沈良站在这里 目光凝重 她的身旁 躺着一具尸体 正是那名被绑架的女人 沈良没想到 在她离开之后 竟然还有人潜伏在附近 偷袭她 沈良看了看女人 叹息一声 女人已经没了呼吸 终于她迎来了张虎跟小凯 他们两人带着三十名国度队的人来到这里 手中拿的都是冲锋枪 这群人的战斗素养极强 训练有素 老大 这里是哪里 张虎扫尸四周 沈良摇了摇头 应该是基因改造军团废弃的营地 里面有一伙人 你们小心些 沈良叮嘱了一句 随即她捡起地上的冲锋枪 迈开步伐 进入废弃工厂内 她没忘记她的使命 她的目标是基因改造军团 而不是那些雇佣兵 这些雇佣兵只是被利益驱使罢了 轰隆 就在此刻 废弃工厂内响起激烈的枪声 嫡喜 张虎怒吼开枪 杀了这帮畜生 话音落下 一众国度队成员纷纷拔枪 对准前方 毫不犹豫地开枪 哒哒哒 激烈的枪声 响彻整个废弃工厂 震慑人心 沈良眯了眯眼睛 这里面有枪声 难道 沈良突然反应过来 那名狙击手 不是冲着他来的 而是另外一批人 糟糕 沈良暗骂一声 如果真像他猜测的那样 对方肯定不止一拨人马 他们被包围了 这里面还不知道 藏着多少危机 老大 怎么办 一个国度队的队员跑了过来 担忧道 撤 沈良当即决断 带着国度队的人 迅速离开了废弃工厂 他们来得快 离开得也快 妈的 差点让他给溜了 远处 隐藏着的雇佣兵们 咒骂道 这家伙太狡猾了 我们必须把消息告诉首领 让他派更厉害的人过来 否则单靠咱们几个 怕是搞不定这些人 走吧 先把他们的情报汇总 好 另一侧 沈良带着国度队的人 飞快撤离 这一场突袭战 他们损失惨重 足足折损了五人 老大 这次的事情是个教训 以后做任务 千万不能成英雄了 一名国度队的成员 对沈良劝戒道 沈良脸皮微红 咳嗽一声道放屁 我是这种人吗 不是吗 国度队成员胡一道 沈良 第三百五十九章 我沈良 有仇当场必报 第三百五十九 老大 这些人的武器装备很齐全啊 一名队员指着脚边的尸体 露出兴奋之色 沈良文言瞥了一眼 他注意到 那具尸体的胸口 有个凹坑 明显是被力气冻穿的 这个人的武功很高 居然还有人可以杀掉他 一名队员嘖嘖称奇 这些雇佣兵 平常都是一些普通人 武艺很弱机 遇到这种武者 完全就是菜笔 没想到 今天倒是撞到铁板了 别看了 赶紧把尸体清理干净 这些尸体可以换钱的 沈良吩咐道 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他们得立刻离开 否则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一场恶战 收到 国度队成员迅速行动 很快便处理了尸体 离开了废弃工厂 与此同时 废弃工厂内 一阵脚步声响起 只见一支装备精良的雇佣兵队伍 走了进来 为首的人身形魁梧 肌肉骨胀 看上去就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他的左右分别站着两名壮汉 怎么回事 为首的男子沉声道 首领 一名雇佣兵上前 说道 这里是废弃工厂 里面埋伏了不少人 刚才他们试图闯出来 呵呵 魁梧男子冷笑他们 想出来送死 他们似乎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魁梧男子摆了摆手 不管他们 这件事 我会向上级汇报 首领 这是您的衣服 请换上 一名男子递过来一套崭新的作战服 不错 你做事挺细心的 魁梧男子咧嘴一笑 这件事办得漂亮 等完成了任务 赏金翻倍 谢谢首领 男子连忙鞠躬致谢 魁梧男子换上作战服 带着人走进废弃工厂 他抬手就是几枪 几枚子弹射进了一具具尸体的体内 溅起血花 哈哈 爽 一行人狂喜 这一趟的雇主实在是太阔绰了 每次出价都超越他们之前的酬陋 而且 这个组织似乎对于军械十分感兴趣 他们的运气很不错 刚到基地 就抓不到了一个雇佣兵组织 还找到了不少的军械和弹药 走 继续寻找下一个据点 魁梧男子挥了挥手 继续搜索 沈良带着人离开废弃工厂之后 立刻返回国度队所在的地方 这次行动 国度队付出的代价不小 此外 沈良倒是收获颇丰 他挖取的金盒数量达到了二十万枚 这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足够他建设自己的营地了 这些金盒 可以制造一百多名国度队士兵 甚至更多 沈良喃喃自语道 但是 想要制造出一个军队 却并非易事 这需要庞大资源科学研究 还有足够的技术支持 这些东西 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 先提升国度队的实力再说 沈良沉思片刻后 做出了决定 老大 那废弃的二营地怎么办 需不需要再次去抢夺回来 此时 国度队成员凑到了沈良身边问道 这次 他们牺牲了五人 可惜却什么也没得到 先等一等 派人去监视他们 看看他们的营地在哪里 沈良淡淡道 老大 他们恐怕早已搬离 我们还怎么去抢 国度队成员忍不住抱怨道 其余的国度队成员 亦是皱眉不已 这次他们确实栽了跟头 可惜什么也没拿到 谁告诉你们 他们搬离了 沈良吃笑一声 他们不过是固步迷障而已 你觉得 他们会把营地留给我们 听到沈良的解释 国度队成员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老大 你太聪明了 一群国度队成员 竖起了大拇指 佩服道 沈良摇了摇头 我只是随便想想罢了 这帮混蛋 可不会犯唇 这次的雇佣兵 可不简单 虽说他们人少 可是各项装备配置极强 如果他们愿意 绝对能够轻松 突入这里的一切 这次若不是顾及他 估计这里早就变成废墟了 沈良深吸一口气 既然已经发现我们的存在 就算我们不攻击他们 他们也会找上来的 听到沈良的话 所有国度队成员 脸色微变 他们都清楚 以雇佣兵团的性格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果不其然 很快又有两名队员 回报老大 他们朝着 我们的方向赶来 哼 终于等到他们出手了吗 沈良嘴角泛起冷意 眼中满是嗜血之色 通知下去 做好战斗准备 很快 国度队的几人 纷纷站了出来 各自从车子后 坐上取下武器 他们都是国度队中 最优秀的精英 平日训练时 都是排行前时的存在 而今天 更是被派遣来执行任务 每个人心中都憋屈无比 这次 若是能将雇佣兵斩杀 那绝对会成为 他们国度的光荣事迹 哒哒哒 突然间 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响起 瞬间惊动了所有人 紧接着 一枚火箭弹呼啸而来 落在众人身边爆炸 轰隆 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四周 尘土飞扬 碎石乱飞 该死的雇佣兵 看到这一幕 国度队成员皆是暴怒 他们本打算埋伏雇佣兵 却反倒被对方先行动手 杀光他们 沈良眸子闪烁着寒芒 直奔敌人而去 哒哒哒 双方刚交锋 国度队成员便感受到了压力 这些雇佣兵的素质极高 而且火力凶猛 根本难缠至极 碰 碰 碰 双方激烈交火 不断有惨叫声传来 妈的 竟然还带着重火器 国度队的队长 一边躲避着炮弹 一边破口大骂 心中焦急万分 要知道 在他们的设定当中 这种情况 应该是他们伏击才对啊 怎么转眼就被人伏击了呢 老大 怎么办 国度队成员一脸慌张 若是全部折损在这里 他们真的亏大了 国度队成员的神色变化 尽收沈良的眼底 你们放心 只要我活着 肯定让你们安然离开 听到沈良的保证 国度队成员的心中顿时 涌现出希望之色 老大 我们掩护你撤退 国度队成员咬牙道 沈良却是摇了摇头 你们不懂 这次对手非同寻常 第360章 巴雷特显微呢 强大的火力压制 沈良意识到 事态的严重性 他原本以为这些家伙很好对付 但没想到 他们的火力这么凶猛 没办法的他 只好打开系统商店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武器可以兑换 第一 恭喜宿主 获得416型手枪 一支AK47型手枪 五把巴雷特821一把 看着脑海中的兑换列表 沈良眼睛顿时亮了 这尼玛简直是量身定造的武器啊 416是国际上著名的步枪狙击击枪 射程超远 穿透力超强 AK47更是世界一流的自动步枪 杀伤力强悍 唯独巴雷特最牛逼 他使用556口净子弹 射速惊人 杀伤力恐怖 这三样东西加起来 足以秒杀任何普通士兵 兑换巴雷特 沈良毫不犹豫地点击兑换 一颗金黄色的子弹 凭空浮现 悬浮在半空之中 巴雷特821子弹 重量09克 初始价格5000金盒 是一款超级奢侈品 而现在 沈良毫不迟疑 直接购买了下来 哇 巴雷特子弹入手 顿时一股冰凉之感 席卷全身 巴雷特821是一种高科技步枪 拥有很多特殊功能 具体属性需要你慢慢体验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提醒沈良注意事项 沈良不再迟疑 他将巴雷特插入背后的腰囊当中 紧接着握住枪柄 将枪拖架在肩膀之上 瞄准前面100米处的山丘 扣动扳机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沈良精神一震 沈良的手臂一抖 巴雷特子弹迅即飞出 瞬息间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声闷响传来 直见远处 一名正在狂奔的敌人 胸膛骤然出现一抹星红之色 紧接着 整个人僵硬在地面 鲜血喷溅 继续 二 沈良没有理会 直接将巴雷特子弹连续打空 短短片刻 他竟然干掉了七八名敌人 一轮枪击过后 那些敌人吓坏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 沈良的枪械 怎么这么厉害 撤退 对面的人吃了亏 立马呼叫其他援军 还想跑 晚了 就在这时 沈良的冷笑声突然响起 随着沈良话语落下 他的枪管冒出几道火蛇 又是两名敌人倒在血泊中 沈良丝毫没停止攻势 又开始疯狂扫射 伴随着枪响 那群逃命的敌人纷纷中招 惨嚎着倒下 转眼间 敌人已经损失了大半 只剩下十多个人 混蛋 给老子死来 终于 有人发怒了 他们拿出枪 朝着沈良冲了过去 沈良嘴角微勾 眼神闪过一抹冷冽 手指再次按下扳机 又是一名敌人被爆头 他的速度太快了 快的 让这些敌人胆寒 啊 就在这时 一道惨叫声突然响起 却是另外一名士兵 刚才被沈良爆了头 突然间 一阵剧烈的引擎咆哮 从天边传来 只见数量坦克和装甲车 朝着沈良等人包围了过来 完了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露出绝望之色 他们虽然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但毕竟寡不敌众 面对坦克和装甲车的围剿 根本无济于事 沈良嘴角一笑 难怪 你们能够在基因改造军团的压迫下活下来 原来你们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沈良这边也没有犹豫 因为系统商店更新了大量的装备 不管是装备 还是坦克 应有尽有 沈良直接兑换了一挺机关炮出来 然后扛着机关炮就朝着坦克和装甲车轰鸣的方向跑去 哒哒哒 机关炮疯狂喷吐火舌 一枚枚炮弹如同暴雨般倾泻了过去 坦克被炸毁 装甲车被撕碎成废铁 里面的士兵被炸死 眨眼之间 二三十辆坦克和装甲车就被摧毁了大半 残骸四散开来 场面壮观至极 这小子太变态了吧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目 这小子的战斗力实在太彪悍了 单靠一把枪就敢碾压二三十辆坦克和装甲车 简直非人类啊 不行 咱们必须离开着 要是等一下他回过外来 咱们谁都别想走 领头的一名士官脸色大变 赶忙说到所有人听令 全部撤退 撤退 他知道 这种局势已经无法逆转 他们必须撤退 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 士官话音刚落 突然间一阵阵尖锐破风声响起 只见一条条长边式的物体 从草丛内窜出 缠住一辆辆坦克或者装甲车的履带 直接拉向地面 快躲 见状 那名领头的士官惊恐万分 他急忙跳跃躲避 然而 长边的力量极大 他仅仅躲避了数米 便被拉扯的扑倒在地 扑哧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彻而起 他低头望去 只见一条长边贯穿了他的心脏 带着他的身躯 缓缓滑落在地 啊 救命 见到这一幕 所有士兵都惊慌失措 四散而逃 他们拼命挣扎 可是无济于事 沈良下面的国度队埋伏成功 他们今日是必死无疑了 火捉几个 这个时候 沈良下达了命令 既然是国度队出马 肯定要留下火口才行 很快 就有几名士兵被抓获 扔在沈良面前 嘿嘿 沈良咧嘴笑着 沈老大 饶命 求你饶了我们 我们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被俘虏的几名士兵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不断哀求着沈良 呵呵 放了你们 你认为可能吗 沈良撇撇嘴 淡淡开口 对于敌人 沈良绝对不会轻易放火归山 除非他脑袋抽筋 他们刚才追得那么爽 不狠狠收拾收拾他们 沈良就不信沈 而且沈良觉得 既然来了 那就不要客气 反正都是杀人 多弄几个人也是赚 想要活命 将你们营地的位置 人数设备武器等等交代清楚 沈良盯着几名俘虏问道 我告诉你 不然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 闻言 一名士兵满脸坚决 碰 他话刚说完 沈良直接扣动了扳机 啊 这人眼睛一闭 当场死去 你看 你自己找死 解决了一名俘虏 沈良扭过头 笑眯眯的看着旁边几人 我们说 我们都说 第361章 掠夺物质 刻不容缓 这一刻 这些俘虏再也忍受不了 争先恐后的交代情况 营地距离这里有五公里左右 人员有六千余人 能够作战的大概有一千人 装备有步枪 手榴弹 还有几台热武器都被存放在基地里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掠夺其他势力的物资 希望您饶了我们一命 这帮家伙一边说 一边抬头偷偷撇着沈良 他们生怕惹得沈良一个不高兴 直接将他们干掉 你们的营地在什么地方 沈良问道 在城南的北山区域 那里有一座小型研究室 曾经是一个叫基因改造军团废弃的 专门研究丧尸病毒的地方 听到士兵的回答 沈良眉毛挑了挑 丧尸病毒 又是别人废弃不用的营地 沈良眼眸微量 这究竟是个什么恐怖的组织 很难想象他们有多少人 他心中暗暗猜测 这个世界 真是处处充满奇迹啊 好 我明白了 沈良摆摆手 示意他们可以滚蛋了 谢谢 谢谢 几人松了口气 连忙爬起来 撒腿就跑 等一等 就在这时 沈良突然喊住他们 哎 还有什么事 一名士兵颤抖地询问道 我有几个问题 需要你们回答 沈良笑 盈盈道 是 您请问 我们一定如实回答 士兵连忙说道 现在他对沈良是 畏惧至极 生怕慢了半拍 就跟刚才的同伴一样 将这胶囊吃下去 沈良开口说道 这是沈良制作的基因胶囊 只要他们服下 那么对自己的忠诚度 将会达到恐怖的百分之百 这是 几人愣了愣 让你们吃你们就吃 哪那么多问题 沈良翻了个白眼 随即冷哼一声 是 是 这些人顿时浑身一哆嗦 他们丝毫不怀疑 只要沈良愿意 他们随时都能被击毙 他们咬咬牙 最终吞下胶囊 然后恭敬地站立在一边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的营地在何处 沈良开口问道 我们都是奉命行事 虽然并不清楚 内部具体的信息 但是位置还是知道的 还希望你放了我们 给我们一次机会 其中一名年龄 稍微大一点的士兵 开口说道 不错 我们可以替你指路 另外几人纷纷表态 不必了 带我们过去吧 沈良却是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他可不相信 这群家伙的鬼话 他们都是军队中的佼佼者 如果真的知晓营地的具体位置 早特娘的溜了 还轮得到自己拷问 在这之前 沈良拿出了所有金盒 兑换了装甲车坦克 以及轰炸机 虽然这些重型装备加一起 才不过15个 但是这也足够了 而且 还有许多弹药和武器 沈良觉得 凭借这些东西 完全能横扫那个营地 毕竟这是在末日初期 这里的武力水平比较低级 那我们走吧 士兵们闻言只能无奈点头 然后带着他们朝营地的方向前进 你们的装备 从哪弄来的 途中 沈良又开始盘查 啊 这是我们的私藏 我们不敢告诉别人 几人吃一片刻后 还是选择如实交代 哦 沈良嘴角勾勒出一抹弧线 看来你们是想死啊 他脸色阴沉下来 语气森寒 仿佛久悠恶魔般 我们 重士兵吓得浑身发软 差点跪倒在地 我告诉你们 既然你们做了决定 那就应该知道后果 不说 没关系 我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让你们说出来 说完 沈良转身走到装甲车旁边 取出一把步枪 打算用枪威胁他们 大 大 大 子弹划破空气的呼啸声响起 下一刻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便见一个小士兵捂着右手 疼得直跳脚 而沈良则悠哉地收起步枪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我们说 我们说 这一瞬间 众人哪里还敢隐瞒 快说 沈良呵斥道 几人连忙将情况说了一遍 原来是一群小偷而已 装备竟然都是偷来的 沈良嘲讽道 除此之外 基因胶囊的作用还没有发作 所以他们对沈良的忠诚度还不够 至少还要一个小时 才能达到百分之百 对此 沈良不得不放缓进攻的脚步 他打算里应外合 夺下这座营地 他们的营地 距离此地非常近 不远处就是一个小镇 有数千人居住 当然 如今这座城镇 已经变成废墟了 只剩下零散的尸骨 与一些废弃的建筑物残骸 沈良等人 驾驶汽车来到镇上 发现这个镇子 早已被丧尸摧毁 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骨 妈的 太残忍了 看到镇上的惨状 众人纷纷骂道 老板 我听说这里的幸存者 全都逃往市区去了 有士兵说道 嗯 沈良汉手 老板 这里是一个超市 我们进去搜刮一番吧 士兵们眼睛一亮 他们来这里的目标 就是为了找到食物 现在超市里 还有很多食物 不急 沈良摇摇头 他们此行的目标 是夺取他们的营地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至于超市 暂时先不管他了 先救援更多的幸存者再说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随即 沈良驾驶着越野车 离开这个废弃的小镇 一路上 众人看到各种灾难现场 心情愈发悲痛起来 他们的亲友 朋友 都葬身在这里 沈良心里也感慨万千 他知道 在未来的某天 人类还会遭遇比现在更恐怖的灾难 甚至灭亡 他不知道 这种未来究竟何时降临 或许是三个月 或许更久 但是现在的他 能做的 只有尽量帮助人类 度过这场浩劫 他们沿路返回 来到了营地附近 咦 你们看 那辆卡车 不就是昨晚那辆吗 突然 一名士兵惊讶地说道 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人顺着他指引的方向看去 那辆卡车 确实是昨晚 他们离开时候 停留的那辆卡车 那里面肯定有物资 几人眼神炽热起来 如果他们能抢占这里 岂不是发财了 老大 我们现在就冲进去抢物资 一名士兵激动无比地说道 不急 等等再说 沈良眉头紧皱 他敢确定 那车就是昨日那些人开的那辆 第362章 他想偷袭 轻松拿下敌人基地 而现在 这辆车出现在这里 难道说 昨夜的袭击 就是他们干的 老大 那群人的战斗力不强 咱们完全可以轻易 杀掉他们 然后将他们的武器抢光 士兵满脑袋的贪婪欲望 这辆车里面 肯定有好多好多的物资 若是被他们截足先登 岂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闭嘴 你想害死我们吗 一个士兵呵斥道 沈良没有理会他们的争吵 而是静静地思索着 这里面有猫腻 而且很诡异 他总感觉 似乎有什么陷阱 正等待着他们 难道是张文博 他们想趁我们离开后偷鞋 想到这个可能性 沈良眉毛一条 不过 他觉得 应该是自己猜错了 张文博他们 根本没这个胆量 不管了 既然来了 我就要捞到足够的好处 否则就枉费 我辛苦赶来一趟 想到这里 他立马让众人准备 然后悄悄靠近营地 这个营地规模庞大 足足驻扎了四个牌 每个牌长统帅两个班的士兵 共集六十七人 装备精良 全副武装 而且 营地内的士兵还有很多 大概有两千人左右 这么多人 我们怎么搞 众士兵都慌了 别担心 有我呢 沈良微笑道 一脸淡定的表情 然而他的内心 却掀起滔天巨浪 这特娘的真的是个营地吗 怎么跟一个军事基地一样 而且 这些士兵的装扮 明显是军队才会有的制服 他们是哪支部队的人 难道说 这里是一个军阀势力的聚集地 给我冲进去 沈良深吸口气后 命令道 是 士兵们大吼 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刹那间 双方展开了疯狂的射击 沈良躲避在车后观察战局 他发现 这些人都穿着军装 反而更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家伙 是人 他们没变业 我们胜利了 见此情景 众人顿时欢喜无限 快跑 营地中的士兵们见状 吓坏了 立刻拔腿就跑 沈良冷哼一声 命令道给我追 是 国渡队的士兵们 兴奋地答应 然后追杀了出去 他们的速度飞快 如同猎豹一般 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便将对方追上 碰 一名士兵直接扣动扳机 子弹瞬间将其击毙 紧接着 剩余的士兵们也纷纷开枪 啊 救我 惨叫声响彻天空 最终戛然而止 太厉害了 他们比丧尸更加恐怖 见识到这些人的实力 其他士兵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继续前进吧 沈良吩咐道 然后带头往里走去 一路上 倒是碰到不少幸存者 他们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 但是看向沈良的目光充满警惕 显然把他当作怪物了 老大 这次收获不小啊 沈良一行人经过搜寻 很快找到了一辆皮卡车 车身油亮 保养得很好 他们打算开着他返回 毕竟这玩意开着挺舒服的 轰隆隆 皮卡启动 然后缓慢地开走了 老大 你看 突然 驾驶室内的一名士兵 眼睛睁大 指着旁边的草丛喊道 嗯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沈良皱了皱眉 问到怎么了 老大 你看看 那是什么东西 沈良文言 立即朝他所指的位置看去 只见那边的杂草被剥开 露出了一具尸体 是个女人 她的衣服破烂不堪 浑身是血 应该死了有段时间了 驾驶员说道 沈良点了点头 示意他停车 然后走了过去 喂 兄弟 我救了你 你不谢谢我 看着地上躺着的女人 沈良问道 不过并没有人回应他 咦 他怎么不动了 驾驶员疑惑道 刚才他注意力都放在了 这辆皮卡车上面 没有在一起他 他应该没死 估计失血过多 晕过去了 沈良摇了摇头说道 老大 那怎么办 士兵询问道 你们把他弄到车厢里面 沈良吩咐道 好嘞 随后 士兵们就将尸体抬到车上 沈良缓缓向地方营地里走去 想要探查清楚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隐隐感觉到 这里面藏有秘密 或许对他非常重要 这个营地比想象中的要大 虽然刚刚发起了战争 但是这里的设施并没有被破坏 沈良在想看看 这里是否可以作为自己避难所为 自己所用 毕竟他不能久留在这里 这个营地占地三万米 而且建筑极为复古 墙壁上挂着一幅幅风格迥异的图画 沈良走到一个偏厅门外 发现这里有一扇木制的大门 嘎吱 沈良推开了房门 屋内的景象映入眼帘 这是一座古堡 里面雕蓝玉器 金碧辉煌 仿佛是一片皇宫 不过这些已经蒙尘了 沈良仔细检查一番后 惊讶到竟然还保存完整 这里曾经居住着的是谁 甚至于在这里修建了一栋豪宅 沈良知道 这里是一个富人区 只是 这些都成了过往云烟 沈良叹息了一声 然后继续前进 不过这个偏厅并未被洗劫 而是储藏了很多食物和水 应该是这里主人留下的 老大 有吃的 哈哈 一名士兵从冰箱里 拿出一盒牛肉罐头 顿时兴奋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 然后狼吞虎咽起来 这种罐头的味道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简直美妙啊 我擦 你们也尝尝 一群士兵围坐在一团 然后大块朵一起来 这个罐头的却很香 可惜我们没带调料 不然可以做烤罐头吃 另一人赞赏道 哈哈 你傻呀 其余人听到这话后 忍不住嘲讽道 啊 不过这里的食材真丰富 可惜没酒 要是有酒就爽了 我们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啊 遇到了一个幸存者积淀 众人议论道 沈良扫师周围 发现这个基地里 还是有很多物资的 比如 汽油锅碗瓢盆 食盐等等 除此之外 他还发现了一些电子产品 比如摄影机 照相机 平板电脑游戏机等等 第363张 弹药箱 躁动的幸存者们 甚至还有几件防弹背心 手榴弹 不愧是军火贩子 这里面果然有货 沈良心中暗道 这让他更加肯定 这里面藏有宝贝 老大 这里有武器 突然 一名士兵大呼一声 激动道 什么 沈良立马走了过去 只见一排长枪被摆在地上 还有很多弹夹 老大 全是新的 绝对没有拆卸过 士兵兴奋道 好样的 沈良拍了拍士兵的肩膀 然后他看向一旁正在休息的士兵 道你们两个去把弹药补给车拖回来 是 两名士兵站起来 然后扛着枪走了出去 他们将一箱箱弹药搬回来 堆积在车顶上 好了 咱们今晚就在这过夜了 沈良说道 他走进房间 打量起四周 这是 一间类似书房的房间 布置得很简洁 墙壁上挂着字画 桌椅板凳 全部是红檀木制成的 这个房间不简单 沈良难难道 他总感觉 这里面有蹊跷 因为这里的布局 明显经过精心设计 这个势力的人 尽数被沈良他们消灭 不仅如此 这里有大量的物资 在这里避难的人数 也是达到了万人 他们不清楚 沈良是什么样的人 至少在沈良没来的时候 他们是受尽了折磨的 不过当沈良进来后 这里的人 纷纷投来善意的目光 他们都是普通人 对强者抱有崇敬的态度 这家伙 会不会杀了我们 一名士兵 小声地嘀咕道 怕啥 老大又不杀我们 旁边一个士兵 笑嘻嘻地回答道 也对哦 其他人松了一口气 沈良不理会这帮士兵 而是开始研究起来 这些东西 虽然保存的还算完好 但是已经生锈了 不管是床 还是椅子上面 都落了厚厚的灰尘 不过 这些东西 却依旧保持完整 有点奇怪啊 沈良挠了挠头 这么多年没有使用 这些东西 居然还保持着原本的样貌 实属罕见 不过这里的东西 对于沈良而言 根本无用 它需要的是高科技产品 沈良翻遍了整个房间 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东西 不过他也不急 反正他现在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最后 沈良来到卧室 在床底下 发现了一个暗格 沈良走过去 伸手摸索了一下 然后将暗格拉开 里面是一个铁盒 沈良将盒盖掀开后 发现里面装满了白色粉末 这是 化学药剂 沈良眉头微醋 这是他唯一能够判断的东西 紧接着 他又拿出一支试剂 在鼻尖嗅了嗅 然后又扔掉了 这玩意儿的成分太复杂 而且危险性极大 沈良摇了摇头 然后他又看到了几张纸条 老大 快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 这时 一名士兵招呼沈良过去 沈良疑惑地走了过去 发现这里居然记录着很多信息 还附带着一幅卫星地图 咦 这是哪里 沈良看到地图上有一个标注的小点 这个是什么地方 沈良指着地图问道 这里是一个小村庄 沈良文言脸色微变 一般来说 村庄里应该不会有这么详细的地形介绍 村民呢 沈良再次问道 据说全部死了 这个村子是灾难爆发前最后一个村庄 据说那里有一处秘密的研究基地 秘密研究基地 沈良皱着眉头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沈良沉阴片刻决定亲自去一趟 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先去探路 沈良说道 老大 我陪你去吧 一名士兵说道 嗯 沈良点头同意 很快 沈良带着这名士兵朝着村庄赶去 越靠近村庄 沈良就感觉空气越冷 而且这股寒意让沈良不禁皱了皱眉头 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强悍 即便是零下三十度 对他来说 也只不过是毛毛雨罢了 不过 跟在沈良旁边的士兵则不然 早就瑟瑟发抖了 他不停地搓着双臂 想要缓解冻僵的肌肤 老大 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这名士兵羡慕地问道 嘿嘿 因为我体内流淌着热血 沈良嘿嘿一笑 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的话语中充斥着浓浓的自豪感 沈良穿过村庄 来到一处破败的建筑前 就是这里吗 他抬眼望去 只见这是一座废弃的房屋 四周都是荒草和树木 不过这里的环境倒是挺优雅的 与这里残酷的战争环境截然相反 这里好漂亮 我们的文明 就是被这样的环境摧毁的 我还记得 当初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曾经想过改造这里 可惜最终失败了 一名年轻的男子 看着这片废墟 感慨地说道 别说了 提到过去的伤痛 真不知道 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 另一名中年人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我听说 这里还有人活着 忽然有人低声惊呼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你确定 千真万确 走 我们去看看 众人顿时来了精神 随后 他们浩浩荡荡地 朝着废墟深处走去 没过多久 众人看到了一群幸存者 这群幸存者 聚集在一栋二层小楼前 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看到这群人 沈良嘴角 泛起了一抹邪魅的弧度 看来 他们猜测得不错 这些幸存者并未逃跑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不欢迎外人 请马上离开这里 那群幸存者 一见到沈良等人 顿时立合道 兄弟 我们不是坏人 我们是来救援你们的 沈良咧嘴笑道 救援我们 呵呵 你以为我们是三岁孩童吗 其中一名轻壮冷笑道 喂 我告诉你 我们的队伍里 可是有重武器的 沈良瞪了他一眼 什么重武器 这群幸存者 不懈地撇了撇嘴 呵呵 你们很快就会见识到了 沈良淡淡地说道 紧接着 他转身对那几名士兵 吩咐了两句 士兵立即领命离去 哼 故弄玄虚 轻壮冷横道 轰隆 突兀间 一阵剧烈的响动 从远处传来 第364章 你是一个优秀的狙击手 紧接着 一颗火球滑破长空 坠入了那栋废墟之中 瞬间将整个废墟给吞噬 恐怖的爆炸 仿佛一枚核弹 将整个防射移为平地 而那名叫嚣的轻壮 更是首当其冲 直接被轰飞出去 浑身冒烟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看着这骇人的场景 众人皆愣住了 老大牛逼 哈哈 爽歪歪 那几名士兵忍不住大笑起来 闭嘴 沈良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他们这才止住笑容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先把他们送到安全区域 沈良说道 他们带着这批人迅速撤退 然后将这些幸存者 带往安全地带 不过这群人显然不愿配合 沈良怒了 掏出手枪 就朝天鸣枪示威 他们吓了一跳 连忙乖乖配合 半个小时候 他们抵达安全区域 然后将这些人妥善安置了 随后 沈良继续上路 他准备绕过这片区域 然后进入村庄 然而 他们却遇到了麻烦 因为他们 在路上碰到了不少丧尸 甚至还有变异丧尸 不仅如此 他们还遭受到了丧尸的攻击 沈良的枪法非常准 他每一次射击 必定会有一具丧尸倒地 但这种情况维持不了多久 因为他们数量太多了 这些丧尸疯狂涌向沈良 一个个眼眶心红 像是发疯似的 沈良虽然枪法很好 但架不住对方数量多啊 他们很快就陷入了苦战中 妈的 这些家伙 到底有完没完 沈良心中恼火无比 这已经不是一波丧尸了 而是一大波 他们根本杀不尽 老大 你先走 这里交给我们 那几名士兵咬牙喊道 你们找死啊 这群怪物太猛了 沈良急吼吼地说道 这些士兵实力不弱 但面对成百上千的丧尸 依旧无能为力 老大 我们是军人 就算死 也绝对不会抛下兄弟 独自苟活 其中一名士兵 斩钉截铁地说道 是啊 老大 你放心吧 这些家伙奈何不了我们 其他几人也纷纷表态 沈良看到这一幕 心中既感动又生气 他怒骂道 谁特娘的 要你们为我牺牲 你们给老子滚蛋 这些家伙交给我 说完 他直接拎起背包 一跃而起 跳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 然后 他瞄准丧尸群 开始了扫射 哒哒哒 一缩子子蛋打过去 直接打倒了一排 那些丧尸被打翻在地 挣扎了一番后 渐渐失去了动静 死 看到沈良的举动 其余的士兵 都是满脸震撼之色 卧槽 老大居然还会爬树 老大果然是老大 不愧是咱们的队长 嘿嘿 咱们这位老大 真是帅呆了 几名士兵怯怯私语道 行了 都给我干活去 这些家伙都是我猎杀的 跟我抢功劳 沈良黑着脸训斥道 啊 我们错了 那几名士兵 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赶紧躲避开来 沈良站在树枝上 一枪又一枪的射击 由于他的子弹威力巨大 再加上这些丧尸智商有限 根本挡不住他的子弹 沈良手腕灵巧地一甩 一条胳膊粗细的子弹 飞射而出 直接洞穿了一头 变异丧尸的脑袋 这只变异丧尸硬尸而倒 这只变异丧尸的死亡 激发了剩下那些丧尸的凶性 煞事间 他们咆哮着 朝着沈良扑来 看到这一幕 沈良丝毫不拒 他抓着手中的步枪 朝着这群丧尸扣动扳机 瞬间又收割了 鼠头丧尸的性命 沈良宛如魔神般降临人士 他手指不断地扣动扳机 密集的子弹飞射而出 形成了一朵朵 血花绽放 那些丧尸的身躯 不停地颤抖 最终倒在地上 短短的一分钟内 足足有几十头丧尸 被沈良灭掉 看到这一幕 那些士兵彻底傻眼了 靠 老大真尼玛彪汉啊 几名士兵咽了一口唾沫 一脸敬佩地说道 而此刻沈良则趁势跳下树枝 赶紧清理战利品 他拿着手中的步枪 对着众人大喊道 很快 这些人就开始搜刮 这些丧尸的金盒 嗯 怎么是空的 老大 这些家伙竟然没有金盒 众人愤恨地咒骂着 这些丧尸 应该是刚刚觉醒的 沈良沉映着说道 刚才他在那些人类身体中 感觉到了微弱的能量波动 所以判断这些人刚刚觉醒 我们得赶紧通知部队派遣增援 否则这样拖延下去 我怕会出事 沈良凝重地说道 老大 现在距离部队营地 还有五公里左右 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过去 一名士兵说道 老大 要不我留在这里吸引敌人 你们逃跑吧 另外一名士兵说道 屁话 你想死吗 我们可以丢下你 但绝对不能丢下老大 我们是军人 做事要讲信用 众人义正言辞地说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一起杀过去 沈良沉默了片刻 随即点头答应下来 他们现在是一个团体 就要共同承担风险 走 随后 一群人沿途开枪 不断地推进 这一幕 惊动了周围其他的丧尸 顿时 越来越多的丧尸 朝他们聚拢过来 不过由于人数太多 他们根本冲不破 那几个士兵的防线 碰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划破虚空 精准地落在一只变异丧尸的额头上 那只变异丧尸 立马毙命 见状 其他的丧尸 全都躁动不已 他们怒吼着 拼命地想要冲过去 结果却被前扑后继的同伴阻拦住了 沈良眉头微皱 他朝着声援望去 只见一名男子 扛着步枪 从一个角落窜了出来 此人二十岁左右 模样普通 并不起眼 但他刚刚开枪击毙了一头变异丧尸 这份枪法 让沈良极为震撼 这名男子 是一个狙击手 这是沈良的第一印象 沈良仔细观察着这名男子 只见这名男子 一身迷彩服 手臂和脚踝 绑满了沙袋 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换了个人一板 你是什么人 沈良和问道 第三百六十五章 古怪村庄 地下村庄里的精密仪器 他总觉得 这名男子的身影 有些熟悉 报告老大 我叫李明宇 隶属国度对三对三小组 男子抬起头 目光坚毅地说道 哦 听到这个称呼 沈良眸光闪烁 露出思索的神色 他终于想起来 不错 你的枪法很准 跟着我 这个村庄有问题 或者说 丧失多的地方 一定存在着问题 沈良淡淡地说道 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 这个村庄的情况 但他敢肯定 这个村庄 一定出了某种问题 老大 我相信你 李明宇郑重地说道 走吧 我们一起杀过去 记住 遇到丧尸 直接开枪击杀 沈良提醒道 是 老大 李明宇点点头 当即 他们开启了战斗 扑扑扑 子弹横飞 每一次射击 必然有一头丧尸倒下 这时候 沈良注意到 李明宇的武器很特殊 是一把狙击枪 枪管漆黑如墨 像是金属制作而成 老大 这把枪是我偶然获得的 他的攻击力非常强大 李明宇一边射击 一边解释道 嗯 沈良点点头 不再说话 李明宇虽然枪法犀利 但速度却慢了许多 这让沈良很疑惑 按照他们之前的猜测 他们遇到的 这些丧尸 应该拥有一定的灵智才对 但现在看来 这些家伙似乎只懂得本能的杀戮 这让沈良很费解 难道这些丧尸 被控制了心神 这样也说得过去 因为只有丧尸被控制 才会无意识地杀戮 不过 就算被控制了心神 依旧具备强大的攻击力 碰 突然 李明宇一枪爆头 一名丧尸应声倒地 这名丧尸的头颅中心 有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星红的鲜血 鼓鼓流淌出来 这一幕 让沈良面色微变 他没有想到 这把枪竟然这么厉害 连丧尸的头颅 都能轻松击穿 不过沈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这恐怕与李明宇的实力 脱不开关系 若是李明宇不够强大 根本发挥不出这把枪的威力 沈良更加期待地 将这把枪握在手里 有了这把枪 他的战斗力将飙升到一个新高度 随后 他带领着众人 快速向着村庄赶去 老大 你看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突然低声惊呼起来 沈良顺着对方的视线望去 顿时 他整张脸猛然阴沉了下来 在他们前方 有一辆汽车 汽车挡住了去路 而且还有四名丧尸 站在汽车旁 这四名丧尸 丧尸浑身不满腐肉 双瞳赤红 表情猙獰 他们正在啃咬着汽车 显然 他们想将汽车吃完 操 看到这里 沈良忍不住怒骂道 这四名丧尸 已经被病毒侵蚀 早已失去了理智 此刻的他们 游如野兽一般 开火 干掉他们 沈良怒吼一声 哒哒哒 随后 一阵急促的扫射声传来 刹那间 四只丧尸倒地不起 哈哈 老大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那几个士兵笑着说道 沈良冷哼一声 他的神色凝重 并未放松警惕 刚刚这几个士兵 虽然消耗了一番 但这些丧尸 毕竟比普通丧尸强大许多 他担心 还会出现变故 咔嚓 就在这时 前方忽然传来一声脆响 什么东西掉了 文言 几个士兵立即寻找起来 老大 是一块石板 老大 这是怎么回事 几名士兵拿着枪支 来到沈良身旁 一个个满脸困惑地询问道 沈良摇了摇头 他示意几名士兵保持安静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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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来 只见地面上突然爬起来 一只又一只丧尸 短短片刻间 这附近竟然密密麻麻的全是丧尸 我靠 这么多 这些怪物哪来的呀 看到密密麻麻的丧尸 那几名士兵吓傻了 别愣着 给老子打 沈良木吼道 随后 几人疯狂地扣动扳机 哒哒哒 密集的子弹横扫而去 一头又一头丧尸应声倒地 但这些丧尸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有子弹的帮助 想要清除这些丧尸 也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 这些士兵不停地扣动扳机 子弹不要前地倾泻而出 砰砰砰 这时 远处传来几声枪鸣 沈良等人扭头望去 顿时露出了喜色 只见在村口 不知何时多了两名士兵 正端着自己的武器 疯狂地扫射丧尸 老大难不成这地下室 沈良点点头 这地下 或许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室 他越想越感兴趣 这里隐藏着一座秘密基地 里面的科学家 绝对是一群顶尖人物 甚至有可能掌握着 生化武器和技术等 沈良想到这里 他心脏剧烈跳动 呼吸也粗重起来 他决定进入这座地下基地 一探究竟 走 想到这里 沈良当先冲了出去 那些士兵 也纷纷紧跟在沈良的身后 地下基地内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排排的仪器设施 这些仪器看起来像是电脑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医疗设备 这些设备都坏了 没用了 其中一个年轻士兵 检查了一下仪器 不由叹息了一声 沈良皱眉 他从这些仪器上看出 这些仪器都是崭新的 根本不是什么坏了的设备 这里有监控录像 突然 那名年轻士兵 指着一个屏幕说道 只见屏幕上播放着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主角 赫然是他们 画质模糊 但依稀能够辨认出 正是他们刚刚从外界逃进来的情景 果然有监控 看到这段视频 沈良的嘴角幅 献出一抹笑容 老大 这段视频怎么办 那名士兵问道 毁了 沈良毫不迟疑地说道 毁了 听到这话后 所有人皆是一正 不过沈良既然下达了命令 他们也不敢违背 立马执行 很快 这段视频便被彻底删除 做完这些后 众人继续往前搜索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众人目瞪口呆 这是一个偌大的仓库 装饰豪华 但里面却堆满了各种尸体 第366章 丧尸恶犬出现 尸臭尾扑别而来 让所有人都皱眉 老大 这些尸体怎么办 有士兵问道 扔了 沈良冷淡地回答道 这些尸体 必须销毁 否则一旦被丧尸发现 肯定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这些丧尸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抵抗不了 哗啦 沈良说完之后 士兵们立即开始分工合作 很快 所有尸体都被搬到了仓库门外 而沈良和另外几名士兵 则朝着里面走去 死 突然 沈良倒抽一口凉气 他发现了什么 只见在一台庞大的仪器旁 躺着一具女性尸体 他长相精致 皮肤白皙 胸脯饱满诱人 最关键的是 他的身材极佳 简直堪称黄金比例 好漂亮的美女啊 看到这具女尸 国度队的李文涛 不禁咽了咽口水 眼睛死死地盯着女尸 露出贪婪之色 啪哒 沈良一脚踹飞了李文涛 让她跌落在地 疼得呲牙咧嘴 妈的 看你那副诸葛样 恶心不恶心 沈良呵斥道 李文涛捂着屁股 不敢再乱动 沈队长 你说 这女的会是谁 一名士兵好奇地说道 他们看了半天 却始终无法确定女士的身份 沈良微微思考了一下 管她呢 反正她已经死了 沈良摆了摆手 丝毫不在意 嗯 也对 众人点了点头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沈良等人继续朝着里面走去 越深入 尸体就越多 有男有女 而且每一具尸体的姿势都各异 有的躺在地上 有的坐着 还有的趴着 不仅如此 这里的血腥味格外浓郁 刺激着众人的嗅觉 让人作呕 卧槽 这些尸体 不会都是被活生生吃掉的吧 太残暴了 真的太残暴了 这一幕 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咦 那边有一扇铁门 里面似乎有光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喊道 众人闻言 立即走了过去 碰 他们用力推开铁门 铁门后 是一条长长的通道 通道内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沈队长 小心 这里面阴森恐怖 一名士兵小声提醒道 沈良并没有理会这名士兵 他率先走进了通道 其他人连忙跟了上去 警惕地观察四周 沈良将军刀插在腰间 同时掏出手电筒照明 这条通道非常狭窄 仅容两人通过 众人一路向前 很快走到了尽头 这里是一间石屋 四壁都是岩石 透着一种沧桑古朴的气息 石屋内 有着一张桌子 和三把椅子 这里居然有桌子 看到这张桌子 沈良眼神一宁 桌子虽然破旧 但保养得却很好 显然不久前才使用过 你们过来看看 这上面有字迹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惊讶地叫道 顺着这名士兵手指的方向看去 众人脸上纷纷涌现出欣喜之色 原来在这张桌子上写着一行字迹 你们来晚了 末日已经降临 希望你们早做准备 看到这行字 众人顿时变得愤怒不已 这行字的语气充满遗憾 仿佛他们不该来一般 但他们又不愿意错过这次末世 只好留下这句话 沈良的目光闪烁 如果这行字是假的 那么这间房间内 为什么会存在一台一气呢 沈良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随后 他拿出军笔将仪器撬开 咔擦 伴随着一阵脆响 仪器被沈良撬开了 这台仪器足有一米高 表层覆盖着厚厚的灰尘 袖极斑驳 似乎经历过岁月的洗礼 仪器内部的构造很复杂 沈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弄清楚他的运转规律 沈队长 我们要干嘛 看着沈良一动不动 站在仪器前研究 其他人忍不住问道 你们先退出去吧 沈良沉吟道 随后 国度队成员全部退了出去 汪汪 仪器内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这声音很怪异 似乎来自遥远的未知区域 这是 沈良脸上露出诧异之色 他没有想到 这台机器居然在工作 难道这是卫星电话 沈良心中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不过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 便被他给掐灭了 如果是卫星电话 这台机器应该处于启动状态 不会停止工作 而且 沈良记得很清楚 卫星电话的声音并非这样的 莫非 忽然间 沈良灵光一闪 猛地抬头 瞳孔皱缩 沈良的双拳钻紧 他想到了一件事 这台机器 或许是某位科学家的杰作 这种可能性极大 因为 这里的尸体 都是被咬断脖梗而亡 并非是病毒感染导致的 想到这一点 沈良心中狂跳 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台机器 是一台杀戮机器 一台专门针对异化兽的杀戮机器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次末日危机 将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 这种武器的威力 绝对超过普通的枪支弹药 想到这儿 沈良浑身颤抖起来 额头上渗出斗力般大小的汗珠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而沙哑的咆哮声 从通道尽头传来 这道咆哮声带着疯狂嗜血的气息 瞬间冲击着众人的耳膜 让他们脑袋嗡鸣作响 快躲起来 沈良当即喝道 随后迅速找到一个掩体 隐蔽了起来 其余人也纷纷找到藏身之处 低沉的咆哮声越来越近 很快 他们就看到一头巨型狼狗 从通道内冲了出来 我靠 众人吓了一跳 差点摔倒在地 这头狼狗浑身毛发成暗红色 獠牙锋利 散发着幽冷的寒芒 他看到沈良等人后 星红的眸子内露出凶狠的光泽 然而 沈良哪里还会客气 他扣动扳机 一连射出两枚子弹 子弹命中狼狗的眉心 直接洞穿了颅骨 鲜血喷洒 狼狗发出痛苦的惨嚎 随后轰然栽倒在地 好强 见到这一幕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头狼狗 至少有两百斤 竟被沈良一枪毙命 可怕无比 而且 狼狗的实力很强 几乎堪比特战队员 第367章 等变异动物出现 专心升级避难所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小凯走了过来 问道 等待 沈良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等待 听到沈良的话 所有人面面相去 老大 这座村庄里 除了这些尸体 空荡荡的 我们要等待什么 有人疑惑地问道 沈良的眼皮轻轻挑动 扫视了一圈 缓缓说道 等待这些变异的动物出现 啊 这 众人瞪大眼睛 露出茫然之色 老大 变异丧尸 就已经很恐怖了 我们真的 要在这里 等着变异动物的出现吗 是啊 这要是来个变异乌鸦蝠 那咱们不是死翘翘了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一轮 我们的目标是 消灭丧尸 不是跟变异动物拼命 这是一场持久战 沈良解释道 老大说的没错 与丧尸作战 最忌讳的 就是硬碰硬 沈良话语落下 一旁的小凯开口了 那咱们岂不是必须耗在这里 另外一名国度队员皱眉道 嗯 这样更安全 沈良微笑道 老大 我觉得 还是按照计划行动吧 我们可不想白白牺牲 一人劝阻道 是啊 老大 这里根本不适合我们训练 这些尸体 都是被人类杀掉的 谁也保证不了 他们的尸体有没有一变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他们可不敢再待下去了 否则 他们也会变成像那些尸体一样 失去思考能力 只剩下攻击的本能 放心 我有信心消灭这群东西 你们跟我来 沈良说完后 便率先向前跑去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最终咬咬牙 跟在沈良的身后 朝通道深处而去 此刻 沈良的呼吸逐渐加重 这里面的压抑感 越来越浓郁 而且 这里的空气也愈加污浊 令人作呕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速度却丝毫不减 反倒越发快起来 因为他们发现 沈良并未停下脚步 反而速度越来越快 老大 您不怕吗 是啊 老大 这里太恐怖了 众人忍不住问道 呵呵 这点小场面算什么 沈良淡淡一笑 这种情况 他早就预料到了 所以 从始至终都表现得很平静 他甚至连武器都没带 但他知道 自己的肉搏 战斗力极强 如果不拿武器 光凭他的肉体力量 就足够碾压普通人 而这次任务的目的地 是在这条通道的尽头 他相信在那里 一定存在着数量惊人的秘密 他越来越觉得 丧尸的出现 绝非是偶然 这一定是人为的 当然现在并不能直接下定论 他已经在这里发现了 跟多基因改造军团的秘密 甚至这段时间 他发现了太多 这个军团废弃的营地 一时间 沈良都不知道 这伙势力 曾经是做什么的 这得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建造规模这么宏大 且这么多的营地 有了这些废弃的营地 就代表着 他们有更好的新的基地 这一幕幕 无不刺激着沈良的神经 不服输的 他也打算制造出一个宏大的基地 他的脑海里 甚至有了营地的简略地图 现在系统商店 在不断地更新新的东西 只要他有足够的金盒 那么建造其完美的避难所 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段时间 他是专门寻找 被人废弃的营地 越是这样的地方 丧失就越多 也就是说 他的金盒 已经得到了几十万个 这个数量 还在不断地向上攀升 沈良相信 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 那么他就能拥有一座 宏伟壮丽的避难所 好 突兀的 前面传来一阵巨大的嘶鸣声 仿佛野兽一般 充满了威慑力 同时 一股心臭味扑鼻而来 令人作呕 什么东西 听到这个嘶吼声 所有人脸色狂变 纷纷警惕起来 这 是某种动物的叫声 忽然 有人听出了这个怪物的身份 闻言 众人浑身一颤 脸上浮现出骇然 是狗的声音 老大 不会真的有变异动物吧 难道这个地下实验室 就是研究变异动物的 那是什么原因废弃了呢 众人惊疑不定地看着沈良 不用担心 有我在 他伤害不了你们 沈良摆了摆手 让众人稍安勿躁 紧接着 他迈开步子 向着声援走去 他倒是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在这里乱嚎 众人面面相去 不由地吞咽了几下唾液 跟在沈良的后面 很快 他们便看到了 那头庞大的家伙 这是一条巨犬 体型超过一米高 长约两米左右 浑身毛发有黑 尤其是他的双眼 散发着血红色的胸芒 看到沈良等人 这条巨犬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刹那间 整个空间内 回响起沉闷的声响 汪汪汪 随即 一阵急促的犬吠声 不绝于耳 四周的墙壁 竟然剧烈摇晃起来 仿佛有千百斤的石块坠下一样 而后 墙壁上突然爬出 许多灰色的小狗 这 这是什么怪物 见到这一幕 众人脸色煞白 差点昏厥过去 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 这里居然会藏匿这么多变异生物 沈良脸上没有半分波澜 只是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王 不仅如此 沈良还在地上发现了大量的干枯血迹 以及人体的尸骨 是人类的 这时候 众人发现了一具人类的尸体 顿时吓得浑身哆嗦 这是 忽然 沈良注意到了 尸体脖梗上有一道明显的抓痕 是便衣恶犬抓的 沈良瞳孔微缩 随着响里面走 这里的尸骨越来越多 原来如此 沈良恍然大悟 这些家伙 都是被这些丧尸犬弄死的 不仅如此 还吃掉了他们的皮肉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老大的意思是 他们制造出变异犬之后 失控了 然后这里的人都被咬死了 沈良点点头 应该是这样 也只有这种可能了 大家快点退出去 千万不能让这些丧尸犬逃出去 否则后患无穷 话虽这样说 四周的变异犬早就做好了攻击他们的准备 第368章 原来你们的营地是这样废弃的 第368 沈良拿出唐横刀 冷喝一声 率先冲了过去 他要斩杀这些畜生 沈良一刀挥出 鲜血飞剑 首当其冲的那只变异犬 瞬间被拦腰截断 鲜血喷涌 染红了他的衣衫 这只变异犬凄厉的惨嚎 挣扎了几下后彻底死亡 这刀不错 正好适合我使用 沈良舔了舔嘴角的鲜血 喃喃自语道 你们退出去 我断后 沈良回过头吩咐道 不过这个时候 这些丧尸犬也开始发起了猛攻 与此同时 沈良惊讶地发现 这些丧尸犬也掉了金盒 这让他欣喜若狂 恨不得全部将这些家伙宰掉 一声怒吼后 又一只丧尸犬朝着沈良冲来 沈良一刀挥出 这只丧尸犬被砍成两半 鲜血流淌一地 老大威武 嘿嘿 这些丧尸犬的金盒 可比普通丧尸贵多了 算是捡到宝了 沈良兴奋地嘀咕道 你们别管这些丧尸犬了 先离开再说 沈良皱眉 催促众人赶紧撤退 众人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纷纷转身跑去 可就在这时 地窖深处 突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咆哮声 紧接着 一个庞然大雾 从中跳了出来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那赫然是一只庞大的变异犬 老大 那是什么玩意儿 有人瞪圆了眼睛 露出不改置信的神情 只见那只变异犬 足有三米高 浑身肌肉骨胀 散发出强劲的爆炸力 它的爪子锋利无比 寒光闪烁 似乎比金属还要坚固 最关键的是 那条尾巴粗壮无比 宛如钢鞭 上面布满了灵甲 闪烁着寒光 啊 这条变异犬发出怒吼 随即向着众人冲来 啊 有人惨叫 救命 不行 我要晕了 有人尖叫 这条变异犬太恐怖了 众人连忙拔腿就跑 不敢停留片刻 沈良也被吓了一大跳 这只变异犬的速度非常迅猛 一跃数米远 卧槽 沈良暗骂了一句 随后拿着弹横刀赢了上去 当当当 火花蹦射 两者疯狂交锋 眨眼间就对拼了几十招 沈良感觉虎口隐隐作痛 这只变异犬实在是太强悍了 简直就是铜皮铁骨一般 他的权力一击竟然无法破防 反而被弹了回来 我靠 沈良惊呼一声 急忙躲避 他脚下的土壤被打出一个坑洞 碎石崩裂 这只变异犬实在是太强悍了 这些变异狗的战斗力 都堪比二阶基因武者 必须尽快解决它 沈良目光凌冽地扫射着周围的丧尸犬 这些丧尸犬的实力确实很强 不仅有着极为惊人的恢复力 甚至还懂得配合作战 但是他们的弱点却很明显 只知道扑咬 完全不知道进退 沈良猜测 这些丧尸犬的智慧 应该是通过啃噬人类尸体获取的 想到这里 沈良眼前一亮 嘴角泛起一抹凝笑 这些狗的惊合 我收下了 沈良冷哼一声 下一刻 他提起唐横刀 朝着这群变异犬冲杀过去 扑吃 唐横刀舞动起来 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刀网 笼罩了这些丧尸犬 这些变异犬的实力确实够强 但在沈良的面前 依旧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每次碰撞 总有一只丧尸犬被斩杀 变异犬愤怒哀嚎 发狂地向着沈良扑去 不过根本奈何不了沈良 这些变异犬的惊合 果然值钱 这下子转翻了 兄弟们 咱们也加把裂 剩余的国度队人员见状 更加卖力地屠戮 很快 变异丧尸犬就已经死了一大批 好 突然 另外一边传来了 刚刚那只巨大的丧尸犬 犬愤怒地咆哮声 其中夹杂着暴墓与疯狂 紧接着 便看到他身影闪烁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这里冲来 卧槽 他竟然还活着 沈良惊讶地张大嘴巴 虽说变异犬的脑袋 已经被他打猎 可是这只丧尸犬居然 还活着 这特么的 简直比蟑螂都要命啊 不愧是丧尸界的霸主即存在 此时 他正疯狂地朝着这里奔来 双目星红 浑身上下散发出浓烈的煞气 不好 快走 沈良脸色巨变 这只变异丧尸犬的实力太恐怖了 绝对超乎寻常 如果再不离开的话 肯定会被追上 必死无疑 当即 沈良转头就跑 兄弟们 撤 其余人见状 也纷纷跟随沈良逃顿而去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传来一阵低沉嘶哑的咆哮声 那声音仿佛能够刺穿耳膜 让所有人忍不住捂住自己的耳朵 同时 那只丧尸犬的速度 竟然又增长了许多 眨眼间就追了上来 怎么办 众人脸色苍白无比 丧尸犬的速度远超普通人 他们根本逃脱不掉 而且 他们也不敢停留 沈良停下脚步 拿着弹横刀 用起了杀戮之心技能 他瞬间进入癫狂状态 体内的鲜血沸腾 手臂青筋毕露 肌肉骨胀 仿佛充满爆炸性的力量 杀 沈良怒吼一声挥动弹横刀 朝着那只丧尸犬砍杀过去 清脆的响声 回荡在地下实验室中 那只丧尸犬被沈良的力量震得倒退几步 但仅仅只是轻伤 厉害 沈良嘀咕了一句 他没想到自己现在的力量这么弱小 看来有必要再次提升自己了 连这头丧尸犬都打不赢 更别说其他的变异兽了 这样下去根本不行啊 等等 他将目光锁定下了丧尸犬的腹部 那里是 难道 犬不是跟丧尸一样打头 那里真的是弱点吗 刚当的小变异犬完全是砍头的 可是到了这个家伙这里 完全没有作用 难道这头丧尸犬的弱点 在肚气眼位置 沈良思索着 手中的弹横刀 毫不犹豫地劈砍而出 这一次 他终于成功击破了丧尸犬的防御 锋利的弹横刀 直接切割进了这头边 异丧尸犬的腹部 丧尸犬吃痛 立马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 建起一地尘土 干得漂亮 沈良健壮 顿时兴奋起来 第369章 上京市第一高楼 刚才那种情况太危险了 若不是他及时反应过来 使用杀戮之心技能 激发了战斗意志 并且找准了丧尸犬的弱点攻击 估计已经挂了 这种生死时刻的感觉 让沈良有些陶醉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浓郁的恶臭味传来 令人作呕 原来 这只变异犬倒在地上之后 肠胃中流淌出一滩暗黄色的液体 腐蚀了大片土壤 冒出滚滚黑烟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沈良闻到那股腥臭 赶紧捏住鼻犬 已经彻底咽弃了 死得不能再死 但是 那暗黄色的液体 依旧令人作呕 哦 沈良差点吐了出来 卧槽 好臭 他一脸嫌弃的模样 不过 他还是忍不住凑近嗅了嗅 这玩意不像尿液 也不像屎 究竟是啥东西 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一名国度队成员 忽然惊呼起来 你看这只丧尸犬的尾巴 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丧尸犬的尾巴断了 从半空坠落下来 砸出大坑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条断裂的尾巴 呈现淡绿色 难道这玩意是毒液 沈良眼睛瞪大 卧槽 这他妈太邪门了吧 沈良一阵后怕 这只丧尸犬体内 居然还藏有致命武器 若非他反应敏捷 刚刚接触到毒液 肯定隔屁 他可不知道 这毒液究竟有多毒 先弄点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沈良黑黑笑道 这只毒液的价值可不低 说不定能研究出 更厉害的东西呢 于是 他带领众人 将这只变异犬的尸体 装在车辆上 然后迅速离开了这里 而在路途中 他们遇到了其他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 见到国度队 一个个惊喜万分 兄弟们 你们没事 太好了 你们是要带我们 去新的避难所吗 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 欣喜若狂 因为他们看到了 国度队身后的卡车 国度队没死 那就代表他们有救了 嗯 是的 不过 我希望诸位配合 待会儿 我需要给各位 做一个基础检查 沈良说道 这些幸存者一听 乃还有二话 赶紧答应下来 沈良将这些幸存者 安排妥当之后 继续带领着众人往前走 越往深处走 空气中的湿气 越发浓厚 并且还有一丝腐烂和尸毒的味道 而在前方 却传来了一阵阵诡异的叫声 似乎有某种未知的怪物在嚎叫一般 小心一点 这里肯定不简单 沈良神色凝重地说道 众人闻言 皆是严肃地点点头 啊 而就在这时 突然 一道狼嚎声传遍四周 这道狼嚎声响彻云霄 震撼天穷 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沈良瞳孔猛缩 急忙大喊道 快上车 沈良没时间在这里耽搁了 只有大家都上车回营地 才能保证大家的安全 听着声音 他就敢确认 这是变异丧尸犬 老大 应该是丧尸犬 身后的小凯 露出惊恐的表情 沈良笑了笑先上车回营地 看样子 这变异丧尸犬在 迅速地传播着 这上京式流浪狗 或者家养的狗可不少 小凯苦涩地说道 沈良点了点头 他明白对方的担忧 但是没办法 他必须尽快回去 因此 沈良一边招呼众人上车 一边掏出一把军刀丢了出去 咻 军刀飞射而出 滑破夜空 狠狠插进了前方一座废弃的工厂 下一秒 那把插在钢铁墙壁上的军刀 剧烈颤抖 发出嗡鸣声 巨大的轰鸣声 吸引了附近的丧尸 以及变异丧尸犬 一脚油门 两台卡车拉满了人 离开了这座破旧的小村庄 卡车缓缓向市里的营地开去 坐在车顶上的沈良 在路过市中心的时候 一个高大的建筑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就是上京式最高的大楼 这栋大楼高达 七百米 耸入云霄 宛如通天柱一般 上京式的最高建筑 沈良愣了愣 随即摇了摇头如果 避难所建在这里 沈良的脑海里 瞬间浮现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 虽然 这个念头很荒诞 但他却隐约觉得 这个想法有些靠谱 算了 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想了 等以后 有机会再来探索 沈良拍了拍额头 将那些奇怪的念头驱散 他的车队驶入了城区 在距离营地一公里远的地方 停了下来 这里 已经是既不清末时爆发多久了 整座城市都笼罩着一层阴霾 显得无比压抑沉闷 街道上的丧尸数量 比起其他城市更加密集 而且 他们的形态 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凶残 这座城市里面 幸存者真的五百万吗 这个速度下去 还能有三百万 沈良自言自语道 这些新的幸存者 将会接受常规的身体检查 才能够进入沈良的营地 不管怎么说 人总归是活着的 就算是一堆垃圾 也能卖钱不是 沈良摸了摸下巴 打量着这些 被隔离在外围的幸存者 这些幸存者 衣衫陈旧 脸上脏兮兮的 皮肤有黑粗糙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充满了惶恐和麻木 他们一个个呆滞地站在原地 双目无神 仿佛行尸走肉一般 沈良皱眉 这些幸存者 怎么回事 他们精神失常 如今有了营地 悲喜交加 小凯回答道 哦 沈良诧异 小凯叹息道 这次丧尸爆发 实在是太突然了 而且我们的人手不足 根本估计 不到这些普通人 这样啊 沈良点了点头 这些幸存者 看上去的确很凄凉 那么 现在开始给他们 进行身份登记吧 沈良说道 嗯 众人纷纷应声道 这些幸存者 在被送入营地之前 就已经签署了协议 一切听从国家安排 不得有任何抵抗 和违抗命令 万幸的是 这些幸存者的身体 还算健康 最重要的是 身上都没有伤口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身上并没有病毒 不会发生失变 老大 咱们的营地 似乎小了些 小凯气喘吁吁地 跑了过来说道 第370章 别忘了战斗机 新营地正式选址成功 这个时候 沈良正坐在办公室里面 看着地图 他抬起头 招呼小凯过来 小凯 你觉得 咱们这个上京市的 第一建筑怎么样 小凯用奇怪的目光 看向沈良 老大 第一高建筑 你是说亮珠大厦吗 正是 沈良点点头 小凯有些不明白了 自家老板好端端 问什么亮珠大厦啊 他脑脑脑袋想了半天 也没有弄清楚 沈良到底要做什么 但是 既然沈良问了 那他就回答吧 亮珠大厦 是国内最高的大厦 占地将近十亩 他刚开始讲 沈良突然打断了他 小凯 你觉得 咱们能拿下来吗 小凯愣了一下 他仔细看着手中的资料 随后摇了摇头到很难 那里 应该有很多丧尸吧 沈良听完之后 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通过看地图 沈良知道 那个亮珠大厦 坐落在一座 占地千亩的小岛上 它的四周是黄江水 通往亮珠岛的 几座高架桥 完全被炸断了 这也就意味着 那里曾经生活的 五十万人都有很大的 可能变成了丧尸 不仅如此 这些丧尸是不能够涉水的 也就是说 岛上很可能至少有五十万只丧尸 这样清理起来 也是很麻烦 不过 如果真的能够将这座亮珠岛搞到手 那这个避难营地 简直是太大太完美了 这个想法很大胆 但是沈良越发地喜欢上了这里 就这里了 沈良指着地图上的亮珠岛 坚定地说道 哦 小凯猛逼了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老大 你确定 沈良肯定地点点头 当然确定 这座岛屿 我们一定要拿到手 可是老大 咱们能作战的 现在才三百来号人 虽然武器弹要充足 可是想要从丧尸群中 杀出重围 去夺取这座岛屿 恐怕并不容易啊 小凯担心地提醒道 沈良笑了笑别忘记了 咱们有战斗机啊 对哦 我怎么把这叉给忘记了 小凯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恍然大悟 但是 这么大的岛屿 咱们幸存者 也才五万人而已 怎么清理这座岛啊 这还不好解决 先找到丧尸群的 薄弱环节再说呗 嗯 行吧 小凯点点头 然后转身走出去 安排去了 沈良继续低头研究地图 这么大的岛屿 如果只靠陆军的话 估计一两年内 无法彻底地清理完毕 所以 我必须要尽快组织民间力量 来帮忙清扫 沈良喃喃自语地说着 不管是谁都会有私心 更何况沈良呢 他的目标 可是整个末世 区区一座小岛 又算到了什么呢 只是 沈良还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 首先他得想办法 将上面的丧尸消灭干净 否则一旦让丧尸跑掉 到处咬人 那就真的乱套了 其次 如果他真的能够将岛屿 占据下来的话 那他绝对要成为 上京市的地下皇帝 只有这样才会有实力 跟那个基因改造军团抗衡 甚至于 沈良有信心 将那个基因改造军团给覆灭 只要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物质 沈良将桌子上面的笔记本电脑 收拾起来 放在抽屉里面 他准备离自己出去走走 亲自登陆那个岛上看看 在这之前 他在系统商店 兑换了两个战斗机 他将这些装备 交给了自己的心腹张虎跟小凯 由他们组织安排国度队的人 负责的热机线 沈良驾驶着小汽车 急速向亮珠岛开去 一路畅通无阻 半个小时后 沈良终于抵达了亮珠大厦附近 站在黄江的前面 沈良眯着眼睛打亮了一番 他走到江边 找了一个快艇坐了上去 启动引擎 朝着亮珠大厦滑去 距离还很远 沈良便感受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腐朽气息 空气中弥漫的恶臭味 令人作呕 他加快了油门 汽船很快就冲了出去 不一会儿 他就来到了亮珠大厦的岸边 死 当沈良下车后 深吸口气 脸色瞬间苍白了几分 他的脚步亮呛了一下 差点摔倒 这哪里宝地啊 简直就是地狱 整个海滩上面满是密密麻麻 黑压压的丧尸 这些丧尸 似乎嗅到了沈良的味道 纷纷朝着他爬了过来 我滴乖乖 沈良下得赶紧拿出唐横刀 他一刀将旁边的丧尸劈死之后 然后飞奔向亮珠大厦 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掩体 如果等那些丧尸追过来的话 就真的糟糕了 卧槽 沈良刚刚冲到亮珠大厦的门口 顿时惊呆了 大门敞开着 门外站着几十名男女老幼 他们全部都穿着病号服 有男有女 而且一个个全部都神情呆滞 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 看到这里 沈良的眉头微皱 难道这些人也变成丧尸了 不过这些丧尸还挺干净的 嘀咕完沈良提着刀冲了上去 在他的后面还有黑压压的丧尸 不过这些都是普通的丧尸 他也没想到 这里竟然这么好 连变异丧尸都没有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清理起来就要轻松多了 沈良打算疯狂地杀戮 然后挖金河 他要升级 他要进化 这些丧尸就像是一条条送上来的鱼肉 噗哧噗哧 刀锋掠过 丧尸被拦腰斩断 一句接着一句丧尸被砍翻在地上 沈良手持唐横刀 他的双眼血红 这种杀戮带给他的兴奋感 让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路杀戮 一路鲜血 沈良浑身是血 犹如修罗一般 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杀戮才是永恒的主题曲 沈良就像一台不知疲惫的杀戮机器 他挥舞着唐横刀在丧尸群中纵横驰骋 每一击都伴随着一颗丧尸的头颅滚落在地 这一幕 看得那些躲藏在暗处观察的幸存者 目瞪口呆 他们看到沈良的样子 不禁咽了口唾沫 这特么还是人类吗 这些幸存者们震惊不已 他们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强者 可是却从未见过如同沈良这样的 他们原本认为自己已经算厉害了 但是现在他们才明白 与沈良相比 他们连喳喳都算不上 这个家伙简直就是魔鬼 不 比魔鬼还残暴 好 突然 远处传来一声怒吼 沈良停下手中的动作 他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卧槽 丧尸越来越多 第371章 三级营地 你是无情的杀戮机器吗 沈良愣住了 他刚才光顾着杀丧尸 忘记了这个问题 他的身体状态虽然很好 但是他的精神力不够用啊 如果这些丧尸源源不断地涌过来 那他早晚也会被泪趴下的 他的脑袋此刻正疼痛欲裂 该死的系统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里有丧尸 他忍不住骂娘道 不过骂归骂 沈良却没有任何办法 他只好再次使用杀戮之心技能 只不过这次 他只使用了杀戮之心 然后将自己的精神力保持在巅峰状态 随即他再次提刀 朝着那些丧尸冲了过去 沈良手持弹横刀 犹如狼入羊群一般 疯狂地屠戮着丧尸 一刀两刀 五刀 沈良的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他的周围 躺着大片大片的丧尸 一刀下去 最少有二十多个丧尸 被拦腰截断 流淌着浓稠腥臭的绿色液体 这一刻 沈良宛如一尊魔王一般 不一会儿 他的四周全部都是丧尸的尸体 他将这些丧尸 拖进了丧尸群中 然后丢弃 短短的半个小时时间 沈良就屠杀了不少于五万个丧尸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 沙滩上躺满了丧尸的尸体 整个空气中 都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以及腥臭味 见到时候差不多了 沈良开始向亮珠大厦移动 他不能继续这样杀戮下去 持续的高压状态 会让他的身体吃不消的 他的行为 被大厦里面的幸存者 尽收眼底 当到达大厦的下面时候 他惊讶地发现 这栋大厦 竟然是关着门的 难道里面有幸存者 沈良暗想到 看来还真被他猜对了 不知道这栋大厦里面的人怎么样了 二 不过 不管他们是生是死 他都要闯进去 救他们出来 因为这个基地 已经成功激活了 他的杀戮之星 他需要获得更强的实力和物资 而且他觉得自己 应该感谢这个幸存者基地 如果没有这个基地 他也无法获取足量的金盒 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他决定 把这个幸存者基地 给拯救出来 不过 这栋大厦的门 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沈良呢 他一拳轰破了大厦的门 高楼顶部的幸存者 此时争吵了起来 不能给他开门 丧尸跟进来怎么办 难道你没看到 他刚刚有多强吗 还担心丧尸 正因为这么强 所以才让我们觉得 他很可怕 不开门 等着饿死吗 我们的食物可不多了 他们浑然不知 沈良已经破门而入了 不仅如此 沈良还在系统这里 用金盒兑换了防护装置 沈良进入大厦那一刻 他就敢断定 这里有幸存者了 因为这栋大厦异常的干净 看得出 这里是有人在打扫的 不过这些幸存者躲在哪里 他就不知道了 毕竟整个东大厦 高大几百米 沈良并没有急着上楼 而是打开了系统 选择亮珠大厦为营地 选择亮珠大厦为营地 扣除宿主一百金盒 恭喜宿主获得营地 沈良 沈良嘴角微微抽搐 系统良心啊 居然才扣掉一百金盒 宿主是否选择升级营地 提示 三级营地可以抵御任何的丧尸 自动屏蔽任何设备的监听与监视 升级 沈良毫不犹豫地选择升级 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 沈良感觉到自己的意识 瞬间模糊了起来 当他恢复清醒时 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本的世界 卧槽 这特喵的是哪 沈良忍不住抱粗口道 还是亮珠大厦吗 他发现 他现在正坐大厦一楼大厅的椅子上 他看到背后亮珠大厦的外墙上面 挂着一个牌子 沈氏幸存者基地 沈良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他确认 这个基地绝逼 是他亲手制作的 系统越来越良心了 沈良有点猛圈地说道 这种事情 在以前连想象都没有想过 不过 既然已经发生了 沈良自然不会退缩 会不会是这里面的设施 也都完善了呢 沈良大胆地想着 不仅如此 这整个一楼的布局 完全发生了改变 他刚刚起身 便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提醒宿主 只有您走过的楼层 才会改变原有的设施 所以 想要体验完整的新基地 还劳烦走完全部楼层 什么 意思 二楼以上 还是原来的模样 只有自己走过之后 才会变成三级营地的样子 坑爹啊 这八百多米 我的什么时候能够走完 虽然抱怨着 但是沈良的心里 也是很开心的 这个全新的营地 他很喜欢 不仅如此 他也喜欢这座小岛 因为在他看来 这里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只要将他清理出来 那么绝对的适合人居住 沈良摇了摇头 缓缓向二楼走去 当他到达二楼的时候 突然一暗 然后再次光亮了起来 整个二楼变了一个新的面貌 这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 甚至比一楼还要先进许多 这里还搭建了几间简易房屋 里面有着一张床 一台电脑 一个书桌 一个衣柜 看来系统也学聪明了 只是沈良却皱起眉头 这是一个科研基地吧 沈良疑惑的喃喃自语 按照这里的环境来看 绝对是一个研究基地 不过现在这个研究基地却设计成了这幅模样 系统是在搞什么鬼 就在沈良想要仔细检查一遍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从楼梯处传来 谁 沈良立马警惕地喊了一句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沈良文言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你们是这里的幸存者 沈良问道 嗯 一名女性声音响起 沈良抬头望去 一名女孩子站在楼梯口 女孩穿着白色连衣裙 长相甜美清秀 她的年纪约某二十岁左右 此时女孩正怯生生地盯着她 你叫什么名字 沈良问道 我叫李雪莹 女孩子乖巧地回答道 李雪莹很好听的名字 你怎么会被困在这个地方 沈良问道 我原本是在这里上班 女孩子解释道 沈良一愣是 这里曾经是办公大厦 第372章 幸存者里面的背叛者 这里 女孩看了看二楼的设施 问道 你对这里做了什么 什么时候来人了 沈良笑了笑我 派人收拾了一下 下来的幸存者共有五十人 他们大部分都是男性 也有少数的女性 但是最小的也有十八岁 这群男性的脸上 满是惊惧与害怕 他们的目光 全都聚集在沈良身上 显然 这里是这个男人说了算 大家好 我叫沈良 有一支自己培养的军队 我觉得 大家可以齐心协力 将这里打造好 你真的有武器装备 一名中年男人 激动地说道 沈良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 中年男人激动地 抓住了沈良的手臂 似乎找到了依靠 其余人见状 也纷纷凑近 沈老大 求求你帮帮我们 我们不想继续 待在这里了 我们愿意为 沈老大做牛做马 你救救我们吧 这群幸存者 纷纷恳求道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沈良郑重承诺道 那沈老板 你赶紧让我们离开这里吧 是啊 沈老板 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沈良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 叹了口气 然后指了指四周 那么好 我先带你们去我的营地 不过这里 我是打算重新开发 作为新的营地的 什么 众人皆是一惊 沈老板 我知道你是好心 但是我们要离开这里 否则我们根本活不了多久 而且 你难道不觉得 留在这里 更加不稳妥吗 中年男人反驳道 其他人文言 皆是附和地点了点头 赞同中年男人的话 沈老大这里危险得很 我们必须尽快撤离 一旁的女孩 拉了拉沈良的胳膊劝道 你是不知道 这里的丧尸是非常多的 每天都有幸存者感染 我们若是留在这里 早晚都会死 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但是你们应该听过 一句话叫 置之死地而后生 沈良严肃地看着众人 这座小岛 非常地适合建造基地 它是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如果我们坐以待毙 安享其乐 那么我们就彻底断绝了希望 一群人 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 这里真的适合建造避难所吗 孤岛啊 虽然设施完善 岛也很大 可是一旦出现危机 怎么逃啊 坐船啊 多安全 丧尸又不会游泳 想法是好的 可是这么多的丧尸 怎么清廉 一个个击杀需要多久 再说了 万一哪里有丧尸呢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沈良耐心等着他们的声音 渐渐小了下去 才淡然地说道 我已经决定要将这里 改造成避难所了 至于怎么改造 这些由我来做 另外 你们也可以选择来这里 跟我并肩战斗 众人顿时沉默了 沈老大 你的意思是说 从今天开始 这座岛屿由我来管辖 沈良淡漠地扫尸了一眼众人 什么 你来管 哈哈 此言一出 后面一个白衣小伙 大笑了起来 他们认你 为老大我可没有 说完他走了出来 这个小伙 看起来有二十六七岁左右 皮肤比较黑 长相还算英俊 他叫林虎 是一个猎户 平日里在这片海域捕鱼为生 我不同意 他直接站了出来 哦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 沈良问道 首先 你刚刚只不过是说 你要把这里改造成避难所 但是谁能肯定 你不是骗我们呢 是啊 万一我们留下来 被你卖了怎么办 还有一件事情 你忘记说了 你说 你有武器 沈良微微点头 我确实拥有武器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我倒要见识一下 说吧 林虎直接抽出了背上的砍刀 朝着沈良劈了过去 看到林虎突然拔刀攻向沈良 所有人都愣了愣 因为谁也没有料到 林虎竟然敢率先动手 这种举动无异于挑衅 林虎当然明白这个道理 不过他的目的却不止于此 他的速度极快 挥舞的砍刀 更像是在表演杂技一般 看上去十分漂亮 只不过沈良的反应也很迅速 他一伸手便挡下了对方的攻势 碰 两刀相碰 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 震慑着所有人的心灵 嗯 林虎眉头一皱 他没有想到 沈良的反应居然如此迅猛 你的实力不错吗 林虎冷哼道 还行 沈良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那就试试看吧 林虎说道 二 话音刚落 林虎瞬间暴尸而出 朝着沈良冲撞了过去 手中的砍刀划过一道寒芒 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转瞬间已经来到了沈良的身前 沈良侧身闪躲 随即一拳轰出 林虎急忙格挡 双方互换位置之后 沈良顺势又是一脚踢出 沈良的腿 狠狠地踢在了林虎的肚子上 林虎被踢飞几米远 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胡子 你没事吧 虎哥 看到自己的兄弟受伤 周围有几个人顿时怒喝道 我没事 林虎挣扎地爬了起来 看向沈良的目光充满了忌惮 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你会这么强 林虎质问道 沈良可没兴趣回答他这个问题 而是静止说道 我就知道 每群幸存者里面 都有几个不安分的 沈良说道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 那么就请你们立刻搬离这里 离开这个岛 什么 你让我们搬离这里 凭什么 就是 是我们来这里生活的吧 你才来地大话 凭什么让我们搬走 一群人嚷嚷着 不愿意离开 你们不搬是吧 那我就用抢的了 沈良冷笑了一声 朝着众人逼近 你别乱来 你要干什么 这位老大 这样做会不会太过火了一些 毕竟我们刚刚投降 现在就翻脸 哼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是真心愿意加入我们的 我不信 既然不相信我 那还谈什么合作 你们爱走不走 第三百七十三章 不想死就滚 如狼似火的丧尸曲 沈良的语气十分冰冷 一股沙发果决的味道 弥漫开来 这群人顿时闭嘴了 不敢吭声了 他们都不是傻子 知道自己这边没有武器 而沈良手下却有一支部队 这些人真的要翻脸 恐怕没有好下场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我们不会走的 沈良看了看 这几个捣乱的人 共有七个 那你们就别怪我无情了 说着 沈良拿出了腰间的枪支 这些人顿时脸色大变 他们都害怕 沈良会对他们开枪 你们不想死就滚吧 以后最好不要踏足这个岛 听到沈良放了他们的话 众人顿时松了口气 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岛屿 剩下的三个人 犹豫了片刻 随即也跑走了 看到众人全部跑掉之后 沈良的目光 转移到了剩下的人身上 他们七个 此前在这里跟你们也不合群 不是不合群 是他们一直都在针对咱们 一个叫赵铁牛的愤恨道 你们呢 沈良将目光转向那剩下的幸存者们 他们说什么 我们就听什么 他们是大哥 我们得罪不起 其余的几个幸存者 小声地解释道 看到他们的态度 沈良轻叹了一声 看来赶他们走就对了 说着 沈良走向二楼的窗边 向外面看去 那七个人出去后 就被丧尸包围了 纵然他们作战力强 也拿那么多的丧尸 没有办法 最终 他们全部葬送在了丧尸的利爪 与尖牙之下 这就是弱肉强食啊 爱一旁的幸存者叹了口气 他也是一脸悲哀的模样 你也不必感慨 他们本来就不该生活在这里 早晚是要被吃的 沈良摇了摇头道 虽然说 现在这种局面 他并不想看到 但这种情况 已经成为了定局 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张虎从大厦外的江边下了船 缓缓向亮珠大厦走了过来 在他的身后 带着的是一支由70人组成的国度队 他们各个装备精良 训练有素 这支队伍名义上归属于沈良 但实际上 则是由张虎负责管理 张虎走进了亮珠大厦 来到顶层找到了沈良 老大 我用轮船给您弄来了15辆车 张虎将一辆皮卡 停在了门口处 沈良走到车边检查了一番 车子的轮胎都是新的 油箱的汽油 也满满当当的 根本没有损坏 显然张虎特地吩咐过这件事 不错 辛苦你了 沈良拍了拍张虎的肩膀 张虎露出了笑容道 老大你太客气了 老大 这些人 你打算怎么处理 张虎指了指周围的幸存者说道 你觉得 怎么处理比较好 沈良反问道 张虎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思考起来 依照末世以往的规矩 不听话的人 就必须杀 沈良点了点头不错 但是他们都很听话 愿意听从我制定的生存法则 说着 沈良拿起了旁边的砍刀 这群人吓得脸都绿了 喂喂 你别冲动呀 沈良看了他一眼 随即说道 你们暂时留在这里 我拿刀 不是要杀你们 而是外面的丧尸 说吧 他毫不迟疑地 向楼下走去 张虎命人扔了一些新鲜的食物 给这些幸存者 并且告诉他们 晚上他们会回来 这些人看到张虎等人 没有对他们不利 便欢天喜地地吃东西了 沈良走下楼之后 将刀扛在了肩头 走出了大厦 沈良并不清楚这一切 他此时正站在大厦的门口 此时 外面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丧尸 这些丧尸 似乎嗅到了血腥味 正疯狂地攻击着大厦的玻璃墙 咔嚓 一个丧尸 破开玻璃钻了进来 沈良举刀斩了下去 那个丧尸 被劈成了两半 国斗队的人 也纷纷走了出来端着枪 开始无情地杀戮 兄弟们 咱们屠杀三个小时 天黑再回来 沈良一边杀着丧尸 一边喊道 听到沈良的命令 这帮人如狼似虎般扑倒了丧尸 开始残忍地屠杀 哈哈 痛快 沈良一马当先 左右开弓 挥舞着手中的大刀 将周围的丧尸砍翻在地 这个年代 像这样大肆屠杀丧尸 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但沈良却乐此不疲 这群人原本对他怀有敌意 若是不让这些人长记性的话 难保 他们会暗地里使阴招 所以 沈良不介意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要用这次机会让他们明白 背叛他 或者违抗他的命令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砰砰砰 枪响声络绎不绝地传出 整个区域里的丧尸 被杀得差不多了 而国斗队的人 也因为杀得够多 而累得筋疲力尽 不过看着这堆积如山的尸体 国斗队的众人非常激动 尤其是张虎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沈良交代的任务 今天收获颇丰啊 咱们把车开回营地 把物资运回亮珠大厦 沈良笑眯眯的说道 国斗队的人听了之后 都兴奋地答应了下来 一路上 众人碰见了一些逃难的幸存者 这些人都很害怕 躲在远处偷瞄这些国斗队的士兵 但国斗队却视若无睹 继续向亮珠大厦的方向行驶着 这些幸存者看到这一幕之后 都惊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些士兵难道不准备对这些幸存者下手吗 就算这样 这些幸存者也不敢靠近 他们可不希望被殃及吃鱼 国斗队的人没有理会这些人 静止地返回了亮珠大厦 老板 你要的物资已经运过来了 我已经派人守住了大厦的门户 张虎将一批车辆搬运了过来 这批物资的质量很高 都是军用越野车 空间宽敞 坐在里面舒服有安全 除了这些物资之外 张虎还运输了许多弹药 这一趟 国斗队至少运了上两吨弹药 甚至更多 因为这次的任务很危险 所以沈良让国斗队的每一个人 都携带足够的弹药 好了 这次任务圆满结束 沈良微笑着对众人说道 张虎也很兴奋地说道老板 这四面还疆 还真的适合作避难所呀 第374章 废墟里面有幸存者 沈良点了点头 确实 他们选择在这里建立基地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只需要一周的时间 丧尸就会被我们屠杀干净 到时候 只要他们坚持到春暖花开 就能重获自由 但这并不表示 沈良会放弃离开这里 只不过 他会在这个位置 多逗留一段时间 毕竟这里的地势比较复杂 可以利用丧尸做掩护 加上基础设施齐全 在这里休养生息 还是挺合适的 老板 你说咱们在这里 驻扎下来怎么样 张虎忽然提议道 沈良愣了一下 他看了看周围 这里确实不错 沈良点了点头 就在这里吧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带领着你们走遍世界 杀死所有丧尸 杀死所有丧尸吗 张虎喃喃自语道 他仿佛看到了 自己心中的梦想 但是想要达成这个目标 谈何容易 末日爆发之前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知道末日爆发的恐怖之后 曾试图寻求庇护 却不料遭遇了丧尸 他拼了命 才从丧尸的包围圈内 突围而出 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同伴死去 那种绝望与无助的滋味 他永远都忘不掉 后来他成功活了下来 他找了份工作维持生计 却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身体渐渐变异 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而这一切都和沈良有关系 他知道 这辈子 恐怕报仇无望了 于是他将自己的心思 投入了军队之中 这几年来 他虽然杀死了大量的丧尸 但是这也造就了他 孤傲冷漠 不尽人情的性格 这一次 跟着沈良一起执行任务 他感受到了 沈良那股强大的气场 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 沈良是如何战胜 那数量庞大丧尸的 沈良的实力 远超他的想象 在他的面前 自己只感觉渺小无比 这种感觉 他只在老大的身上感受过 沈良看了看天色 说道好了 今天晚上 咱们在这亮珠大厦过夜 明天一早 在屠杀岛上丧尸 老板 这里的人怎么办 张虎指了指 附近外面的幸存者说道 沈良淡淡地瞥了一眼 那些幸存者说道 管他们干嘛 反正饿死的都是他们自己 跟咱们又没啥关系 是他们自己畏惧我们的 嗯 张虎点了点头 他对这些人 并不抱有太多的期望 反正他是打算跟随沈良了 行了 都别磨叽了 赶紧去洗澡睡觉 明天还得忙呢 沈良催促道 众人急匆匆地跑进浴室 冲了个热水澡 随即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一觉醒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 沈良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走出了屋子 张虎和王虎正坐在餐厅里面吃饭 张虎 吃饱了没有 吃完就跟我走 沈良拍了拍桌子说道 张虎抬起头 疑惑地问道老板 去哪儿呀 去找一件衣服穿穿 我要带你去看一场好戏 沈良露出神秘的微笑 好戏 什么好戏 张虎一脸疑惑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沈良故作高深莫测地说道 嘿嘿 老板 您真神秘 张虎搓了搓手说道 他们这群人都是穷苦出身 从来没有享受过什么好生活 更别说去观赏什么好戏了 张虎和王虎急忙将碗筷丢下 然后跟着沈良来到了停车的地方 张虎和王虎刚走到汽车旁边 顿时吓了一跳 只见沈良站在车尾箱前 他的身后跟着五六只丧尸 这些丧尸正朝着二人呲牙咧嘴 显然他们闻到了肉香 老 老板 这些都是干嘛的 张虎咽了口唾沫说道 这是便衣丧尸 沈良点点头 我在他们身上加了些东西 他们是不分敌我的 静静地看着这几只丧尸 对那些普通的丧尸屠杀吧 沈良带着几只丧尸在岛上 寻找着合适的地点 很快 他找到了一片沙滩 此时正值夕阳西下 海风吹来阵阵凉爽 但是那些被感染的丧尸 依旧在肆虐着 疯狂地撕咬着一具又一具的人类躯体 其中一只丧尸咆哮一声 然后飞扑向最近的一名人类 他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抓破了那人的脖梗 那人倒在血泊中抽搐着 然后失去了动静 沈良见状 皱起眉头 这丧尸似乎变得更强壮了 攻击力也变得更加犀利了 而且沈良还注意到 那只丧尸竟然长出了一条尖锐的犬齿 看起来像狗的獠牙 这些家伙 变异得很彻底啊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得更加凶猛 沈良摇了摇脑袋 将这个想法抛住脑后 嗷嗷 这时 一声淒厉的惨叫传来 张虎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他急忙扭头 看向了惨叫声传来的方向 那里是一栋废墟 老板 那边的人估计要遭殃了 张虎担忧地看着沈良 沈良轻哼了一声说道 他们本来就是该死 我们救了他们这么多次 他们非但不知恩图报 甚至还想把咱们当成挡箭牌 简直是狼心狗肺 听到沈良这么说 张虎不禁叹了口气 这两年来 他们的却救了不少人 但是却换来了对方的怨恨 这让他的心中颇为不舒服 可是他也清楚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谁也不欠谁 走吧 既然碰见了 咱们就顺手帮他们解决麻烦 沈良转身朝着废墟走去 张虎等人急忙跟上 沈良等人来到废墟之后 便放出了自己带来的丧尸 这几只丧尸 疯狂地向那几个幸存者 以及普通丧尸扑杀过去 沈良则蹲在废墟的角落里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他想看看这些丧尸 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果然 没用多久的时间 这些丧尸 就把那几只普通丧尸杀光 这时候 沈良终于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这些变异丧尸的进化速度很快 尤其是嗅觉和视觉 已经堪称逆天了 不过 丧尸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边涌来 沈良有些担心 这几只家伙 不是他们的对手 老大 这丧尸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怎么自己人都下手啊 这几只这么猛 张虎等人 纷纷惊讶地说道 第三百七十五章 老大 这些家伙怕你 豪华游艇 他们没有想到 沈良随便抓回来几只丧尸 竟然会有这样的威慑力 那么多搞一些这样的丧尸 岂不是更加厉害 你们仔细看着吧 沈良说道 吼 一只变异丧尸嘶吼一声 朝着那群冲过来的丧尸群扑了过去 他的速度极快 瞬息之间就来到了一只丧尸的面前 那只丧尸 刚准备对变异丧尸发动攻击 结果就被变异丧尸一巴掌给拍碎了半个脑袋 剩余的丧尸见状立马停止了脚步 他们纷纷后退着 显然是被变异丧尸的气势所震慑住了 这时候 那只变异丧尸突然跃起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掉了那只丧尸的脑袋 这一幕令众人目瞪口呆 这特么的简直太残暴了 张虎咽了口唾沫 他感觉自己浑身都凉嗖嗖的 这就是丧尸啊 太可怕了 张虎喃喃地说道 沈良眯着眼睛 看着那只变异丧尸 嘴角勾勒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那变异丧尸似乎察觉到了危险 转过头来看了一眼沈良 不过 当他的目光触及到沈良的瞬间 他整个身体僵硬了下来 随后缓慢地低下了头颅 这就是丧尸的智慧吗 沈良暗存道 那只变异丧尸的举动 已经告诉了沈良答案 他在忌惮沈良 或许他感应到了沈良身上 散发出来的强烈的压迫感 老大 这些家伙怕你 张虎兴奋地喊道 沈良淡淡地笑道 他们现在只是比较弱小罢了 如果让他们成长起来 恐怕不会比任何人差 这一刻 沈良的心中产生了一丝危机感 末日已经爆发了这么长的时间 如今的社会环境 已经变得越来越恶劣 各种病毒的出现 以及丧尸的诞生 导致人类的数量巨减 而且大部分都是被丧尸所吞噬 沈良虽然拥有着 超乎常人的战斗技巧 但是并不代表他无懈可击 如果再让这些丧尸 继续繁殖下去 迟早有一天 沈良会变成人类的功敌 想要阻止丧尸的扩张 就必须尽快提升实力 而现在沈良最缺乏的 就是金河 没错 是金河 只要拥有足够多的金河 沈良就能够用金河 来提升自己的等级 老大 沈良收回思绪 抬眸朝四周望去 却发现 这里的丧尸 全都聚集在一处 他们对自己制造的那几只丧尸 展开了围攻 那群丧尸的实力很强 但是也架不住数量众多 没过多久 他们就纷纷倒下 沈良微皱着眉头 他本想借助这些丧尸 磨练自己的武技 没想到 反而把他们给弄死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沈良叹了口气 他还需要更多的金河 才能够晋升 只要成功晋级 沈良就可以凝聚精神力 使用精神攻击 想到这里 沈良走向了那群丧尸 手中的唐横刀 闪烁着风锐的寒芒 在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噗哧 只见沈良轻松地 割断了一只丧尸的喉咙 紧接着 又将另外两只丧尸 砍翻在地 其他丧尸 看见同伴被杀害 顿时愤怒地咆哮了起来 吼吼 他们疯狂地扑向了沈良 沈良冷哼了一声 手握唐横刀 迎上了那群丧尸 他的刀法凌厉迅猛 眨眼之间 就干净利落地 斩杀了十几只丧尸 看到这惊悚的画面 张虎和其他人 吓得连连后退 他们根本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特马还是人吗 简直跟怪物一样 沈良也不知道 对他们屠杀了多久 反正天 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老大 我们回去吧 真的累得不行了 身后的张虎 气喘吁吁地说道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称赞 沈良瞥了他们一眼 他知道 这些人已经达到极限了 沈良点了点头 带着众人离开了这个地方 回到了幸存者营地 沈良就命令他们 抓紧时间休息 因为明天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张虎他们听了沈良的话 便赶忙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躺下睡了过去 夜晚安静祥和 除了偶尔传来丧尸的嘶吼声以外 再无别的声音 沈良闭着双眼盘膝坐在床上 他的意识沉浸到系统空间之内 此时 空间内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历时两周的时间 沈良动用了自己手中所有的火力 终于将这岛上的丧尸清理干净 不仅如此 大量的丧尸遗体 被他用轮船运输到了海上 毕竟他们四周的江水 是跟海水互通的 看着干净的岛屿 沈良的脸上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 这片岛屿的范围很广阔 他估计了一下 足足占据了三分之二的陆地 剩下的区域被海洋隔绝着 如果能够将这座岛屿打造好 那么他们的基地 就不愁资源的问题了 想到这里 沈良的心中激动无比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走出了房门 打算去巡视一番这片岛屿的情况 老大 沈良才走到门口 张虎的叫喊声便从旁边传来 沈良扭头看了过去 只见张虎正满脸兴奋地 站在自己的旁边 怎么了 沈良疑惑地询问道 老大 你猜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张虎的语气中充斥着惊喜 嗯 什么 沈良不解地问道 那个 我们刚刚在岛屿西北的方向 看到了一艘豪华游艇 豪华游艇 沈良一愣 随即眼前一亮 带我去看看 沈良吩咐道 张虎文言 立即屁颠屁颠地 领着沈良往西北方向跑去 老大 这就是豪华游艇 张虎指着远处的一艘白色游艇说道 这艘游艇体型庞大 高约五米 船体的侧面雕刻着龙纹图腾 在黑夜中泛着金属的光泽 显得十分耀眼夺目 一旦走近一看 这艘游艇非常宽敞 足足可以乘坐七八个人 老大 我们这次发财了 哈哈哈哈 张虎仰天长笑 沈良没有理会他 静止走到甲板上 这个豪华游艇的甲板上 摆放着许多酒水和食物 他上下仔细看了看游艇的设施 心中忍不住嘖嘖称奇 这艘游艇的性能非常先进 不仅能够抵御风浪 还能够承受二十节的速度航行 第376章 白衣女孩的背影 沈良拿起了一瓶啤酒喝了一口 他尝试着启动了游艇的动力 结果游艇居然真的动了 卧槽 牛逼啊 张虎看见这一幕 顿时瞪大了眼睛 沈良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转身走进了驾驶室 驾驶舱内的布局十分豪华 里面有单独的卫浴间 还有专业的操作台和控制台 沈良看着面前的操作台 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忽然有一个想法 既然他有空间 这个逆天的东西在 为什么不研究一些科学仪器呢 虽然末世之后 人类与丧失融合 变得越加凶残 但是人类的智商和思维模式 却并没有消失 比如汽车飞机坦克和战舰 这些都是普通人 能够制造出来的玩意儿 而沈良的脑子里 就记载了许多关于这些的知识 这些知识 如果运用到末世之中 肯定能给他们巨大的帮助 如果能制造出 一套完整的工具 就可以批量生产了 沈良难难自语道 这种想法让沈良浑身热血沸腾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似的 他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一下思路 如今他已经拥有系统 如果能掌握科技 或许会让他们在末世之中 占据主导权 想到这里 沈良开始搜索脑海中的科技知识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沈良的脑海中 居然还有很多未完成的科技 他快步走进了实验室中 找出了最初的那份科技资料 这些资料包含着一些 关于各种电子科技的介绍 以及一些电脑的配件图纸 沈良按照图纸上的顺序 开始组装电脑 这些材质都是普通的木头和石头 这些木头和石头的密度都非常高 因此 组装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 不过 当沈良花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组装成功以后 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豆里般的汗珠 呼 总算搞定了 沈良擦掉额头的汗水 嘴角勾勒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沈良伸手摸了摸电脑 随即按下开基键 只见屏幕瞬间跳了出来 沈良点击进入电脑桌面 这里面储存着许多的文档 每个文档里面都是关于科技的资料 他随手浏览了一遍这些文档 这些文档都是末日前人类所创造的 例如电脑的构造原理 芯片的制作方法等等 沈良认真地观察着每一个文档 想要寻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突然 沈良的瞳孔微缩 他停止了浏览 目光凝聚在了文档右上角的一段话上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电脑使用者可以利用精神力操纵电脑 沈良皱眉自语 他又查阅了一番 发现这句话确实是这个意思 沈良沉吟半赏 随后继续翻看起电脑中的资料 他发现 这段话的意思表达的就是 电脑可以像电脑一样操控 这让沈良心中生起了一股希望 有着系统的帮助 沈良做起事情来 还真的是轻松多了 滴滴滴 正在忙碌的沈良 突然听到了系统的警报声 二某某年5月13日16点50分07秒 亮珠岛成功抵御敌方势力监控一次 嗯 精英改造军团的无人机找到这里了 还真的是阴魂不散啊 沈良皱眉 他没有想到 这群家伙这么快就追踪到了这里 看来要提速了 否则硬拼火力 还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 沈良知道对方的实力有多么强大 他现在利用系统建造的亮珠岛成为了避难所 防御等级仅仅是三级而已 他知道不能耽搁 于是打开系统商店 选择对自己的避难所进行升级 这两周 沈良的金盒获取速度是疯涨 现在手中已经有了50万个金盒了 呼 沈良利用50万金盒 一口气将亮珠岛 也就是避难所升级到了100级 这样的等级 可以抵御任何强大的丧尸攻击 不仅如此一般的机枪冲锋枪手 榴弹炮弹 是攻不破的 升级完毕以后 沈良立刻离开了避难所 老板 这么晚了 你干嘛去啊 张勇好奇地问道 我有点事 沈良笑了笑 随后朝着外面走去 他决定 趁着亮珠岛尚未暴露之前 尽快寻找到更多的物资 哎呦 就在沈良准备离开避难所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脚踝传来一阵刺痛 低头一看 沈良惊讶地发现 他脚踝处被咬伤的伤口 居然再次裂开 流淌出腥红的鲜血 把衣服染红了一块 沈良赶紧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纱布简单地缠绕在脚踝上 随后 他便朝着外面走去 沈良的双腿几乎麻木了 根本迈不开腿 他只能依靠系统的辅助 才能行走 看来必须弄辆车逮捕了 沈良嘀咕道 然后走出了避难所 沿着海滩漫无目的地走着 这附近没有什么车辆 只能不行了 反正沈良也没有打算开车 不知不觉间 沈良来到了一条海岸线 咦 那座大厦 似乎没人去搜索 沈良注视着眼前的海岸线 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这些不靠谱的家伙 这么大的岛屿都搜索不彻底 沈良一边摇着头 一边向那座大厦走去 这座大厦高约六七层 楼顶的玻璃窗全部碎掉了 四周围都堆满了垃圾和灰尘 这是末日爆发之前的写字楼 现在早已化作废墟 沈良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里面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倒在地上 甚至连地砖都碎了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大厅里面有着一些人工痕迹 这些人工痕迹显示着 曾经有人在这里住过 而且还住了不少时间 沈良猜测着 恐怕当时的幸存者们 都躲藏在地窖之类的地方 不过这些房屋里面 都没有留下食物和饮用水 估计他们在灾难刚爆发的时候 就已经逃跑了 哎 沈良叹息一声 他抬头看了看楼梯口 在二楼的某扇窗户处 沈良看到了一个女孩的背影 他穿着白色长裙 披肩的头发散落下来 沈良看了一眼他的背影 随后他的脸色一僵 身体也跟着颤抖起来 这是 丧尸 沈良没想到 在这里竟然还有丧尸 他不由地愤怒起来 自己的手下干活 未免也太不干净了 第377章 不是丧尸 站在废墟里的姑娘 这个丧尸的体型很娇小 身子骨瘦弱 他趴伏在墙角瑟瑟发抖 虽然隔得远 但是沈良可以清楚地辨别他 并不是丧尸 因为丧尸是绿皮肤 而这个女孩却是正常的 与其他丧尸明显区分开来 这个时候 沈良手中的弹横刀都准备好了 不料 女孩却说话了 嗯 不是丧尸 沈良疑惑道 这个时候 那个女孩缓缓转过了身子 她的模样展现在沈良面前 这是 沈良瞪大了眼睛 这女孩看起来有十七八左右岁 皮肤白皙 身材鲜瘦 乌黑的绣发柔顺地垂落腰间 一双明眸 闪烁着淡漠的光芒 女孩的容貌极美 她的五官堪称绝世 特别是她的嘴唇 红润性感 沈良咽了一口唾沫 这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姑娘 沈良的呼吸 顿时急促了起来 这女孩给她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她肯定在哪见过她 但一时间怎么也记不起来 喂 你在看哪呢 女孩猝眉冷哼一声 沈良被吓了一跳 随即恢复平静 善善一笑 呵呵 没啥 我路过 沈良尴尬地说道 这时候 女孩走了过来 她站在沈良面前 直勾勾地盯着她 似乎想要看透沈良的内心深处 沈良被这女孩 看得浑身都不舒服 嘿嘿 那什么 咱俩不认识吧 沈良摸了摸鼻子 有些慌张地说道 谁告诉你 我们不认识了 女孩冷冷地说道 你认识我 沈良一愣 女孩瞥了沈良一眼 然后说道 我叫陆雪奇 你叫沈良这里的老大 不是吗 呃 沈良肝大地挠了脑脑袋 她终于明白 自己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女孩熟悉了 原来她就是当初 沈良带回来的 那个幸存者陆雪奇 陆雪奇是被沈良救回来的 后来沈良将她安置在这里 呃 你怎么跑出来了 沈良有些诧异地问道 陆雪奇的父母 死在了末日爆发的那场浩劫中 她的亲生哥哥陆伟 为了保护她也死了 她应该恨死了丧尸 为什么还要待在 这座危险的大厦里呢 因为 我想活下去啊 陆雪奇理所当然地说道 沈良沉默了一下 她想了想 觉得陆雪奇 确实需要一份庇佣 姑娘 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沈良轻声问道 听到沈良的询问 陆雪奇微微侧过了脸颊 没有回答 过了片刻 她悠悠地说道 爸妈死了 我哥哥也死了 我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沈良沉吟片刻 然后对陆雪奇说道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我帮你报仇 帮我报仇 你知道我哥哥是怎么死的吗 陆雪奇的语调提高了许多 不知道 沈良摇了摇头 她只是觉得 陆伟临死前受了太多苦 心里憋屈的厉害 所以才会做傻事的 陆雪奇闻言沉默不语 过了许久 她才重新开口道 我爸爸是被一群丧尸杀死的 我亲耳听到的 沈良文言点了点头 陆雪奇又补充道 还有我妈妈 她也被丧尸抓伤了 变成了丧尸 沈良皱起了眉头 陆雪奇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 我哥哥还被那群混蛋杀了 沈良无奈地摇了摇头 陆伟和她父母的遭遇 让人唏嘘不已 可惜他们都死在了那里 对了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沈良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我从楼梯口爬了上来 陆雪奇平静地说道 沈良一阵惊讶 你真是命硬 沈良由衷地夸赞道 如果换成是其他人 恐怕早就死在 这栋破败的大厦里了 根本就活不下来 谢谢 我的名字叫陆雪奇 陆雪奇说道 沈良 沈良点了点头 两个陌生人交谈了几句 彼此之间渐渐熟络起来 那个 你能把衣服脱下来 给我看看吗 沈良搓了搓手掌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陆雪奇的目光立刻警惕起来 他退后了两步 冷冷地盯着沈良 我想看看你的身体 沈良再次解释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 陆雪奇反问道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我 沈良耸了耸肩膀 陆雪奇咬牙切齿地盯着沈良 他恨不得冲上来掐死沈良 这家伙实在是太无耻了 居然趁人之危 不过最后 陆雪奇还是放弃了 沈良这个王八蛋 虽然不知道他的底细 但是看起来 他不像坏人 更何况他孤身一人 在这座废弃的城市里 根本无依无靠 如果沈良不是坏人的话 或许能够帮助他 你想看哪里 陆雪奇咬着牙齿 狠狠地瞪着沈良 你是误会了 我只是看看 你是不适合吃下我的精英胶囊 如果合适的话 那么你将不会再畏惧丧失 沈良一本正经地说道 陆雪奇翻了个白眼 他懒得跟这个无赖计较 他伸出手 解开了胸前的扣子 露出了白嫩圆润的香肩 紧接着 他又解开了背部的拉链 将衣服脱掉 他穿着的是一件宽松版的衬衫 衬衫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穿 他的肌肤洁白无瑕 饱满圆润的御风挺拔 两条修长的大腿 格外比之诱人 这样行吗 陆雪奇翘脸飞红 低着头说道 不错嘛 沈良打量着陆雪奇凹凸有致的躯体 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沈良的目光灼热 盯得陆雪奇有些难受 你你看完了吗 陆雪奇有些恼怒地问道 他很讨厌沈良用色眯眯的目光盯着他 沈良点了点头 表示已经看完了 那你快把精英胶囊给我 陆雪奇迫不及待地说道 你确定你吃 沈良问道 陆雪奇咬牙切齿到怎么 我的身体素质不合适 好吧 沈良叹息一声 紧接着 沈良从储物空间里取出了一颗 晶莹剔透的绿色药丸 递到陆雪奇面前 陆雪奇毫不犹豫地拿过药丸 丢进了嘴里 入口即化 一股浓郁的清香顺着喉咙流淌到了肚腹之中 这味道令陆雪奇精神一震 整个人瞬间变得精神百倍 浑身充满了力气 真的是基因骄囊 陆雪奇激动地说道 第378章 你若喜欢 咖啡厅送给你 沈良笑而不语 他刚刚并没有说谎 你是怎么弄到基因胶囊的 陆雪奇急忙追问道 他现在对基因胶囊渴望至极 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灾难降临 只有强大的人才能活下来 沈良淡默地说道 陆雪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段时间 你暂时先跟着我吧 沈良说道 陆雪奇闻言却摇了摇头 说道 你这样的老大 我怎么配跟你在一起 沈良皱了皱眉头 说道谁说 你不配跟我在一起 陆雪奇愣了一下 他似乎没想到 沈良竟然会这么直白地说 可是我 别可是了 沈良霸道地打断了他 说道 整座岛都是我说了算 见沈良这么霸道 陆雪奇有心猛 走吧 跟着我 沈良转身朝着楼下走去 哦 陆雪奇乖巧地点了点头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跟在了沈良的身后 陆雪奇的性格很坚毅 既然他决定跟随沈良 那么 他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二人沿着通往大厅的路 一直向前走去 路边的车辆早已被撞毁 到处都是残骸碎片 陆雪奇走在沈良的身旁 感受着周围冰冷的环境 他忍不住色缩了一下 原来我在大学城 认识了一个教眼精美的姑娘 沈良一边走一边跟他讲着往事 陆雪奇也安静地倾听着 眼精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 她曾经是笑花级的美女 但因为眼睛的缘故 导致她的容貌变得丑陋无比 甚至连班级里的同学 都不愿意与她接触 在末日来临后 我救下了她 你知道吗 她是个聪明刚强的女孩子 沈良继续讲述着 自己和眼精妹相遇的过程 两人就这样漫步行走 在寂静的街道中 沈良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出 陆雪奇则在旁默默聆听 突然 陆雪奇停下脚步 看着远方的黑暗 她指了指前方的建筑物 说道 你觉得那里怎么样 沈良向她指着的方向看去 那里是一座咖啡店 很明显 沈良给她讲述眼精妹的事情 就是想让她做着 跟眼精妹一样的工作 这样 她也就省下了很大的负担 但是她似乎并不在意那个位置 反倒是对咖啡店很感兴趣 挺好的 沈良回答道 她心里虽然奇怪 但并未询问什么 陆雪奇微微一笑 说道 我也觉得那里挺好的 说完 她拉着沈良的胳膊 快步走向了那家咖啡店 沈良顿时一脸苦涩 心想这丫头 怎么这么执拗 她想要拒绝 但陆雪奇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 很快 两人便进入了咖啡店内 此刻 店里并没有住人 陆雪奇带着沈良走到柜台前 说道 我给你冲杯咖啡吧 沈良笑了笑好吧 她坐在椅子上 目光扫视着四周 发现除了柜台之外 还有几张桌子空置 陆雪奇拿出咖啡豆 开始熟练地调制咖啡 沈良注意到 她的动作娴熟无比 显然是一名合格的咖啡师 陆雪奇的手法很漂亮 动作优雅而流畅 不一会儿 一杯香醇的咖啡 便放在了沈良的面前 尝尝 陆雪奇期待地看着她 沈良喝了一口 味蕾瞬间爆炸 龙玉醇厚的咖啡香气 充斥在鼻尖 令人欲罢不能 沈良惊讶地抬起头 看着陆雪奇 陆雪奇的双眸 清澈灵动 仿佛会说话一般 怎么样 陆雪奇问道 好喝 很好喝 沈良称赞道 她从来没有想过 一杯简单的咖啡 竟然会如此美味 这个女生果真不一般 喜欢就好 陆雪奇露出了 甜美的笑容 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以后这家咖啡店铺 就交给你吧 沈良又说道 陆雪奇轻咬红唇 说道我可以吗 她没有想到 沈良竟然把这个重要的职务 交给了自己 沈良微笑道 当然可以 你是我见过最适合的人选 陆雪奇点了点头 说道 谢谢老大的信任 两人聊了许久 等到陆雪奇离开的时候 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 夜色朦胧 月光如水 江水的风阵阵吹拂 掀起层层波涛 沈良独自站立在码头边上 看着漆黑的夜色 陷入了沉思 今天她已经收集了足够的金盒 准备兑换一批武器装备 再次提升实力 沈良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转身走向了亮珠大厦 有关于避难所的等级 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邪恶组织的人 真的攻打过来 恐怕很难承受得住 虽然江水 以及岛屿清理干净 轮船也使用上了 但是这江水 能够防止的 仅仅是丧尸罢了 对于湿化营 是没有丝毫的防护作用 这还需要升级避难所的等级 才能防止这样的危险飞行物 金盒 沙藏师挖金盒 是沈良的唯一追求 只要有足够的金盒 那么所有的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 但这金盒 也是十分稀少的东西 即便以沈良现在的实力 依旧十分困难 他必须找到 更高级的金盒 获取方式才行 叮咚叮咚叮咚 这时 门铃声响起 来了 沈良应了一声 打开了房门 门口站着的是陆雪奇 此刻 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衣牛仔裤 显得青春洋溢 俏皮可爱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 沈良问道 嗯 我有些饿了 想要吃东西 陆雪奇说道 沈良耸肩你想吃什么 烤肉 烤肉 你确定 我确定啊 陆雪奇点了点头 我记得附近有一条小吃街 那里卖烧烤的味道很棒 沈良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丫头该不会是饿疯了吧 竟然想要吃烧烤 沈良探息道 你知道那条小吃街 距离咱们有多远吗 不远 大概三公里左右吧 陆雪奇回答道 三公里 沈良差点跳了起来 你不会是要我带你去吧 陆雪奇眨了眨眼睛 说道怎么 不愿意吗 沈良摆了摆手 说道愿意 可是 现在还真的有烤肉 肉都臭了吧 第379章 岛屿的成见还不错 老大 你是对你的岛屿 一点也不了解吗 难道你不知道 这里已经生活了五万人了吗 虽然这岛容纳五十万人没问题 但是这五万人 早就忙活各种美食 以及成见了 被他这么一说 沈良一愣 是啊 这座小岛的土壤肥沃 而且还没有污染 能长出蔬菜 粮食水果等农副产品 而且 这里设有医院 也有超市等商业设施 只要在此定居的人们 都不愁吃穿和生活 可以说 这里就像是世外桃源一样 让人流连忘返 只有你去 才能吃到烧烤 不然我可消费不起 沈良点了点头 他自然是知道的 这是他建立的小国家体系 他要让在这里的生存者 衣食无忧 他发行了自己的独有货币 在这里生活的五万幸存者 用的都是他的货币 在这末世 肉类绝对是最稀缺的东西 沈良不经一经 如果那些生情 都变成丧尸 岂不是完蛋了 此刻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 在江的对面 建造一个超大的养殖场 沈良哥 老大 舍不得带我去吃烤肉 陆雪奇嘟着嘴巴 满脸的忧怨之色 他现在可是饿坏了 从早上七八点钟起床 就忙着收拾东西 到中午饭口 才吃了两块饼干 沈良看着他 笑了笑走吧 陆雪奇顿时喜出望外 高兴地跳了起来 搂住了沈良的脖子 轻密地靠在他肩膀上 两人坐上一辆越野车 向着海边驶去 这是他刚刚搞到的 陆雪奇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好奇地看着窗外 二 沈良哥 这个世界真的好美 我从来都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竟然会有这种地方 他的双手抚摸着玻璃 眼神迷离 这是末日后 全球各处冒出来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被感染成了灾难 甚至比电影里演得还夸张 沈良淡淡地回答 其实心中却是暗叹 末日降临后 整个社会已经彻底崩溃了 他前世也曾参与过拯救人类的行动 但是当他赶到的时候 几乎所有幸存者都死光了 那时候他还年轻 还没有见识过 这个世界的丑陋和黑暗 直到重生归来 他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无情又冷酷的世界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善恶 有的只有强弱 唯有活下去 活到最后 沈良觉得 他有必要改变末日世界了 因为再这样下去 人类迟早会灭亡 不仅仅是人类 恐怕就算是丧尸 也将灭绝 汽车开进海湾 停在一片空旷地带 哇 好漂亮呀 陆雪奇看着远处一群人 正围绕着篝火 吃着晚餐 欢声笑语一片 他从未听说过这种地方 更没有见过这种景象 沈良微微一笑 他倒是习惯了 他前世见到的太多了 他带着陆雪奇来到一旁 找到一块平整的岩石 然后拿出匕首 在岩石上滑拉起来 很快 一张石桌便摆放出来 并且摆放着一瓶酒 陆雪奇一把抱住沈良的胳膊 脑袋搭在他的胸膛 柔软的胶躯贴着他 一脸期待地问到沈良哥 咱们要不要也加入他们 怎么 想跟他们一起吃烧烤吗 沈良调侃着 陆雪奇摇了摇头 道当然不是了 我就是觉得 这么热闹挺好玩的 我以前都不知道 原来这里有这么多人呢 沈良拍了拍陆雪奇的翘臀 道乖 先坐下休息 等天黑 我们再出去玩 老大 你也来这里吃烤肉 张狐手中拿着几个羊肉串走了过来 随后又看向陆雪奇 道嫂子也在啊 嘿嘿 嫂子 陆雪奇瞪大了双眸 疑惑地看着沈良 沈良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道嗯啊 他叫陆雪奇 是我未来的媳妇 什么 陆雪奇吓了一跳 捂住了小嘴 哈哈 别害羞嘛 你们俩狼才女貌的 我早就同意 你做我们老大的媳妇了 张狐大咧咧地 拍了拍陆雪奇的背部 陆雪奇红着脸 狠狠地白了张狐一眼 谁是你嫂子 我们才认识没几天好吧 没关系 慢慢就熟悉了吗 张狐嬉皮笑脸地说着 一屁股坐在了陆雪奇身边 递给他几个羊肉串 道来 尝尝这个 可香了 谢谢 我不爱吃这个 我还是喜欢吃肉 陆雪奇挽拒了他的邀请 转头看向了沈良 撒娇式地道沈良哥 我想吃肉 你帮我切呗 你想吃肉 沈良眉毛挑了挑 嗯那 好不好吗 陆雪奇继续晃着沈良的胳膊 好吧 沈良懊不过他 拿过刀具 开始切割起来 陆雪奇嘻嘻一笑 接过了羊肉串啃了起来 张虎子站在一旁看着 忽然问到老大 咱们什么时候出去 咱们的乌兹哈能够一个月 不急 沈良摇了摇头 他在思索着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 如今 基地内还剩下的幸存者数量 大概五万余人 其中 青壮年男性占据九层左右 剩下都是老弱富幼 这些青壮年他还没有培养 因为基因胶囊的原因 他将大部分的金盒 全部兑换了东西 以至于没时间搞基因胶囊 张虎 咱们这里什么时候有肉了 沈良突然问道 昨天运过来的牛肉和猪肉 估计今天差不多就能宰杀完毕了 张虎回应 沈良沉音片刻 到张虎 你通知下兄弟们 明天开始捕捉动物 好的 不过老大 很多的养殖场里面的牛羊 早就跑了出来 很难捕捉 沈良点了点头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肉 自己建立个养殖场 就在江的对面 你觉得怎么样 张虎愣了下 随即恍然大悟到老大 你说的是 对岸那座岛屿吗 嗯 沈良点了点头 张虎挠了矛头 憨厚的道我还是不太懂 那座岛屿 有什么特殊的吗 没有特殊的 只是它足够大而已 沈良笑了笑 然后将那座岛屿的一些情况 告诉给了他 第三百八十章 天赐宝殿 搞一个大典的养殖场 听完之后 张虎激动不已 连声称赞斗 老大 这简直就是天赐宝地啊 那座岛屿面积巨大 如果开垦成农田 耕种粮食蔬菜的话 肯定会产出巨大的效益 对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咱们需要的粮食太多了 沈良微微汗手 如今的环境 对于基地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丧尸遍布 而人类却依旧保持着高度的战斗力 可想而知 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如果不尽快 让人类适应这里 恐怕用不了多久 人类就会灭绝掉 沈良虽然拥有系统 但他现在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今 他只能够靠着系统兑换物品 来提升人类的体质 希望人类能够在短时间内 迅速适应这里的环境 老大 那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 你们负责打猎就好 我们这边的人手足够了 张虎说道 沈良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张虎黑黑一笑 然后拿起一个羊腿 撕咬起来 陆雪奇吃完一个羊肉串之后 忽然抬起头来 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向沈良 道沈良哥 我可以喝酒吗 他舔了舔诱人的红唇 显得很渴望的模样 沈良犹豫了片刻 道这个 不行 为什么啊 陆雪奇顿时失落地低下头 他长这么大 还从未碰过酒呢 酒精容易伤身体 你还太小 暂时不能喝酒 沈良淡淡倒 末世降临后 陆雪奇被破服下了基因药剂 所以 他的身体发育比较缓慢 如果真要让陆雪奇喝酒 对他反而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陆雪奇撇了撇嘴 有些无聊的 吃着烤肉串 沈良无奈地笑了笑 他拿出一根烟雕在嘴里 随后摸出打火机点燃 深吸一口气 他吐出浓烈的烟雾 缓缓说到张虎 明天挑选出一只机灵的人 跟着你去寻找物质 放心吧老大 这个包在我身上 张虎拍着胸脯答应下来 随后 沈良又安排了其他几名士兵去巡逻 而沈良这是决定 自己去各大养殖场碰碰运气 第二天一早 沈良带着地图独自一人触发了 他的目标是城外30公里的几家养殖场 经历了一夜的奔波 他终于赶到了这几家养殖场附近 咦 这里竟然还有几辆汽车 沈良惊讶地发现 远处居然停靠着四辆汽车 这倒是让他感到非常诧异 不过仔细想想 末日爆发已经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有汽车存在也算正常 沈良并未迟疑 迈步走向这四辆汽车 砰砰 他轻轻敲响了车门 随后发现里面并没有人 养殖场大的超乎他的想象 不仅如此 他甚至还在一个院子当中发现了一个仓库 里面堆满了粮食 卧槽 这么丰盛 沈良的表情有些呆滞 他本来以为这里最多只能有一两百吨的粮食罢了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整整五千斤粮食 沈良咽了咽唾沫 将所有的粮食收入空间 随后便匆忙地朝着另一侧的饲料房走去 饲料房当中摆放着很多的饲料罐 罐子里装着饲料和鱼干等等 这里的粮食也不少 沈良扫视了一圈 心中松了口气 他没有浪费时间 再次将所有的粮食收进了系统背包 做完这一切后 沈良准备进入养殖基地 因为他听到了棚子里面的牛叫声 沈良小心翼翼地靠近棚子 透过缝隙望了过去 一头黑黄相见的野牛 正悠闲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哈哈 好大的一头牛啊 看到眼前的一幕 沈良顿时双眸放光 他兴奋不已 他没想到 刚到这就遇到了一头活牛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样一来 他今天回去的路程 可谓顺利了许多 嘿嘿 今天有口福了 沈良搓了搓手掌 脸上露出一抹邪笑 随即他伸出右手 用力抓住棚子边缘的栏杆 紧接着 沈良的身体腾跃而起 跳到了棚子之内 他刚刚落下 那头原本懒羊 阳晒太阳的野牛 突然睁开了眼睛 冲着沈良吼叫了起来 他似乎察觉到 沈良不怀好意 但却无法站立起身 嘿嘿 既然被我带到了 你跑不掉的 沈良咧嘴一笑 直接扑到了野牛旁边 与此同时 他惊讶地发现 这里的牛多达七百多头 沈良的系统储物空间 足够地大 所以 他毫不犹豫地 把所有的牛 都收入了系统背包 搞定 沈良拍了拍手掌 这个棚子走完 沈良看了看 还剩下很大的储物空间 于是向另外的棚子走去 这个大院落里 也就只有两个棚子而已 不知道那个大棚里面 会养殖什么 沈良一边嘀咕 一边走向最大的那个棚子 刚刚靠近 他隐约听见 里面传来一阵阵 鸡鸣狗吠声 这里该不会有鸡吧 沈良眉毛微皱 神色变得凝重了一些 不管怎么说 先进去看看他说 想到这里 沈良推开大门 慢慢走了进去 然而 当沈良走进去以后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发了 沈良发现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鸡棚子 公鸡母鸡应有尽有 地上傻满了粮食 很明显是主人生前投放的 不愧是末世 连鸡都养成品种优秀了 沈良咧嘴一笑 虽然这些鸡长得普通了一些 但胜在数量庞大 而且 公鸡母鸡都有 若是能弄些饲料喂给他们 肯定比末日前要强很多 先把他们弄回去再说 想到这里 沈良急忙动作起来 一挥手 所有鸡全部进入了储物空间里 嗯 那边怎么还有一个猪圈 沈良转移了方向 朝着那边走去 这里怎么会有一座猪圈呢 莫非这里养殖猪 沈良一愣 继续往前走去 当沈良穿过猪圈 来到另外一间屋子时 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尼玛 真的有猪 沈良惊呼出声 他万万没想到 这里除了养殖的猪以外 居然还有羊群和奶牛 这简直转大发了 第381章 储物空间改造 选址建厂养猪 沈良激动不已 恨不得抱住这些牲畜 很轻一口 他没有任何犹豫 将这些牲畜 全部收入了空间 去饲料店 以及粮库 这是沈良下的决定 他必须要在短时间内 将所有资源搜刮一遍才行 否则他晚上睡不着觉 沈良快速离开养殖场 不过系统提示 他的储物空间不足 所以只好快速地赶回去 在这期间 他在百货中心下了车 因为他发现 这里有大量的丧尸 他要屠杀他们 然后挖取金河 下了车丧尸疯狂地向他涌来 沈良拿出手里的弹横刀 对准丧尸就砍了下去 唐横刀锋锐无比 眨眼间就劈死了两只丧尸 耳边传来一阵悦耳的系统提示音 使得沈良越战越勇 他每挥舞一次唐横刀 必然会斩杀数只丧尸 金河数量飞涨 这尼玛简直爽歪歪 沈良的心里美滋滋的 他一边斩杀丧尸 一边沿途寻找粮库 很快 他发现了一座建筑 这栋建筑的外观十分破败 像是一栋古代农民盖的房子 不过看起来还算坚固 希望里面别有东西吧 不然我怕是要亏死 沈良按骂一声 随后快步朝着楼上走去 这栋房子共有六层高 沈良从底下一层一层爬上去 很快便来到了顶层 叮咚 恭喜宿主是否升级储物空间 当沈良刚登上顶层 脑海里便传来系统提示音 升级吧 沈良毫不犹豫到 叮咚 恭喜宿主升级储物空间成功 请问宿主需要改造吗 系统的提示音再度响起 改造吧 沈良想了想说道 虽然他现在拥有了空间 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改变 根本就不能放太多的东西 叮咚 宿主升级完成 现在您的储物空间 可以储备两万立方米的物品 这样的数字让沈良很满意 而且储物空间也扩大了不少 现在的他已经有五个立方米的空间了 足够用了 接着他将目光落在那些丧尸的身上 他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 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丢杀 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话必 他手持弹横刀 对着丧尸们冲去 随着时间推移 系统提示音陆续响起 沈良感觉自己都被震晕了 他现在已经杀了近千只丧尸 而且全部是低阶丧尸 其实 按照他原先的计划 他是想要猎杀更高等级的丧尸 只不过这段时间 他遇见的基本上都是初级丧尸 根本无法引起他的兴趣 所以 他现在打算把这附近的丧尸 全部清理掉 然后离开这里 终于 在他清理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停止了继续杀戮 他的脸色有些疲惫 不过却带着欣慰的微笑 因为他储物空间的物品 增加了不少 这种杀戮 果真是暴力啊 沈良休息了片刻 然后又继续开始杀戮 不知不觉 天色黑了下来 沈良也杀了几百只丧尸 这才停止杀戮 此时的他浑身鲜血淋漓 衣服也被撕烂了 狼狈不堪 他抬头扫尸一番四周 这里是郊区 路灯昏黄 远处有着高大的树木 和一排排的住宅 我要去找点吃的 补充体力 沈良喃喃自语 他今天杀了太多的丧尸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而且他现在身上的衣服 破破烂烂 如果再晚一点的话 估计连遮羞的布料都没有了 夜风拂过 吹动沈良凌乱的长发 他的神情略显迷茫 突然 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街道上 他顿时一愣 在那条街道上竟然有不少人影 而且仔细看去的话 这些人影似乎并非普通人 这些人影穿着整齐 身形矫健 行动敏捷 而且 他们的腰间配有武器 难道是军队 沈良皱眉思索 军队的人怎么跑到末日世界来了 不管怎么说 既然遇见了 他肯定要跟踪一下 他悄无声息地跟在这些人的身后 这些人似乎是往市中心方向而去的 沈良跟在这群人的身后 渐渐地来到了市中心 此时他看到这些人 居然直奔市中心的一家超市 我靠 沈良忍不住爆粗口 他们居然是来抢劫超市的 我乐得擦 沈良惊讶地差点跳脚 这些军人 不愧是特种兵出身 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 三下午除二就将超市内的食材搬运干净 最后他们将食材装到一辆卡车内 然后迅速离开 看到这一幕 沈良瞪大了双眼 这伙人的行动 如同训练有素一般 这明显不是普通人 难道他们是军队 沈良忍不住猜测 不过很快 他便否认了这个念头 因为这群人的衣服颜色各异 有军绿色 红色绿色 白色蓝色 妈蛋 这些军人 不会全都是穿越过来的吧 沈良的心里 突然冒出一个荒谬的想法 不过很快 他便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根本不科学 如果他们真的是穿越 而来不至于这个样子 同理他们 也不是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因为他们车上 还是衣服上的标志 不是骷髅标志 或许是我想多了 沈良叹了口气 收回目光 他现在没工夫研究 这些军人的来历 因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 回去利用金河 在商店兑换建造养殖基地 这件事迫在眉睫 不能拖延 沈良驾驶着小汽车 向江边开去 江水滔滔不绝 哗啦啦流淌着 而在岸边 则有着不少船只 这些都是渔船 不过 现在已经有不少渔船被烧毁了 只剩下一些残骸 还飘荡在湖泊中 沈良开着小汽车 直接来到码头 随后跳下车 在这江里的小岛上 有一个大广场 看着面前空旷的大广场 沈良决定 就在这里建造养殖场 他直接利用系统 用金河建造出了一个 设施完善的养殖场 但是怕被别人怀疑 沈良只好先将这里遮挡住 打算在一个月后 再将这里呈现出来 他也交代自己的手下 不要来这里 并且扬言 只要来这座岛上的人 就必死无疑 毕竟 这里距离亮珠岛 也就是自己的基地 不足两公里 第382章 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养猪吧 如果被人知晓 这里存在一座养殖基地 恐怕会惹来灾祸 它更不能让大家知道 它有系统的存在 建造这个养殖场 可以说是耗费了太多的金河 沈良倒也不是心疼 毕竟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现在背包里面 有鸡有牛 甚至还有猪羊 这可都是他辛苦获得的资源 他可不希望这些东西 被别人夺走 沈良准备将这些东西 放入自己建造的仓库里 等到一个月后才拿出来 虽然说这样麻烦一点 但是安全性却比较高 不仅如此 他还从仓库中 取出了一堆铁锹和锄头 打算在旁边挖坑 他打算建立一个农业基地 专门生产粮食 这样可以解救很多人类 沈良刚刚准备开工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进了耳朵 老婆 你看 这里居然有块肥沃的土壤 沈良寻声望去 就看到一男一女正朝这里走来 咦 这里怎么会有个废弃的房屋 当那名男子看到废弃房屋的牌匾之后 顿时惊叫一声 这名男子身材瘦弱 皮肤有黑 留着平头 看上去像极了农村里面的庄稼汉 应该是某个幸存者遗留下来的房屋吧 女人开口说道 她长相秀丽 身材娇好 看上去文静端庄 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 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男人开口说道 眼睛里满是期待的表情 听到这句话 女人脸颊泛红 低声道 咱们还是不要进去了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哈哈 怕啥 咱们又不是没碰到过危险 男人毫不在意地笑了起来 随即拉着女人静止地走了进去 沈良躲藏在角落里 目睹着他们两人的对话 眼中闪过冷芒 这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是幸存者 反而像是外出探险的旅友 只是这对狗男女看向这栋房子时 露出来的神态 分明带着贪婪的目光 不过 这两个人的打扮 似乎会搞养殖呢 先让他们进去看看 再决定怎么安排 于是 沈良偷偷跟在他们两个后面 他想亲眼见证一下 这两个人是否会养殖 这栋废弃的房屋 看起来好心啊 是刚刚建造的吗 哇 好多粮食啊 当男人推开房门 发现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玉米小麦水稻 和以及土豆等物质 忍不住发出惊呼 女人同样吃惊无比 她们本来是旅游的 结果遇到丧失围城 所以逃命的途中来到了这个地方 原本以为是一处废墟 结果却看到这么丰富的物质 这对夫妇两人的目标瞬间改变 不再考虑离开 而是打算在这里做一番誓言 老公 这些粮食咱们可以种吗 当然可以 男人兴奋不已地回答道 他看到这些粮食非常激动 这里的粮食足够他们吃到末日三年后 他们兴奋过后 开始缓缓向养殖牛的棚子走去 当来到棚子前 看到牛栏里的牛时 他们愣住了 这么多的牛 没人管理吗 老公 难道说这些牛都是野生的 不可能 男人摇了摇头 咱们附近根本找不到这么大的山林 既然这些牛不是野生的 他们的主人又去哪了 女人有些疑惑地问道 男人沉默不语 因为他同样感觉到奇怪 他们看向了四周 除了牲畜栏之外 并没有其他东西 老公 嘘 男人急忙制止住他 继续说下去 他突然看向远处快看那里 女人顺势抬头 就看到一个人影 正在悄悄靠近他们 这个人影穿戴整齐 手中提着枪械 身形矫健 最关键的是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十分强悍 是一个这里的管理者吧 女人的脸色变了 这种气息 绝对不会有错 快跑 两人吓坏了 转身便朝着另外一条路跑去 来的人真是沈良 站住 他冷喝一声 两人吓了一跳 停下脚步 别杀我 我们是无辜的 男人害怕地开口说道 我问你们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沈良盯着两人开口问道 我们是乡下逃过来的 在这里休息 我们马上就走 我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谁让你们进来的 沈良立喝一声 眼中蹦射出寒芒 两人对视一眼 由于片刻后 还是选择告诉沈良 我们是好奇而言 男人开口道 沈良拿出两颗基因胶囊 吃下他们 他指着手中的基因药剂 开口说道 啊 两人有些迟疑 这是毒药啊 他们虽然是幸存者 但是不代表脑子有病 看着两人的模样 沈良微眠双眼 我数三声 如果不愿意吃的话 那就死吧 三 二 一 沈良喊完后 两个人还是迟迟未动 沈良眉头紧锁 眼中闪烁着金光 看来必须给这两人点颜色瞧瞧 碰 沈良抬腿一脚踢在了男人的膝盖处 咔嚓的声音响起 男人惨叫一声 跪在了地上 你 男人瞪大双眼 不敢置信地盯着沈良 眼神中充满了怒火 他想挣扎 可是双腿仿佛断掉一般 根本使不上力气 你们两个 把这个吃下 沈良又拿出两瓶基因药剂 扔到了两人的怀里 两人犹豫了一下 结果基因药剂 直接吞了下去 轰隆隆 刹那间 两人身体发热 血脉喷张 一股狂暴的能量 在他们的体内横冲直撞 差点撑爆他们的身体 两人咬牙坚持着 额头轻筋暴涨 浑身肌肉囚结 显然承受着巨大的痛楚 这股力量太恐怖了 几乎将两个人的身体撑破 老婆 我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被撕裂了 男人艰难地吐出这句话 女人也痛苦不堪 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他们的五脏六腑 就像被火烧一样疼痛 身体仿佛要炸裂开来 就在他们濒临崩溃的时候 忽然感觉身体猛地一清 似乎有一阵清凉的风吹拂而过 这让两人舒服了许多 他们睁开双眼 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庞 映入他们的眼帘 第383章 怎么又是你 幸存者村庄 老大 怎么是你 看清眼前的人之后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开口道 眼前的人竟然是沈良 老大 我们好久没看到您了 我们都担心死了 男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伸手拍着沈良的肩膀 是啊 您是不知道我们过得多么苦 女人同样擦拭着眼泪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脸上满是欣喜与激动 行了 少扯淡 沈良撇了撇嘴 这养殖场以后 有你们两个负责 会搞养殖吗 基因胶囊 被沈良改造得越来越强 只要吃下胶囊 那么在短时间内 这些人就会百分百忠诚自己 这个效果 是永远持续存在的 而且 不会对人的智商 产生任何影响 这简单 男人笑呵呵地说道 她是个农民出身 从小就爱干活 在末世之前 她就经常帮村长家的牛拉梨 在末世之后 更是在田地里摸爬滚打 所以 养殖这类活迹 根本不在话下 至于女人 则是农学院 毕业的博士生 懂得很多东西 两个人听完沈良讲述之后 顿时放松了许多 对沈良感恩戴德 说以后会报答沈良的恩情 沈良摆了摆手 让两个人赶紧干活 他则是返回了养殖场里 对了 你们两个看看 这里还缺什么 就是指养殖方面 沈良开口说道 好嘞 老大 两人连忙硬道 随后便开始翻箱倒柜 他们刚才注意到了 养殖区域里面 堆积着许多粮食 这些粮食是从哪弄的 我看挺新鲜啊 两人一边翻找 一边嘀咕 这个你们先别管 尽快把需求记录下来 沈良开口说道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大量的粮食 只要粮食足够了 他可以带领众人去建设基地 嗯 两人点了点头 立即开始忙碌起来 沈良在旁边看了半天 见两人记录下需求后 满意地离开 等他离开之后 两个人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到惊讶 他们看出来了 沈良不是普通人 不然的话 也不会拥有这样的能力 老婆 你说这位老大是什么人 男人忍不住好奇地询问女人 我也不知道 不过肯定和那些丧尸不一样 你看 他刚刚救了我们 女人开口说道 他的双眸中泛着柔情蜜意 我觉得这位老大很帅 男人黑黑一笑 眼睛里闪过贼兮兮的光芒 呸 臭流氓 你在乱说话 小心我造你哦 老婆 你舍得吗 两个人打闹了一番 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 沈良并不知道 自己今日一举 让两个人彻底归顺自己 他返回到办公室之后 就将房门反锁 然后开始继续研究 这变异丧尸 以及带回来的丧尸犬 虽然这变异丧尸的脑袋里 已经没有金河了 但是 它依旧有价值 这家伙体内的毒液 确实与一般的变异丧尸不同 他惊讶地发现 这毒液相似自然变异产生的 而并非是基因改造军团所为 这就证明 这变异丧尸 并非是基因改造军团所为 那么问题来了 这变异丧尸 是怎么形成的呢 想了半场无果后 沈良决定 先休息一晚上再说 第二天早晨 沈良醒来之后 洗漱完毕之后 就走出了屋子 老大 你醒了 饭菜马上做好 稍微等一下就好了 两个年轻人 正在厨房里忙活着 听到沈良出门的动静之后 转身对着沈良笑眯眯地说道 辛苦你们两个了 沈良冲着他俩微笑地说道 老大您说的啥话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两个年轻人 有些受宠若惊 昨天晚上 他们就知道 沈良很厉害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沈良居然比他们想象的 还要厉害 他们两个人 可是特种兵退役的 战斗力绝对爆表 结果却被沈良给秒杀了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老大 您吃早饭吧 很快 两个人端着早餐出来 沈良坐下后 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 他吃得很香 吃完早饭之后 沈良站了起来 行了 你们收拾一下吧 我出去走走 老大 您去哪 男人问道 我想四处转转 熟悉熟悉环境 老大 外面危险 两个人担忧地说道 放心吧 我又不是白痴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沈良淡淡地笑道 两个人点了点头 便不再劝阻 毕竟他们也清楚 沈良的性格 如果自己两个人再劝的话 恐怕真的会惹恼沈良了 那我陪你一块去吧 男人突然说道 不用了 你还是留在这儿看着家吧 这里还有不少东西 需要整理一下 沈良摆了白手拒绝 他现在只想安静一下 两人健壮 只能叹了口气 只能由着沈良 沈良独自一人出了养殖基地 在路上闲逛了起来 他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远处 看着养殖基地需要的设备 沈良还需要出去装转到相应的地方导射呗 沈良在路上走着 偶尔看到有幸存者之后 便停下脚步 跟他们交谈几句 这里的幸存者数量虽然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孩童 其余的人全都死亡了 沈良在路上走着 突然听到了一阵枪声 这声音不是从丧尸群传出来的 而是从人群中传出来的 沈良皱眉 加快脚步朝枪声传来的地方跑去 他跑了十几米 发现了前方有一辆越野车在追逐一辆卡车 沈良没有犹豫 迅速地奔跑 向着车队靠近 碰 沈良猛地跳起 一脚踢飞了卡车司机 然后抢夺了司机的方向盘 轰隆一声巨响 卡车撞击在树木之后 冒烟沉默了下去 卧槽 哥们 谢了 驾驶座上一名男子激动地对着沈良说道 不客气 沈良摇了摇头 随后问到兄弟 咱们是不是遇到了幸存者 没错 附近的村庄已经沦陷了 现在各个幸存者聚集地都遭到了袭击 不知道 这次又是谁下的黑手 第384章 我看未必是坏事 又见老朋友 男子愤怒地骂了一声 我看未必是坏事 沈良摇了摇头 什么意思 男子愣了一下 既然是有人针对幸存者下手 那咱们不如联合在一起 你有办法 男子诧异地问道 暂时还没有 沈良耸了耸肩膀 他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想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才能制定计划 没有办法你说个屁 男子白了沈良一眼 有些郁闷地说道 兄弟 你要知道 咱们这么大规模的幸存者聚集地 很容易引起某些人的觊规 所以我准备组建一支武装势力 你愿意加入吗 沈良盯着眼前的男子 认真地问道 组建武装势力 男子一脸猛逼地望着沈良 你别告诉我 你没有听说过武装势力 沈良挑眉 这家伙该不会真的没听说过吧 我 男子尴尬地挠了挠头 他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语 嘿嘿 老大 武装势力 具体是怎么回事 男子干脆换了一个称呼 叫沈良老大 武装势力 是一个统一的势力 就像是国家 或者政府那样的组织 沈良解释道 他知道 单凭三言两语 是很难让这男人明白的 于是他详细地讲述了一下 武装势力的概念 男人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厉害 原来他是武装势力的人啊 想通了这点之后 男人立刻对沈良充满了崇拜 老大 你说的这个我懂啊 你的意思是 咱们建立一个势力 然后让这个势力 成为这里的王者 对吧 男子兴奋地说道 嗯 沈良点了点头 他本就有此意 只是缺乏人手罢了 不管是在末世前 还是末世后 人手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 沈良不是圣武 但是他更希望自己 可以救助更多的人 至于那些普通幸存者 沈良没有太多的想法 他们不过是一群普通人而已 就算是把他们带出去 他们也帮不上任何忙 反而会拖累他 甚至成为累赘 沈良觉得自己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尽可能地避免死亡 老大 你真是太牛叉了 我愿意加入你的势力 我叫张勇 你呢 我叫沈良 沈良笑着说道 两个人交流了片刻后 沈良开始布局 先将周围的情况摸清楚再说 沈良找了一个隐蔽的角落躲藏起来 仔细观察周围的动态 这里距离市区并不远 因为丧尸不可能攻进来 所以周围并没有太多的丧尸存在 但是周围的建筑物倒塌了不少 街上的行人也变少了许多 显得十分寂寥 沈良估计 这些人肯定都逃跑了 只剩下了一些老弱病残 你先说一下 村庄里的幸存者有多少 为什么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沈良对着身边的男子询问道 老大 咱们村子里的人口有五六千左右 平均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 当时我们正在村庄内休息 突然有丧尸冲进来袭击村民 我们拼命地抵抗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那些丧尸实在太强了 男子的神色变得有些暗淡 等等 你刚刚说多少人 沈良抓住了男子的话中的关键字 五六千人 男子疑惑地说道 五六千人 沈良嘴角微扬勾勒出一抹弧度 看来运气不错 沈良的心情顿时变得非常好 这么多人口的村子 他完全可以收服 你确定不怕丧尸吗 张勇忍不住提醒道 废话 丧尸有脑袋的吗 沈良瞪了张勇一眼 哦 那就好 快带我去 丧尸根本就不足为据 好嘞 张勇答应一声 立马坐上了车 我的车技怎么样 车上 张勇嘚瑟地问道 勉勉强强 赶紧地吧 沈良催促道 张勇咧了咧嘴 一踩油门 直接冲了出去 车子行驶了半小时 终于停了下来 此时 在他们面前有两幢楼房 其中一幢楼房被破坏得比较严重 似乎遭受了炮弹洗礼 另外一幢楼房则保持着完整性 看起来还不错 走 咱们进去看看 沈良招呼了张勇一声 两个人朝着其中一幢楼走去 站住 你们是谁 沈良和张勇刚刚踏入大厅 迎面便碰见两名拿着砍刀的青壮年 朝着他俩扑了过来 滚 张勇冷哼一声 一拳打在一个青壮年的肚子上 青壮年惨叫一声 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张勇一跃而起 一腿扫在另一人的腰部 对方惨叫一声 软绵绵地躺在地上昏迷了过去 沈良看着张勇 轻松地解决掉两个敌人 感慨万千 虽然他拥有超强的战斗力 但是这个时代的武器太恐怖了 哪怕他拥有强大的力量 嗯 这里怎么会有人 你说的幸存者呢 沈良疑惑 我们都是生活在这里的 原来这里是百货大楼 外面的平房 我们怎么敢住 不过 丧尸倒是不见 不知为什么多了不认识的人 难道是其他的势力 张勇看向沈良问道 沈良低头看了看到吸口冷气 经改造军团的人 恐怕幸存者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沈良眉头微醋 没想到这次居然遇到了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如果不是自己拥有系统 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 不仅要对付丧尸 还要对抗这群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老大 现在怎么办 张勇皱眉说道 沈良摇了摇头上去看看情况 沈良沉思了片刻后说道 他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也许这群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只是在搜索幸存者而已 两人继续往楼上走去 很快 二人来到顶层的大厅内 大厅内十分空旷 除了几个穿戴着黑衣 身材魁梧的男子之外 并无其他人意 你们是什么人 当沈良两人来到大厅内 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哼哼 别紧张 我们是路过的 看看能否找点吃的 第385章 精英改造军团将领出现 沈良笑眯眯地说道 随即将目光落在了其中一名黑衣人身上 黑衣人长相粗犷 脸上满是胡渣子 双手握拳 显得十分健硕 你已经受到基因改造了吧 沈良饶有兴趣地望着他 你怎么知道 听到沈良的话 那名黑衣人瞳孔猛缩 惊讶到 我猜的 沈良耸了耸肩膀 这名黑衣人的实力 的确已经不是在正常人的范畴了 而且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来看 应该是刚改造没有多久 既然是路过 那就跟我们走 刚好我们需要人 黑衣人沉阴了片刻后说道 哦 跟你们走 沈良有些诧异地说道 没错 放心吧 跟我们走不会亏待你的 我要是拒绝呢 呵呵 你可以试试 黑衣人阴瑟瑟地说道 文言 沈良的眉头微挑 这黑衣人竟然威胁自己 还真是嚣张啊 不过 他倒是挺喜欢这种嚣张跋扈的人 这样 更容易让他控制 黑衣人身后的人 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交给了为首的黑衣人看 他见到之后 露出了笑容 天助我眼 你竟然是沈良 哈哈 这下可以升官发财了 为首的黑衣人大声叫道 而其他人听到之后 脸上也都浮现出了兴奋的神色 只要能抓住沈良回去领赏 那么肯定会得到很多的好处的 想到这里 黑衣人对着沈良说道 你最好配合点 不然别怪我们动手 哼 沈良冷哼一声后 就闭口不语了 他知道 如果再和对方纠缠下去的话 对自己不利 于是便装作害怕地说道 你们想干嘛 哼 少废话 跟我们走吧 这个时候 沈良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黑衣人握着拳头冲了上来 他的速度很快 但是沈良还是轻松地避开了 碰 在躲闪的同时 他一脚踢中了黑衣人的肩膀 顿时 他整条胳膊被击断 黑衣人惨叫起来 另外两名黑衣人 健壮立马围攻上来 三个人围攻沈良 他虽然占据上风 但是却并没有把握 将这几个人全部解决掉 所以 此时的他陷入了危险当中 因为体力消耗严重的缘故 他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 而黑衣人 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眼睛中带着猙獰的表情 咬牙切齿地说道 杀了他 杀了他 闻言 剩余的两个人 立马向沈良扑了过来 沈良低吼一声 右腿抬起 直接踢飞了一人 紧接着左脚踢出 另外一个黑衣人 瞬间被踢翻在地 你找死 这个时候 为首的黑衣人 终于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 只见他掏出手枪 指着沈良喊道 呵呵 我劝你最好收起来 小心擦枪走火 沈良淡默地说道 他刚才已经注意到 这人的动作了 所以并不担心 呵 老子就算是擦枪走火 又怎么样 难道你敢反抗吗 黑衣人愤怒地吼道 随即他举起了手枪 碰 一声闷响传出 黑衣人愣住了 只见沈良依旧站在原地 而他手中的枪 却早已经脱手 落在了地上 沈良扭了扭脖子 活动活动筋骨 随后慢慢地 朝着黑衣人走了过来 你 你不要过来 我警告你 你再靠近 我就开枪 打爆你的脑袋 为首的黑衣人 慌乱地说道 他的脸色苍白无比 额头上满是汗珠 此时的他 哪里还有之前的霸气 分明就像一个 受了惊吓的小孩 嘿嘿 你以为 我会傻到 任由你拿枪指着我吗 沈良咧嘴一笑 下一秒 一颗子弹 穿透了黑衣人的喉咙 他双目瞪圆 砰的一声栽倒栽地 赤死都不明白 沈良是怎么夺走 他手中的枪的 而剩余的两个黑衣人见状 纷纷转身想跑 可惜 他们根本就跑不掉 沈良连续扣动扳机 仅剩的两个黑衣人 也被打成筛子 失去了声息 解决完黑衣人之后 沈良看了看地上的尸体 眼神冰寒无比 这次的事情 必须尽快处理了 沈良喃喃自语道 一旁的张勇 见状人都吓傻了 沈良老大 你这是什么身手 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咽了咽唾沫说道 呵呵 你觉得呢 沈良看了他一眼问道 我猜啊 沈良老大 肯定是特种兵退役 张勇急忙说道 哦 为什么 沈良饶有兴致地说道 因为沈良老大身手敏捷 而且还有军队的痕迹 这太符合特种兵的标准了 张勇信誓旦旦地说道 沈良听后笑了笑 并未解释 杀了几个小喽啰就强了 一个声音突兀地出现 随后就见到一道身影 凭空出现 他背负着双手 看着沈良说道 沈良健壮 瞳孔猛缩 因为他居然丝毫察觉不到对方 是怎么出现的 阁下究竟是谁 沈良沉声问道 来者是个年轻男子 长相俊朗 浑身散发出凌厉的气势 尤其是他那一双眸子 仿佛有万千星辰汇聚其中 深邃浩瀚 令人不敢直视 我乃基因改造军团三营第二组组长 赵云阳 赵云阳淡淡地说道 而后 他的脸色一灵 沈良 你的体质不一般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进行了基因改造 我劝你 还是乖乖让我带回去研究 否则 我只能来硬的了 赵云阳盯着沈良缓缓地说道 我的实力你看到了 不用怀疑我的实力 他的声音十分平静 似乎没有将沈良放在眼里 哼哼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来试试吧 沈良眯缝着眼睛冷笑道 那好 希望等一下 你还能保持这份自信 说吧 他身形骤然暴起 眨眼之间 就出现在了沈良的面前 然后伸出右臂 向着沈良横扫而来 沈良冷笑一声 然后迅速挥舞着拳头迎了上去 动 两者碰撞在一起 顿时 赵云阳只感觉到 一股庞大的力量 从沈良的拳头上冲来 这使得他忍不住后撤一步 不过紧接着他眼中金光一闪 身上的气势再度提高 第386章 打不过就加入的家伙 然后一掌拍出 轰向了沈良 这一次 沈良没有硬拼 而是身形向旁边挪移了半米 堪堪避开了这一掌 而赵云阳一击不中 却并没有停止进攻 他的右腿抬起 一腿狠狠地砸向了沈良 沈良微微皱眉 他侧身闪避 同时 右手画掌探出 啪哒一声 抓住了赵云阳的腿 哼 赵云阳轻哼一声 他的身形借助沈良的拉扯 身子腾空跃起 紧接着 又膝盖狠狠地砸向了沈良的脑袋 沈良见状 不禁暗骂了一声卑鄙 他身形向着一旁闪避 但是赵云阳却趁机一脚 踏在了沈良的肩膀上 然后借力跳出树丈远 稳稳落地 此时沈良才发现 这个赵云阳的实力很强 小伙子 实力不错 赵云阳赞叹道 呵呵 你也不差 沈良淡淡一笑说道 哈哈 小伙子 我喜欢你 咱俩交朋友怎么样 赵云阳大笑着说道 没兴趣 沈良冷冷地说道 别见吗 我可以教你格斗技巧 赵云阳不依不挠地说道 真没兴趣 我还敢时间 沈良摇了摇头拒绝道 那你加入我们怎么样 赵云阳继续问道 抱歉 我没兴趣 沈良依旧坚决地说道 唉 既然这样 我们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了 赵云阳说完之后 便是摆出了架势 显然是 准备跟沈良大战一场 而沈良却是微微皱眉 虽然他实力强大 但是对方毕竟是特种兵出身 战斗经验丰富 而且身手敏捷 招式很辣 他想胜对方 也需要花费点功夫 二 不过他却并不惧怕对方 因为沈良有自己的底牌 他不相信对方可以赢他 想到此处 沈良也摆出了一副迎敌姿态 两人很快就打在了一起 沈良拳脚如风 每一次出击都带有呼啸之声 将空气震荡地爆响 而赵云阳却是丝毫不落于下风 两个人战斗得非常激烈 看得周围张勇惊呆了 这还是人吗 居然会发出音爆之声 而沈良的攻击越来越猛 最终一记重腿 直接踢中了赵云阳的胸口 顿时将对方踢飞出去十几米远 撞碎了一根巨大的柱子之后 才停止下来 此刻的赵云阳已经是脸色惨白 嘴角更是溢出了鲜血 显然已经受伤不清 而沈良则是神情冷峻地站立在原地 没有上前 你们营地在哪里 如果你不说 说完 沈良拿出了弹横刀 哼 赵云阳冷哼一声 并不说话 沈良健壮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好吧 既然如此 你就去死吧 说完之后 沈良一步迈出 瞬间来到了赵云阳的身边 长刀挥动 向着对方斩去 这一刀若是劈中的话 必定会被腰斩 不过下一刻 沈良突然感觉被挤传来剧痛 整个人便是失去了平衡 哼 随后 一股无法抗拒的距离袭来 让沈良摔倒在地 而此刻 赵云阳却是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刚刚那一掌 显然是他拍的 看到这里 沈良心中怒意薄发 当即便是再次冲杀上去 而赵云阳则是丝毫不畏惧 双方再次碰撞在了一起 一连串的闷响声传出 两个人在地面上翻滚着 赵云阳虽然受伤 但是却依旧凶悍无比 沈良虽然占据优势 但是却久久拿不下对方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看来 今天是遇到劲敌了 嘿嘿 小子 我劝你还是投降吧 否则的话 今日你必死无疑 赵云阳阴森地说道 你做梦 沈良咬牙切齿地回答道 接着便是握紧了拳头 哼 找死 给老子死吧 赵云阳冷喝一声 便是准备使用杀招 但是还不等他靠近 沈良便是先发制人 一拳砸在了赵云阳的脑袋之上 刹那间 对方的额骨破裂 红色的液体流出 而沈良却是并未停手 反而是乘胜追击 拳脚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的轰击而出 令得赵云阳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一阵闷想传出 赵云阳的脑袋瞬间炸裂开来 化为一滩烂泥 而沈良的身形也是晃了两晃 显然消耗极大 不过此刻 他的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猙獰之色 他知道自己的仇家太多 所以一路走来 小心翼翼 但是现在 却是忍耐不住了 不过就在赵云阳死后 外面发出了奇怪的笛子声音 随后大量的丧尸 包围了这栋大楼 沈良嘴角露了出一抹笑 这是在送我大礼包 喃喃自语地说道 接着便是向着门口行去 他想看看 自己的运气到底有多逆甜 只是 还不等他离开房间 数百只丧尸便是涌入了其中 这些丧尸虽然没有智慧 但是却本能地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所以纷纷向着沈良扑杀而去 一时间 沈良陷入苦战 他的精神高度集中 不敢分散注意力 因为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丧尸撕扯成碎片 他疯狂地杀戮着丧尸 张勇迟迟没有出手 因为他发现 沈良太强了 仅凭借一把刀 居然与几百只丧尸纠缠 虽然有些艰难 但是却始终没有落败的迹象 又一只丧尸被沈良一刀劈飞之后 他不由地松了口气 因为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了 这个时候 张勇也走了上来 看着那满地的尸体 和浓郁的血腥之气 眼睛瞪得老大露出骇然之色 不过下一刻 却是变得炙热无比 因为他发现 那些尸体之内 居然隐隐有黑雾冒出 显然这些丧尸 全部是变异的丧尸啊 而且实力不低 老大 你怎么会这么强 刚刚你说的基因改造 是什么意思 张勇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他的心中明白 如果按照沈良的说法 那么自己岂不是也可以变得这么厉害 想到此处 便是激动万分 这些事 以后你自然会明白 先收拾东西 我们撤退 沈良开口说道 而张勇也是不敢怠慢 急忙开始收拾起了东西 毕竟 他们已经耽搁得够久了 第387章 找上门来报仇 沈良自制基因药剂 若是再晚的话 怕是会被人堵住 而沈良在将东西都装进车厢之后 便是带着众人向着城内走去 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便是来到了自己的避难所 沈良将带回来的恶幸存者 交给了小凯 让他去安排 他们入住 沈良则是躲在实验室里面 继续研究基因药剂 因为他清楚 只要自己的药剂研究出来的话 绝对可以让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新的境界 不管是末世前还是末世后 最为强大的武器 永远是军队 特别是现代的军队 各种火炮 坦克 舰船应有尽有 而沈良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东西弄出来 当然 在此期间 他还研究了不少 关于修炼的东西 甚至还尝试着服用丹药 只是每一颗 吞食进度之后 却是犹如石沉大海一般 没有任何的效果 这一日 沈良正在专心制制地研究着 基因药剂的配置之时 小凯却是走了进来 老大 有人来找你 说是你救了他的命 所以想要报恩 听到声音后 沈良抬头向着门外看去 接着开口说道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不过 我看那人穿着普通 应该是个穷鬼吧 小凯开口说道 同时 目光不善地盯着门外 碰 只是 他的声音刚刚落下之后 房门便是直接被踹开了 是你杀我儿子 进来的是个壮汉 看到沈良之后 直接开口喊道 双眸赤红无比 令得沈良的眉头 不由地皱起 这汉子 一副土匪模样 看来是找错了人 不过 他却是并没有解释 只是淡淡地说道 既然不是我杀的 那请回吧 他懒得搭理此人 而那壮汉却是 并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 反而是一步上前说道 我儿子就是你杀的 今日我非要取你性命不可 声音中 透着无边的力气 而听到声音后 沈良的眼中露出了一谋的怒容 你简直是欺人太甚 若是不给点教训的话 日后怕是更加的嚣张 而看到沈良眼中的怒意之后 大汉却是不以为意 冷冷地说道 怎么 你不信 我告诉你 今后必须斩了你 声音落下之后 便是向着沈良扑杀而来 巨斧挥洒间 周身荡漾起无匹的钢器 显得威猛无比 而沈良 看着对方的攻击却是不闪不闭 叮 一掌拍出与那里圆霸的巨斧碰撞在一起 刹那间 金铁交鸣之声响起 接着 沈良的身躯居然是纹丝未动 反观那壮汉 却是登登连退术部 眼中露出了惊讶之色 没有想到 眼前的青年居然是一位高手 好功夫 感受到对方的实力之后 壮汉赞叹道 只是 下一刻 沈良却是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 这一次 他没有留情 灵力的拳影 刹那间弥漫整个空间 宛若是狂风暴雨一般 袭向对方 令得那壮汉 不断地躲避着 碰 紧接着 又是一拳砸出 对方的身形 直接摔倒在了地面之上 胸口塌陷 整个人 已经是失去了声息 而沈良的眼中 却是没有丝毫的怜悯 他不喜欢麻烦 若是这壮汉执迷不悟的话 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接着 便是将他的尸体 拖拽到了实验室 丧失毒计 正愁没人实验 刚好用在这个壮汉的身上 沈良轻轻地将淡蓝色的毒液 注入进壮汉的身体里 然后 他在外面观察壮汉的变化 片刻之后 他发现原本死亡的壮汉 此时皮肤之上 竟然泛起阵阵的滤芒 就在他准备靠近之时 那毒素 却是瞬间蔓延开来 令得沈良脸色巨变 虽然不知道 自己制作的药剂 什么时候会发生如此的异状 他继续观察着大汉的变化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壮汉的身体 却是越发地肿胀了起来 甚至是出现了浓血 但是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浓水 并没有流淌下 而是汇聚在壮汉的身体之内 令得他的肌肉 不断地蠕动着 就在他的皮肤裂开 血珠渗出的时候 一股浓郁的腥臭味 也是传出 这一幕 让沈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咔嚓 终于伴随着一阵碎响声的响起 壮汉身上的衣物 彻底地破碎掉了 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疤 猙獰的 犹如恶魔一般 死 看到如此的情景之后 沈良不由地吸了一口冷气 他感觉 这根本就不是人能做到的 轰隆 接着 震耳的轰鸣声 便是在刺响起 壮汉的身体 居然是在此时暴裂开来 龙玉的绿烟 散播在四周 而且 在这烟雾中 还有一股腥臭味传出 令得沈良 几乎是要呕吐 而正在此时 他却是发现 原本应该成为丧尸的壮汉 居然是在缓缓复活 他的眼神之中 充斥着暴虐的光芒 此时 缓缓地站立了起来 身材魁梧 全身都是被绿油油的灵甲覆盖 嘴角处更是长出两个獠牙 整个人 都是散发出骇人的气息 看到这一幕之后 沈良的心中明白 这是自己的毒剂 发生了改变 如果再使用这种药剂的话 很可能会将眼前之人 变成丧尸 只是 此时的他 却是没有丝毫的办法 毕竟 若是不能控制的话 就只能杀了对方 但是 如此一来的话 自己的秘密 怕是 就真的保不住了 因此 在略微思索之后 沈良便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不是要杀我吗 好 我现在给你机会 来啊 花音落下之后 那壮汉的眼中露出凶狠之色 接着便是发出咆哮 一步踏出 向着沈良冲杀而来 速度奇快无比 几乎是眨眼间 便是来到了对方的身边 风锐地找刃 划破虚空 向着对方劈下 而沈良却是早有准备 在那立爪凌身的瞬间 一脚踢出 二者相撞 那壮汉的身形 再次飞掠而出 只是 这一次的他 却是并没有停止 而是继续向着沈良杀来 这一击 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令得那壮汉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但是他没有选择躲避 卡拉 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响起 那名壮汉的胳膊 在此时被直接折断 第388章 不听指令的丧尸 这怎么又失败了 但是他依旧是没有放弃 再次向着沈良扑杀而来 而看到如此的情景之后 沈良的眼中露出了一抹的冷光 身形跃起 向着对方的脑袋抓去 这一次 却是不管不顾 要将对方斩杀 沈良发出怒吼 他的双眸赤红 犹如疯狂了一般 这一刻 那壮汉的脸上露出恐惧之色 好 只是 还不等他做出反抗 沈良的弹横刀 已经是穿透了他的身体 一团灰褐色的血污 在此时升腾而起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壮汉 沈良摇了摇头 看来还是不行 这种病毒弄出来的丧尸 根本就不听从他的指令 不仅如此 芯片的价格太过于高昂 这也是他消费不起的 唉 只能先研究其他的病毒了 希望可以找到替代品 声音中带有无奈之色 而在这个时候是小凯跑了过来说是 发现了新的避难所 据了解 那里差不多有五千多个幸存者 只不过那里的势力 似乎不太愿意加入沈良他们 沈良想了想 决定带上精良的设备 去会一会他们手里 那个避难所在哪里 小凯抓抓头 黑黑傻笑老大 在大学城 大学城 沈良的眉头 皱起那里都被人占领了吗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运气居然这么好 大学城可是超大的聚集地 嗯 好像没有吧 小凯回答道 据说里面有一些自行组成的军队助手 走 跟我去看看 沈良直接迈步离开了房间 他打算将里面的人收服了 毕竟 这东西越早破除越好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啊 而就在沈良刚刚走出门外 迎面便是撞到了一位少女 这让沈良危愣 因为这少女实在是太美丽了 尤其是对方胸口处鼓鼓的部分 更是吸引人的目光 对 对不起 感受到沈良灼热的目光 他急速退后 脸上露出了羞涩之色 没事 没装坏你吧 沈良赶紧说道 而这名女子却是连连白手 随后快速地离开了 留给沈良一道靓丽的背影 这妹子真不错 而看着离开的女子 沈良喃喃自语 接着 带领着小凯 快速地离开了避难所 向着大学城的位置奔驰而去 同时 心中暗叹 如今的社会争乱 一路上 沈良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 都是衣衫破烂 他们神情麻木 甚至是绝望 沈良知道 就算自己不去的话 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也会去那里捣乱的 因此 必须得去 而且 还要尽量救援那些人 半日之后 当两人赶到大学城的时候 看着眼前的一幕 沈良彻底地惊呆了 原来 大学城的位置 并非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繁华 反而是极为的萧条 整座城市 几乎都是沦陷了 而且 在四周有许多的士兵把守 显然是为了防止那些普通的百姓逃跑 不仅如此 街上的尸体比比皆是 空气中 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 这 怎么会变成这样 看到这样的情景 小凯的嘴唇颤抖 他完全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就在他惊骇的时候 沈良却是缓缓地说道 不用担心 既然我们来了 那就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的话音落下之后 直接向着远处走去 他要寻找一个势力较强的人 谈一谈 若是可以的话 或许可以将这个城池的人拉拢过来 只是 就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 一阵喧闹的声音响起 接着 数十辆汽车停靠了过来 为你们是哪里的 最好尽快离开这里 车内有人喊道 接着 车门打开 一群拿枪的男子走了下来 他们满脸的胸利之色 我是来见你们首领的 看到对方之后 沈良缓缓地说道 而听到声音后 为首的男子 却是不屑一笑 哈哈 首领启示你想见就见的 我告诉你们 马上滚蛋 否则的话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对方的话音落下之后 瞬间便是举枪 而沈良的眉头 却是在此时皱了起来 这些家伙不讲理啊 正在思索该怎么办的时候 小凯却是开口了 你们不是喜欢玩枪吗 我陪你们玩玩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之后 直接将自己腰间挂着的 AK47取了下来 这一次出任务 他也是兑换了武器的 只是 当他扣动扳机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弹夹 根本就没有子弹 顿时 脸色胀的通红 碰 而就在此时 对面的一名持枪的男子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一颗子弹飞射而出 直接将小凯的肩膀击中 刹那间 对方的鲜血喷涌而出 哼 敢威胁我们 活腻歪了 看到如此的情景之后 另一边为首的男子 再次喝马刀 而沈良的脸色 却是阴沉了下来 没有想到 这些家伙 居然如此的猖獗 自己还什么都没有做呢 就开始打架了 而且 伤害了小凯 你们死定了 沈良的声音 冰冷无比 呵呵 小子 你知道我们老大是谁吗 居然敢说这样的话 男子冷笑着说道 我管他是谁 敢打我兄弟 我饶不了他 沈良冷冷地说道 接着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直接拔出腰间的匕首 瞬间向着 拉尾手的男子冲去 他的身法奇快无比 眨眼间 就出现在了对方的镜前 而那尾手的男子 则是瞳孔一缩 他万万没有想到 沈良的身形 竟然是如此的迅捷 吃 接着 匕首划过对方的脖梗 瞬间 那名男子的喉咙被割裂 他的双目圆瞪 满脸的不干 扑通 直挺挺地摔倒在了地面之上 大哥 看到如此的情况之后 剩余的人 一窝蜂地围了过来 沈良的面容 平静无波 杀掉这些人 对于自己来说 轻而易举 只是现在 他却是需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势力 否则的话 即使是他拥有系统 也很难与这些人抗衡 而就在沈良思考的时候 第389章 一个女人 拯救其他势力 远处一道人影 却是向着自己这里狂奔而来 当他靠近的刹那间 沈良已经看清楚了 那人的长相 是一名女子 身穿白色衬衫 短裙配丝袜 脚踏高跟鞋 模样漂亮的 令人窒息 但是此刻 却是显得狼狈不堪 不错嘛 年轻人 那名女子的口中 在此时传出的声音 而沈良却是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你是谁 她的话语刚刚说完 那名女子的眼眸中闪过一抹的异彩 但是却并没有说话 你就是沈良 那个女人再次问道 她的声音响起之后 沈良眉头微皱 接着便是冷漠地说道 我叫什么 和你无关吧 她可以感受到 对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非常危险 若是普通人的话 或许会害怕 听到声音后 那名女子却是笑了 哈哈 你放心好了 我对于男人没兴趣 她的话语落下 便是继续说道 我是这避难所的大当家 这句话说出之后 原本脸色阴沉的沈良 目光瞬间变得凌厉了起来 一个女人 怎么 你是在瞧不起女人吗 那个女人在说话间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浓郁杀鸡 她虽然性格温柔 但是在末日之后 早已将所有的温情都消磨干净 如今剩下的 唯有残酷 呵呵 既然你是老板 那么应该知道 我为何而来吧 沈良缓缓地说道 此时的她 心中已经做好准备 若是对方真的想动手的话 那么自己 必须要先下手为强才行 毕竟 这是避难所 不能随意地厮杀 你想要加入我这里吗 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而且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成为避难所的副队长 至于你的那两个同伴 我会安排人去保护他们的 那位女子的声音响起 带有几分的诱惑 让沈良的心中不由地松了口气 因为 对方 似乎没有敌意 而此时的沈良 却是并不知道 自己的表演 实在太差劲了 你真是太天真了 他直接开口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这里很危险 沈良再次说道 此时他甚至希望 对方根本就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 呵呵 危险 若是你愿意加入的话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些保证 比如 只要有我在 这里的任务 你可以挑选最简单的座 另外 在避难所中 除了我的话 其余人都不敢招惹你 只要你点点头 你就是这里的主宰者了 怎么样 这个条件足够吸引你了吧 而且 你也不用担心别人的报复 因为 我就是他们的领导者 我会替你遮风挡雨 怎么样 那位女子 再次诱惑道 好 我答应你 此时的沈良 终于是忍耐不住 他直接说道 你知不知道 基因改造军团 在抓幸存者 什么 女人没有听懂沈良是什么意思 基因改造军团 就是丧尸病毒的制作者 他们抓捕幸存者 是为了研究新型药物 据说 那种药物对付丧尸效果极佳 可以帮助丧尸恢复正常 甚至是进化 沈良开口解释道 她的话音落下之后 女子的脸色却是在瞬间大变 你怎么会知道的 她的声音在此时显得有些尖锐 同时更多的却是恐惧 若是沈良说的 是真的话 那么自己的基地 将被彻底毁灭 哼 我自然是知道的 而且 我还知道 那些人正在不停地收割避难所 现在 你们的生死 全部掌控在他们的手中 沈良冷喝道 此时 她的神色争鸣无比 你 是说 我们已经被他们监控了 女子没有想到 事情居然会演变成如今的模样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沈良竟然知道这么多的秘密 没错 他们在等待时机 若是你不加入我们的话 到时候 我们都要死 沈良开口说道 她明白 此时的自己 已经与对方捆绑在一起 呼 女子深深地吸了口气 紧张的情绪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才说道 你有什么计划 现在告诉我吧 她的话语落下之后 便是坐回了椅子之上 而沈良则是说道 他们基地之内 有一座实验室 那里有数量众多的科学家 而且 他们都是专门负责基因研究的 只要我们拿下那里 基因药剂就会研制成功 到时候 我们的实力 绝对会超越所有的实力 到时候 就算是丧尸军团 又能如何 沈良此时满嘴 胡言乱语 但是那个女子的眼中 却是露出炽热之蒙 她没有想到 沈良竟然是有这样的打算 若是真的能研制成功的话 那么她的基因战士 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提升 站在这之前 不如去我那里看看 你会喜欢上我的避难所的 沈良看向女人问道 不过 她的眼中 却是流露出玩味之色 这一刻 她仿佛看到了猎物的小羔羊一般 好啊 我跟你走 现在就出发吧 女人毫不犹豫地说道 只要有活命的机会 哪怕是死亡她也愿意尝试 而听到声音后的沈良 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弧度 接着便是开口说道 那就走吧 现在就去 若是晚了的话 估计你的基地就要被毁了 此时的沈良 心中明白 现在自己若是留在这里的话 对方必定是不会信任自己 而自己想要离开的话 却是必须有对方的支持才行 所以 当即便是开口说道 而那名女子 也是没有拒绝 在她看来 沈良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自己有把握镇压 当女人来到沈良的避难所 也就是亮珠岛的事后 震惊了 因为这里设施完善 比如粮仓和各类的医疗器械 以及武器弹药 都是非常弃权 就连她这位基地的首领 都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而此时的沈良 却是不管她的震撼 而是静止开口说道 现在你的基地已经暴露了 若是想要活命的话 就必须得尽快找到一个 合适的藏匿地方 否则的话 一旦被那些人攻破 咱们两个都要死 第三百九十章 想得太天真 收复女人势力计划 沈良面色严肃地说道 她的话音刚刚落下 那名女子便是反驳道 不 只要我们躲在避难所中 他们肯定奈何不了我们的 听到声音后 沈良摇头苦笑道 你想得太天真了 你认为 那些基地之人 会放弃追查吗 他们一定会掘第三尺 寻找我们 沈良的话语中 充斥着凝重之色 令得女子 脸上也是露出迟疑之色 好吧 那我们就去你的基地 躲避一段时间 不过 你要记住 若是我的基地 有什么损失的话 你也跑不掉 女子开口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害你的 我还指望 你救我呢 沈良故作轻松地说道 女人的眼中闪烁着疑惑 她看着眼前高耸的建筑物 感到十分震惊 这里建造的 似乎比末日前还要繁华 她再次问道 沈良微笑着回答这些年 在我的努力下 这里发展迅速 而且安全系统非常高 不仅如此 每隔几天 我们都会派遣一批战士 出去搜集食物 虽然有一定的困难 但勉强可以维持一个月左右 女人听了 感到相当震惊 她越发相信沈良的话了 她急切地说道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现在就走吧 随着二人的动身 他们向着亮珠岛的边缘走去 这里离避难所已经很近了 不行的话 最多半日的时间就可以抵达 他们沿着海岸线走 感受着海风的吹拂 就在二人刚刚靠近避难所不远处的海岸之时 一阵汽车轰鸣声传出 接着 便是看到四辆汉马出现在了场中 这让那女子眼中的惊骇之色 一闪而逝 因为 这四辆车上面标识的 赫然是丧尸战士的图案 你们是谁 怎么会有丧尸战士 女人历生之问道 哈哈 你猜呢 沈良笑着回答 他们是国度队的成员 是我一手培养的 女人吃惊地看向沈良他们 是你的人 我之前搜寻物资的时候见到过 他们很厉害的 沈良反问道 说说看 怎么厉害 此时 丧尸战士们已经下了车 他们身着黑色的战斗服 手持各种冷兵器和火器 他们的身材高大 气质冷酷 每一个人都散发着一股危险的气息 他们的眼神冷漠 仿佛没有任何感情 女人看着他们 感到十分惊慌 她知道这些丧尸战士不是好惹的 他们可以轻易地杀死一个普通人类 她心里开始有了不安的预感 沈良看着女人的表情 心里了然 她向着丧尸战士们挥了挥手 示意他们不要动手 她看向女人 说到这些丧尸战士 都是我亲手培养的 他们听我的话 女人听了 心中稍微放松了一些 她看着这些丧尸战士 感叹着沈良的厉害 她知道 只有像沈良这样的人 才能在这个末日世界生存下来 他们继续前行 走进了避难所 女人看着这个避难所 感到十分震惊 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 有数十栋高楼大厦 每个建筑都有自己的用途 有的是住宅楼 有的是商业广场 有的是办公大楼 这里的道路宽敞平坦 还有许多花草树木 让人感到仿佛回到了末日前的世界 沈良看着女人的表情 微笑着说道 这里是我和我的战士们 努力建设的避难所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 希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女人听了 心中感到十分感动 她知道 这个世界需要像沈良这样的人 他们为了生存而不懈努力 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奋斗 她想起了末日前的事情 想起了曾经被迫逃亡的往事 她的眼角流淌下泪水 沈良伸出手臂 揽住她的肩膀 柔声劝慰道 不要伤心了 这个世界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女人听后 点了点头 两人依偎在一起 慢慢地向避难所走去 沈良带着女人 来到了避难所中心的空地 在这些幸存者的旁边 停放了许多车辆 这些都是他们从避难所附近收集的 这些车辆都送给你 沈良指着那些车辆 对女人说道 女人愣了片刻 摇了摇头 说道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可是 女人还想拒绝 没什么好可思的 赶紧拿着 沈良催促道 女人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将那张卡递给沈良 沈良笑了笑 直接将卡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带你去看看我的养殖场 说完沈良带着女人上了游艇 向下一座小岛驶去 沈良带着女人 在小岛上转了一圈 女人被这里的环境深深吸引了 她觉得 这里实在太美丽了 简直就是人间仙境 在岛屿的周围栽满了桃树 粉红的桃花盛开在枝头 这里的土壤肥沃 适合农作物生长 而且有丰富的矿产 在岛屿的另外一边 还有大量的鱼塘 供应给幸存者捕捞 女人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 她没有想到 原本以为末日来临后 自己将会活得十分艰苦 却没想到 这里竟然有这么优渥的条件 让她感到惊讶 她忽然想到 沈良之前提及过的 她要带领众人 打败丧尸军团 夺取城市 这让她充满了期待 女人跟在沈良的身边 她的内心十分激动 沈良告诉女人 她打算把这个岛屿改造成基地 同时建立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 将会由她来掌控 女人听后 十分赞同沈良的做法 毕竟末日爆发的这段时间 人性泯灭 大家都在互相残杀 只有沈良这样的人 才能够真正保护这个社会 她甚至愿意为沈良 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这座小岛上 除了避难所 还有专门的研究所 沈良将女人介绍 给负责研究所的科学家 女人很快就融入了工作之中 沈良在这里待了一晚 然后带着女人离开了这里 在这个避难所的东北方向 有一块巨大无比的空地 它的占地面积极其辽阔 足有上百亩地那么大 在空地的一侧 有一栋巨大的仓库 仓库上面的牌匾 写着储藏室 第三百九十一张 我会陪你 夜席幸存者营地 储藏室是沈良 准备用来装粮食的 毕竟他们现在缺少食物 女人跟着沈良来到了这里 她看着仓库 心中充满了惊奇 沈良告诉女人 在仓库的地板下面 埋藏着无数的食物 他们在这个小岛上待不久 必须尽快弄到足够的粮食 女人看着这个仓库 感到十分诧异 她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仓库 而且 沈良还说 这个仓库里 有着无穷无尽的食物 这让她感到难以置信 沈良说道 这里的食物 都是我辛苦采摘制作的 我准备在今后的日子里 利用这些食物 养育更多的人 让这个世界 恢复到以前的和平与秩序 让大家有饭吃有一串 女人听后 沉默了半嗓 随即 她抬起头来 坚定地说道 我会陪你 女人的决定 令沈良有些意外 不过 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动 她早就料到 会有这么一天 他们来到仓库 女人看着堆满整个仓库的食物 眼睛都亮了起来 她虽然没有想到 沈良竟然会有这样的本事 但是 他们有这么多的粮食 她也就放心了 走吧 我们先回去 沈良说道 女人摇了摇头 我去看看养殖场 沈良带着她 在岛屿上转悠了几圈 她对岛屿的一切 已经了如指掌了 女人想去看看养殖场 她觉得 那里肯定也囤满了粮食 毕竟 沈良说了 养殖场中 有无穷无尽的食物 她跟在沈良的身边 朝养殖场走去 刚靠近养殖场的时候 她闻到了淡淡的肉香味 顿时觉得鸡肠鹿鹿 肚子饿得咕咕叫 她抬起头来 顺着这骨肉香味 向着远处看去 就见一头头牛羊排列整齐 在等待宰杀 女人看着这一幕 眼眶湿润了 这食肉 她不知道自己 有多久都没吃过肉了 沈良看到女人这副模样 轻叹一口气 她带着女人 来到养殖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这里 种植了很多蔬菜瓜果 这些蔬菜瓜果 都是女人种植的 沈良看着这些蔬菜 心疼地说道 这些蔬菜 都是这里的幸存者亲手中的 女人点了点头 说道是啊 看起来很新鲜 沈良看着女人的目光中 透露着宠溺之色 她蹲下身来 抚摸着女人的秀法 说道 以后你想吃肉 就让这里的幸存者帮你割 女人听后 脸上闪过一丝飞红 她低下头去 双颊微红 娇羞地 说道我不吃 怎么 你不爱吃 沈良问道 女人摇了摇头 俏皮地吐了吐舌头 说道我怕胖 沈良听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搂着女人的细腰 说道放心 我不嫌弃你胖 你才胖呢 女人听后 狠狠地瞪了沈良一眼 两个人相视一笑 随后 沈良牵着女人的手 走出了仓库 她对着女人 说道我们去别墅吧 好 女人答应一声 沈良又带着女人 去到了别墅 别墅里的房间有三个 在别墅区的四周 沈良设置了警戒线 禁止任何人擅闯 现如今的她已经彻底喜欢上了这里 可是她不能在这里停留 因为她自己也是基地的首领 在她的基地 也就是大学城 还有五千多个幸存者 沈良 真的让他们搬过来住吗 你确定 那个基因改造军团 真的会对我的营地发起攻击 嗯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女人和沈良交谈着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沈良 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 女人问向沈良 沈良文言 想了片刻 然后说到我这里很安全 你想象不到的安全 今晚就应该让他们搬过来 可是 女人迟疑了一些 毕竟有五千多人 哪有那么好搬过来的 没关系 我有办法 明天早上 你让他们把粮食送过来 沈良说道 女人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随后 女人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休息 在女人离开后 沈良的嘴角挂着淡淡的冷意 他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打开了网页 搜索起来 很快 他就找到了一张照片 他盯着照片看了几秒钟后 将它传给了自己的助理 紧接着 沈良坐在床边 闭着眼睛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消息 时间流逝 转眼间 天色黑暗了下来 此刻 整座城市变得更加寂静了起来 就连夜风 都带着刺骨的寒冷 此刻 在城外的树林中 数百辆车子停靠在那里 密密麻麻的 看着令人恐惧 而在这些车子前 站满了穿着迷彩服的士兵 他们手中端着枪支 神情严肃 在他们面前 则是十二名身材魁梧的壮汉 这十二名壮汉 身材健硕无比 每一个人 都拥有一米九左右的身材 尤其是最前方 那明体型彪悍的男子 他的身高足足 达到了一米八五 浑身肌肉骨胀 宛若钢筋铁骨斑 而在他的肩膀上 则扛着一颗金灿灿的勋章 少小军衔 这名壮汉叫刘虎 是基因改造部队的成员 刘虎的年纪并不大 只有27岁 但是 他级别确实不低 由于他是基因改造部队的成员 所以 他受命率领自己的小队 保护基地安全 此刻 在刘虎身旁的 一名中尉收到队长 我们距离那个幸存者基地 只有半公里路程了 刘虎听后 眼眸深处闪烁着冰冷的杀鸡 喃喃自语地说道 里面的人全部带回我们二营地 一个都不能少 等到人抓完 放火烧掉他们基地 刘虎的话音刚落 周围的这些士兵 齐声喝道士 与此同时 在基地内 带女人回去以后 他躺在了床上 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他从末世开始 还没见过沈良这样优秀的男人 但是 他知道自己只是沈良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根本算不了什么 他不奢求太多东西 只要能够陪伴着沈良 就足以了 沈良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们还要白头偕老吗 女人的嘴唇如动着 喃喃自语地说道 他在祈祷 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 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敲门声响起 女人顿时惊醒 赶忙爬起 跑到门口处 第392章 沈良你是预言家吗 老大 不好了 有人攻打我们的营地 他们的火力似乎很强 自己负责守卫大楼的小弟 气喘吁吁地 跑进了女人的房间 女人一听 脸色骤然大变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人居然敢主动攻打自己的营地 这还真的被沈良给猜中了 他不确定 这伙人是不是沈良口中的基因改造军团 如果是他们的话 那可真的就是麻烦了 他急忙穿戴整齐 走出了大厅 来到了指挥室 询问着自己的小弟 老大 你看 小弟将一份资料递了过去 女人接过资料 仔细浏览着 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心跳速度也越来越快 他看完以后 将手中的文件扔在桌面上 说道 马上集合所有战斗人员 立即出击 务必要将他们拦截住 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进入基地 是 小弟应了一声 便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女人紧跟在他身后 走出指挥室 来到了营地的中央广场 他环视四周 眼前的景象 让他感到异常紧张 营地内的士兵 已经全副武装 手持枪械 正往外走着 他看着他们 心中不禁为他们祈祷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军官模样的男子 走了过来 老大 你要跟我们一起出去吗 他问道 女人看向这个小弟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点了点头 好的 我们出发 男子一声令下 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 女人对着他们挥了挥手 然后跟在男子的身后 一步步地走向前线 她的心里充满了忐忑和不安 但是她知道 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 她必须要坚定地面对这一切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士兵们终于成功地将敌人击退 女人看着敌人溃不成军的背影 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大家辛苦了 她高声喊道 同时向士兵们竖起了大拇指 士兵们听到女人的话 顿时感到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 他们看着女人 心中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女人转过身 朝着男子走过去 她对着她微微一笑 道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可能无法完成这次任务 男子听到女人的话 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老大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她说道 同时向女人鞠了一躬 女人看着男子离去的背影 心中涌起了一股感动 她知道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 士兵们的团结和勇气 以及男子的帮助和支持 都是她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 就在以为一切平静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像是炸开了地狱的大门 女人和众多士兵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 眼神充满了惊恐和不安 她们迅速地组织起来 开始查清楚情况 军火库方向传来的爆炸声 让她们心头狂跳不止 她们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士兵们匆忙地赶往军火库方向 女人则留在指挥部 开始组织人手进行防御 她的眉头紧皱 思考着对策 这个基地对于她们来说太过重要了 她们不能失去它 而现在 军火库被盗 所有的东西被炸毁了 她们必须要有一个更为稳固的计划 怎么回事 女人问道 声音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军火库失窃了 所有东西被盗 而且还被炸毁了 士兵们纷纷汇报 女人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冷静地分析道 她们肯定会再派新的目标 从另一条路攻击我们的基地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要主动迎敌 男子眼中闪烁着热情和信任 看着女人 低声问道老大 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女人的目光坚定 微微一笑 说道 我早已经准备好了 她开始组织士兵 固守各个关键地点 以防敌人进行突袭 在她的带领下 士兵们的动作变得更为迅速 他们用力地摆弄着各种武器和装备 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 突然 一个士兵向女人喊道老大 敌人来了 女人立即下令 让士兵们进入战斗状态 一些士兵躲在掩体后 准备着瞄准敌人进行射击 另一部分士兵 则拿起手榴弹 准备着在敌人靠近时将其引爆 女人端坐在指挥部 紧盯着战场的情况 她的双眼闪烁着坚毅和果敢 在她的带领下 士兵们坚定而勇敢地进行着战斗 他们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坚强 女人站在山巅之上 她的长发随风飘扬 像一条黑色肠带 她瞪视着前方的远处 目光坚定而决绝 而旁边的士兵则肃立在她身后 严肃地注视着前方 他们的手中紧握着武器 准备随时应战 通知下去 所有人都准备好 女人的声音沉稳坚定 士兵们立刻拿起通讯器 呼叫其他的士兵 通讯器发出的声音 传过风声 传遍整个大学城 几秒钟后 所有的士兵都收到了命令 是 他们回答着 表情坚定 所有兄弟注意 五分钟后 准备战斗 不管是谁 胆敢阻碍者 杀无射 女人的声音 如同一道惊雷 响彻整个学院 士兵们似乎感受到了 女人的决心 他们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准备为了守护家园 而战斗到底 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士兵们全部都准备完毕 站在女人的面前 等待着女人的吩咐 女人环视着他们 她的眼神中 充满了感激和信任 她知道这些士兵 都是最好的战士 也是最坚强的保卫者 各位兄弟们 敌人很狡猾 他们一直都在暗处 观察着我们 女人说道 她的声音中 透露着一股坚定和勇气 士兵们默默地点头 他们知道自己 必须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应战 让我们一起 为了家园而战斗 女人高声喊道 她的声音 充满了力量和鼓舞 士兵们的眼神中 闪耀着坚定的光芒 他们的手中紧握着武器 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 第393章 审量你的胃口太大了 此刻 大学城的街道上 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 屋顶上的鸽子惊慌飞散 远处的警笛声不断响起 女人和士兵们 紧紧抓住武器 身体紧绷 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女人脸上的表情 冷酷而坚毅 她是这支队伍的领袖 也是他们的保护神 她身穿黑色的战斗服 长发飘逸 面容清秀 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决绝的坚定 她一手握着手枪 一手拿着军刀 步伐稳健地走在前面 准备率先冲锋陷阵 士兵们则是毫不示弱 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 身穿迷彩服 身材健硕 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支沉甸甸的步枪 他们跟随在女人身后 目光坚定 准备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突然 女人停了下来 一边挥手让士兵们停止前进 一边仔细打亮着远处的情况 她看到了两辆黑色越野车 车身上涂着鲜红的骷髅图案 她知道 这是敌人的来袭信号 她紧紧握住手中的武器 心中生腾起一股热血 准备战斗 女人高声喊道 提醒着士兵们 士兵们迅速躲到掩体后 拿出枪械 准备迎敌 他们知道 敌人比他们多数倍 但他们并不害怕 因为他们有一位英勇无畏的领袖 汽车缓缓驶来 敌人的枪声此起彼伏 但雨如雨 落在汽车上 溅起无数碎片 士兵们借着掩体 不断扫射 一时间 枪声震耳欲聋 惨叫声哭喊声 此起彼伏 整座大学城 仿佛陷入了混乱之中 女人的眼神坚定而冷酷 她一手直枪 一手拿刀 身形灵动地躲避着敌人的攻击 她发现 敌人的越野车上 有一名头戴草帽的歹徒 她正试图逃离现场 女人一眼看穿她的企图 决定亲自出击 出击 女人大声喊道 手中的武器一挥 直奔那名歹徒 她的速度极快 身形如鬼魅般迅速闪动 让人瞬间无法反应 她手起刀落 一刀砍断那名歹徒的胳膊 让她无法逃脱 士兵们看到女人的英勇表现 也充满了斗志 他们纷纷举起手中的武器 对准前方的汽车 疯狂扫射 子弹打在越野车上 车身瞬间破碎 玻璃飞溅 车上的乘客 纷纷倒在血泊中 突然 越野车的油箱爆炸了 火焰冲天而起 浓烟滚滚 汽车被炸翻了 车上的人都死了 但是 这并没有 下退那些亡命之徒 他们继续向士兵们发起进攻 女人的嘴角浮现出 冰冷而残酷的笑容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提醒着士兵们 既然你们找死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她的话音刚落 就再次冲向敌人 士兵们跟着她的步伐 一起朝着敌人 发起猛烈攻击 越野车再次出现在女人的眼中 她的眼神中 透着一股无畏和坚毅 她决定 无论敌人如何强大 他们也绝不能 打败她和她的战士们 她一边冲锋陷阵 一边不断指挥士兵们 让他们协同作战 尽快把敌人消灭掉 在这场生死战斗中 他们没有退缩 只有勇敢和坚定 远处的沈良 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那个女人 她的身影 在灰色的废墟中穿梭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 紧身的黑色战斗服 紧紧地裹着她匀称的身材 她的长发 随着她的身体运动 飘舞着 就像黑色的烈火一样燃烧着 这个女人是沈良派去 执行任务的特工 她的任务是 摧毁精英改造军团的 一处实验室 她的行动 如同一缕清风 迅捷而又无声 她灵活地跳跃着 从一个废墟 到另一个废墟 她的步伐轻盈而又稳健 沈良知道这个女人的背后 有着强大的保护 她早就派出了自己的精英部队 为她保护 保证她能够安全完成任务 这个女人的实力和勇气 让沈良深深地折服 她心中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深 战神 沈良轻声呼唤着 她的眼神温柔而专注 她的心中充满了 对这个女人的赞美和敬仰 她知道 这个女人是她生命中的 一道靓丽风景 她的背影在她的眼中 变得更加迷人动人 这个女人忽然停下了脚步 她的眼中 闪过一丝决然的神色 她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向前冲去 她的身体在空中 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然后直接冲进了战火圈里 沈良的心中充满了担忧和忧虑 她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的画面 她知道这个女人现在非常危险 但她同时也知道 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人 她能够完成任务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沈良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紧张 她的手心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她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的画面 期待着那个女人的出现 突然 一道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整个屏幕都变成了一片白色 沈良的心中立刻跳了起来 她的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上的画面 期待着那个女人的出现 过了一会儿 屏幕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沈良看到了那个女人 她的身上已经被炸弹炸出的伤口染红了 但她依然在坚定地向前战斗着 她的身体在颤抖着 但她的眼神却依然坚定 沈良紧张的心终于放心了下来 她还真的舍不得这样的战神就这么死掉 她沈良要将她收入自己的囊中 连同她下面的小弟以及五千幸存者 现在沈良的想法越来越大胆 她想要收服上京的所有势力 这个女人是一位真正的战神 她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让沈良深深地为之倾倒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敬仰和爱慕 她知道 这个女人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中 沈良知道现在时候才不多了 于是让自己的精英战队出击 她要跟女人来个礼应外合 这次基因改造军团派来的活力并不猛 她不确定这里有多少基因改造人 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这些人并不想杀幸存者 哼,你们果然是继续抓人做实验 沈良冷哼一声 于是也走出了车去加入战斗 因为他找到了这只突袭的小队的老大 第394章 六万基因改造人 沈良穿上厚实的防弹装备 戴上头盔 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 悄悄接近敌人的营地 他们慢慢地靠近 身体低垂 犹如猎豹一般潜伏着 在学院里 沈良的火力可以压制住绝大多数人 但是对于基因改造的武者来说 这种火力却是望尘莫及的 沈良知道 他必须采取出其不意的手段 才能把这些敌人打败 他下令 部队同时发起背后袭击 沈良的部队出手迅猛 准确无误 将敌人一一击败 但是 他们还没有找到敌人的头头 沈良决定亲自出马 他看到眼前这些士兵都很年轻 但身材却十分地高大 而且身体肌肉结实地紧绷 给人一种随时要爆炸的感觉 他们的小头领刘虎 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一眼就能看出 他是被打过基因药剂的人 在他看见沈良的时候 刘虎露出了凶横的表情 沈良 我们还没派出追强火力去攻击你 你竟然还敢自己出来 刘虎咆哮着 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沈良眉毛一挑 他不屑地望着刘虎 怎么 你们真的以为 能够攻破我的避难所 我看是未必吧 刘虎仰头哈哈大笑 你知道我们基因改造军团 能作战的基因舞者 有多少吗 他骄傲地说道 足足六万人 呵呵 就凭你也想抵御我们的火力攻击 沈良嘴角微微上扬 他冷静地问道 那你们怎么不带着六万人攻击我呢 哼 不值得我们动用这么大的火力 刘虎冷声说道 今天我要杀包你手底下所有的人 让你亲眼看看你的老巢被毁灭 我要把你的女人全部玩弄之后再杀掉 沈良轻蔑地笑了一声 嘖嘖 口味真重啊 啊 他眼神中透着冷意 不过 你确定你的人可以干翻我的人 在沈良的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的部队同时出手 他们身手敏捷 动作熟练 每个人都是一名顶尖的战士 他们的攻击 犹如暴风雨一般 瞬间将刘虎的士兵全部击败 刘虎惊愕地望着眼前的场景 他的士兵在短短的时间内 被沈良的部队打败了 他的心中充满了震惊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沈良看着刘虎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你们精英改造的武者 不过是被药剂改变的一群怪物 你们以为自己可以无敌吗 在我面前 你们只是一堆废物而已 他的话语充满了嘲讽和不屑 别废话了 动手吧 沈良一声令下 所有人瞬间拔枪对准了他们 而他们也丝毫没有害怕 举起了手中的步枪 瞄准了沈良等人 双方同时扣动扳机 两边几乎是在一瞬间射出了子弹 而沈良则是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脸色淡漠 子弹撞在他身边半米左右的墙壁上面 停止了下来 接着纷纷落在地上 沈良依旧保持着举枪姿势 目光扫向了对面的男人 刘虎此刻满脸震惊 瞳孔猛烈地收缩了一下 额头渗出了汗水 显示出他心理素质很差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沈良这个家伙 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 他不是连精英武者都算不上的平民吗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容不得他不幸 沈良再次扣动扳机 子弹朝着对面飞去 躲 刘虎反应很快 急忙命令手底下的士兵躲避 但是他们根本躲避不了 直接被射成了筛子 刘虎的士兵们死伤惨重 倒下了一片又一片 尸体堆积如山 血流遍野 刘虎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看着沈良 这个家伙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厉害了 难怪当初他能够杀掉基因武者 现在他明白了 沈良早已经不是 从前那个平凡懦弱的平民了 他现在有了足够强大的能量和底气 才敢这么嚣张 你是什么人 沈良微微一笑 杀你们的人 他缓缓走进刘虎 刘虎的手下们 虽然死伤惨重 但是却没有任何逃跑的意思 全部都拿出武器 指向沈良 杀 刘虎怒吼了一声 沈良冷漠地 看着冲过来的敌人 没有一点慌乱 他将枪口瞄准了对方 手指轻轻一按 一排子弹喷射出 瞬间就击杀了三四个人 剩余的人吓得魂飞魄散 立马就往外面撤退 呵呵 我看谁能逃得掉 沈良冷笑一声 扣动扳机 又杀了几人 这群人的训练 并不是很扎实 所以在沈良手里 根本撑不了太久 最终 沈良将他们全歼 看着这一片狼藉的场景 刘虎的脸色 却异常阴沉 沈良 有关你的来历 我们一直不明白 刘虎咬牙切齿地说道 呵呵 我的来历你不需要知道 因为我要杀你 说完之后 沈良就朝着他扑过去 他身形灵敏 速度奇快 而且力量非常的巨大 只听砰的一声 刘虎胸口被沈良打了一拳 刘虎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地上 吐出了鲜血 沈良缓缓地走到刘虎 刘虎的面前 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告诉我 你们组织究竟都是什么人 刘虎抹去嘴角的血迹 恶狠狠地说到做梦 呵 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 沈良抬脚踢中了刘虎的腹部 将他踢得跪在了地上 然后单膝顶在他的肩膀处 使劲一掰 直接捏碎了刘虎的骨头 咔嚓一声响起 伴随着刘虎凄厉的叫喊声 沈良一脚踩在刘虎的脑袋 还是想活 刘虎疼痛难忍 脸色猙獰扭曲 有种你就杀了我 不然我迟早会回来报仇的 很好 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死 那我就成全你 沈良抬腿 狠狠地踩在了刘虎的脖梗处 不要 这是刘虎临死前的呐喊 随即 刘虎的喉咙发出了咯噔一声响 眼珠子吐了出来 死得不能再死了 沈良松开脚 刘虎软绵绵地躺在地上 没有了呼吸 沈良转身离开 朝着其他地方赶过去 第395章 牺牲不可避免 完全被低估的军团 而与此同时 他的手下们 也在迅速清除着那些幸存者 不到一分钟 所有人都解决掉了 报告老大 我们已经倾脚完毕 沈良点点头 这次任务完成的比较顺利 不过还是损失了一批兄弟 一个小弟说道 沈良摇了摇头我知道 牺牲总是免不了的 只希望我们下一次 能够更加的谨慎 千万不要轻易踏入敌人的陷阱当中 是 沈良 谢谢你 战神女王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沈良 充满了感激和敬畏 沈良微笑着向女人走去 她的身姿高大挺拔 宛如一座山峰般 稳重而坚定 战神女王一把抱住沈良 她的胶躯紧贴着她的胸膛 仿佛要将自己融入她的怀抱中 沈良温柔地回应着女人的拥抱 她的大手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背 传递着温暖和安慰 今晚谢谢你救了我 战神女王的声音有些低沉 她的眼眸里闪烁着泪光 沈良轻轻地拍打着女人的后背 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柔和爱意 这没什么 这是我该做的 我是你未婚夫 帮助你是应该的 沈良的声音低沉而温柔 仿佛能够融化女人的心 嗯 战神女王的声音有些哽咽 她的心情复杂而激动 沈良的嘴唇贴近女人的耳垂 用低雅磁性的嗓音问到女王陛下 今晚可否赏脸共进晚餐呢 战神女王的娇躯颤抖了一下 她的翘脸飞红 仿佛要滴出水来 今晚恐怕不行 战神女王轻声说道 她抿了抿红唇 眼神中充满了歉意和心疼 幸存者们还要连夜转移到你那里 战神女王的声音有些沙哑 她的眼神里闪烁着坚毅和决心 闻言 沈良皱了皱眉 她的眉宇间流露出一丝不满和失落 她原本以为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两人能够过二人世界 没想到居然还要搬家 那好吧 沈良有些郁闷地说道 不过 我可以先答应你 下次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战神女王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她的目光里充满了柔情和感激 沈良顿时就精神了 她黑黑一笑 这还差不多 两人相视而笑 他们的心灵在这一刻相互交织 仿佛已经融为一体 战神女王伸出白皙如玉的小手 抚摸着沈良棱角分明的侧脸 她的眼眶发热 心中有股莫名其妙的激动 女王陛下 我想亲你 沈良抬起头 看着战神女王的美丽眸子 认真地说道 啊 听见沈良突然冒出的话语 战神女王的脑袋有点猛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沈良看着呆萌的战神女王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 像是星辰一样灿烂 她直勾勾地盯着战神女王樱桃小口 呼吸急错了几分 心跳得非常快速 看着近距离的俊朗面孔 再加上她炙热的眼神 让战神女王浑身滚烫无比 她的胶躯都软了 仿佛没有力气站立 嗯 见战神女王迟迟没有反应 沈良有些疑惑地挑了挑眉 难道女王陛下害羞了吗 不至于吧 她的胆子越来越大 她的双臂搂着战神女王的蛮腰 嘴巴慢慢靠近 战神女王瞪大了美眸 眼前的男人实在太英俊了 让她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她的背齿轻咬红唇 闭上眼睛等待着男人的侵犯 老大 这些幸存者怎么转移 这个时候 小凯匆忙地跑了过来 她一眼就看到了 被老大臂冬的战神女王 吓得她赶紧停下脚步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战神女王睁开眼眸 她看着眼前的沈良 脸蛋更加红润 她赶紧推开沈良 从沈良的身边逃开 朝着旁边躲了躲 小凯 你找死啊 沈良黑着脸 怒吓一声 刚才差点就亲吻到 女王陛下的樱桃小口了 真特么扫兴 小凯善善地笑着 挠了挠头 她也没办法 谁让老大这么猴急呢 老大 你要干嘛 小凯问道 你说呢 沈良冷哼一声 哦 我懂了 小凯似乎恍然大悟 她黑黑一笑 然后对着战神女王说道 女王陛下 您请稍等片刻 我马上就安排人送你们离开 嗯 战神女王红着脸颊 轻轻点头 老大 我们现在就走 绝对不当务你泡妞 小凯黑黑一笑 然后飞奔离开 带着十几个战士 迅速撤退 这臭小子 又乱嚼舌根子 沈良翻了翻白眼 她看着身穿军装 美艳动人的战神女王 心中生腾出一股火焰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毕竟这里是战争基地 随时会遇到危险 她虽然很想吃掉战神女王 但也不愿意给她造成任何伤害 我们走吧 沈良拉起战神女王纤细柔嫩的小手 带着她朝着远处走去 女人的娇躯微微一颤 感受到掌心传来的温度 她的俏脸通红无比 心中确生不起丝毫拒绝的念头 她觉得自己好像恋爱了 以后就叫你小雨吧 怎么样 沈良看着她问道 女人轻轻地汗手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 你们准备好 车辆了吗 沈良问道 早就准备好了 小凯点了点头 我们现在就走 尽量快一点 沈良严肃地说道 小凯和几位战士 跟在沈良的身后朝着外面走去 沈良完全忽略了 基因改造军团的残忍性 他们知道 拿不下小雨的基地 以及抓不到幸存者 索性放出带有芯片智慧的变异丧尸 看着大学城外面上迁的变异丧尸 沈良忍不住破口大骂 小凯 召集国度队的精英小队准备作战 沈良命令道 老大 这些变异丧尸不是普通的丧尸 他们的身体素质极为惊人 我们只有十几个人 要怎么对付他们 小凯苦涩地摇了摇头 你们负责清理落网之余 其余的变异丧尸 交给我解决 沈良淡默地说道 小凯叹息一声 只好按照沈良所说的 去执行任务 你们保护好幸存者 我很快就回来 第396章 老大真厉害 幸存者基地人数骤增 沈良嘱咐了一句 便迈着矫健的步伐 冲进了丧尸群当中 变异丧尸们疯狂地扑向沈良 想要把他撕碎 但是沈良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的力爪 甚至都没有碰到他的衣袖 沈良的拳头轰出 一拳击毙之丧尸 他的力量巨大 爆炸性的肌肉 瞬间就把变异丧尸 轰成了渣子 他一路横扫 势不可挡 一头变异丧尸咆哮 张开血盆大口扑向沈良 沈良一脚踹出 变异丧尸被他踢飞数米远 撞到了一栋房屋 然后瘫软在废墟当中 沈良杀戮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犹如一尊战神般勇猛无敌 随后他拿出唐横刀 用了杀戮之心技能 顿时他身上的煞气浓烈无比 宛如一头嗜血恶魔降临人间 恐怖的煞气震慑四方 他的眼神冰冷无比 整个人散发着凌冽的寒芒 一刀斩下 丰锐无匹的唐横刀 划过了丧尸的脖梗 一颗丑陋猙獰的脑袋冲天而起 沈良的动作很流畅 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 一眨眼就解决了数十句变异丧尸 这时候 小凯等人才姗姗来迟 哇塞 老大 你太厉害了 老大就是牛逼 一个打百个 不费吹灰之力 小语看着眼前的景象 他的美眸闪烁着异彩 沈良的表现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简直颠覆了他的认识 原本他还担忧 怕沈良在这里遇到什么危险 现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老大 那些怪物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了 我们继续吧 小凯看到沈良的战绩 激动得满脸战红 他是沈良训练的战士 沈良越是强大 他就越有荣耀感 嗯 沈良点了点头 他将目光落到那群幸存者身上 眼中带着柔情 这群人都是华夏人 他不希望他们出事 你们留在这里 不要乱跑 等我们处理好丧尸回来救你们 沈良郑重地叮嘱 好 好的 谢谢你们 这些幸存者们 都露出感激涕零的神色 连连点头答应 沈良没有多做逗留 他和小凯率先冲入丧尸群中 开始清除那些低阶变异丧尸 丧尸们愤怒地丝毫着 朝着沈良和小凯扑了过去 场面非常凶悍 哼 沈良鼻腔里发出一声冷哼 他右手持刀挥舞 凌厉霸道地刀忙呼啸 瞬间砍翻了十几只变异丧尸 与此同时 他一脚踩塌在地上 强大的尽力涌出 坚硬的水泥地板瞬间崩裂 一块巨石砸在地上 掀起漫天烟尘 他就像是炮弹一样窜了出去 左腿猛然抬起 狠狠地踢向了变异丧尸的头颅 他的一记鞭腿 蕴含的强大力量 瞬间抽断了变异丧尸的脑袋 沈良的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又是几十具丧尸 倒在地上 沈良所到之处 无人可挡 根本没有任何一只 丧尸能阻止住他的步伐 啊 老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了 小凯瞪圆了双眼 一副见鬼了的模样 难以置信地说到不对啊 我明明听说老大受伤了 怎么会这么厉害呢 管他那么多干嘛 反正老大厉害就行了 旁边的小雨也是惊叹不已 但却并没有多问 沈良犹如虎入狼群 他的每次攻击 都必杀或致命 所到之处 无论是变异丧尸 还是普通丧尸 都被轰成碎片 仅仅花了二三分钟 所有变异丧尸都死绝了 沈良收起长刀 走到了幸存者的面前 微笑道 各位兄弟姐妹 你们现在安全了 谢谢你们 一群幸存者喜极而泣 跪在沈良的面前感谢 快快请起 都别客气 沈良赶紧扶起他们 随后 沈良让小凯把车开过来 准备送这些人 回自己的基地 刚才他看了一下 这里的变异丧尸少说 也有数千个 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浑然不知 这不仅是没有对沈良 造成什么伤害 反而帮助了沈良的大忙 因为沈良 在这群变异丧尸的身上 挖取了大量的金盒 这对于本来就缺少金盒的他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小凯在一旁 指挥着5000幸存者上车 这人数很庞大 需要很多的汽车来运输他们 与此同基因改造军团 二营的领导办公室内 正在开着重要的会议 为首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秃头男人 他身穿一件黑色风衣 留着一头金汉的短发 眼睛深邃幽暗 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 这名男子叫做李天英 是基因改造军团二营的教官 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 高级基因改造者 他坐在椅子上 眼睛微眯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教官 你说沈良会不会是在我们这里逃出去的 这时候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忍不住提议 他就是李天英的得意门生王浩 也是一个基因改造者 李天英摇摇头 沉引了片刻 缓缓说道 这个可能性不大 他似乎比我们更强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基因事迹改造的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总不能放任他不管吧 另外 一个女人问道 这名女人叫林倩荣 她是李天英的妻子 李天英皱眉 他心里也有些纠结 虽然说 沈良只是刚刚起步 若是不及时扼杀掉 日后必定会成为基因改造军团的心腹大患 教官 要不我亲自去找他谈一谈吧 谈不拢 这个家伙古怪得很 从他的行为上来看 他根本就不屑于我们 而且越打越强 众人纷纷提议 想要劝服 李天英派人去抓捕沈良 李天英摇了摇头 他沉默了片刻 最后还是拒绝了 我们基因改造军团 现在的主要目的是守护朱上京士 如果我们现在跟他闹翻了 我们也很难壮大起来 现在他们基因改造军团总部 早已经搬离了这里 易营也是如此 目前整个上京士 由他们二营在打理 作为二营的最高指挥官 李天英再也不敢冒险了 他不想再让自己的二营损失下去 第397章 无人把守的幸存者基地 众人聚在一起 李天英神情民众地望着他们 似乎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纷纷看向李天英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 沈良的行为 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不能让他继续胡作非为 李天英的语气坚定 让人感受到他的决心 众人闻言 脸色顿时变了 李天英的话不无道理 他们都知道 沈良的实力非常强大 如果不及时制止他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靠强制手段来解决问题 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实力 我们需要更加强大的武器和药剂来保护我们自己 林千荣说道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坚定的决心 对 我们不能被沈良吓斗 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来抵抗他 一个男人慷慨激昂地说道 我们会的 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众人纷纷表示赞同 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不屈的精神 此时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起 众人顿时停止了讨论 纷纷走向各自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 科学家们正在忙碌着 他们的眉头紧皱 显然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李天英走进实验室 仔细观察着实验室里的一切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股专注和冷静 让人感受到他的领导力 怎么样了 李天英问道 教官 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 需要您的帮助 一位科学家说道 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交集 好的 我来看看 李天英走向实验台 仔细观察着实验结果 他沉思了片刻 突然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他迅速地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科学家们 大家顿时眼前一亮 仿佛看到了希望 教官 您真是太厉害了 一位年轻的科学家赞叹道 不是我厉害 而是我们团队的力量强大 李天英说道 他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股自豪和满足 在众人的努力下 基因药剂终于研制成功了 众人欢呼雀跃 他们的汗水和努力 终于得到了回报 这批基因药剂 将会成为我们战斗中的 有力武器 我们一定要好好利用它 李天英说道 他的语气中 透露出一股坚定和自信 众人点头称赞 他们心中充满了 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他们相信 在李天英的带领下 他们一定会变得更加强大 保护好自己和家园 一阵嘈杂的讨论声中 李天英站了起来 好了 现在暂时休息半小时 吃饭休息 李天英说道 听到休息 众人都松了口气 他们一屁股坐下来 开始享用美味的食物和饮料 沈良驾驶着车子 在路上行驶 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着什么 咦 前方那栋楼房 怎么那么严熟 沈良停下车子 抬头往远处望去 只见那栋楼的顶端 正挂着两块牌匾 南城监狱 南城监狱 沈良愣了一下 随即便露出一丝冷笑 或许这里面有幸存者 在这郊外 这座监狱可以说是坚不可摧 最适合抵挡丧尸了 走 过去看看 沈良推门出 朝着那边走去 啊 一声淒厉的叫喊 响彻云霄 监狱之内 所有犯人惊恐地看向了窗户 神色惶恐至极 此刻 一名女子正跪倒在地上 她满身血污 浑身瑟瑟发抖 显然受了重伤 女子的身后 则是两名持枪的小弟 冰冷的枪口 指着女子的脑袋 别杀我 求求你们 放了我吧 女子哭泣地哀求道 泪水从她的眼眶滑落 我知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女子连忙磕头 不断地祈祷 眼泪哗啦啦流淌 如雨般滴落在地板之上 女子长相清纯可人 肌肤盛血 眉宇间带着急履妩媚 让人怜惜 哼 一个小弟冷哼一声 他将枪管伸进了女子几分 碰 枪管撞击女子额头的瞬间 女子的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 眼睛睁得老大 女子痛苦地闭上眼睛 她仿佛预感到 接下来要发生的惨剧了 咔嚓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女子的脑袋狠狠地砸在地上 发出沉闷的声响 她死不瞑目地睁开眼睛 瞳孔涣散 似乎还残留着急履疑惑 哼 小弟收回了枪 冷漠地扫尸一圈 周围的犯人纷纷低下头颅 不敢与她对视 谁让你乱跑的 警卫瞪了一眼地上的女子 怒斥道 我 我肚子饿了 女子弱弱地解释了一句 她捂住腹部 秀眉微醋 表情十分痛苦 少废话 赶紧滚回牢房 否则我送你一颗子弹 小弟冷哼一声 恶狠狠地威胁道 哦 女子点了点头 她慢慢地爬起身 艰难地挪不离开 背影萧索孤寂 这娘们还挺漂亮的 可惜啊 命不久矣 一个年轻的小弟摇了摇头 惋惜地说了一声 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人没有说话 她默默地盯着地上的女子 眼中闪过了异样的神采 这算是什么组织 怎么门外都没有人指手吗 沈良摸索着走了进来 她刚才听到一阵争执的声音 本就好奇地走了过来 你是谁 快给我滚出去 沈良走了进来 小弟们立马警惕起来 他们纷纷拔出手枪指着沈良 别紧张 我只是路过 沈良摆了摆手说道 她打量着四周 这里不准闲逛 一名小弟冷喝道 她的目光不善 仿佛随时都要射出子弹 其他的人也跟着举枪 虎视眈眈地盯着沈良 气氛剑拔弩张 沈良毫不在意 反而饶有兴趣地 看着眼前的场景 她的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这里有多少幸存者 沈良突然出声询问 她的脸上带着笑意 关你什么事 一个青年不耐烦的吼道 但是 她却依旧没有 放下手中的枪支 我觉得很关心 沈良说道 妈的 你找死吗 青年的火气上来了 枪口直勾勾地瞄准 沈良的额头 沈良耸了耸肩膀 一副无赖的模样 第398章 这里的人真的是囚犯 喂 你们把枪放下 这位先生 可是我们的救星 这时 旁边的警卫走了过来 他拉住青年 劝阻他的鲁莽 沈良看了一眼眼前的警卫 他的脸色缓和下来 嗯 他的鼻尖微动 空气之中 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臭味 令他作呕 这是尸体腐坏的味道 沈良的心中暗暗想到 这里 怎么这种味道 他转过身 疑惑地看着警卫 哎 别提了 警卫叹息一声 他继续说道 昨天晚上突然发生暴乱 我们的警戒设施全毁了 今早又爆发丧失工程 警卫蓄到了一大堆 他的脸上 带着浓烈的悲愤和绝望 似乎已经失望透顶 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只能靠自己 警卫说完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这辈子 估计都要被困在这里了 等待救援 沈良点点头说道 他的眸子之中 金芒闪烁 他似乎想通了什么 沈良心中思考着 他的目光看向了女子 这个女子应该是囚犯之一 并且身份不简单 不仅是我们 其他地方肯定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这里是安全的 其他地方就不一定了 沈良皱了皱眉头 他的心中隐约浮现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这时 一名小弟走到沈良的面前 你究竟是什么人 小弟冷声质问道 快告诉我 不然我开枪了 沈良的目光移到了男子的身上 眼神锐利如刀锋 呵呵 小子 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沈良吃笑一声说道 他一巴掌拍飞了枪口 一拳打向了男子 碰 小弟错步及防之下 被击中胸膛 他惨嚎一声 他的胸腔凹陷下去 肋骨尽数碎掉 五脏六腑破碎 鲜血横流 男子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盯着沈良 眼底充满了震撼 噗 可嗨嗨 男子吐出一大滩鲜血 他挣扎着站起来 却发现 双腿软绵绵地 脚踩在地面上 都会晃动 你你到底是谁 男子精具交加地望着沈良 你没资格知道 沈良淡淡说了一句 说完 沈良静止走向了那个美丽女子 她的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 伸出右手 轻抚着女子的脸庞 将她垂落下来的头发 撩拨到耳后 我帮你治疗 沈良轻轻地在女子耳边说了一句 然后伸手抓住了女子脖梗上的铁链 轻轻一扯 铁链便被拽断 叮铃 铁锁坠地的清脆声响 惊醒了女子 我的手 女子的脸色煞白 惊恐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双手 这对于她来说 简直太诡异了 她的双手完好无损 哪有什么缺胳膊短腿 不用怕 你的双手已经恢复正常了 沈良安慰道 她的语气平静如水 听到这话 女子愣了半声 她呆滞地看向沈良 然后扑通一声跪下了谢谢 谢谢你 起来吧 沈良给了这个女人基因胶囊 现在的她 完全感受不到身上的疼痛 沈良转过身继续问道 沈良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划过 她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 昨晚遭遇丧失的一幕 她知道 这里的人一定也经历了同样的恐惧和疲惫 她需要他们的帮助 但她也需要让他们明白 她不是来找茬的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重新抬起头 注视着面前的人群 她的目光渐渐柔和 带着一丝温暖 你们好 我叫沈良 她的声音平静温和 我来自外面的世界 也曾经经历过丧失的袭击 我知道 你们现在的处境 有多么困难和危险 但我来这里 不是来加重你们的负担 而是想与你们一起携手并肩 共同抵御这个世界的灾难 她的话语 慢慢渗入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他们开始放松下来 开始相信 这个陌生人的诚意和善意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但我也会尽全力帮助你们 她的语气坚定 现在 我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这里的监狱中 有没有什么异样的地方 众人默默地摇了摇头 但沈良不相信他们 他知道他们一定有所隐瞒 好吧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她带着一群人来到监狱中 沿着漫长的走廊 一步步前行 她能感觉到 这里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息 似乎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她靠近了一扇牢房的门 轻轻地推开它 里面的空气凝重而沉闷 她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危险 小凯 带着一支精锐部队守在这里 她的语气变得严厉 我需要你随时准备 应对任何情况 小凯领命而去 留下了沈良和其他人 沈良靠近了牢房的铁门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手伸向门把守 他猜想 这里可能并不是犯人 而是幸存者 可能是这些个手拿枪支的家伙 是泯灭人性的东西 毕竟有的人天生就是变态 喜欢折磨别人 沈良将手握住了铁门 轻轻地往下拉 她的瞳孔剧烈收缩 她的心跳仿佛骤停了片刻 一股凉意 瞬间窜遍了她的全身 这铁门内 黑漆漆地 一团团灰蒙蒙的雾气 缭绕在里面 让人看不清楚里面的场景 沈良的额头冒汗 她的呼吸也变得急凑了起来 一阵风吹过 这里传来了鬼哭狼嚎的哀鸣声 那凄厉而怨毒的声音 让人毛骨悚然 啊 女孩惊恐地捂着嘴巴 吓得花蓉失色 你们都出去 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她咬紧牙关 一字一顿地说道 其余的囚犯 互相对视了几眼 然后离开了 沈良 你真的不怕吗 女子害怕地躲在了一个囚犯的背后 颤抖的声音 显示了此时她的内心极度的不安 怕 为什么要怕 沈良冷冷一笑 我倒是很期待 这扇铁门之后 究竟藏着什么 沈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猛然用力将铁门推开 刹那间 一股狂暴的寒风席卷至 让沈良的衣衫烈烈作响 第三百九十九章 你们很快也会死掉 巨大的陷阱 沈良眯起双眼 她朝着门里面看了进去 里面是一条狭窄的涌道 墙壁四周布满了青苔 阴森幽记 让人毛骨悚然 而涌到最里面的地方 则摆放着三张床 这三个女子 正蜷缩在床上色色发抖 她们脸色苍白 双眸涣散 嘴唇干裂 见到这一幕 沈良的瞳孔狠狠一缩 她的拳头钻得搁直响 她恨不得冲过去 将那三个女子救下 但她不敢 这里既然是丧尸乐园 那么这些人必然是丧尸了 丧尸是绝对不会怜悯同类的 只会肆虐摧残 毫无人性 沈良深吸了几口气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等她再次睁开双眸时 眸中迸射出了冰冷的光芒 她的表情变得决绝起来 你们跟紧我 沈良迈开了步伐 一步步朝着那三个女子的位置走去 沈良 女孩忍不住喊道 你疯了 我们怎么能够救她们呢 沈良没有理睬她 依旧坚定地走了过去 突然 女孩跑上前来 拦在了她的身前 我们救不了她们 女孩大声尖叫着 沈良却像是没听到似的 她一把推开了她 女孩跌坐在了地上 正正地看着沈良 沈良一言不发地走到了三个女子的面前 沈良 女孩喃喃着 泪水夺框而出 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她的能力根本帮不上忙 沈良站在女子的面前 蹲了下来 她的声音有些低沉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以前见过面点 女子微微皱眉 疑惑地看着她 沈良伸出手 想要触摸那女子的面颊 忽然 那女子露出了一副猙獰的神情 她张开血盆大口 锋利的獠牙 闪烁着刺眼的寒芒 她猛地扑到了沈良的怀里 尖锐的牙齿 划破了她的皮肤 鲜红的液体流淌而下 染红了她胸前的衬衫 你 是谁 沈良的眼睛 死死盯着面前的女子 那女子露出了一抹残忍而兴奋的笑容 她的喉咙中 发出了怪物般的嘶吼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咬向了沈良的喉咙 沈良连忙侧身避开 女子失败了 她又朝着沈良扑了上去 沈良一脚将她踹飞了出去 她撞在墙壁上滑落了下来 嗷女子痛苦地惨叫一声 但她的神智已经不受控制 她挣扎着站了起来 继续朝着沈良扑了过来 沈良的眼底闪过一抹厌恶 她从腰间拔出了配枪 然后砰砰两枪打中了女子的脑袋 女子僵立在原地 不再动弹 她浑浊的眼睛逐渐失去焦距 她倒在了地上 鲜血尽湿了地板 你 女子艰难地说道 她的脖子被沈良扭断了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便咽了气 沈良淡漠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然后将目光移到了另外两个女人身上 你们认识她吗 沈良问道 不认识 两个女人慌忙摇了摇头 眼里透露出惶恐 沈良点了点头 好的 我知道了 你要做什么 女子害怕地抓住了她的裤腿 沈良的脸上浮现了一抹诡诀的笑容 你们不认识 她也没事 因为 她的嘴角勾勒起了一个邪魅的弧度 你们很快也会死掉 神什么 女孩瞪圆了眼睛 金句交织在脸上 沈良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们的死活 与我何干 沈良冷笑了一声 然后转身 朝着涌到深处走去 女孩呆愣在原地 她正正地望着沈良远去的背影 半晌后才回过神来 亮强地追了过去 涌到越来越长 越来越暗 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一样 喂 沈良 你等等我啊 沈良充耳未闻 她的速度丝毫未减 女孩咬牙加快了速度 终于 她赶上了沈良 沈良 刚才那句话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在阐述一件事实罢了 沈良瞥了她一眼 然后静止往前走去 女孩不甘心地咬了咬牙 又快速地跟了上去 她的脚步声踩在石阶上 哒哒哒地作响 在静谧的涌道中格外明显 喂 你等等我 女孩又追了上去 这一次 沈良终于肯停下了脚步 女孩松了口气 差点就要喘不过气了 她刚想抱怨沈良 却发现自己 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慑住了 眼珠子都快掉在地上 这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她指着那些腐烂的尸体问道 沈良看了她一眼 她的眼神异常复杂 沈良并没有回答她 反而是静止抬起步子离开了 她的身形修长 步履稳健 但她的步伐 却比任何时候都要轻盈 如果不仔细观察 很难注意到 女孩见状 连忙跟了上去 沈良 等等我 女孩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沈良不耐烦地皱了皱眉 但还是转过身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害怕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好不好 女孩可怜兮兮地求饶 不行 沈良冷漠拒绝 你 女孩咬住唇绊 眼泪顺着她的脸庞流了下来 沈良没在搭理女孩 而是迅速往前跑去 沈良 女孩见状 立马提高声音喊道 沈良没理她 女孩急忙追上了沈良 然后小声嘀咕到沈良 我觉得 咱们应该先弄清楚 这里究竟是哪里 你觉得呢 嗯 沈良淡淡地哼了一声 女孩眼睛一亮 所以 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歇会 恢复体力 然后再做打算 你看怎么样 好 沈良点了点头 就按照你说的来做吧 女孩的脸上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突然沈良意识到了什么 你的身体 你是基因改造者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是中了圈套了 女孩脸上的笑容 慢慢凝固 最后消失无踪 你 你早就知道了 沈良的瞳孔收缩成了针间大小 她愤怒地咆哮到 该死的 说吧 她转身 就要朝着来路折返回去 女孩立刻拉住了她的胳膊 阻止她的举动 你别白费力气了 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你是逃不掉了 女孩的声音满含嘲讽 第四百章 对不起 我被基因改造过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沈良阴森森地盯着女孩 那模样宛若索命罗刹一般 女孩的眼底掠过一抹狠力 她冷笑了几声杀了你 你真是个蠢货 沈良冷笑 你以为凭借你的力量 就能杀了我吗 女孩不屑地笑了 你错了 我拥有和你相当的力量 不仅如此 我们二营帝的精锐基因舞者 已经将这里包围了 沈良清楚了 是基因改造军团 知道自己一心寻找幸存者基地 所以 故意制造了一个这么个假的基地 引诱自己进来 然后 将她一网打尽 真是一手好算盘啊 沈良嘀咕道 你知道就好 你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女孩的眼眸中 燃烧着疯狂的火焰 你放心吧 你临死之前会很舒服的 毕竟 这种事情 我还没对谁尝试过 沈良眯了眯眼 她的视线紧盯着女孩的眼睛 似乎想从其中分辨出真伪来 女孩不躲不避地与她对峙着 她的眼睛里没有半分畏惧和退缩 反而带着急需挑衅 忽然 她裂开了一抹甜美至极的微笑 你想要看吗 她问道 沈良抿着薄唇 沉默不语 女孩笑了笑 随即缓缓蹲了下去 她将手掌贴在地面上 然后 一股磅礴而汹涌的气势 漠然爆炸开来 像是巨浪冲击一般 席向四周 顿时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泥土纷飞 碎裂成渣 沈良沉默不语 眼眸中的幽光讳暗不明 让人猜不出她在想什么 过了片刻 沈良开口了 你的名字 她低沉的嗓音带着浓郁的压迫感 林雪芙 说完她便向沈良冲来 同时 她的双拳变成了锋利的爪子 闪烁着刺骨的寒芒 沈良侧身闪过 同时伸手 扣住了林雪芙的手腕 她用力一扯 将她甩了出去 林雪芙重重摔落在地上 她痛呼一声 捂住胸膛剧烈咳嗽起来 嗨嗨 她吐出了大口大口的鲜血 她的伤口崩开了 正源源不断地渗出鲜红色的液体 你 怎么会 她艰难地撑着身体爬了起来 沈良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冷酷无情地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配合 那么你就死在这里吧 说完 她猛然抬脚 朝着林雪芙的胸膛踢去 林雪芙下的脸色惨白 脸滚带爬地躲开 但是 她根本就躲不过去 结结实实地挨了沈良这一脚 碰 林雪芙再次倒飞出去 撞在墙壁上 又重新摔落在地 她蜷缩起身体 疼得浑身抽搐 这一脚 几乎费了她全部的力气 让她的身体几乎麻木 沈良居高临下地看着林雪芙 嘴角挂着讥讽的弧度 你 你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 这根本不可能 林雪芙哆嗦着说道 眼睛里充斥着惊恐 虽然她也拥有非凡的力量 但是 她从未遇见过沈良这样厉害的对手 为什么不可能 沈良的语调依旧冰冷 仿佛没有丝毫的温度 林雪芙摇了摇头 这太匪一所思了 这根本就不可学 你觉得不可学的事情多了去了 沈良冷吃一声 继续迈开脚步 朝她逼近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乖乖告诉我这是哪里 要么你就死在这里 我们互不向欠 林雪芙的脑袋昏昏沉沉 她努力睁大眼睛望着沈良 眼前的男人 沈良 身影笼罩着黑雾 让人忍不住站立起来 她高大的身躯 宛如魔鬼一般 散发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 黑色的长发 遮住了她的额头 深邃的眼眸里 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让人不敢直视 林雪芙的心脏 扑通扑通乱跳着 她想要远离沈良 但是 她的腿脚 却像灌了签一样沉重 她的手心冒着冷汗 紧紧地握着自己的衣角 仿佛这样可以 给她一些安慰 我我 她吞吞吐吐地说道 却始终没有 把话说出来 她的声音微弱而颤抖 让人听了 不禁心疼 沈良勾了勾唇角 眼眸深处 划过一抹危险的光 她的目光落在林雪芙身上 似乎能够透过她的皮肤 看到她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这个女孩 果然不老实 看来 你是选择死亡了 沈良说道 她的声音低沉 而威严 让人不禁心生恐惧 听到她的话 林雪芙的眼睛 陡然睁圆 她感觉自己的喉咙被堵住了 无法说出一句话来 沈良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你以为你隐瞒得过我 她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和冷嘲 林雪芙的脸上露出慌张的表情 她挣扎着从地上坐了起来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我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她的脸色苍白如纸 让人看了心疼 她越是否认 沈良辩越肯定她心中的猜测 她冷笑一声 一只手猛地抓住了林雪芙的胳膊 用力一拉 将她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林雪芙感觉自己的手臂 被生生地扯了一下 疼痛让她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的眼神躲闪不定 就连说出的话也支支吾吾的 沈良冷漠地看着她 从她的眼中可以看到一丝不屑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奇迹发生 除非是异类 想到这里 她眼中蹦射出凌冽的杀机 你 林雪芙还想再辩解些什么 可是 她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沈良打断 既然你不肯乖乖交代 那你就只能去死了 沈良冷声说道 说着她直接朝着林雪芙冲了过去 她的右臂瞬间崩起了肌肉 一拳轰向林雪芙的脑袋 林雪芙连忙侧身躲避 但是 她躲避的速度快 沈良的拳头更快 砰 沈良的左拳重重砸在林雪芙的肩膀上 林雪芙闷哼了一声 整个人踉跄地跌倒在地上 她的脸色煞白 沈良冷笑了一声 再次走到林雪芙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她 眼神僻逆 犹如君王一般藐视着她 林雪芙抬起头望向沈良 眼泪顺着她的眼眶流了下来 她咬了咬牙 突然站起来朝着沈良冲去 第401章 你命还真够硬的 冲出包围圈 锋利的长刃朝着沈良劈了下来 沈良往旁边一闪躲过了她这一刀 沈良皱眉 眼底浮起了厌烦之色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玩花招 说吧 沈良直接抓住了林雪芙的手腕 稍一用力就扭转了她的方向 林雪芙的右臂应声而断 她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 额头冒出层层汗水 显然是承受不住这种钻心尸骨的疼痛 现在该轮到你了 沈良说道 又拳狠狠地挥向林雪芙的驳梗 直取要害 林雪芙瞪大眼睛 瞳孔急剧收缩着 她拼命地挣扎着 但是却没办法挣脱沈良的稚骨 眼瞧着拳头距离她的喉咙越来越近 她的心彻底沉入谷底 一声轻响传来 她只觉得喉咙一凉 然后她便失去了意识 她的身子软软地瘫倒在地上 眼睛闭着再没有了动静 沈良垂眸扫了林雪芙一眼 冷笑了一声 你的命还真够硬的 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炮击声 沈良猝了猝眉 很明显有敌军进攻了 呵呵 她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然后弯腰捡起了刚才丢掉的枪 走到了窗户边 砰 一颗炮弹落在了楼顶 紧接着又是一颗炮弹落了下来 沈良握着枪的五指紧了紧 目光坚毅 咚咚咚的爆炸声在耳边炸开 硝烟弥漫 热浪翻涌 沈良站在原地 身体纹丝未动 她的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沈良拿出手帕 擦干净了手中的鲜血 然后 她将沾满鲜血的纸巾丢进了垃圾桶 随即 关上了窗帘 消失在漆黑的房间内 老大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恐怕我们所在的监狱会被炸毁 小凯焦急地说道 她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滴滴汗水 周围的空气中充斥着硝烟和焦味 仿佛随时都会被火光吞噬 沈良深吸了一口气 她的眼神坚定无比 撤退 立刻撤退 她的声音冷静而果断 让人不由地产生一股莫名的安心感 小凯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沈良的目光已经让她不敢再开口 她按照沈良的吩咐 迅速召集队伍撤离了 他们跳上了一辆军用吉普车 急驰而去 车内的空气异常紧张 沈良靠在椅背上 微微眯起眼睛休息 她的脸上没有表情 但是她的身体 却时刻保持着警觉 小凯透过反光镜瞥了她一眼 眼眸里掠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她 感到有些不解 为什么老大会一副弹幕的样子 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地放弃 这个时候 沈良缓缓睁开双眸 目光弹幕地瞥了小凯一眼 说道 你想说什么 她的声音平静如水 但是却透着一股无法忽视的威严 小凯抿了抿唇 斟酌了许久 终于鼓足勇气 开口询问 老大 那些人是谁 她的声音微微颤抖 仿佛在害怕触怒了沈良 闻言 沈良没有立刻回答小凯的话 她盯着小凯 目光变幻莫测 小凯感到有些不安 不知道自己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沈良挑了挑眉梢 忽然仰起嘴角 是基因改造军团 二营派来的人 她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冷笑 他们一直以来 就是我们的眼中钉 肉中刺 啊 怎么又是他们的人 小凯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她想要开口再问些什么 但是沈良却突然闭上了嘴巴 不再说话 车子在黑夜中急迟而去 周围的警务迅速掠过 小凯看着窗外 心里充满了无尽的疑惑和不安 她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她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危险 绝不仅仅是那些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沈良的车队刚刚驶离不久 一群士兵就赶了过来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埋伏好了 等待着沈良的出现 报告队长 目标逃跑了 一位军官恭敬地向她汇报情况 满嘴胡塞的男人点燃一根香烟 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把玩着 她眯了眯眼睛 眸子里划过一道幽暗的金芒 追 务必把她找出来 她薄消的唇瓣吐出两个字来 语气冰寒 这次行动 她并没有带多少人马 所以 若想活着沈良 恐怕还需要费一番功夫 是 几分钟后 一众士兵浩浩荡荡的沿路追踪 此时 沈良正坐在车里 闭着眼睛假妹 咚咚敲门声突然响起 沈良睁开眼睛 沈良坐直了身体 然后 他从容不迫地下车 拉开车门 车子里坐着三个人 小凯另外两位年轻小弟 以及一位女性首领 老大 这是您要的资料 其中一个小弟 递给了沈良一份文件 这些资料 都是我们在各处搜集到的 您看一看 谢了 沈良伸手接过 然后 他低头认真翻阅着那份资料 越看他的眉毛拧得越紧 这是真的吗 沈良突然合上了资料 声音有些嘶哑地说道 他的语气里 似乎带了些难以置信的味道 老大 千真万确 绝不骗你 小弟拍着胸脯说道 沈良没有再开口说话 他的手紧紧攥着手中的资料 良久 他缓缓闭上眼睛 遮挡住了眼底的波澜壮阔 小凯 你留下帮助 他们清理残局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做 你明天就带人回营地吧 老大 我留下帮你 小凯立刻摇头 沈良摆了摆手 说道 不用了 他抬脚往前迈了一步 转瞬又停下 继继续说道 小凯 你跟我的时间也不短了 我希望 你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小凯愣着 抬头看着沈良 不明白 他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 小凯 你是我的左膀右臂 但是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忠心耿耿地服从命令 听从我的安排 老大 小凯欲言又止 小凯 你记住 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代表着大家的安危 更何况 现在的战争形势不容乐观 我不能让这些兄弟死在这里 说完 沈良就朝前方走去 小凯站在原地 看着他高大挺拔的背影 渐渐远去 心里五味沉杂 第402章 四处寻找幸存者有多难 凌晨三点 漆黑的夜空依旧繁星璀璨 只不过 这些星星已经被乌云笼罩 显露出一种阴森的氛围 沈良站在废墟的边缘 眺望远处的山巒 眼底闪烁着沉思的光芒 老大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小凯悄悄地站在沈良身旁 沈良转过头 淡淡地说道 现在还不是最佳的机会 你先回去 那老大 你呢 沈良微微勾了勾唇脚 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然是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小凯有些糊涂了 沈良没有说话 只是挥了挥手 示意他快些回营地 老大 小凯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沈良笑了笑 别婆婆妈妈的 快回去吧 小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只能转身离开 夜风吹乱了沈良额前碎发 将他俊朗帅气的容颜 衬托得更加迷人 小凯离开后 沈良独自站在废墟前 陷入了沉默 半晌之后 他才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一阵轰鸣的引擎声传来 很快 一辆黑色轿车 飞快地冲进了 破败的工厂区域 汽车停稳后 一名穿着黑色衣裤的男人 匆忙从车上跳下来 他四下张望了一圈 然后快速走向沈良 老大 黑衣男人神色匆匆地喊了一句 嗯 沈良应了一声 然后转身朝前走去 我们的人已经全部撤退 但是 敌人的人数太多 他们暂时占据上风 黑衣男人 快步跟在他的后面解释道 这个消息 你已经跟我汇报了很多遍了 沈良漫不经心地说道 黑衣男人文言 不禁有些尴尬地 抓了抓脑袋 沈良顿住脚步 扭头看着他 眼神犀利 怎么 你觉得这样的结果 让我失望了 不是 黑衣男人连忙否定 然后 他犹豫了片刻 说道老大 我们真的 没有任何办法吗 沈良皱眉 沈良片刻后 他淡淡地说道 你放心 既然我已经决定反击了 就一定有办法的 可是老大 黑衣男人忍不住提醒道 这场仗 我们迎面渺茫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硬碰硬呢 你觉得 我们还有选择吗 沈良反问 黑衣男人愣住 他知道沈良的脾气 如果沈良已经下定决心 谁劝也是没有用的 老大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他问 不急 沈良说道 你先回去休息 可是 没有可是 沈良严厉地打断了他 说道 我说不急 就不急 黑衣男人见状 终于妥协 点点头 答应了沈良的请求 好 那我回去了 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他叮嘱道 沈良没有吭声 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便继续往前走去 他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在了黑夜里 黑衣男人转身钻进车内 启动汽车 然后迅速掉头离开 沈良独自站在荒凉的废弃工厂 静静地凝视着远方 今晚的月亮非常远 但是 却没有一丝柔和的月光倾泻而下 整个世界仿佛披着银灰色的沙漠 一阵微弱的冷风吹来 沈良感受到了一丝凉意 他裹紧了身上的西装 继续盯着远处 就在这时远方忽然亮起了几道刺眼的强光灯 沈良眯了眯双眼 抬手遮挡了一下光线 然后 他猛然睁开双眼 枪声响彻夜空 一颗子弹从枪膛射出 精准地击中了沈良藏匿的位置 又是一枪 这次 却是击中了沈良刚刚站着的位置 沈良的脸色陡然一变 他猛然转过身 与此同时 一把泛着寒光的匕首 从他身侧划过 他连忙侧身躲避 显显地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又是一枪 直指沈良的胸膛 沈良赶紧举起胳膊护在胸前 然后弯腰趴在地上 躲过了致命的袭击 这是一名狙击手 沈良抬头 看着远方正拿着狙击枪的男人 他的眸光骤然一灵 嘴角勾起一抹很利的弧度 然后 他猛然抬腿 踢向身侧的石吨 石吨砸向狙击手的位置 发出巨大的撞击声 而他则趁此机会 翻滚至另外一个掩体里 躲避狙击手的追杀 该死 狙击手咬牙骂了一声 随即 他将瞄准镜锁定目标 扣动扳机 又是一枪 沈良的速度 是足以躲过这枪击的 可偏巧的是 这个时候 天空突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巨响 紧接着 瓢泼大雨倾盆而落 雨水顺势而下 打湿了沈良身上的衣物 也阻止了他的行动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开完第二枪 然后收回狙击枪重新隐藏 狙击手刚刚离开不久 沈良就听到 有汽车驶进了废弃工厂区域 沈良眯了眯眼睛 然后 转身朝着另一条路跑去 没过多久 两道刺眼的车灯照耀过来 车轮碾压着地面 发出嘶嘎嘎嘎的摩擦声 沈良凭住呼吸 尽量减低自己的存在感 然而 他却惊讶地发现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那辆车子居然没有熄火 沈良的瞳孔末地收缩 难道 他正想着 驾驶座的车门被拉开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缓慢下了车 男人穿着简单的黑色皮夹克 下面是黑色牛仔裤 脚踩黑色运动鞋 看上去十分年轻 沈良看着对方朝他越走越近 他的心也随着对方的靠近 而狂跳不止 喂 男人站定脚步 看着沈良 语气带着明显的不耐烦 你叫什么名字 沈良没有吭声 他的目光紧紧地粘在男人身上 眼底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男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他的异常 于是 他挑了挑眉梢 怎么 你认识我 他问 沈良仍旧没有说话 他依旧紧紧地盯着对方 男人不耐烦地扯了扯领口 然后伸出右手 拍了拍沈良的肩膀 喂 沈良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原地 并未躲闪 只是垂在身侧的拳头紧握 骨节泛白 男人的眼底闪过一抹诧异 他微微歪头打亮着沈良 眼底浮现出一丝兴趣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作你是哑巴了 第403章 既然不听话 那就武力解决 男人笑道 然后 他抬手按住了沈良的肩膀 做事就要推扫沈良 然而 他还没有使劲 就突然觉得 胸口传来剧烈的疼痛 沈良趁着男人吃痛的瞬间 他的左手成爪状 猛然掐住男人的脖子 力气极大 像铁钳一样 死死地捏住男人的喉咙 让他无法呼吸 甚至都无法挣扎 嗨嗨嗨嗨 救救命 男人拼命挣扎 可惜 他根本挣脱不了沈良的束缚 这时候 沈良才稍微松了松手 男人喘了口粗气 然后 艰难地张开嘴巴 吐出了憋门许久的浊气 你你是谁 男人警惕地盯着沈良 沈良没有理会他 他的目光在周围扫射了一圈 最后 停留在远处某栋建筑的顶端 他的唇角扬起一抹阴森森的弧度 砰 一声枪响 远处楼房的墙壁上爆裂开来 男人吓了一跳 他慌乱地抬起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你 他瞪大眼睛 惊恐地喊道 只见 一个男人正被靠着建筑物 半蹲着 他的手中握着一把枪 正对准着男人所在的方向 沈良瞥了男人一眼 然后 他迈步走向那栋楼 一边走 一边说道 你们的老大呢 让他出来吧 男人正了一下 然后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沈良不再跟他废话 他举起手中的枪 只向他的脑袋说道 我要见你们老大 你知不知道 你们避难所很危险 男人顿了顿 然后 他哽着脖子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 沈良的神色愈发冰冷 他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了 话音刚落 沈良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R 碰 子弹从枪管飞出 射入男人的太阳穴 鲜血喷剑而出 男人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沈良扔掉手中的狙击枪 然后 他抬腿踹开了废弃工厂的大门 大门敞开之后 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地上的小女孩 他的手臂已经包扎好了伤口 此刻 他正抱着膝盖蜷缩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像个受了欺负的小可怜 沈良愣了片刻 然后 他急不冲上去 一把将小姑娘扶了起来 小姑娘的身子软绵绵的 沈良扶着他的手臂 才能勉强支撑住他娇小的身躯 他用力 将女孩揽进怀里 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背 安慰道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女孩靠在他的怀里 闻言 他浑身僵硬了一下 然后 他抬起头 露出一张清秀干净的容颜 只是 他的表情却呆滞目呢 沈良看到女孩这副模样 他的心脏狠狠一揪 别怕 没事了 他柔声哄着女孩 女孩没有应答 他呆呆地看着沈良 一副吃傻的模样 乖 沈良轻轻揉着他的长发 先跟我回家 好吗 女孩没有任何反应 见此 沈良只好抱着他往外走 女孩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他突然伸手搂住了沈良的脖梗 将脸埋进他的脖梗间 汲取着他的味道 沈良微微一震 他低下头 看着怀里的女孩 不由地湿了身 这时 他听到旁边响起一阵急促的刹车声 他转头望去 就见几个黑衣人迅速冲了出来 其中一个人看到了沈良 他的脸上顿时涌起怒意 你竟然敢劫持小姐 找死 说吧 他拔出一把刀 朝沈良砍去 沈良的脸上 没有任何波澜 他的动作敏捷地躲开那个人的刀锋 同时抓住那人的双手 扭断了他的腕关节 那人痛苦地哀嚎一声 然后 他抬腿朝沈良踢了过来 沈良抬腿 挡住他的腿 然后抬脚踩在他的脚踝上 咔嚓 一声脆响 那人的整条腿瞬间变形 他瘫倒在地上 痛苦哀嚎着 另外几个人见状 纷纷掏出了武器 砰砰砰 沈良连续三次点射 子弹穿透空气 直奔他们的咽喉 眨眼之间 几颗子弹全部射入他们的胸膛 他们的动作戛然而止 睁大眼睛 一脸震惊与错愕 随即 他们倒在了血泊里 这场景令沈良皱了皱眉 他不喜欢杀人 但是 为了达到效果 他不介意 用些非常规手段 解决完了那些人 沈良又走回到男人的尸体前 男人已经断绝了声息 沈良弯腰捡起男人 掉在地上的枪和匕首 然后 他拖着男人的尸体往外走 路上 沈良遇到了两具倒地的尸体 都是那群雇佣兵 沈良将他们拖到巷子口 丢下他们 接着 他静止返回到 刚才那个男人所在的位置 此时 他注意到 那个男人躺在地上 他的腹部插着一把军刀 鲜红的液体 鼓鼓流淌 染红了地板 男人死相惨烈 死不瞑目 沈良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拿出手帕 擦拭匕首上的鲜血 他一边擦拭 一边嘀咕道 我就不该给你机会 这时 他的耳朵动了动 然后 他抬眸看向不远处 哼 他勾起薄笑的唇绊 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 他淡定自若地 继续擦拭手中的匕首 仿佛早就料到 有人要来了一般 刷刷刷几声破风声响起 几个黑衣人 从暗处走了出来 其中 领头的那名黑衣人手里 提着一把狙击枪 他面沉如水 犀利的毛子 紧紧地盯着沈良 你是谁 为什么要闯进这脸 沈良收拾妥当之后 站起身 然后 他拍了拍身上 并不存在的灰尘 他慢悠悠地说道 我是来救你们的 只可惜你们不愿意 文言 领头的那人 忍不住吃笑出声 哈哈 救人 你杀了我几个弟兄 好意思说 救人 其余人也跟着嘲笑起来 你以为你是超人吗 沈良跳眉 我不仅是超人 而且还是超级英雄 说完 他缓缓地抬起右手 掌心朝下 做了个降落伞的姿势 众人见状 皆是一愣 然后 他们仰天大笑 扑哈哈 你疯了吧 沈良勾勾勾唇 你们消够了吗 第404章 来自幸存者们的震惊 那些人止住笑 然后 他们看向沈良 立声贺问小子 我们可不是好人 实相地乖乖投降 我就知道 你们不是好人 所以才来这里 救幸存者 沈良继续说道 众人被逗乐了 哈哈 小子 你是不是傻呀 你以为你是特警队的吗 我劝你赶快跪地求饶 或许 我可以考虑 留你一条活命 沈良摇摇头 我想 我不需要你们的宽恕 众人一愣 哼 那你就去死吧 说着 他们就挥舞着拳头 扑了过来 沈良站在原地未动 等待着他们的靠近 很快 他们便扑到沈良的进前 就在这时 沈良突然动了 一连串的爆炸声 骤然响起 火光四起 浓烟滚滚 沈良一把夺过最靠近 他的黑衣人手中的狙击枪 然后瞄准对方的眉心 扣下扳机 东一声闷响 黑衣人立马捂住额头栽倒在地 鼓鼓的鲜血 顺着他的眉心流了出来 染红了他的视线 最终 他瞪大眼睛 死不瞑目 其他小弟见状 纷纷端起了枪 这个时候 张狐已经带着沈良培养的国度队赶到了 这势力的小弟 见状纷纷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这伙人根本无法反抗 沈良带着人一鼓作气 打败了这帮乌合之众 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地方彻底安静下来 小女孩带着沈良来到了这货 视力幸存者的藏身之处 这里的生活环境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这是一座废弃的仓库 里面堆满了杂物 这帮人聚集在这里 他们正忙着搬东西 有的人在吃泡面 有的人则在喝矿泉水 看到沈良带着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 他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这时 他们认出了小女孩 小女孩叫李佳琪 他们都叫他琪琪 是一个孤儿院里的孩子 小女孩跑了过来 拉着沈良的手 叔叔 我爸爸受伤了 嗯 沈良汗手 李佳琪指着角落里的一个男人 焦急地问到叔叔 我爸爸怎么样了 能治好他吗 我看看 沈良走到角落里 蹲下身子 查看了一番 他的表情凝重 他站起身 我现在要送你爸爸去医院 医院 你是谁 这末日哪里来的医院 沈良转过头 看向他帮人 嘴角勾勒出一抹笑 只要你们愿意为我笑礼 我能给你们想要的 一个男人站了出来 我想要酒吧 你有吗 沈良笑了笑有 那我想吃烤肉 你有吗 另一个男人站了出来 沈良依旧保持微笑 都有 我可以让人送给你们 真的 当然 听沈良说完 剩下的人都激动不已 你们别信他 他肯定是骗你们的 他怎么会给我们食物呢 这时 李佳琪的母亲开口说话了 沈良扭头看向李母 冷漠地说道 你觉得 你们值多少钱 听到这话 那帮人的神色 顿时变得愤怒了起来 草 你居然敢羞辱老子 一个男人骂道 啪地一声 沈良一巴掌扇过去 那人踉跄着摔倒在地 然后 一阵剧烈咳嗽 你 你竟敢 啪又是一巴掌 男人再一次跌趴在地 他咬牙切齿道操 沈良双手抱毙 居高临下地逆着他 激笑道 就凭你这句脏话 我就能弄死你 说着 他又扬起手 欲要再扇那个男人一巴掌 不要 李母吓坏了 沈良瞥了一眼他 然后将手缩了回来 接着 他对那些人说道 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 考虑要不要跟我走 沈良早就知道 在折磨日根本就没有信任可言 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就是武力解决 这几天 他不知道收了几个势力的人 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幸存者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沈良能够给他们好的生活 因此沈良知道 对付他们 只能用武力去征服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那个躺在地上的男人恶狠狠地说道 沈良一眼看向那人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找死 说完 他抬脚猛踹向他 砰的一声巨响 男人直接被踹飞了 其余人被沈良刚才的举动惊呆了 随即 他们反应过来 拿起手中的刀棍 朝沈良砍去 砰 砰 砰 刹时间 整个仓库充斥着刀棍碰撞的声音和厮杀声 沈良一边打斗着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他一记扫腿扫掉了一人的刀棍 然后 他迅速栖身上前 掐住那人的脖子 一个用力 直接将他甩了出去 紧接着 他又抬脚踢飞了另外一人 沈良出招凌厉 每一招都带着必杀技 那些人都被打懵了 毫无还击的能力 片刻功夫 地上全都是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的人 沈良踩着那群人的脸 冷冽地问道我数三秒 如果不答应 我现在就结束你们的性命 一 二 沈良的语调越发冰冷 三字一出口 地上躺着的人瞬间浑身颤抖 眼中不满恐惧 沈良轻蔑一笑 既然怕死 那就给我乖乖听话 沈良松开脚 转而望向那位年长的男人 这名男人穿着破烂 蓬头垢面 但他身材强壮 肌肉求食 绝非善差 你有什么要求 男人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他知道 自己今天逃不掉了 从今往后 你们都归顺于我 并且 我需要知道 你们每个人所拥有的权限 沈良淡淡地说道 你做梦 男人怒吼 沈良挑眉 哦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休怪我了 沈良抬起脚 就准备踩断这名男人的手腕 那男人瞳孔睁大 拼命挣扎着 不 不要 我答应你 文言 沈良收回了脚 谢谢 谢谢 那男人大汗淋漓 我希望你们明白 我不会像他们那么仁慈 他抬眸 望着远处的天空 我是来救灾的 不是来屠城的 我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 第405章 超级大的军火库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沈良点点头 然后 他走进了一辆车 坐在驾驶室 这辆车是一台军卡 车顶上搭载着一挺机枪 旁边摆着一把步枪 一柄匕首等近战力气 我们走吧 沈良发动汽车 车内 四个女人看向沈良的目光 透露着异彩 虽然 沈良很凶 但他却很帅 尤其是他刚才出拳的样子 简直N爆了 这一路上 沈良的车速 始终保持在60码左右 由于这段公路 是国家重点修建的公路 路面极硬 一路上 沈良遇到了不少丧尸 不过 在他们的车子碾压之下 丧尸纷纷化作了灰烬 经历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沈良他们抵达了亮珠岛 当这三百多个幸存者 见到亮珠岛上的建设之后 纷纷震惊 哇靠 这么大的基地啊 天呐 太牛逼了 沈良看着他们欢呼雀跃的模样 心底涌出一丝欣慰 他将车停稳后 率先跳下车 这些人也争先恐后地跳了下来 他们站在岸边 看着眼前的美丽景象 都不禁流连忘返 沈良环视一圈 最后视线 落在了站在最前方的那位男人身上 男人叫李忠 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 你好 我是李忠 请问你怎么称呼 李忠主动跟沈良握手 沈良伸手 与他握了握 李忠的体格比较健硕 他身高至少有一米九左右 体型魁梧 一看就知道力量很大 沈良 他低声道 沈良 李忠点点头 你好 沈良看着他 问到你确定这些幸存者 真的能够听你 我们都愿意追随你 我要的不仅是这样 沈良摇头 我希望 你们能帮助我建立更加强悍的队伍 李忠正没 你想干嘛 帮助更多的幸存者 只有我这里才是公平的的不是吗 是这样 你不知道 此前我们在那里受到了怎样的不公平待遇 沈良笑了笑 最近我一直在各市里救幸存者 他们怎样对待幸存者的我 自然是知道 李忠叹息可是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这件事 你交给我来办 李忠犹豫着 他不认为 沈良有这样的魄力和本领 他甚至怀疑 沈良是不是骗他的 或许 他的目的是吞并他们的势力 但仔细一想 他觉得 沈良不像是那种人 而且 沈良若真是那种人的话 他也活不到现在了 毕竟 他身后还有那么多人 哪里轮得到他独占凹头 行 那我相信你 李忠正重道 我也是一样 好 那我先送你们去安置点吧 嗯 沈良带着他们来到了安置点 这儿距离海滨不算太远 风景优美 适合养老 沈良选择在这里落脚 正如他的话 他不喜欢杀戮 但是 他要建立一支强悍的部队 让世人畏惧 沈良的计划 是先建造房屋 建立电厂 然后再招募一批精英 成立佣兵团 这期间 他们会在暗夜基地附近驻守 防止那些幸存者 趁乱闹事 同时 他也在等待消息 幸存者们 他们仰视着 这栋高耸入云的建筑 感慨万千 妈的 我以前做梦都想不到 咱们也有享受这种待遇的一天 呵呵 你还想着末世之前的好生活呢 比末日来临之前过得还好呢 众人议论纷纷 兴奋不已 这些人沈良交给小凯 让他们来安排 至于刚刚聊天的那个礼中 沈良知道 他可不是个好东西 于是偷偷地为了他基因胶囊 这样那个家伙 对自己的忠诚度 就是百分之百了 沈良不喜欢被人背叛 特别是这种不值得信任的人 一个星期后 沈良接到了张虎的通讯 张虎告诉他 岛外的基地里有两名士兵失踪 沈良皱眉 失踪 在哪里失踪的 基地里面还是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沈良问道 在基地里失踪的 基地里面没有打斗痕迹 但是 那两个人都失踪了 知道了 我马上赶过去 好 我们等你 挂了通讯 沈良迅速换上便装 拿上车钥匙朝门外走去 刚刚走到基地门口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沈良眯起双眼 一个急转弯躲避 巨大的撞击声响起 沈良险些被撞飞 紧接着 一架军用直升机缓缓降落 沈良眯了眯眸子 他倒退几步 在直升机上面 走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小凯 小凯 沈良惊讶不已 小凯笑着向沈良招手老大 好消息 我解决了一个势力 他们那里竟然有大批的军事火力 不仅如此 还有幸存者三万多名 三万多 沈良愣住了 小凯继续说道 除了武器弹药 粮食和医疗物资 也非常充足 还有大量的药品 沈良咽了咽喉咙 我们去看看 沈良和小凯 开着越野车 往基地外驶去 他们来到了军区大院附近的 一座山丘上 远远的就瞧见山丘下 有不少帐篷 这时 小凯指了指前面的那个小村庄 就是这个村庄 我找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他 还真是厉害啊 小凯 想不到你能拿下这脸 沈良夸赞道 小凯摸了摸脑袋 憨厚一笑 这个村子里面应该有很多人 老大 我们要不要 小凯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沈良瞥了他一眼 这里是军区大院 不能胡来 嘿嘿 明白 他们下了车 走进村庄 刚一进村庄 沈良的神色突然凝固 老大 小凯奇怪地看着他 只见 沈良脸色阴沉 小凯顿时警惕地盯着周围 他总觉得气氛有点诡异 好似隐藏了危险 有丧尸 沈良低声道 他感觉到了从村庄深处飘散过来的湿臭味 这绝对不是普通丧尸散发出来的 难道是丧尸来了 小凯 快 快 把这些人集中起来 准备迎敌 沈良急忙喊道 小凯文言 脸色顿时煞白 第406章 邪恶势力 我沈良终于找到你 他急匆匆地跑进村庄 召集幸存者 并带着他们 朝着村庄里唯一的幸存者聚居地赶去 半个小时后 沈良等人来到了聚居地 此刻 聚居地的大门敞开着 沈良和小凯等人冲了进去 结果 空荡荡的聚居地 只留下了两具丧尸的尸体 靠 这么快 这些丧尸什么来路 怎么来得这么快 众人惊呆了 小凯连忙检查这些丧尸 脸色顿时变得极其严肃 怎么了 这些丧尸很奇怪吗 沈良问道 小凯摇头 神情凝重地看着沈良 说道老大 这些丧尸跟普通的丧尸 有很大差别 沈良微微醋眉 有哪里不一样 小凯将手里的两颗 脑盒递给了沈良 沈良接了过来 仔细端向 这颗金河里面有淡蓝色的液体 这是 沈良瞳孔猛的收缩 丧失病毒的变异体 小凯肯定道 这 沈良心底一颤 小凯说道 这里原本应该还有三万幸存者 但是 他们人呢 不对 我们国度队的人呢 沈良的呼吸 骤然变粗 他握紧拳头 怒到谁干的 谁敢伤害我们的兄弟 老大 我留在这里三百名国度队的精英武者 他们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 小凯在颤抖 这个结果 让他难以置信 沈良深呼一口气 先别慌 我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凯冷静地说道 根据这颗丧尸脑袋中的信息 我初步断定 这些幸存者 应该全部被抓走 当作活体实验材料去研究了 至于国度队那些人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因为 我们在这附近找遍了 都没找到那群人的踪迹 你说国度队所有成员都被抓走了 可是 你又怎么确定 他们就是被抓走了 而不是逃跑 沈良眯着眼睛说道 小凯摇头老大 这个问题 你刚才已经提出来了 可是 这些丧尸不会无缘无故攻击人类啊 除非有什么东西在指挥他们 听到小凯这话 沈良的瞳孔 再次猛的一阵收缩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国度队的人 恐怕早就遭遇了不测 如今 国度队的成员已经死绝 那些丧尸 便自动形成了军队般的战力 四处搜寻人类的踪迹 企图获取食物和养分 这种情况 之前就发生过 现在再次上演 沈良并不意外 老大 你怎么看 小凯看向沈良 此刻 小凯虽然表面冷静 但是内心却是十分焦躁 国度队的所有人全部消失 只剩下他们这几个人苟延残喘 这种情景 让他感觉到无比的绝望 这些天 沈良已经带领着众人 摸清楚了周围环境 他们躲藏的位置 距离市区不远 可是 他们现在却陷入了绝境之中 沈良成音片刻后 说道 我有办法解决这件事 不过需要点时间 嗯 老大 我相信你 小凯点头 对了 小凯 你之前说 有三万幸存者 沈良忽然问道 小凯回答是的 不过 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他们能这么快就消失了 沈良心里一凉 他们会不会是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可能他们是扮演的幸存者 沈良这样一问 小凯倒是一愣 随即 他立马否认道 不太可能吧 基因改造军团 是目前咱们遇到最厉害的势力了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沈良皱起眉头 他心里隐约觉得有些不妙 国度队成员的消失 与基因改造军团的出现 绝对脱不开关系 沈良叹了一口气 希望这些人真的是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这样他就能够寻找到他们的踪迹了 因为沈良在每个国度队人的身上安装了定位器 这种小的芯片是在系统换来的 他们基因改造军团的科技 无论怎样发达 也不会发现这样东西的存在 走 回去 沈良当即下令 回去 老大 那我们失踪的弟兄 小凯欲言又止 显然 他也舍不得那些战友 沈良笑道放心吧 我自由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你先带人赶紧撤退吧 小凯咬牙切齿道 这笔仇一定要报 沈良拍了拍他的肩膀等这件事处理完毕后 我亲自陪你去报仇 好 小凯咬牙道 沈良点了点头 当即率人离开 回到了基地 沈良一头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内 他快速地打开电脑 寻找失去的人的编号 他用电脑快速地寻找着他们的踪迹 电脑的雷达上显示着他们在城外的深山里 那深山沈良在末日前去过 那里的地貌十分特殊 树木高大茂密 植物覆盖范围超乎想象的大 在那里行走 视线极差 甚至容易迷路 很少有人愿意去那种危险的地方探险 而且 那个深山地貌太复杂 里面野兽横行 十分凶险 他们会不会在那个地方 沈良喃喃道 沈良继续往下翻找着 终于 沈良的目光锁住了某一个红色的圆点 这个圆点是国度队的人 在他们的电脑上显示的编码代码 只不过 这个代码显示 他们刚刚到达那里 看着电脑 沈良嘴角露出了微笑 他的嘴里喃喃道 这可是你们自己暴露的位置 怪不得我 这么久沈良一直在寻找基因改造军团最新的基地 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 看着电脑上的地址 沈良迅速地记录了下来 他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然后将这个基因改造邪恶的势力一网打尽 他盘算着自己的火力 以及对方的火力 沈良清楚 对方不仅火力强 还有大批的基因改造武者 这样的队伍 是不容小觑的 就算是自己这边的国度队人员 作战经验丰富 但是也未必能够打得过他们 与此同时 他还要保护那些幸存者 毕竟他们那里的幸存者很多 沈良在盘算着 如果真的给他们造成惨重的伤亡 那么他们会不会与死网破 在最后的时刻 放出厉害的变异丧尸 或者变异苍蝇蚊子等等 虽然施化营 他有办法解决 但是 万一他们有其他的变异物种怎么办 第407章 狠辣王志 独自行动的沈良 沈良不敢赌 沈良仔细地思考了一番后 觉得最稳妥的办法 就是先去打探一下 沈良立马吩咐下去 你先负责这里的安全 这几天 我会出去一下 是 小凯连忙应声道 呜呜 在一处阴暗潮湿的地方 国渡队的人 正跪在地上哭泣 在他们的旁边 躺着两具尸体 从他们的衣服判断 应该是国渡队的人 而在国渡队的人的面前 则是站着数十人 为首的一人 正是王志 王志穿着黑袍 脸色阴沉 双眸中闪烁着沙鸡 他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 几十名国渡队的人 冷哼一声废物 真是废物 居然被人耍得团团转 简直是愚蠢 国渡队的人低着头 没有反驳 他们的任务 是来这个世界拯救世界 可是没想到 却遇到这样的变故 这让他们都感受到了 莫大的屈辱 我再问你们一遍 你们是选择沉服 还是跟我走 王志冷声道 国渡队的人听到这话后 顿时一惊 他们抬起头 看向王志 脸色难看至极王志 你疯了吗 我告诉你 你别妄图控制我们 王志冷眼瞥着这些人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 就应该明白 我的实力比你们强 更何况 我们拥有的东西 比你们想象的要强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听话的好 否则 我们有无数种办法弄死你们 国渡队的成员 纷纷愤怒地盯着王志 不过 王志并不怕 他淡默道 你们不信我可以试试 你 国渡队的成员 顿时被堵得哑口无言 王志轻蔑地看着他们 说道 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 投降 加入我们 二 去死 国渡队的成员神情悲哀 他们都知道 这是唯一的活路 但是他们宁死不屈 王志见状也不急 慢悠悠地说道 你们还剩下七分钟时间考虑 七分钟之后 若是还没给我答案 那么 等待你们的 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七分钟 你太高估自己了 你根本什么也做不了 王志 你别痴心妄想了 我们绝对不会背叛沈良的 国渡队的人纷纷叫萧道 态度很坚决 何王志轻笑了一声 随即挥手 命令道 给我动手吧 是 身旁几名黑袍人文言后点头 随即快步冲上前去 国渡队的人顿时大吃一惊 拼命挣扎 但是 双拳难敌四手 仅仅片刻功夫 国渡队的成员便已经倒下了 你 你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招式 国渡队的成员满目通红 王志淡淡地瞥了一眼国渡队的成员 缓缓说道我再说一次 只有一条路 沉浮或者死亡 说完之后 王志不再理会这些国渡队的人 而是看向其他人 把他们带走 另外派两个人留守在这里 防止他们逃跑 是 众人文言后 当即拖拽着国渡队的成员离开 王志 你就等着承受沈良的怒火吧 哈哈 你就算能够杀掉我们又怎么样 等沈良回来 你也必定会遭受到报复 沈良才是最厉害的 国渡队的人被带走后 依旧在破口大骂 听到国渡队成员们的谩骂 王志的眉头紧簇着 他握紧了拳头 沈良 沈良 他咬牙切齿到沈良 你给我等着 他深吸了口气 努力平息着内心的怒火 他知道 自己不能乱 如果他露出一丝慌乱 恐怕就会被沈良发现端倪 所以 哪怕此时内心充斥着滔天的恨意 王志依旧忍住了 表现得非常淡定 沈良啊沈良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厉害 王志冷声道 国渡队的人 被押送到了一个仓库内关押了起来 而在此期间 他们也尝试联系沈良 不过 由于电话已经被王志收走 所以他们 无论如何努力 也联络不上沈良 国渡队的成员们都很担忧 担忧沈良的生命安危 放心吧 队长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是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尽量配合他们 让他们早日找到队长 国渡队的成员 彼此对视了一眼后 纷纷点头 与此同时 国渡队成员们所在的仓库内 此时正围绕着一群人 这些人的模样各异 有男有女 每个人的年龄 都在三十岁左右 不过 他们的脸上 均写满了愤闷 在这里 他们就像牲畜一般 任由这些人摆布着 这帮家伙 简直丧心病狂 就是啊 居然拿我们来练兵 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必须想办法逃离这里 我们一定不能束手待毙 一定要想办法脱险 国渡队的成员们 纷纷开始交谈了起来 这时候 有人突然开口 都想到一个主意 我们假装答应他们的条件 然后趁机逃跑 这样的确是一个办法 可是 众人刚准备说话 一道细血的声音响起可惜 你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机会 听到这声音后 国渡队的成员顿时警惕了起来 只见王志迈步走了进来 脸上 情着冷冽的笑容 王志 王志 你这个混蛋 赶紧放我们出去 国渡队的成员怒视着王志 咬牙切齿的吼道 王志摇头叹息了一声 惋惜到抱歉 我没有放你们出去的权利 国渡队的成员顿时愤怒不已 叫嚷到你这个卑鄙小人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们 王志摇头苦笑道 你认为我会傻到杀了你们 那样的话 我岂不是惹上了麻烦 所以 你想干什么 王志嘴角微扬 说道 我不会杀你们 但是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目光扫过国渡队的成员 冷声道 我会将你们全部囚禁在这里 让你们一辈子都无法逃出这个地方 听到这话 国渡队的成员们皆是瞪大了眼睛 脸上浮现了震撼和不敢置信的神色 第408章 不喜欢别人威胁 被困的国渡队员 王志 你竟敢这么对我们 你一定会后悔的 沈良大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劝你立刻放了我们 否则 你一定会后悔的 沈良大人不会放过你的 一定会杀了你 国渡队的成员们 纷纷开口威胁着 王志冷冷地望着他们 说道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话音落下 他猛地抬起脚掌踩下去 咔嚓 一阵骨骼碎裂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惨烈的嚎叫声从国渡队成员的口中传出 他们的腿骨全部被王志踩断了 王志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们一眼 转身朝着仓库门口走去 边走边说道 好好享受吧 你们的队长沈良很快就会来救你们的 国渡队的成员们痛哭流涕 眼泪速速地滑落下来 眼眸中更是流露出浓郁至极的怨毒 他们虽然痛恨王志 但是他们更痛恨自己的无力反抗 夜幕降临 繁星点缀在天空中 月色皎洁而明亮 伪装易容的沈良游荡在满是丧尸的大街上 他已经来到这里半天了 却还是没能找到国渡队的人 这让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按照国渡队队员的说法 国渡队的人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们肯定躲藏在某处 只是这里这么大 想要寻找到他们 实在太困难了 唉 希望国渡队的人 千万不要遇到太强的变异兽 否则的话 他们肯定凶多吉少 沈良喃喃自语了一句 继续在这里搜索着 突然 一股浓重血腥味涌入鼻尖 沈良眉头微皱 急忙寻着这股血腥味冲了过去 在拐弯的地方 沈良见到了一具 被啃食得差不多的尸体 看到这具尸体后 沈良瞳孔猛缩 脸上流露出惊骇之色 这具尸体 赫然是昨晚国渡队的成员 沈良仔细检查着周围 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奇怪 这里明显是 发生过战斗 而且还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但是我却感觉不到 任何的打斗痕迹 沈良沉吟了片刻 继续沿着这具尸体所在的位置 往前搜寻了一番 依旧没有任何的收获 这时 远处再次传来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沈良顺着这股味道 追击而去 没多久 沈良便追到了一座废弃的建筑物外 这里是一栋老式楼房 四周杂草丛生 在废弃楼房中 隐约传出一道轻微的呼吸声 沈良缓步靠近 慢慢走进了这栋建筑物中 刚进去 他便发现了 昏迷在地板上的两名国渡队成员 这两名成员的双腿 齐膝而断 鲜血染红了整块地板 此时 他们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 浑身疼痛地抽搐着 似乎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 见状 沈良急忙蹲了下来 伸出双手 探向其中一人的脉搏 这时 沈良发现 这人还活着 但是却已经陷入了昏迷 另一个人也是如此 呼吸几乎已经停止 仿佛死去了一半 沈良松了一口气 将这两人背了起来 朝着外面走去 当他将这两人带走后 那种刺鼻的血腥味 越来越浓 渐渐地 这股血腥味越来越浓郁 仿佛汇聚成了血污 笼罩住了整座建筑物 这一刻 沈良的身子颤抖了起来 脸色煞白无比 额头上更是冒出了密集的汗珠 因为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一股腐臭的恶臭 这是丧尸的气息 这股腐臭的气息 正是来自于这里面的丧尸群 想到这里 沈良脸色大变 身子忍不住哆嗦起来 他不知道 这里究竟有多少丧尸 更加不清楚 他们有多厉害 该死 早知道就不进来了 沈良暗骂道 沈良不知道这里的丧尸数量究竟有多少 所以 他现在不敢贸然行动 毕竟他只有一个人 而丧尸数量又太多 若是引起了这群丧尸的注意 那他就危险了 不过 他现在不管怎么做 都必须进去看一看 深吸了一口气 沈良决定进去探查一番 他缓缓朝着楼梯走去 然而 他还没有踏上台阶 一张血盆大口 突兀地从侧面袭来 直奔他而来 沈良瞳孔皱缩 毫不犹豫的挥拳迎了上去 碰 沈良瞬间跟一个巨型丧尸撞在了一起 扑吃 丧尸被轰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倒在了墙壁上 而沈良的身形 纹丝未动 稳稳地站在原地 沈良目光冰冷 低喝一声找死 说完后 他便静止朝着那只巨型丧尸扑去 准备把这只巨型丧尸给解决掉 好 巨型丧尸狂躁地嘶吼一声 心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沈良 身躯陡然暴涨 足足长高了两三米 与此同时 他的皮肤也迅速泛绿 宛如树枝藤蔓一般 缠绕在他的身上 让他看上去争鸣恐怖 巨型丧尸仰头咆哮一声 旋即迈动双爪 朝着沈良撕咬了过来 沈良健壮 眼眸微眯 右手握拳 一拳狠狠地朝着巨型丧尸的脑袋 锤了下去 这一拳是大力尘 狠狠地轰在了巨型丧尸的脑袋上 骨折声响起 巨型丧尸的脑袋瞬间凹陷了下去 新红的鲜血喷溅而出 剑射在沈良的脸上 使得他的脸庞看起来格外的阴森恐怖 遭到这致命攻击后 巨型丧尸发出一阵疯狂的怒吼声 再次扑向沈良 沈良的拳头如雨点般落下 每一拳的力量都非常恐怖 在沈良的攻击之下 这只巨型丧尸连一秒钟都撑不住 仅仅五分钟不到 就被彻底轰烂 沈良喘了口粗气 将巨型丧尸的身体拖到了旁边 紧接着 他从腰间取出了一根匕首 开始切割起这只巨型丧尸 由于这只巨型丧尸的尸身太硬 沈良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他肢解 将这只巨型丧尸的肉块扔到一旁 沈良立马掏出一瓶药水 给伤者服用 随后 沈良将这些伤员送回了车内 并安排两辆车护送他们离开 等到这些伤员离开后 沈良这才放心地返回到了楼房内 开始研究这栋破旧的建筑物 这栋楼房应该是民居改造而成的 不仅面积小 里面也没有电梯 第409章 巨大的洞穴 破旧的楼房 所以 沈良必须徒步进入楼房 沈良一脚踹开了二楼的窗户 纵身跃了进去 刚跳进二楼 沈良便感受到了一股寒意袭来 二楼的地面铺设着厚厚的青砖 散发着古朴沧桑的历史气息 除了青砖以外 楼内别无他物 沈良环视一圈 随后 他的瞳孔皱缩 心中震撼无比 这栋楼的楼层并不算高 只有七八层的模样 但是 楼顶的天花板上 却有着一个巨大的洞穴 洞穴内漆黑一片 看不清楚 里面有着什么东西 但是沈良能够确认 在这个洞穴之中 肯定封存着 某种极其邪恶的东西 否则 不会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腐朽气息 沈良不敢逗留 快速退出了楼房 然后 沈良坐在驾驶室内 拿出一副望远镜 观察着这栋楼 透过望远镜 沈良很快就锁定了楼房附近的情况 在距离楼房大概三百多米的街道上 有几具丧尸正在徘徊着 虽然隔着很远 但是 沈良依旧可以看清楚 这几只丧尸的容貌 其中 最中央的那一只丧尸 是沈良见过最庞大的一只丧尸 他足有两三米高 全身呈棕黄色 表面布满了坚硬的肌肉 看起来像是一块块疙瘩组合而成的一般 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这只丧尸 正是沈良遇到过的 最恐怖的一只丧尸 也是这一批丧尸中 最强大的一只 沈良的目光 扫过这只丧尸 眼神凝重至极 这只丧尸 给他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他不禁怀疑 这只丧尸 丧尸是不是已经拥有了智慧 否则 为什么会躲藏在楼房之内 难道 他是故意躲在这里 等待机会 偷袭自己吗 司机此处 沈良不敢大意 这只丧尸 给沈良的感觉非常强烈 他不敢保证 这只丧尸能不能威胁到他的生命 沈良拿出一颗金盒吞下后 继续监视着四周 而就在沈良打量这只丧尸的时候 这只丧尸也发现了沈良 并且朝着沈良这边移动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后 沈良的瞳孔一缩眼眸中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他发现 这只丧尸似乎已经有了灵质一般 竟然懂得避开自己 要知道 沈良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段资料 有一些特殊丧尸 他们的智商甚至超越了普通丧尸 而这类丧尸一旦产生了智商 实力绝对会成倍增长 这只丧尸显然已经有了智商 他在靠近沈良后 立即露出一嘴尖锐锋利的牙齿 朝着沈良冲刹而来 沈良身形一动 身影诡异地闪烁了一下 瞬间消失在原地 沈良出现在了这只丧尸的左侧 一拳落在了丧尸的脑袋上 顿时传来闷响声 丧尸的反应极为敏捷 他扭转身体 抬起胳膊 朝着沈良横扫了过来 沈良一巴掌拍开了这条胳膊 顺势往前迈了一步 再次出现在了丧尸的右侧 又是一记凶猛的鞭腿 抽在了丧尸的脖梗上 顿时让丧尸亮呛地退后了数步 趁你病 要你命 沈良栖身而上 右臂肘部续满了尽力 猛然轰在丧尸的胸膛上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 传遍丧尸的全身 让丧尸痛苦哀嚎起来 紧接着 沈良抬起右膝盖 狠狠地撞在了丧尸的腹部 将丧尸撞翻在地 摔了个狗吃屎 丧尸挣扎了两下 便趴在地上不再动他 俨然是被沈良干脆利索地解决掉了 沈良擦了擦鹅脚溢出的汗珠 呼吸急促起来 刚才那一波战斗 让他的精神消耗颇大 浑身酸软 体力也损耗严重 沈良休整了一会儿 便再度进入了楼房内 刚一进入楼房内 沈良便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这味道 让人作呕 沈良皱了皱眉 随后 他凭住呼吸 继续前行 很快 沈良穿过了几扇门 来到了楼房内最深处的一座房子前 知嘎 随着木质门被推开 沈良的目光 立即投射了过去 映入他视线的 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 房间内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家具摆设 唯独墙壁上挂着一幅画 这幅画悬挂在墙壁上 占据了大半张墙壁 画中的女孩 穿着一件雪白色的纱裙 戴着一顶粉红色的礼帽 她的双手抱胸 站在一棵樱树前 仰着头 眺望着苍穹 美丽动人 她 好美 看到这幅画时 沈良忍不住赞叹道 沈良还想继续观赏这幅画 突然 一阵警报声从她身后传来 沈良赶紧回过头 当她看到一群丧尸 正朝着她飞边来时 脸色顿时变了 二 操 我怎么忘了 这栋楼里还有丧尸呢 沈良周骂一句后 立马向楼梯口跑去 准备逃窜 可惜 这些丧尸的速度极快 不等沈良跑出机密 这些丧尸就堵在了楼梯口 把沈良围困在了里面 见状 沈良咬了咬牙 随后拔出了弹横刀 这些丧尸显然已经有了智慧 知道先攻击沈良 这些丧尸的数量不少 足足有五六只 将沈良团团包围住了 沈良冷哼一声 随后挥舞其手中的弹横刀 砍在了最前方的丧尸身上 沈良的力气很大 这一刀直接砍碎了丧尸的脑袋 令其倒地毙命 沈良斩杀一只丧尸 紧跟着一刀挥出 劈断了另一只丧尸的胳膊 与此同时 沈良也被丧尸抓出了一道血痕 沈良的皮肤虽然很抗奏 但毕竟是人 而不是钢铁侠 仍然无法做到刀枪不入 不过 幸运的是 这些丧尸似乎没有智慧 他们并不知道疼痛 这些丧尸不停地扑上来 试图撕扯着沈良 想要将沈良啃拾掉 沈良凭借着超凡的力量和速度 一时间 竟没有受到致命危险 沈良一连斩杀了几只丧尸后 他终于支撑不住了 体力完全透支 扑通 沈良一屁股瘫软在了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心中却暗叫侥幸 还好自己反应够快 不然今天真的就交代在这儿了 不过 沈良并未放松警惕 这些丧尸 并没有因为沈良倒地就罢手 他们疯狂地朝着沈良扑了过来 似乎是要将沈良撕裂 第四百一十章 强横的丧尸 二级变异丧尸 看到这一幕 沈良的脸色顿时一沉 妈蛋 他可不想死啊 更不想被丧尸吃掉 如果他现在不走 那么肯定会死 沈良咬了咬牙 随后 他迅速站起身 撒腿就跑 可这些丧尸太多了 哪怕是沈良拼尽了全力 也甩不掉这些丧尸 渐渐的 沈良的体力消耗殆尽 根本无法甩开这些丧尸了 沈良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丧尸离他越来越近了 沈良握紧了弹横刀 咬了咬牙 准备和他们搏一把 看谁的命更硬 就算拼掉了小命 也总比被这些畜生分尸的好 沈良一路狂奔 他距离那座房子 越来越远了 而他所奔跑的方向 赫然是这栋大厦的顶层 这里的丧尸数量很多 密集程度简直堪称恐怖 而且每一只 都有着不弱的战斗力 沈良一脚踹开了顶层的铁栏杆 纵身一跃 跳了下去 这栋大厦高达七八百米 若是寻常人 估计跳下去就隔屁了 不过沈良却是个例外 以前在末日降临前的时候 沈良在国际雇佣兵圈子里闯荡过 攀爬技术相当厉害 沈良稳稳地落在地上 然后迅速逃遁 这时候 后方的那群丧尸也追逐而来 他们纷纷爬上了窗户 朝着沈良扑去 沈良咬了咬牙 随后用手拽下顶层的防盗窗 直接扔了出去 防盗窗砸在了一只丧尸的身上 将它砸得惨叫连连 紧接着 沈良捡起了地上的防盗窗 朝着这些丧尸丢置了过去 三下之后 那些丧尸都纷纷坠落下去 砸在地面上 发出沉闷的声音 这栋大厦有九层 顶层的丧尸已经被清理完了 剩下的丧尸都是零散的丧尸 沈良稍微恢复了点体力 然后便沿着楼梯跑上楼 楼梯上面堆积着厚厚的灰尘 这使得沈良寸步难行 沈良拿出打火机 点燃香烟 吞云吐雾了起来 借助尼古丁的帮助 驱除疲惫 沈良刚刚抽完一根香烟 忽然听到身后 传来哒哒哒的脚步声 像是什么东西在移动 沈良猛地转过头 看向身后 只见 一只黑漆漆的丧尸 从楼梯拐角处冒了出来 这只丧尸的长相非常丑陋 眼睛呈血红色 嘴巴上还沾满了粘液 他的嘴唇又尖又长 犹如鳄鱼的嘴 此时 他张着满是腐肉的嘴 朝着沈良扑了过来 沈良瞳孔皱缩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浓郁恶臭 令人作呕 卧槽你麻痹 给老子滚开 沈良嘀吼一声 直接举起了唐横刀 朝着这只怪物的脖梗处 狠狠劈砍下去 扑痴 伴随着鲜血剑射 那只丧尸的脑袋 瞬间被沈良切割成了两段 丧尸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彻底失去了声息 这只丧尸的实力 比普通的丧尸强悍很多 不仅速度快 力量更加巨大 若是普通人遇到他 早就死翘翘了 沈良抹了一把脸上的污秽物 随后朝着二楼冲去 二楼有一条狭窄的过道 里面的丧尸很多 不过沈良并没有选择硬碰硬 他一边躲闪 一边寻找出口 可惜的是 他找了许久 依旧毫无收获 这时 沈良的背后 响起一阵破风声 沈良急忙闪避开来 只见他的衣服后面 已经被划破 沈良抬眼望去 发现那只丧尸 正瞪着星红的双眸盯着他 沈良的眉毛挑了挑 我说哥们 你他们不会是属狗的吧 这样也能闻着味道找过来 那只丧尸不言语 静止朝沈良袭来 沈良的神情凝重了下来 随后 他一个侧翻 躲过了丧尸的利爪 下一刻 沈良一刀刺在了丧尸的胸膛处 但是这只丧尸 却丝毫不拒 他甚至连眼珠都没转动一下 仿佛根本就没感觉到疼痛一般 随即再次攻向沈良 卧槽 这玩意 居然免疫物理伤害 沈良的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看着这只丧尸的模样 他不禁有种不妙的预感 沈良一边抵挡着丧尸的进攻 一边思考着脱身的办法 这些丧尸不惧怕物理攻击 只能靠异能取胜 不管怎么说 先干掉这只丧尸再说 沈良深吸一口气 将全部力气聚集在弹衡刀上 随后猛然向前一推 掃 弹衡刀化作一道寒光 狠狠地插在了丧尸的胸膛上 这只丧尸的胸骨当场碎裂 露出了森森白骨 丧尸发出痛苦的嚎叫 然后他的右臂猛然挥舞了起来 抓在弹衡刀上 咔嚓 只听嘎嘣一声脆响 弹衡刀瞬间崩断 沈良脸色微变 然后赶紧抽出短笔 狠狠地扎在了丧尸的脖子上 扑呲 锋锐的短笔轻易穿透了丧尸的喉咙 直接将它钉在墙壁上 挣扎了片刻后 才缓慢地死亡 解决掉了这只丧尸后 沈良继续朝着上面跑去 由于丧尸的数目众多 沈良足足花费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才终于来到了楼梯拐角处 此时 楼梯拐角处已经被清空 丧尸的尸体遍布一旁 沈良松了一口气 随后 他开始搜索着电梯 电梯被卡住了 无论如何也弄不开 没办法 沈良只能顺着楼梯爬上去 楼梯的台阶很滑腻 沈良差点摔倒在地 不过好在他的反应极快 勉强爬了上去 上去之后 沈良才发现 楼梯顶端的电梯门是关闭的 这个电梯显然已经报废了 里面没有任何生活垃圾 想必那些幸存者 应该是从其他地方乘坐电梯逃走的 沈良皱着眉头 心中暗自庆幸 还好他及时发现了这一幕 否则 他就要跟其他幸存者错过了 沈良站在原地等待着 没一会儿功夫 他就感受到脚底下震站了起来 沈良知道 肯定是其他丧尸发现了他 正在往这边围堵呢 沈良立马朝着另一头跑去 与此同时 他还不忘记顺手牵羊 很快 沈良就来到了顶层 这顶层竟然只有四五个房间 沈良没功夫去搜刮别人的房间 他赶紧冲到了楼梯口 果然 下方传来了丧尸踩踏楼梯的咯吱咯吱声 第411章 你们是幸存者 这时候 楼梯处的丧尸已经爬到了最顶端 眼看着他们就要上来了 沈良将堂横刀拔出 然后一股强劲的力量 灌入沈良的胳膊 紧接着 沈良猛然挥出弹横刀 带着凌冽的杀气 展向了楼梯的顶部 碰 一声巨响传来 整个楼梯都剧烈晃动起来 而沈良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楼梯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沟壑 这时候 沈良突然从一扇虚掩着的屋子里跳了出来 妈的 这群畜生居然追上来了 沈良骂了一句 沈良没有停留 他飞快地朝着楼下跑去 沈良刚刚跑到楼下 就听见一阵脚步声传来 沈良扭头一看 发现刚刚爬上来的那批丧尸也来到了楼下 沈良顿时慌了神 他迅速转过身 然后飞奔而逃 沈良跑得很快 眨眼间就离开了顶楼 来到了一楼 刚刚下来 沈良便看到了几个幸存者 其中一个女性幸存者 正抱着孩子惊恐地哭泣 他的孩子也吓得哇哇大哭 沈良走上前 然后问道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呜 我们被困住了 外面都是吃人的怪物 救命啊 求求你放了我吧 那名女性幸存者抱着怀里的婴儿 一边摇着头 一边哭喊道 沈良扫射周围一圈 确认这里并没有其他的幸存者 不禁叹了一口气 我们也是被困在了这里 你们跟我一起下去吧 沈良的话语 让这群幸存者愣住了 其中有一个男性幸存者 迟疑了片刻后 开口对沈良询问到兄弟 你真的愿意带着我们吗 这个男性幸存者 看上去三十岁左右 相貌平平 沈良打量了男性幸存者一番 然后说道 嗯 不过你们要答应我 千万不能乱跑 我保证不会乱跑的 男性幸存者 急忙点头说道 随后 沈良又看向了其余几位女性 幸存者你们呢 我们也不会乱跑的 女性幸存者们 纷纷点头 行 既然这样 咱们就走吧 沈良招呼了一声 随后便率先朝着楼梯口跑去 男性幸存者们紧跟其后 而女性幸存者抱着小孩 走路有些盘山 所以落后了半截 喂 你们怎么还磨蹭呢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敢乱跑的话 我不介意用绳子 把你们绑起来 沈良催错了一句 女性幸存者们一听 立马加快了速度 一行人总算来到了楼梯下面 随后 几个人搀扶着那名女性幸存者 跟着沈良一起朝着远处跑去 这栋商务楼非常大 而且每隔几百米 就有一间办公室 不知道过了多久 几人终于来到了楼顶天台 你们先躲在这里 我去把门锁上 沈良叮嘱道 麻烦你了 女性幸存者说道 沈良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朝着天台的铁门走去 他先是试图拉扯了一下门锁 结果纹丝未动 沈良皱了皱眉头 然后使出了一拳重拳 直接将铁门轰出了一个洞 沈良走到洞口 然后拿出弹横刀 朝着洞内劈了一刀 将铁门砍成两半 做完这一切后 沈良又将破损的洞口 用石块封住 防止有丧尸爬上来 做完这些后 沈良拍了拍手 然后准备返回去 可是 沈良刚迈出脚步 他忽然感觉到 一股凉风袭来 沈良的反应极快 他的身体迅速一侧 避开了背后 偷袭自己的东西 沈良刚闪开 一个冰冷的触感 贴在了他的脊椎上 紧接着 沈良便看到了一张 惨白的人类脸孔 正对着自己凝笑 看清楚这家伙的模样后 沈良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因为这是一句丧尸 和普通丧尸不同的事 这丧尸的身躯 更加高大魁梧 浑身肌肉球曲骨胀 皮肤成灰褐色 沈良一巴掌甩过去 却根本无济于事 沈良一咬牙 双腿弯曲 腰腹用力 身形瞬间腾跃而起 双腿狠狠地蹬在了 这具丧尸的脑袋上 砰 沉闷的撞击声传来 伴随着这具丧尸的嚎叫声 他庞大的身躯 倒在了地上 沈良一屁股坐在地上喘息 他的体力消耗太多 需要休息 沈良哥哥 这丧尸死了吗 就在沈良休息的时候 怀里的女婴 怯怯地抬起了头 奶声奶气地说道 嗯 死了 放心吧 沈良摸了摸小孩的脑袋 轻柔地笑道 就在这个时候 楼梯口的位置 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喊声 吼吼吼 听到这个声音 沈良的表情微微凝固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抹骇然 连忙低下了头小朋友 别害怕 有叔叔保护你 谢谢叔叔 小孩似乎明白了沈良的善意 于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这时 楼梯口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沈良再次提醒道 小宝贝 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 叔叔去帮你把你爸爸妈妈给救出来 虽然嘴上说是要去救人 但实际上 沈良并没有什么信心 因为他不知道 对方有多少丧失 而且 他也不想牵累这个小孩 嗯嗯 小孩点了点头 然后抱紧了沈良的脖子 躲在了沈良的身后 沈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站起了身 沈良一手握着弹横刀 另一只手 则掏出了手枪 楼梯口的声音渐静 很快 一个丧失就出现在了沈良的视线当中 这只丧失浑身漆黑 双眼空洞 他的手里拿着一只钢管 身材异常见朔 比沈良足足高出了一个头 这只丧失的目光 直勾勾的盯着沈良 仿佛沈良就是他的猎物 沈良咽了口唾沫 他的额头浸出了汗水 身体绷得紧紧的 一副叙事待发的模样 与此同时 那只丧失 已经冲到了沈良的面前 抡起了手里的钢管 砸了过来 沈良眼睛一眯 身子朝旁边一侧 避开了丧失的攻击 接着一记鞭腿 朝着丧失抽去 丧失的反应极快 他迅速收回了钢管 挡在胸前 钢管和弹横刀碰撞在一起 火星四溅 沈良被震退了数步 第412章 感觉自己有点菜 而那只丧失 也被沈良踢飞了出去 丧失摔在了墙壁上 然后滑了下来 他晃悠了两圈之后 便趴在地上不动了 见状 沈良松了口气 这只丧失应该是昏死了过去 沈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然后从怀里掏出香烟 给自己点燃一根 这种危机的环境下 沈良竟然还能悠闲地抽上一支烟 抽完烟后 沈良便走进了铁门 然后朝着天台上方的楼梯口走去 这座商场一共六层 沈良上了二楼 发现这里堆积了许多杂物 而且楼道里充斥着刺鼻的腐烂味 沈良皱了皱眉头 继续往上走 这里的味道越发的难闻 甚至于有些刺激嗅觉 不过沈良的心理素质强悍无比 根本没受什么影响 很快 沈良来到了第五层 他刚踏入这里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阵哭闹声和哀求声 这是一对夫妻正在哀求着什么 沈良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 他看到一个穿着职业装长的很漂亮的女子 蹲坐在一个小房间里 而他的丈夫则跪倒在地上 沈良 你快救救我老婆啊 我求求你了 这时 一个男子朝着沈良扑来 然后拽着沈良就跪了下来 男子抓着沈良的胳膊 苦苦哀求 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看起来格外让人怜悯 而这名女子 沈良认识 她是刘雅文 原来 这个男子便是李建华 沈良曾经和李建华打过交道 印象最深刻的是 李建华那副贪婪而猥琐的样子 而刘雅文 就是刘建华的媳妇 你先别急 这里究竟怎么回事 沈良摆了摆手 问道 沈良我求求你 帮帮我老婆吧 李建华跪在地上 泪如雨下 整个人显得伤心欲绝 我知道 你们是军队的 肯定有武器 求求你带着我们杀出去吧 刘雅文一边哽咽 一边祈求道 看着眼前这两人凄惨的模样 沈良心中暗叹了口气 沈良自己也不知道 丧尸已经变异成这样子了 虽然他能打得过丧尸 但是带着这些幸存者 冲出外面的丧尸包围圈 这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放心吧 我会带你们离开这里的 但是在此之前 需要做一件必须的事情才行 沈良说道 沈良想带着大家逃出去 但却并非单枪匹马就可以办到的 这次 他必须依靠系统的力量 毕竟系统才是这一切的关键 什么事 听到沈良的话 两人皆是露出喜色 等我拿到东西后 再告诉你们 沈良说完之后 转身离开了 沈良来到四楼 他推开一扇玻璃窗 然后纵身跃下 跳下来之后 沈良迅速找准了方向 然后朝着一条街道跑去 几分钟之后 沈良停住了脚步 在他的视线内 一片黑压压的东西 朝他奔涌过来 那些全都是丧尸 沈良深吸了口气 然后拔出腰间的匕首 将匕首横在胸前 然后缓慢朝着前方移动 试图寻找一处掩体 然而 沈良还未接近丧尸群 就有好几十只丧尸 朝他冲了过来 沈良连忙闪躲 同时挥舞着匕首 斩断这些丧尸的头颅 与此同时 又有更多的丧尸冲了过来 这些丧尸 虽然数量很多 但他们的速度很差 所以即使是沈良 也没费太大功夫 就解决掉这些丧尸 但是 沈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这个过程中 他的身上被划了好几刀 血肉翻开 鲜血直冒 而就在沈良解决掉 第一波丧尸之后 紧跟着又有新的丧尸冲了过来 这些丧尸的速度明显快了不止一倍 而且 他们似乎具备攻击性了 这些丧尸一拥而上 瞬间就把沈良淹没了 沈良咬了咬牙 然后握紧拳头 猛地挥了出去 碰 只见一只丧尸的脑袋 被沈良的拳头 砸得凹陷了下去 丧尸的身形顿时一致 然后轰然倒地 紧随其后的其余丧尸 在撞击到丧尸的脑袋之后 纷纷停下了步伐 他们的脑袋 已经被彻底震碎了 沈良喘息了几口粗气 然后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他抬头看了看周围 密密麻麻的丧尸 脸上的表情 渐渐严肃了起来 因为沈良发现 丧尸似乎在朝着某一个目标聚集 沈良的视力极好 他看到了距离这里不远处 有一栋高耸入云的大厦 而那些丧尸此刻的位置 都聚集在这栋楼的附近 他们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 难道 这些丧尸 是在守护着某个秘密 沈良低语道 沈良猜测 这些丧尸 恐怕就是为了守护 这栋楼内的秘密而存在 既然如此 那么这里 肯定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或者说是宝贝 否则 普通丧尸 哪会傻到去守卫秘密 看来 我得加快进度了 沈良眯着眼睛 心中默念叨 沈良知道自己耽搁不起 他必须赶紧找到 那个惊天秘密 否则 他们所有人 今晚都得葬身在这里 这一次 沈良没有选择用热武器扫射 反而是徒手搏斗 沈良虽然没有吃饭 饥饿感仍旧存在 但是凭借着超强的战斗技巧 和灵活的反应 沈良硬生生地挡住了 所有丧尸的攻势 而且还顺利地杀掉了 十几个丧尸 终于 当沈良干掉最后一只丧尸之后 他发现 那群丧尸 居然全部退散了 沈良站在原地喘息着 他感觉浑身酸疼无比 仿佛脱离了一般 呼 沈良重重地吐了口气 真特么地累死老子了 这一张 沈良足足 耗尽了自己九成九的精神力 此刻他感觉脑海有点晕沉沉的 身上更是疲惫到了极点 若不是靠意志撑着 他早就躺在了地上 不过 沈良还是坚持着 朝着刚才那栋楼跑去 来到这栋楼的附近 沈良发现 这里竟然还保持着完好无损 墙壁也完好无损 难道这栋楼里面没有丧尸 沈良心中疑惑 他来到楼门口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他发现 这个楼的门锁已经坏掉了 而且 从外面还能够听到楼里的吵闹声 看来这里确实是这栋楼里面了 第413章 拼了 空荡荡的大楼 沈良犹豫了片刻 随后他伸出双臂 狠狠地抱住了楼门 然后开始奋力搬运 咔嚓 咔嚓 沈良的臂膀肌肉高高隆起 轻筋抱起 他用尽全力 使劲一拉 楼门立即被他拉开了 然而 这一次 沈良却是愣住了 因为在楼门背后 竟然是一条狭窄的楼梯 而此时 楼梯里面 还在传来剧烈的喧哗声 听声音 似乎里面正有不少人 看来 这栋楼的秘密 应该就隐藏在那个楼梯里面了 妈蛋 拼了 沈良咬了咬牙 然后走了上去 踏入楼梯的那一刻 沈良突然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似乎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 但是沈良没敢停留 继续往里走 然后拐弯进入一条长廊 长廊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看不到 沈良皱了皱眉 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走 忽然 沈良的眼睛瞪得滚圆 瞳孔微缩了一下 因为他看到长廊对面 竟然趴扶着三头丧尸 这三头丧尸 似乎正趴着睡觉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沈良 沈良凭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挪动到 这三头丧尸的身旁 趁着这三头丧尸还没醒过来 沈良一记鞭腿 踹飞了一头丧尸 然后抓住机会 一记肘鸡 将另一头丧尸给敲昏了 至于剩下最后一头丧尸 沈良并没有打算杀死他 丧尸是没有痛感的 而他的智商 相对于其他的丧尸来说 简直是渣渣几遍 沈良将最后 这头丧尸弄晕 然后将他丢到了一个角落里 做完这一切后 沈良擦了擦额头渗出的冷汗 然后继续朝着楼上爬去 二层的情况 跟一层基本上一模一样 沈良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五层 五层的情况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除了有三个幸存者之外 沈良并没有发现其他异常之处 不过 沈良并没有放弃 他沿着楼梯 一路朝着顶层走去 沈良的运气不错 没走多久 便遇到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内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 甚至还有电源线插头的 沈良看了看这些仪器 然后拿起了一台机器 按下了启动键 汪汪 仪器清明了起来 很快 房门打开 沈良走了进去 房门背后是一堵厚实的墙壁 沈良将墙壁打开了一个缺口 然后从这个缺口钻了进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仓库 里面堆满了物资 除此之外 沈良还看到了许多的粮食 和罐头平等食品 这些食物 可比市场卖的要丰盛得多 只不过 沈良现在并没有胃口 他的肚子 早就已经咕噜噜叫唤了 但是现在 他却没有心思去吃东西 不行 得先休息 一会儿才行 沈良揉了揉眉心 随后找了个空座坐了下来 他闭上眼睛 静静地调整了一会儿 体内紊乱的气息 这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这一次 沈良消耗了太多的精神力 导致他现在精神力透支 需要缓慢地调养一阵子 才行 呼 总算是恢复差不多了 沈良深吸一口气 随后站起身 准备朝着门外走去 但就在此时 一股寒气从脚下涌来 让沈良浑身鸡皮疙瘩炸裂 汗毛倒数 沈良猛地转身 然后他就看到 在那一堵墙后面 赫然站着两个身穿黑衣服的男人 他们的双眸闪烁着幽绿色的光芒 正虎视单单地盯着沈良 沈良下的脸色大变 连忙朝着门口冲去 就在沈良即将冲到门边的刹那间 那两具丧尸突然怒吓一声 然后扑向了沈良 沈良瞬间转头 然后挥舞拳头 砸向那两个丧尸的头颅 伴随着一声闷响 两名丧尸的头颅瞬间爆碎开来 鲜血溅在沈良的脸颊 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冰凉的温暖 沈良松了一口气 同时按骂骂的 还好老子的速度不慢 沈良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发现上面全都是粘稠的液体 这是丧尸脑袋爆破流淌出来的鲜血 腥臭无比 沈良骂骂咧咧 随后急忙离开了房间 来到楼梯口 然后再度爬上六层 嗯 沈良的眼睛一亮 然后快步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内 推开房门 沈良瞬间目瞪口呆 看到眼前的画面后 沈良彻底的梦了 房间内是一个类似于洗澡间的地方 这个浴室足足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里面有很多的淋浴喷头和浴缸 在浴室四周 是一排又一排的柜子 柜子的数量虽然很多 但是沈良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柜子里装的东西绝对超过了千斤 当然 这还是沈良没有数过的 如果真把所有柜子数清楚的话 恐怕这些柜子里都塞满了物资 我勒个乖乖 这尼玛是金山银沙 沈良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他想要打开其中的几个柜子看看 但是担心会引来更多的丧失 所以沈良暂时忍住了心中的好奇 不管怎么样 他先找点吃的填饱肚子再说 看来这里与世隔绝了呀 沈良叹了口气 然后在储物室内翻腾起来 这里除了这些柜子之外 还有一张桌子 一块玻璃幕布 一扇窗户和一个厕所 这个房间也有卫生间 嘿 这个卫生间还挺干净 沈良看了看这个房间 发现卫生间还算干净 便毫不客气地走了进去 沈良解决完生理问题后 顺手把水龙头关掉了 然后舒爽地洗了一把脸 刚才在楼下的那几个小时 让他憋坏了 洗完脸后 沈良从厕所走了出来 然而 当沈良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 顿时傻眼了 只见镜子里的沈良 此时披头散发 脸庞憔悴 操 这哪像是老大的样子 沈良忍不住咒骂了一句 沈良现在这副形象 比鬼还要难看几分 若是让家人看到 肯定会被活活吓死 而且 这副尊容也太狼狈了吧 沈良皱了皱眉 他抬手抹了一下自己的脸 结果 他惊讶地发现 他的脸上 竟然有好几道血痕 而且还在冒血珠子 我擦嘞 不会吧 这特娘的 是谁划伤老子的 难怪老子脸上 火辣辣的疼 沈良低吼了一声 第414章 受伤 居然是大梦一场 他赶紧找到医药箱 用纱布 把脸上的伤口缠绕住 止住血 然后又用酒精棉 擦拭了一遍伤口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种程度的伤势 应该不碍事吧 沈良摸了摸鼻尖 喃喃了一句 这时候 沈良忽然注意到 在自己的胸口处 竟然有一道浅浅的抓痕 看到这抓痕后 沈良的嘴角 狠狠抽出了两下 这特娘的 是什么玩意儿留下的抓痕 沈良记忆犹新 这道抓痕 应该是从丧尸的力掌上传来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沈良疑惑万分 随后他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 很快他就有了重大发现 因为 他的右臂上 竟然有三处明显的撕裂窗口 沈良仔细地观察着这些伤口 这些伤口呈三角形 看起来非常的猙獰 而且有一部分肉 被硬生生给割断了 露出森森白骨 由此可见 丧尸的力掌 是有多么锋利 妈的 幸亏老子跑得快 不然这条胳膊 都要保不住了 沈良忍不住骂倒 虽然知道这些伤势 没有危险性 但是沈良依旧有些庆幸 不知道这些伤口有没有恶化 希望它们能够好得快一点 否则的话 老子这条命可就没了 沈良心中祈祷 随后便开始打量起自己的卧室来 沈良的卧室很简陋 一张床一个梳妆台 一个书架 以及一套沙发椅和电视柜 则则 没想到咱们华夏国的军队里 还有这样的高档别墅 看来末日之前 这会一定混得不错嘛 沈良忍不住嘀咕了一声 然后走到那张宽敞的床旁 直接躺在了上面 沈良的床非常柔软 睡在上面十分舒适 就仿佛在云端一般 令人迷醉 沈良伸展了一下身躯后 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这几天的奔波劳累 使得沈良的疲倦袭来 直接就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 天还未蒙蒙亮 沈良就醒了过来 嗯 沈良揉了柔心松的睡眼 缓缓睁开了眼 当看到眼前熟悉的景物时 沈良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怎么会在这里 老大你醒了 在他身边的 竟然是小凯跟张虎 我 不是在外面 去寻找走失的 国度队人员了吗 小凯跟张虎面面相去 自己的老大 沈良明明是胡昏迷了 三天三夜 怎么醒来之后 就更换了个人似的 你们俩不是在外面吗 怎么在这里 沈良忍不住纳闷地说道 老大 你本来是想要出去的 然后突然晕倒了 已经三天三夜了 小凯苦涩地笑了一声 我晕倒了 沈良微微皱眉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晕倒呢 老大 你还记得你晕倒之前 发生了什么吗 小凯忍不住询问道 发生什么了 沈良一正 我跟张虎 正准备带着人 往城区的另一侧撤退 可是我却听到了枪炮声 小凯回答道 闻言 沈良的脸色 骤然变得严肃起来 连忙追问道 那我晕倒之前发生了什么 小凯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情 沈良皱了皱眉 陷入了思索状态 在沈良晕倒之前 他隐约听到了枪炮声 可是他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被那群丧尸围攻了 最终沈良拼杀一阵子后 凭借着强悍的体质 终于冲了出来 至于他究竟有没有遇到枪炮声 那就不得而知了 哎 算了 不提这件事了 我饿了 你们俩帮我弄点早餐吧 沈良摆了摆手 说道 小凯与张虎对视了一眼 随即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朝着厨房的方向跑去 沈良看着两人的背影 微微皱了皱眉头 不得不承认 这两货的确挺聪明的 竟然没有趁机溜走 沈良并不知道 小凯与张虎两人的心中 都在暗暗庆幸 他们两人 可是亲眼看着沈良杀出重围的 这等实力绝对堪称恐怖 如果惹怒了他 估计自己两人会死得很惨 小凯与张虎离开房间之后 沈良立刻坐在了床上 盘膝调戏了片刻 经过一晚上的休养 沈良觉得自己的身体恢复了许多 嗯 我的身体素质提升了这么多 沈良感受了一番之后 脸上充满了震惊之色 沈良记得 在晕倒之前 在系统那里提升了自己 可能是提升的太猛的原因 有点让他吃不消 毕竟现在是四阶巅峰的强者了 然而没曾想 现在他醒来后发现 不仅身体内进增加了 甚至就连体力都增加了不少 这泥马 这是什么情况 我怎么有种 要飞升成仙的记事感 沈良忍不住嘀咕道 沈良并不知道 他之所以会遮阳牛逼 全都靠了系统给予的奖励 这些奖励 除了让沈良 拥有了强健无匹的体魄以外 更重要的是 能够提升沈良的战斗力 难怪自己那么惨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境 沈良一边吃饭 一边嘀咕 吃过饭后 他打开了电脑查看 消失的国度队员所在的位置 万幸电脑上还有信号 那是深山里 原本是上京市的市郊森林公园 他知道那座山有多大 沈良不打算用自己的火力 去与他们硬拼 而是打算伪装成幸存者 被基因改造队的人抓紧去 他想去那里了解情况 随后 沈良穿戴好衣服 便拿起一把手枪 离开了屋子 在他刚走出家门没多久 小凯和张虎也赶了过来 老大 我们陪你一块去吧 小凯说道 沈良微微一笑 拍了拍小凯的肩膀 说道 你们留守在家里 有什么事情的话 尽快通知我 我先走了 丢下这句话 沈良便朝着深山里行劲去 沈良一路急迟 速度极快 只花费了半个钟头左右 便来到了深山附近 这座深山距离市中心很远 而且植被覆盖率很高 树木茂盛 鸟语花香 沈良沿着山脚 慢慢地向上攀爬着 他要避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必须要小心翼翼才行 这里的环境比较潮湿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腥臭味 这座深山之中 没有任何动物的踪迹 安静得有些吓人 第415章 打入基因改造军队 沈良不知道 自己昏迷了几天 按照他的推测 自己现在肯定已经离开了基地 因为沈良清楚地记得 在昏迷之前 他的体质已经达到二级了 沈良继续向上爬着 渐渐地 沈良来到了深山的腹地 站住 什么人 此时的沈良 打扮得十分地狼狈 不仅如此 还做了易容 幸存者 你们 这里是什么 有吃的吗 沈良装作营养不良的模样 弱弱地问道 这里是荒芜之殿 你来这干嘛 那个男人冷冷地看了沈良一眼 显然不相信沈良的话 沈良低垂下头 轻叹了口气 神色悲伤地说道 我的父母被变丧尸咬死了 所以 哼 那人冷哼一声 没再理会沈良 转身就要离开 见状 沈良急忙 将那人拦下 说道兄弟 求求你 带我进去找找吧 我真的很需要食物啊 不然我活不下去的 你放心 我们的食物不会短缺的 你还是赶紧滚吧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们有食物 沈良双眸中 金光暴闪 废话 我们是什么人 这个世界上 哪有我们搞不定的东西 那人傲娇地说道 另一个人说道兄弟 这个家伙也是幸存者 虽然咱们的实验人数够了 可是多他一个也不多 但不如给他送进实验室 好吧 你进来吧 最初开口的男子 点了点头 沈良急忙 跟在那男子的后面 一同进了他嘴里的实验室 在实验室里 有很多穿着白袍的异性 他们都是变异人 或者是研究所里的工作人员 沈良一直低着头 跟在那男子的身后 目光始终盯着地板 不敢乱瞄 那男子将沈良引领到一间实验室内 随后就走了出去 实验室的墙壁上 贴着密密麻麻的各式饰管 还挂着不少血液样品 看起来十分诡异恐怖 沈良不知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 也不敢乱瞟 乖乖地待在原地 闭口不言 过了一会儿后 那名负责带他进来的 那个男子再次折返了回来 在沈良诧异的注视下 从怀里掏出来一包饼干递给了他 沈良疑惑地接过那包饼干 拆开包装袋吃了起来 沈良吃东西的速度很快 一眨眼功夫 便将饼干吞掉了一般 那男子健壮 顿时露出了鄙夷之色 喂 这包饼干足足有巴合 你吃得完吗 呃 沈良停止了咀嚼 他抬头看向男子 尴尬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有点渴 能不能给我杯水喝 男子闻言 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他转身又走了出去 呼吃 沈良长舒了一口气 总算糊弄过去了 接下来 沈良又吃了五六包饼干 肚子终于饱了 他摸了摸自己鼓起的肚皮 不由地苦笑了一声 看来以后每日三餐 都必须要吃点肉食才行 他现在的胃口越来越大 普通的食物 对他根本没什么效果 沈良正准备睡觉呢 突然 一道破风声传入了耳朵 咻 一枚银针 射在了沈良的身侧的桌子上 沈良皱了皱眉头 顺势扭过头 在他的视线当中 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缓缓朝他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手臂上 还绑着绷带 这两人应该都是便衣人 我是新来的幸存者 你们可以叫我阿良 我听说 这里可以吃肉 我想进来讨点吃的 可以吗 沈良露出了一抹憨厚的笑容 开口说道 那名绑着绷带的男子 扫了沈良一眼 淡淡地说道想吃肉 没错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男子说道 沈良心头暗喜 看来他这是蒙混过关了 你们想吃什么 沈良问道 今天你运气不错 我们队伍中猎杀了一头野猪 正好给我们添添肚子 男子说道 野猪 那可是好东西 不如我帮你们宰杀了他 沈良提议道 这个基因改造军团的二营地 究竟有多大他不知道 但是他目前所处的五小队营地 就已经很大了 而且这营地还都是在地下 沈良猜测 整个基地的范围 估计至少在上千平米以上 你确定要帮我们宰杀野猪 男子似乎感到很好奇 当然 不过在这之前 我希望能吃点热的东西 沈良搓了搓手 说道 这时候 旁边的另外一个男子 吃笑了一声 嘲讽地说道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你看看 我们这里谁有食物给你 文言 沈良愣了一下 四周观察了一圈 除了他之外 在场的所有人脸上 都流露出一丝无奈 这些人全都是普通人 连异能都没有激发 更不要说什么武器之类的东西了 在末日 食物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普通人是根本不配自己拥有的 即使他们是基因改造人 也一样如此 食物都是公平分配的 因此 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困难 甚至连维持生命都很勉强 更别说狩猎了 这些人之中 唯独那名领路的男子身旁 放置着一把匕首 那把刀看起来像是电锯 不用想都知道 他手里的匕首 绝对能够轻松削断人的脖子 沈良健壮 心中顿时一惊 他忽然发现 自己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 简直和坐牢差不多 沈良刚想开口求助 这时候 那名拿刀的男子 却抢先开口了 既然你想吃烤猪 就自己动手吧 不要浪费我们的粮食 那人恶狠狠地说道 好 沈良答应了下来 虽然那把匕首锋利无比 让沈良心计不已 但是 他并不畏惧 他早就发现了 这里的人没有异能者 只不过都是普通人罢了 虽然这些人都是变异人 可是力量远远不及他 而且 沈良的系统里 还有许多强大的技能呢 只不过 沈良暂时不想暴露系统 毕竟系统的价值太高 万一这群家伙寄予怎么办 嘿嘿 沈良阴险地一笑 随后慢悠悠地走到了男子身旁 说道 我来帮你吧 那人健壮 不耐烦地说道快点 磨磨叽叽地 我可没有时间陪你在这里好 文言 沈良立刻撸起袖子 露出了结实的胳膊 第416章 想要融入 从抓住味蕾开始 你确定 你是吃不上饭的幸存者 那个基因改造人会地问道 沈良一本正经地回道 当然了 那人点了点头 随后指着一旁的几个人说道 瞧见了吗 来这里的人 衣服上都有编号 沈良这才看去 只见那些人的衣角上 都袖着数字 一共七个 他们是一个七人小队 你也去领取编号吧 沈良点了点头 静止朝门外走去 等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却被守卫拦住了 你的编号是多少 守卫冷冰冰地问道 我叫阿良 沈良老实交代 嗯 你进去吧 守卫打开了房门 沈良迈步走进了营地 进来之后 沈良发现在这片营地里 竟然种植着大量蔬菜瓜果 看来 这些幸存者并没有虐待他们 反倒很照顾他们 你叫阿良是吧 赶紧干活吧 你今晚要是做得好了 我保证 明天一早就能吃到香奔奔的烤肉 这时候 那名叫做阿华的男子 突然凑了过来 满脸堆笑地说道 沈良瞥了一眼阿华 他知道 对方肯定在打他的主意 不过 他并没有搭理阿华 直接绕过了对方 继续往前走去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就是一条狗吗 见沈良不理他 阿华的神情 渐渐变得阴冷了下来 眼睛死死地瞪着沈良 这个家伙 我看不过他很久了 他居然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 旁边的同伴说道 阿华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家伙 一看就是从乡村里 逃荒来的穷光蛋 哪能跟我们相比 呵呵 哈哈 听到阿华的话语后 其余人纷纷大笑起来 好了 别闹了 这时候 站在最前面的那名黑兽男子 皱了皱眉头 是 众人闻言 纷纷停止了大笑 这个叫阿华的青年 正是营地里 负责砍柴清洗 喂养丧尸兽的小组成员 平时嚣张跋扈 惹得不少人不爽 这里的丧尸兽体型庞大 你真的能杀掉他们吗 阿华转头盯着沈良问道 沈良耸了耸肩 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不是 你应该担心的事 你 阿华怒视着沈良 却没敢再说话 这个叫阿良的人 虽然看起来弱不经风的 不过他刚才展示出来的速度 却让阿华忌惮不已 如果真打起来 他未必能占到便宜 沈良并没有理会阿华 而是朝着一旁的水桶走了过去 他将装水的木盆拖出来后 拿着木盆走向了一棵树旁 这棵树是一棵碗口粗细的树 沈良双手抓住树枝猛的一摆 咔嚓 那棵树瞬间断裂开来 沈良将断掉的树枝 扔到了地上 然后他拿出匕首 开始挖掘树根 这棵大树的树根极为坚固 沈良花了半个多小时 这才将树根挖完 沈良扛着一根足有两米长的树根 朝着营地里走去 哎哟 这个阿良居然找了根 网口粗细的树根 他准备干嘛 阿华疑惑地说道 他肯定又想耍诈 我们去监督他 其余的几个人都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沈良扛着网口粗细的树根 缓缓走向了烧烤架 他把树根插入土壤之中 然后又浇灌了不少泉水 随后 沈良开始忙碌起来 他先是从背包里拿出了铁锅 然后又从空间里拿出了调料 紧接着 沈良开始在火堆旁翻炒 随着沈良翻动 油脂滴落在了火堆里 火势越烧越旺 沈良熟练地操纵着火焰 将木材燃烧得噼啪作响 不一会儿 一股诱人的肉香味迷散开来 勾引着众人肚子里的蝉虫 哇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闻起来这么香 一名女子惊呼道 沈良微微一笑 解释道 这是烤猪腿 我特制的秘密美食 他突然意识到 在这里似乎并没有那么的不爽 虽然外面有重兵把守 以及高高的围墙 但是至少目前是安全的 他们并没有打算 将沈良当作试验品 或者基因改造舞者 他不知道的是 这仅仅是表面的现象 在里面三小队二小队 以及一小队的营地 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 他所在的这里 不过是做给那些 刚刚来避难的人看的 他们需要让他们觉得 这里是安全的 只有这样 才能激发更多的人加入他们 为他们做事 阿良哥 真的好香啊 什么时候可以开发啊 一个小胖子 搓着手问道 很快就可以了 大概五分钟左右 沈良轻声说道 太棒了 哈哈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一下了 此刻 营地内所有的人 都翘首以盼 期待着沈良所谓的美食的降临 沈良一边兼炸着猪排 一边在心中思索着 按理说 他来到了这里 为什么身上的仪器 没有检测到自己国度队员的存在呢 难道他们距离这里还很远 这是沈良的疑问 毕竟他是艰辛万苦才混进来的 才来到这里的 沈良估计 这些国度队的人 应该就在这深山里 就在沈良思考的时候 那几名幸存者走了过来 阿良兄弟 你刚刚弄的那个是什么 看起来好像挺香的 其中一人问道 哦 这是猪蹄 用猪股熬汤煮出来 味道绝佳 沈良介绍道 嘿嘿 阿良兄弟真够意思 这样吧 你的猪蹄和你的那份都归我 那人毫不客气地说道 行 你想怎么样 随便你 沈良也不在意 见沈良答应 那人顿时兴奋起来 急忙招呼另外几个人过来帮忙 沈良健壮也不管这群人自顾自地忙自己的事情 没过多久 一阵诱人的香气飘荡在整个营地 引得周围的幸存者一阵咽口水 哇 真香啊 这是烤鸡腿的味道吗 好饿 我受不鸟了 我去找点吃的 一时间 营地乱作了一团 那名领头的青年健壮 立即喊住了其余的人 都给我回来 听到了领头青年的警告 原本吵闹的营地瞬间寂静了下来 他们纷纷闭嘴了 不再吵忙 不过 他们看着沈良的眼神充满了羡慕极度恨 这个新人凭借着手艺 竟然可以获取免费午餐 他们却连饭都吃不饱 心中自然感到非常不公平 这是沈良的打算 想要在这里立足 那就是 先要抓住这些人的味蕾 第417章 这是你们自导自演的剧本吧 他不怕这些人不老实 毕竟他们还指望他做饭 只要不傻 就不敢跟他作对 等到沈良做完饭 已经是中午12点多钟了 阿良兄弟 饭菜好了吗 领头青年询问道 差不多了 大家过来吃饭吧 沈良说道 终于吃饭了 哈哈 我早就饿死了 赶紧过来 别磨蹭 一会儿被别人抢光了 众人文言 纷纷冲了过来 生怕晚了一步 就吃不到饭 慢点 别慌 别挤 排队 领头青年喊道 这次沈良没有使用异能催眠 毕竟他还要留着体力 继续逃跑 沈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 一种是酱焖猪蹄 一种是辣椒炒牛肉 还有一种 则是猪肝豆腐汤 每种菜的量都很足 而且香气肆意 众人闻着这诱人的香味 都快流口水了 他们争先恐后地 抢着吃这些美味 很快 四种菜便被他们消灭完了 阿良兄弟 你的手艺太好了 真不错 领头青年称赞道 沈良笑了笑 然后说道 既然喜欢吃 那你们就都拿走吧 听到这话 他们疑了 这 阿良兄弟 这合适吗 领头青年问道 放心吧 没事 我的东西很多 不缺这几样 沈良摆了摆手 显得十分洒脱 这怎么行 这可都是你亲手做的 领头青年拒绝道 是啊 这是你的劳动成果 我们不能夺人所爱 其余的人附和道 看到他们如此推辞 沈良反倒是有点不习惯了 不过仔细一想 也就明白 他们为何不愿意接收了 你们不吃我就扔掉了 沈良说道 别呀 千万别扔 那名领头青年吓坏了 他们在末日里挣扎求生 最怕的就是失去食物了 沈良将剩余的菜肴全部装盘 然后端到了一棵歪脖子树下 你们在树底下吃吧 沈良指着树底下 示意他们坐下 众人依照吩咐 坐在树底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阿良兄弟 谢谢你 领头青年由衷地说道 沈良淡然一笑 然后说道 不知以后有什么安排 比如 我不想做什么试验品 沈良直言道 你放心 我肯定不强迫你做任何事 不管是什么事 你想走我绝不拦你 你若是愿意 可以留在我们营地 领头青年保证道 真的吗 那就麻烦了 沈良脸色微变 随后又松懈下来 笑眯眯地说道 不麻烦 咱们都是同胞吗 那领头青年爽朗地说道 沈良算是在这小队里平安留了下来 接下来他要看看这营地里面又有什么 火力武器又是什么样 整个营地的规模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只是记得 电脑上显示国度队的信息是在这里 但是具体到哪个营地 还真的是不好说了 也就是说 不要说是营救了 就是想要找到他们都困难 也可能不在这个小营地之内 反正他才混进来一天 还有大把的时间寻找 夜幕降临 营地陷入了沉寂 震耳欲聋的炮声响彻云霄 原本宁静的营地顿时沸腾了起来 嫡妻 嫡妻 草 这帮兔崽子竟然偷袭我们营地 赶紧集结兵力准备战斗 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们 一群士兵愤怒无比地叫嚷道 枪支疯狂地扫射起来 沈良站在树林中远远望向营地的方向 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突然爆炸 他眉头微皱 有些疑惑 不仅仅他 营地里面的士兵同样惊呆了 他们刚睡醒没多久就遇到攻击 而且这一步攻击十分猛烈 虽然他们有防御设施 但是在密集的枪支弹药面前根本挡不住 营地的防守设施瞬间就被摧毁了 大量的丧尸涌出 快 开枪 给我杀 营地中的士兵迅速地进入状态 各种枪械喷吐着火蛇 丧尸被密集的子弹打得连连暴退 然而 他们的数目实在是太庞大了 短短三分钟 营地外围的墙壁就已经倒塌 大门被轰烂 丧尸闯入营地内 不好 快撤退 快 领头青年惊吼道 喷喷 子弹疯狂倾斜而出 朝着丧尸扫去 一旦让丧尸近身 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丧尸的破坏力极高 一旦扑上来 轻者受伤 重者当场毕命 沈良也加入了战斗 他的手臂被划伤 他现在是普通人 并不会武功 但是他的力量却是杠杠的 即便是手臂被咬伤了 他也丝毫不拒 啊 扑呲 一阵惨叫传来 一名士兵被扑倒 张嘴咬了一口 然后就没了动静 鲜血顺着士兵的胸膛流淌 染红了衣服 甚至滴落在了泥土上 他的双眸逐渐涣 瞳孔失去焦距 死不瞑目 沈良健壮 眼神中闪过一抹冷力 然后抓住丧尸的头颅 用力一扭 咔嚓一声 丧尸的头骨被拧断 丧尸倒在地上 再无动静 不到片刻时间 营地内的丧尸全部解决 这帮该死的畜生 简直是欺人太甚 营地负责人气急败坏 浑身颤抖 营地内死亡的人 有七八十人之多 报告队长 营地内的丧尸 都被清除了 一名士兵走上前会报道 嗯 辛苦你们了 那名领头青年点头 表情凝重 他没有料到 营地的丧尸这么多 而且还如此凶残 这完全超乎他的预料 今晚我值班 大家都回房休息吧 领头青年说道 是 队长 其他人应答道 然后纷纷离开 回到自己的房屋里休息 阿良兄弟 你怎么不去休息 我们还需要巡逻呢 领头青年问道 我没什么事 今晚我来替你吧 你也累了 沈良笑了笑说道 那行吧 你注意安全 别太拼了 领头青年叮嘱道 放心 我有数 沈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那好吧 你也小心 领头青年嘱托道 放心 沈良笑了笑 接着 两人便各自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开始休息 第418章 草丛里的幸存者 夜幕深邃 月光朦胧 黑暗笼罩整座营地 沈良躺在床上 睁着眼睛望向漆黑的夜空 他的目光中泛着金芒 这里也会遭受到丧尸的攻击 真是奇怪了 不过想象也是正常的 因为攻击的丧尸 都是普通的丧尸 并非是什么变异品种 或者 这是他们自导自演的 毕竟他们又收获了一批遇难者 除此之外 沈良也不过是在他们二营地的最外围而已 里面的几个营地有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或者他根本就进不去 他们是军人世家 从小接触的东西 和沈良这种半路出家的农民不一样 这些军队世家 对于枪械武器都很熟悉 他们不仅仅会使用热武器 更会使用冷兵器 甚至连冷兵器都十分娴熟 这也造成了沈良与他们差距巨大 根本没办法相提并论 所以沈良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里会遭受攻击 沈良思考着各种可能性 不过这种可能性 基本等于零 因为丧尸并没有理智可言 他们的本能只有一个 那就是烈石 这么大的一座营地 足够让他们饱餐一顿了 他们不可能放弃这里离开 或许 这些丧尸都被某个势力控制住了 而且控制的程度很深 沈良低语道 这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么大一处营地内的丧尸 不可能一次性的聚拢这么多 先休息吧 明天再继续观察一下情况 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危险 沈良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闭上了眼睛 不久后就沉沉睡去 一日 天亮 沈良睁开眼睛 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胳膊 然后开始做早饭 二 阿良兄弟 这一觉睡得舒服吗 一名士兵端着碗筷过来坐下 挺舒服的 昨晚的战况怎么样了 沈良问道 没事 已经解决了 哦 随后 二人便安静地吃饭 沈良的胃口很好 每天的训练强度也不算小 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精力 不过这些都是建立在系统的帮助下的 否则就凭借他一个初级觉醒者 绝对坚持不下来的 吃过早饭 沈良拿起背包 带着装备就出门巡逻 昨晚他听到枪声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了 所以他只来得及将物资送回去 如今已经是上午九点 他的任务是探索营地四周的环境 一般情况下 营地附近的丧尸数量很少 基本都被剿灭殆尽 他走着走着 突然看见旁边的灌木丛有动静 他立马警惕了起来 不过等了一会儿 灌木丛并未出现动静 只是传出一些虫鸣鸟叫 显得十分的宁静 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沈良难难道 不过很快 他又摇了摇头 然后悄然靠近灌木丛 仔细地聆听里面的动静 很快 沈良脸色大变 灌木丛中竟然有动静 他猛然拉响枪栓 然而这时 灌木丛中却传出一道声音救命 求求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这声音是一名女孩的 充满了惊恐 像是濒临死亡的哀嚎 凄凉刺耳 沈良皱眉 这里竟然有人 难道是被困住的幸存者 沈良迟疑了 如果他贸然冲过去救他的话 很容易惹怒敌人 给自己招致麻烦 但是如果不管 任由他自生自灭 那肯定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毕竟这里是末日 如果一个陌生人主动找上门来 肯定会引来一些麻烦 这是沈良所不愿意看到的 胡吃 胡吃 沈良喘着粗气 额头冒汗 紧张地盯着灌木丛 心中祈祷 不过 他心里很清楚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如果灌木丛中藏有一族 他就是插翅难逃 只能任由敌人宰割 救命啊 求求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那个女孩继续恳求着 他的呼吸变得虚弱 似乎随时都可能断掉 沈良的脑海中 浮现出这个女孩悲惨的画面 他咬了咬牙 最终还是选择冲入了灌木丛中 啊 灌木丛中 传来尖锐刺耳的叫喊声 只见一个女孩衣衫不整 满脸泪痕地缩卷着身子 蹲在角落 一副惊慌无措的模样 沈良微微醋眉 这是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女孩 穿着校服 脸上还挂着泪痕 看起来楚楚可怜 他此刻瑟瑟发抖 双臂抱息 蜷缩在角落里 害怕无比 他的身材娇好 虽然不像夏盈盈 那么丰满高调 但盛在柔美娇俏 皮肤白皙 五官精致 我 女孩抬起头 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只不过 当他看到沈良手上拎着的枪时 瞳孔瞬间紧缩 神情剧烈地震撼了一下 然后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这里居然躲着一名拿枪的男子 把枪放下 女孩惊魂未定 连忙呵斥道 沈良眉毛一扬 哼 这个女孩倒是挺厉害 这都不认怂 反而呵斥自己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是不是丧尸 女孩质问道 同时他慢慢站了起来 你才是丧尸呢 沈良撇嘴说道 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 而且身材不错 不过沈良可不是一个喜欢萝莉的老爷爷 你 你不是丧尸 女孩愣住了 废话 你看老子哪里像丧尸 沈良翻了翻白眼 然后将手枪塞回腰间 女孩松了口气 然后打量起沈良 这人长得倒是蛮帅的 身姿挺拔 面貌英俊 你 你是人类吧 女孩试探性地问道 嗯哼 沈良故作傲然地应了一句 不过心里 就暗骂自己傻叉 他这个样子 跟丧尸有什么区别 谢谢你救了我 我叫赵小小 敢问恩公尊姓大名 女孩轻笑道 沈良瞥了他一眼 长得确实挺漂亮的 沈良 沈良淡淡地回答道 沈良并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 所以只能胡乱说一个名字 堂塞 赵小小点了点头 他犹豫了一下 说道 我想跟你换班守卫 你觉得行吗 我们换班 沈良有些诧异 第419章 便一犬来袭 嗯 我是一名幸存者 但是我的同伴全部死光了 剩下我一个人 这段时间以来 我一直躲在这里不敢出来 如果不是你 刚才闯进来 我恐怕还不敢出来 赵小小低垂着头说道 语气有些伤感 沈良文言顿时了然了 原来是一个孤独的可怜姑娘 怪不得看起来这么憔悴 行吧 既然如此 你就暂时跟我待在这里 沈良说完之后 朝着远离营地的方向走去 沈大哥 赵小小见状急忙叫了沈良一声 然后赶紧跟在他后面 有事 沈良扭头看了他一眼问道 我 我肚子疼 赵小小捂着腹部说道 神情非常难受的样子 你怎么了 沈良皱着眉头询问道 我 我可能是吃坏肚子了 赵小小说道 那你忍一会儿 我去找食物 等下给你弄些热水 沈良转身朝着另外一片营地走去 沈大哥 真的不用了 你救了我 我怎么能让你 去做那种危险的事情呢 赵小小急忙摆手道 你这么客气大麻 我也要吃饭 总不能让我饿着吧 沈良耸肩道 你不是杀了几个人吗 他们身上的武器 不是还有很多吗 你应该能找到吃的 赵小小指着不远处几具尸体说道 沈良一愣 他没想到 这个女孩竟然注意到了自己的收获 不过他没有承认 只是笑着摇头道 我杀的那些人 除了两个人的武器是军队的 其他人的武器 都是他们抢来的 根本没办法保证安全 还是小心为妙 你不是说 要找东西吃吗 在晚天黑的话 恐怕这个营地就要成为丧尸的乐园了 嗯 赵小小文言神情一正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昨晚他和其他同学躲避丧尸的时候 听到了枪声 还有火焰爆炸声 他怀疑那里可能是有幸存者 便带领着同学去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营地内的情形十分诡异 因为营地里躺满了人 这些人都是从南方基地跑出来的 他们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丧尸 于是联合起来对抗丧尸 可惜最终被包围陷入绝境 他们拼死突围 最后只有寥寥三四个人活了下来 其余的全部都牺牲了 其中有几个幸存者 还被感染变成了丧尸 被那群丧尸杀死 而剩下的那几个幸存者 则被丧尸抓伤 导致发狂 吼吼 就在这时 不远处忽然传来阵阵咆哮声 紧接着又是几声枪响 一股血腥味扑鼻儿来 是丧尸来了 沈良面色大变 立即警惕起来 糟糕 肯定是丧尸追过来了 赵小小俏立的小脸上 闪烁着焦虑之色 急切到沈大哥 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免得被丧尸堵在这里 说着 他准备拉着沈良往回走 可是刚走两步 赵小小却停了下来 只见沈良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你干什么 赵小小柳眉微醋 心里涌上一丝厌恶之感 那边怎么了 沈良指着前面 顺着他的视线望去 赵小小脸色猛然一变 然后快速跑了过去 不久之后 沈良也跟了过去 他看到 在距离营地20米处 一只巨型变异犬 正在与几头变异猫搏斗 这几头变异猫 显然是变异动物 爪子锋利而又坚韧 它们的战力极强 这条巨型变异犬 正是沈良的猎物 沈良一脚踩碎脚下的枯枝 然后快速靠近 举起匕首 狠狠劈砍而下 噗哧 锋利的匕首 瞬间斩断变异犬的脖梗 鲜红的液体喷噬而出 见得沈良浑身是血 凹乌 变异犬哀嚎了几声 轰然倒下 汪汪 旁边那几头变异猫 剑状纷纷冲了过来 不过这个时候 沈良已经将匕首收了起来 然后掏出沙鹰 砰砰砰 沈良毫不犹豫 扣动扳机 三颗子弹射出 那几只变异猫 惨叫一声倒地 抽出了几下 便彻底毙命 呼 解决掉这几头变异兽 沈良这才喘息了一声 额头上布满汗珠 显然是累得够呛 这几头变异猫 虽然比普通的丧尸弱了很多 但是沈良 还是耗费了很多精力 毕竟 这是一场持续数分钟 甚至更长的肉搏战 当然 对于沈良来说 这算不得什么 他的精神力可以支撑他高负荷的战斗 这对他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负担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随时可以秒杀这几只变异兽 沈良捡起变异犬的尸体 继续向着营地走去 他将这个女孩带回了营地 连同变异犬的尸体 三小队的队长 见到沈良领回变异犬的尸体 大吃一惊 阿良 你在山边发现了这变异犬 三小队的队长张志涛 激动地说道 运气好 碰巧撞到的 沈良淡淡说道 这变异犬还有多少 张志涛惊讶地问道 沈良想了片刻欢欢回答 应该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张志涛大吃一惊 连忙带着变异犬的尸体上汽车 然后急速向营地的深处开去 看着扬长而去的三队长 沈良露出一抹笑 果然你们是畏惧丧尸犬的 看来这丧尸犬 是你们基因改造人的天敌啊 沈良喃喃自语道 随即 他又将目光投向那几只被咬死的幸存者 不知道他们的脑袋是否有用 如果有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研究出抗病毒药剂 沈良思索了一番说道 不知道能不能复制 沈良喃喃道 他的记忆中并无关于抗病毒药剂的信息 所以他也不清楚能不能复制 但是这些变异犬的实力太强了 他觉得应该能复制 只是需要付出的代价有点大罢了 想到这里 他便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 他发现附近居住着几百名幸存者 男性占了九成左右 还有几百女生 沈良扫了他们一眼 发现有些年龄较小的 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 模样清秀 身材娇小玲珑 这些女生看着他的目光中充满好奇 第四百二十章 杀人灭口 擒货三队长 沈大哥 我们快走吧 这些变异狗的攻击性很强的 他们一旦进化 会攻击任何试图闯入他们领地的活物 所以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这时 赵小小催促道 行 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沈良轻松说道 他没想到这些变异动物 智商竟然这么差 简直跟畜生一样 你等我一下 我拿一把手枪 万一遇到危险 也能自卫 说完 沈良朝着营地内走去 赵小小站在原地 看着沈良的背影若有所思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很快 沈良便拿着一把沙漠之鹰 重新回到了营地外面 看到沈良手中的沙漠之鹰 赵小小瞳孔剧烈收缩 这把沙漠之鹰 是沈良从变异全体内取出的 他很确定 而且 他亲眼看到 沈良开了七八枪 每一枪都爆头 他知道 沈良手里这把枪 绝对是一把威力非常强大的狙击枪 难道他还是一位狙击手不成 想到这里 赵小小不禁暗暗扎舌 我们走吧 沈良对着赵小小说道 赵小小连忙点头应声 然后跟着沈良向着山下走去 这里距离市区不远了 沈良估计 他和赵小小最多再走半个小时 就能返回城里 而这半个小时 就能救很多人 沈良和赵小小一路急迟 沿途遭遇到不少变异动物的攻击 都被他轻易解决 这种丧尸犬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沈良忍不住皱起眉头 他发现这些变异动物 似乎比他预料中还要难缠 沈大哥 你别看丧尸犬的毛发成灰黑色 其实 他们是由黑毛变成的 他们皮糙肉厚 防御力惊人 而且还能使用武器攻击 非常难缠 我们以前在野外碰到的变异犬 最强的一头变异犬 连四阶变异者都抵挡不住 赵小小耐心解释道 同时心中庆幸 沈良能及时出现 不然的话 他今天恐怕真的凶多吉少了 哦 沈良恍然地点了点头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是具体又想不出来 很快 沈良就听到了前方有枪声 还有丧尸犬的嘶吼 沈良加快脚步 循着声音的源头赶过去 很快就看到了两头变异犬 正围攻两名男子 这俩人正是三小队队长张志涛 此刻张志涛正与变异犬站作一团 不过两人明显落在下风 这两只变异犬一共有六只 实力不容小觑 不过 他们依旧不是沈良的对手 没过多久 就全部隔屁了 沈大哥 你太厉害了 赵小小崇拜地看着沈良 一脸敬佩的神情 沈良刚才表现出来的实力 令他叹为观止 还好吧 沈良谦虚一句 心里却没自知的 这次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 我肯定死了 张志涛一脸感慨道 是啊 沈大哥 谢谢你 赵小小也认真地说道 举手之劳而已 况且 你也帮了我 沈良微笑道 阿良 虽然我允许你自由出入营地 但可不代表 你可以拿着枪这样随便 还有 你带着女孩子出来 做什么 张志涛一脸严肃地问道 本来沈良是想带着赵小小逃出这里 并且返回自己营地的 如今张志涛这样问 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看了看周围 你在看什么 张志涛满脸惊恐地问道 因为他身边只有七个士兵 并且他们都身负重伤 看看这边还有没有你的人 沈良面露凶光 打算杀人灭口 不要 千万不要乱来 张志涛顿时吓了一跳 放心吧 只要你乖乖配合我 我不会杀你的 沈良说着 将张志涛手中的AK47夺了下来 然后扔给了赵小小 赵小小立刻会议 他接过沈良扔给自己的枪械 迅速躲在了一旁 这一幕 看得张志涛更加心惊胆战了 沈大哥 求你放过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张志涛哭丧着脸哀求道 你现在求饶已经晚了 反正迟早要死 我干脆送你们归席好了 你们也不枉费我一番辛苦 害怕 沈良咧嘴怪笑 他拿起AK47 缓缓抬起 看到沈良准备开枪射击 张志涛彻底慌了 当即跪在沈良面前求饶 我错了 沈大哥 我以后再也不敢为你你了 你就把我当作空气 放过我吧 张志涛苦着脸哀嚎着 他怎么也没想到 沈良这么狠 这家伙不仅抢了他们小队的武器 而且竟然还想要杀人灭口 简直太冷血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张队长已经这么低声下气地请求你了 你为什么不放过他呢 这时候 赵小小走过来 替张志涛说道 哼哼 放过他 凭什么 谁叫这家伙不识相 惹了老子不高兴 他活该倒霉 沈良呵呵一笑 毫不掩饰他的杀鸡 你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今天死了 我爸妈不会放过你的 张志涛瞪着沈良怒斥道 你父母 你还有父母 沈良诧异道 没错 我父母是二营地总部的参谋 这件事 你最好考虑清楚了再说 张志涛沉着脸说道 呵呵 那真巧了 我一点也不怕 沈良突然笑着说道 你胡扯什么 张志涛愣住了 随后沈良开枪 将他身边的小弟全部弄死 他暂时不想上了这个三小队的队长 而是打算将他带回自己的亮珠岛 他要在自己的营地实验室里面 好好研究张志涛这个基因改造武者 跟变异犬之间的关系 张志涛看着沈良那疯狂嗜血的模样 他浑身颤抖 整颗心都凉透了 这特么是个魔鬼啊 他终于知道 为何自己会败在沈良手上了 原来这货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完全不按规矩完啊 别愣着了 赶紧跟我走吧 沈良催促道 等一下 这时 张志涛突然喊道 沈良疑惑地看着他 你不会是沈良吧 废话少说 说完沈良将他扔在了车上扬长而去 回到自己的基地 沈良第一时间就转进了实验室 第421章 变异犬是基因武者的天敌 他看着张志涛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怕变异犬 变异犬是末世爆发后出现的变异兽 数量极少 它们有剧毒 所以普通的猎物对它们没有威胁性 但变异犬不同 一旦变异犬咬伤猎物 猎物必死无疑 所以 我们平日里训练的目的 主要是让猎物避开变异犬 尽量避免与变异犬正面冲突 毕竟猎猎猎猎狼甚至丧尸 我们都遇见过不少 它们很危险 但我们的任务只是捕猎 而变异狗却是致命的杀戮工具 张志涛语速飞快地介绍着 沈良静静地听着 眼中闪烁着思索之色 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确实够先进 就连变异犬这么奇葩的东西 竟然也存在了 而且还这么强悍 连军队里的特种兵都奈何不了他们 看来这个世界 确实比自己想象中复杂得多 你是如何发现变异犬的 沈良问道 沈良 这一点你比我们清楚吧 难道不是你研制的吗 我们研制施化营 你对应地搞出这东西来 克制我们 张志涛悲痛欲绝道 哈哈 你倒是抬举我了 我可没这本事 沈良笑答 张志涛思考片刻有道 那就是自然变异 自然变异出的这么个恐怖的家伙 沈良点了点头 然后问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遇到的变异犬都不攻击我们 张志涛苦涩一笑 其实是因为你们运气好 我们遇到的变异犬数量稀少 而且智商并不高 所以才会被你们侥幸打跑 但如果你们遇到成群结队的变异犬 我估计就没那么轻松了 你的队友应该不止这些吧 难道你们的指挥官就没提醒你们吗 张志涛摇了摇头 说每次行动都有我带队 而且每隔两三天会有一批队伍 前往野牛领狩猎 他们的指挥官并未和我们联络 我猜测是被困在野牛领里出不来了 听到这话 沈良眉毛挑了挑 野牛领 那可是末世爆发后最危险的山岭之一 据传野牛领深处藏匿着巨大的宝库 里面拥有无穷的资源 不仅仅食物丰富 甚至还有各种珍贵药材 而且野牛领里面还存在着变异兽和变异生物 这是一片非常危险的区域 沈良曾清零野牛领历练过 他知道那片山岭的可怕 所以对于张志涛的话 他并没怀疑 他觉得张志涛或许说的是真的 只是张志涛的队员们都死光了 沈良不知道自己的任务还怎么执行 沈良 如果你真的要杀我 就快一点 看到沈良半天没有说话 张志涛又开始催促道 他宁愿被枪毙 也不想被沈良折磨死 你放心 我暂时不会杀你的 等我研制出了新型武器 你再来向我献上你的鲜血 说完 沈良就离开了实验室 沈良在研究所待了一夜 直到天明十分才回到营地 他将张志涛交给了张海 并吩咐到张海 记得严刑拷打 不能留情 嗯 张海重重点了点头 露出了阴冷的神色 他早就憋屈坏了 一直受着张志涛这个畜生的压榨 如果可以的话 他恨不得立刻宰了对方 你要做什么 看着张海朝自己靠近 张志涛的瞳孔微缩 内心涌起一阵寒意 张海没有理睬张志涛 直接从一旁拿起鞭炮 然后抽打在张志涛身上 将他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哦 张志涛淒厉地惨叫着 双眼充满了怨恨的神色 但张海却仿佛没有看见似的 继续抽打他的屁股 足足五分钟后 张海停了下来 而此时的张志涛 已经奄奄一息 身体虚弱地躺在地上 像一条死狗般喘着粗气 嘴角不断溢出血沫 胸膛起伏不定 你刚才想骂谁 骂谁呢 信不信我再抽你几鞭子 让你永远闭嘴 张海凶狠地盯着张志涛说道 张志涛没敢吭声 沈良则是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一幕 他觉得张海这人 挺合自己胃口的 有血性 有仇报仇 不过沈良不打算 插手他们的私人恩怨 反正这个任务也算完成了 沈良不是个傻子 他知道张志涛根本就没有说实话 也不会说实话的 基因改造军团的基因改造武者 他见得多了 就没有一个肯说实话的 他只能自己去寻找突破口 他大胆地猜想 这便一全本就是他们军团 自己制造出来了 其目的就是为了压制自己 或者制衡自己手下的基因改造武者 所以说 这是他们自己军团的手段 只不过后来失控 才导致变异犬逃离实验室 对他们自己造成了威胁 以至于现在的变异物种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他们自己生存都是问题 沈良在哪里并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他还知道了 基因改造军团的总部 已经搬离了上京市 现在留下的是二营地 与其说是搬离 倒不如说是逃亡 因为他们基因武者 很是畏惧这样的变异物种 沈良觉得自己要抓住这次机会 趁着变异犬肆虐的机会 去基地捣乱 最好是能毁掉基地 将这个隐患彻底解决 当然 在此期间 沈良要先搞清楚 基因改造士兵的弱点 不然贸然闯入敌营 很容易遭到埋伏 第二天上午八点整 沈良穿戴整齐后来到了训练场 他来到训练场 就看到众人已经准备好了 全体集合 今天我们进行野外拉链 沈良大声喝道 随即众人纷纷聚集在了操场上 沈良扫视了一圈 说到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 是野牛领 野牛领 闻言 众人都是一惊 野牛领虽说是山领 但却是个非常恐怖的山领 因为野牛领里有变异生物 据说这些变异生物 都是从山领深处钻出来的 极度残暴嗜血 它们的战斗力超乎普通人类太多 甚至有传闻说 野牛领里 还有一只变异生物组建的部落 沈良皱了皱眉道 你们在讨论什么 在害怕吗 第422章 出发野牛领 捕获变异犬 老大 我们并没有害怕 只是感到疑惑 一名女性基因舞者 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她叫周灵 年纪比沈良略大 属于队伍中年龄较大的一位了 今年40岁左右 不过 尽管周灵比沈良大 但在沈良面前 她却有种老鼠遇到猫的感觉 因为在此之前 她和沈良交过手 差距实在太大了 她连沈良一招都挡不住 沈良淡漠地瞥了她一眼 冷冰冰地道别废话 赶紧集合 是 见沈良语气不善 周灵顿时进入寒蝉 走吧 去野牛领 沈良说了一句 便迈步走出了基地 同时命令到李海 你负责带路 是 李海领命 跟在了沈良的身边 其余人见状 犹豫了一番后 也纷纷跟了上去 一路上 众人沉默寡言 没有人再敢说话 生怕触怒了沈良 不久 众人终于抵达了野牛领脚下 站在野牛领脚下的土坡上 众人举目望去 只见下方的平原之上 密密麻麻地遍布着变异犬 和变异图 而且数量庞大 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 沈良知道 必须要处理干净这些东西 否则后患无穷 一旦这些东西蔓延到城市里 那将会带来惨重的后果 虽然他想考虑 利用这些对付基因改造军团 但是思来想去 还是处理掉它们最为重要 想清楚后 沈良转头看向旁边的李海等人 问道准备好战斗吗 众人齐声应道 准备好了 很好 沈良点点头 旋即从腰间抽出两把匕首 猛地往外一挥 只见鲜血飙射 伴随着一阵痛呼 两具变异兽的尸体倒地 突如其来的杀戮 让那群畜生疯狂了 一只只凶利的变异犬 发出嘶吼 朝着它们冲锋了过来 它们速度很快 瞬间就冲到了镜前 然后张牙舞爪地 扑向了沈良等人 沈良面色不变 握着双刀率先迎击了上去 它的力量惊人 速度更加迅捷 所以这些变异犬 根本奈何不了它 被它轻松斩杀 其余人意识不甘示弱 纷纷迎击了上去 与那群变异狗厮杀了起来 这群变异犬的数量极多 一时半刻 难以全部解决 不断有变异兽死在它们手中 这样持续了几分钟 终于 所有的变异犬全部倒下 沈良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抬眸望了一眼远处的天空 只见一片黑云压境 正飞快接近 老大 这些家伙又来了 李海提醒道 嗯 沈良神情凝重 他刚才已经注意到了这片黑云 这些变异鸟的速度奇快无比 而且数量众多 如果不能阻止它们降落 也牛领将成为变异动物的巢穴 想到这 沈良咬了咬牙 沉生道 李海赵明扬 你们俩留守这里 其余人跟我走 说完 沈良当先朝着那片黑云奔跑了过去 是 赵明扬和李海 结识恭敬的低鹤道 黑云越来越近 仿佛就像是天上的乌云一般 笼罩而下 突然 黑云传来一声尖锐刺耳的音效 声音震荡天穷 仿佛穿惊烈石一般 轰隆 下一刹那 雷鸣电闪 一道道粗壮的闪电 劈打在地上 整片大地颤抖不停 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场景恐怖无比 这是怎么回事 天啊 我居然看到闪电了 快躲起来 这些怪物太可怕了 万一误伤就糟糕了 周围的幸存者看到这一幕 吓得魂飞魄散 慌乱逃窜 场面乱作一团 而此时 沈良正带着一行人 拼死阻拦着那些飞禽走兽 这些变异兽的速度非常快 一个眨眼 就消失在了视线中 沈良一拳打在一头豹子身上 直接将其打爆 可是 那些豹子似乎不知疼痛一般 依旧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 该死 沈良安骂一声 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些豹子 忽然 沈良灵光一现 急忙拿起背包 找出一个装满汽油的罐子 你们几个过来 帮我拉住这些豹子 沈良吩咐道 众人二话不说 立马照做 然后按照沈良指示的方向 将豹子引离原地 沈良深吸了一口气 将手中的汽油罐子扔了出去 吃辣辣 罐子在半空中 划出了一条弧线 最终砸在了 那群豹子的身上 噼啪 火焰腾起 那群豹子瞬间燃烧了起来 化为灰烬坠落了下去 这一幕 让众人愣住了 这个罐子里面装的真是汽油 快 趁着他们没有灭掉 继续追击 沈良大喊一声 带着人再次展开了攻势 由于那群变异兽已经死去 他们的尸体 被沈良等人 踩踏成了肉匠 所以这些丧尸的尸体 根本不足以构成障碍 很容易通过 很快 沈良等人来到了山顶 看到了那座高耸入云的建筑 这栋建筑 占据着大半个野牛岭的山峰 巍峨雄伟 那里就是野牛岭基地吗 众人看到了 这座巨型建筑 不禁露出了诧异之色 这里比他们想象中 还要宏伟许多 不错 这就是我们的基地 我们的希望 沈良点点头 说完便带着众人 朝着基地门口掠了过去 不过就在沈良等人 靠近基地门口的瞬间 一个身影 骤然从基地内爆掠而出 什么人 沈良眉毛一挑 毫不迟疑地一拳挥出 碰 那人反应极快 一掌拍在了沈良的胳膊上 强劲的力量 将沈良打退了七八米 定睛一看 那人竟然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浑身肌肉骨胀 充斥着爆炸性的力量 你是谁 沈良皱了皱眉 盯着那名男子 哼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活人 真是稀客啊 男子咧嘴笑道 他看着沈良等人 目光中流露出浓浓的贪婪之色 沈良脸色微变 心里生起了一股不妙感 兄弟们 给我抓住他们 我要吃了他们 男子舔了舔嘴唇 兴奋无比地说道 是 紧接着 一群黑衣壮汉 从基地内涌出 将沈良等人团团围住 兄弟们 今晚咱们有肉吃了 第423章 逃跑的基因战士 哼 太爽了 这些都是肉啊 这些猎物的味道 肯定美味至极 咱们今晚可以敞开肚皮 大吃特吃 这群黑衣壮汉 肆无忌惮地叫嚣着 丝毫不把沈良等人放在眼里 沈良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这些家伙 简直欺人太善 沈良心底 生起一团怒火 这种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哼 既然如此 我也不必手软了 沈良冷哼了一声 当即拔出背后的唐横刀 唐横刀脱鞘而出 绽放着璀璨的寒芒 带着凌厉的气息 静止吸向那名男子 男子见状 瞳孔顿时一缩 连忙挡住了唐横刀 唐横刀撞在男子的手臂上 蹦践出无尽的火花 沈良冷笑一声 你们是谁 难道是基因改造军团 逃出来的基因武者 沈良虽然对自己的实力 很有信心 但是眼前这个男人 给了他极大的威胁 这绝对不会是普通人 哈哈 小子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 倒是挺聪明嘛 既然如此 你也别想活命了 乖乖受死吧 男子宁笑一声 脚步猛然发力 右腿踢出 直逼沈良的脑袋 沈良脸色狂变 急忙收刀割挡 碰 男子的一技鞭腿 直接踢在了唐横刀上 一股强大的力道 使得沈良虎口剧痛无比 沈良闷哼了一声 身形亮枪后退了两三步 险些摔倒在地 好强 沈良心中掀起了滔天骇浪 没想到 对方竟然是一个超级强者 嘿嘿 这只是热身运动 我要用全部的力量宰了你 男子争鸣一笑 话音未落 男子再次发起了进攻 羞羞羞 沈良举起唐横刀抵挡 却被对方一技扫堂腿 逼退了好几米 好强 沈良忍不住惊叹 自己的力量 虽然不及眼前这个男子 但是防御力却远远胜过对方 这个男子的每一招攻势 都是杀招 若不是沈良的战斗经验丰富 早就被对方干翻了 小子 认命吧 在我们基因改造人面前 你永远没机会的 这时 男子再度发起了攻击 这次 他直接扑向了沈良 双腿如同旋风般舞动起来 带起一阵阵禁风 呼呼 男子的动作迅捷而又凶狠 双腿携带着磅礴的力量 疯狂地抽向沈良 沈良双手持刀 抵抗着男子的进攻 男子的双腿速度太快了 沈良勉强抵挡着 身形连连后撤 砰砰砰 两人激烈的交锋 发出了阵阵碰撞声 两人打得难分难舍 这家伙 实力比张勇他们强多了 沈良眉头微皱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遇到了一个硬茬子 呵 沈良一声低吼 手腕抖动 猛地刺出一刀 当 男子双腿猛地夹紧 挡住了沈良的攻击 沈良脸色微变 随后身体借助反弹之力跃了起来 躲开男子的攻击 沈良刚一站稳 男子已经贴了上来 双拳齐出 轰向沈良 妈蛋 老子跟你拼了 沈良咬牙怒骂了一句 双手握紧弹横刀 劈向男子 吭枪 两刀相互碰撞 火花四射 男子纹丝不动 反观沈良则是被震得虎口生疼 妈的 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强 沈良心神凛然 他能够感受到 这个男人的恐怖 嘿嘿 小子 乖乖受死吧 男子冷笑一声 抬腿一记侧踢 踹向沈良胸膛 沈良脸色微变 双手持刀 挡在胸口处 咔嚓 沈良的虎口顿时裂开 鲜血顺着弹横刀流淌了下来 这一腿之威太霸道了 幸亏沈良拥有钢铁意志 否则单凭这一腿 就足以让他失去战斗力 沈良心中震撼不已 自己的防御力竟然被一招破掉了 妈的 我就不幸治不了你 沈良恼羞成怒 当即挥动弹横刀砍向男子的脖梗 男子脸色凝重 身形陡然暴退竖掌 拉开与沈良的距离 小子 你找死 男子冷笑一声 一脚蹬地 身体犹如炮弹一样 飞冲向沈良 一记勾拳打了过来 沈良眼皮微跳 急忙架起 弹横刀抵挡 碰 沈良的身体 顿时被打得抛飞出去 砸断了几棵树木 才停止了下来 沈良感觉五脏六腑 都像是一味了一样 一阵阵剧痛传遍全身 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强了 噗痴 沈良喷吐了一口鲜血 脸色惨白了几分 这时候 周围的士兵也纷纷赶了过来 沈队长 您没事吧 一名士兵扶助沈良问道 没事 快帮我拿着弹横刀 沈良摆了摆手 然后指着弹横刀喊道 嗯 士兵立刻跑上去 捡起弹横刀递给了沈良 沈良接过弹横刀 目光冰冷地注视着对面的男子 眼眸深邃无比 仿佛能动穿虚空一般 咦 这把刀有古怪 那名男子察觉到了弹横刀的不凡 脸色微微一变 刷 沈良身形一闪 突然消失在原地 好快 男子瞳孔骤然一缩 下意识地往旁边躲避 然而 他还是慢了一拍 腹部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噗痴 沈良的身影 鬼魅一般出现在了男子身后 手中弹横刀猛地刺入了男子的腹部 啊 男子喉咙滚动 发出痛苦的身影 他缓缓转过头看向沈良 脸上充满了不甘 扑通 男子最终支撑不住 跪倒在了地上 队长 其余的异国男子 纷纷惊讶地大叫道 他们没想到 沈良竟然杀了自己的队长 呵呵 这点本事也敢挑衅我 沈良冷冷一笑 随即拔出了弹横刀 一滴腥红的鲜血飘洒而下 男子瞪大双眼 身体颤抖了一下 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该死的混蛋 你杀了我们的队长 我们一定要杀了你 剩下的那些男子 愤怒地咆哮了一声 随即挥动着武器冲向了沈良 这群人的实力都非常强悍 尤其是为首的那个男人 更是达到了暗境巅峰 他的双臂和双腿 宛如钢筋水泥铸就的一般 浑厚而坚固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 给我滚 见状 沈良怒吓了一声 双手持刀狠狠地劈斩下去 第424章 你们自己组建了事例 刹那间 沈良的刀锋便将这些男子 尽数劈飞了出去 一个个倒地哀嚎 妈的 你这个混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领头的男子 恶毒地盯着沈良说道 沈良冷哼了一声 你还是考虑一下 自己怎么从这里走出去吧 男子脸色一沉 眼中闪烁起森寒的杀意 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一名女子突然闯入这片山林 女子身材娇弱 皮肤白皙 乌黑的绣发披肩 身材曼妙玲珑 精致绝美的容颜 透露着一抹淡漠的气质 队长 她就是那个女军官 一个异国士兵急忙提醒道 男子眼睛一亮 随即嘴角浮现起一丝银鞋的笑容 真是漂亮啊 沈良也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 竟然还有援兵赶来 看来自己的运气不错 你是谁 竟然敢阻拦我们 为首的男子 看着这名女子问道 女子没有理睬男子 静止朝着沈良这边走了过来 沈良健壮 眼睛微眯 警惕地盯着这名女子 虽然这名女子很美 但却给人一种危险的气息 喂 你别乱了啊 这可是我们华夏的境内 你要干嘛 沈良忍不住问道 女子没有答话 而是走到了沈良的身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 嗨嗨 你 你想干什么 沈良吞咽了一口唾沫 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女子没有回应沈良 而是伸出纤细的御手 抓住了沈良的手掌 沈良只感觉一股柔软的触感传来 心中不由一当 靠 你摸哪儿呢 沈良脸色胀红 一把推开了女子 女子轻轻皱起了柳眉 似乎没有预料到 沈良会突然推开自己 小娘们 我告诉你 这小子已经伤成这样 根本不行 今天晚上你就跟哥哥玩耍吧 为首的男子舔了舔舌头说道 咻咻咻 沈良眼睛一眯 随即手中堂横刀猛地致出 瞬间贯穿了男子双腿 啊 男子顿时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身体摔落在地上不断挣扎 混账东西 你竟然敢废了我 男子双目圆争 猙獰地嘶吼着 我说过了 再惹我 我会亲手宰了你 沈良目光阴冷 与气平静地说道 哈哈 忽然 那名男子仰头狂笑起来 沈良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沈良瞥了一眼这名男子 你是谁关我屁事 我叫罗尔 你竟然连我都不认识 你这个乡巴佬 罗尔疯狂大笑着 罗尔的父亲乃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全是滔天 而且 罗尔也是罗家的少爷 未来的继承者之一 所以他才如此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罗尔 沈良文言 眼神闪烁起一抹诧异 现在是末日 你在这里跟我提这个 有什么用 除非你是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沈良冷笑道 罗尔听完之后 先是一正 随即冷笑道我 当然不是基因改造战士 不过我爹是 沈良微微醋眉 没想到这货来历这么大 看来麻烦了 怎么 怕了吗 现在跪下磕头求饶还来得及 否则 罗尔一副耀武扬威的表情 一脸傲然之色 轰隆隆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 四辆军用吉普车急速 驶了过来 眨眼间便来到了附近 罗尔 你又在欺负老百姓了吗 一名身穿绿色军装的青年走了下来 面带不悦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众多男子 赵龙 罗尔见到这名青年之后 顿时面色微变 显然很忌惮 这名青年身份很特殊 乃是这里营地的总指挥 赵龙 哼 算你运气好 我懒得搭理你 罗尔扔下这句话之后 便迅速离开了这里 赵龙看了一眼沈良等人 随即说道 大家没受伤吗 报告总指挥 没受伤 几名士兵立刻敬礼说道 沈良看了看四周 发现自己等人被包围了 这里今日 是一个营地 沈良刚想说话 一名身穿绿色军装的青年走了过来 这名青年身材挺拔 五官棱角分明 见眉心目 鼻梁高耸 整张脸英俊帅气至极 他就像是童话故事中的王子 举手投足间都透着迷人的气息 不过让沈良吃惊的是 这位青年竟然是基因舞者 你们是哪个势力的 为什么是基因舞者 难道不属于那个基因改造军团 沈良看着赵龙问道 赵龙摇了摇头 我们是炎黄军团 隶属于炎黄部队 炎黄部队 你确定 沈良疑惑地问道 眼神之中充满了怀疑 沈良闻言 思虑片刻 你们距离他们的营地可不远 确定他们不会攻击你们 赵龙笑了笑 我们本就是在那里逃出来 他们害人不浅 总是抓幸存者 去做各种人体实验 沈良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你们既然不是幸存者 又是怎么进来的 赵龙反问道 哦 这次我们是来救人的 不巧遇到了丧尸潮爆发 沈良解释道 那些丧尸呢 都死了 赵龙闻言 眼中流露出一丝震撼之色 他虽然猜测到了这一点 但是却没想到 会死这么多丧尸 你们想救人 在基因改造军团二营地救人吗 你就是有现在的十倍火力 怕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赵龙好心提醒道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必须试一试 我们必须尽快 将我的弟兄们找到 沈良坚决道 看着沈良如此执拗 赵龙按探一声 既然你愿意冒险 那就祝你好运吧 希望你们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说吧 赵龙转身带领着一群战士 消失在夜幕之中 沈良深吸一口气 看向身旁的众人说道 我们先回去 带上几只变异动物的尸体 众人点了点头 背起变异动物的尸体 和沈良一同返回到了营地之中 沈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 他要取出这些变异全体内的毒液 来做研究 实验室里 沈良忙碌着 将变异全体内的血清抽取了出来 第425章 变异病毒终于有了新的突破 沈良仔细观察着 这些变异犬的血清 并且尝试着注射入体内 很快 变异狗的体型渐渐膨胀起来 最终砰的一声炸裂开来 化作了一滩血肉碎片 这时候 沈良终于相信了赵龙的话 看来那个基因改造军团 真的很恐怖 不愧是末世啊 沈良不禁苦笑道 他从变异犬身上得到了不少信息 这些变异犬的实力 都达到了三阶左右 比普通的丧尸更加厉害 而且 他们的血液拥有强烈的腐蚀性 普通的食物 根本就扛不住他们的血液腐蚀 甚至是一旦沾染上 就会被溶掉 如果不注射血清的话 他们的血液 很容易就会引起病毒感染 沈良沉吟许久 脑海中浮现出了自己的医术 不知道自己的血液 能否抗衡这个病毒 试试看 沈良咬破自己的指尖 滴出了一滴鲜血 煞时间 沈良浑身剧痛无比 仿佛被千万只蚂蚁啃饰一般 沈良面容扭曲 全身疼得颤抖起来 额头上渗出了痘力大小的汗珠 不过 在沈良咬牙坚持了半晌之后 他发现自己竟然成功了 呼吃 呼吃 沈良大口喘气 感觉自己快要虚脱了 这个过程太艰难了 成功了 沈良欣喜若狂 自己的血液竟然可以克制这种病毒 简直是绝妙的配方啊 不过 沈良也仅仅只是成功地 抑制住了这种病毒 却并不代表能够治愈 毕竟他的血液 只是抑制住了病毒 却并没有消灭病毒 看来想要彻底治愈这个病毒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是永生 不过 我还是有办法的 沈良难难自语道 不过 想要治愈这个病毒 还是太困难了 首先 沈良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 才能找到治愈这个病毒的药物 其次 这个病毒具有极强的侵蚀性 一旦被注射了血清 病毒很有可能会传播到下一个人类体内 所以 沈良需要做的 就是在保证下一批人员安全的前提下 再去寻找药品 治疗这种病毒 不管怎样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都会尽全力的 只要能够救回那些孩子 付出任何代价 我都在所不惜 沈良握紧拳头说道 沈良将剩余的血清放进箱子 随后带着人离开了实验室 因为金河足够的原因 沈良的避难所安全等级再度升级 当天晚上 沈良便召集了几十个精锐士兵 准备行动 经过商讨之后 沈良选择今晚偷袭基地 这支由26名战士组成的突击小队 每一个人都拥有着三阶的实力 而且枪法精准 是沈良花重金训练出来的精锐小队 夜色降临 沈良换上黑衣 悄悄潜伏在了二营地外 此时在二营地门口 有两名守卫正在交谈着什么 听说营地的新兵 已经把28号营区给毁掉了 咱们二营地 不会步入二营地的后尘吧 一名守卫担忧地说道 别瞎扯淡 二营地有着强悍的战斗力 怎么可能轻易被摧毁 肯定是那些新兵偷偷摸摸干的 另一名守卫说道 那可说不准 你没看那些新兵 一个个牛逼轰轰的 连二营地的战士都敢杀 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守卫呢 另一名守卫说道 嘿嘿 你不说 我倒忘记了 听说那个新兵叫沈良 我估计应该也就一般水平 要不然 咱们趁乱打劫一番 那名守卫坏笑道 嗯 有道理 我这就去跟营地汇报 那名守卫兴奋地说道 就在这时 他忽然看见一道身影 朝着他们走来 谁 那名守卫警惕地喝道 不过当他看清楚这道身影后 顿时松懈了下来 这道身影正是沈良 此时沈良脸色煞白 显然受伤不清 哟 还真是你这家伙 你怎么搞成这副模样 那名守卫差一道 沈良擦拭了一下 嘴角溢出的鲜血 冷哼一声关你屁事 嘿嘿 别这么凶嘛 哥哥我这不是关心你一下吗 你特娘的 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那名守卫 脸色阴沉下来臭小子 你胆子挺肥啊 老子好歹也是四阶巅峰的强者 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你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沈良冷漠道 那名守卫愣住了 他没想到 自己刚刚吹完牛逼 就被人打脸了 沈良继续道 我劝你最好赶紧滚蛋 不然等一下有你受的 沈良冷冷地瞥了那名守卫一眼 那名守卫被沈良 看得心惊胆战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妈的 吓唬我是吧 来人 给我狠狠揍他一顿 让他常常记醒 省得他目空一切 目无尊备 守卫怒斥一声 立即招呼了几个人冲了过来 沈良眉头微皱 没想到 对方竟然敢在这里动手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沈良一脚踢飞了距离最近的一名士兵 随后一脚踢飞了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守卫 那个守卫惨嚎一声 直接昏死过去 躺在地上不知死活 沈良的攻势凌厉迅猛 那些士兵哪里是他的对手 不一会儿的功夫 便被沈良打翻在地 我操 你还真胆打呀 那名守卫骂列一句 随后转身逃跑 连自己的兄弟都顾不上了 想跑 沈良眼睛眯了起来 随后直接追了上去 虽然沈良身体虚弱 但是速度丝毫不慢 沈良一路狂奔 很快就追上了那名守卫 那名守卫看到沈良追来 心中暗道糟糕 这家伙速度这么快 沈良一把抓住那名守卫的脖梗 单手把他拎了起来 嗨嗨 那名守卫被勒得喘不过气来 脸色胀红 沈良用力捏住了他的喉咙 冷哼一声将他高举过顶 双腿弯曲 猛然用力向后一甩 扑通 那名守卫的身体砸在了地上 发出巨响 啊 那名守卫捂住肚子 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沈良缓缓走过去 抬起脚 狠狠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咔嚓 骨骼断裂的声音传来 沈良用力碾压着那名守卫的胸膛 使劲碾碎了他的肋骨 同时将内脏震成粉末 那名守卫瞪大了双眼 张大了嘴巴 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嗯 沈良一拳捶在了那名守卫的脑袋上 那名守卫瞬间毕命 第四百二十六章 你这营地形同虚设啊 沈良吐了口痰 冷冷地盯着周围的众多守卫 如同在巡视猎物一般 啊 鬼啊 一群守卫纷纷尖叫着 撒鸭子狂奔 真爽 杀人的感觉真舒服 沈良舔了舔星红的舌头 邪魅地笑道 随后 沈良将那名守卫尸体 拖到了隐蔽处藏后 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件作战服穿上 嘿嘿 今晚又可以大开杀戒了 沈良舔了舔嘴唇 眼眸中充满嗜血的光芒 沈良一边走 一边将腰间的匕首拔了出来 随意抹掉上面的血迹 装进了兜里 就在沈良走到一栋建筑旁边的时候 沈良突然停了下来 谁 给我出来 沈良警惕地扫射着周围 冷喝道 呵呵 你的鼻子倒是蛮灵的 这都被你闻到了 一道冰冷刺耳的女声传了出来 随后一阵细密的脚步声传来 你以为我们营爹就是这么好闯入的 沈良冷笑一声 身形暴退 拉远了与对方的距离 这时 一名穿着军装的女人映入沈良的眼帘 她戴着一副墨镜 一头短发 身材恶挪 皮肤雪白 相貌妩媚妖娇 透着一股诱惑的味道 你是谁 沈良问道 那名女人冷哼一声道 连我都不认识 还敢擅闯营地 找死 哦 你是营长夫人 沈良戏谑道 你 那名女人顿时欲色 哈哈 果然 怪不得营长要派我来这里执情 原来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 他怕你勾引我 沈良大笑一声 你混账 那名女人翘脸羞愤 咬牙切齿道 泽泽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要是生气了 那就是承认了呗 沈良调侃道 那名女人恼羞成怒 挥舞着手掌 向沈良扑了过来 沈良冷哼一声 右臂一抖 手中的匕首划破虚空 闪电般展向那名女人的手腕 那名女人反应极其敏锐 急忙抽回右手躲避 碰 两只匕首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闷响 沈良顺势将匕首收了回来 然后左手画掌拍在那名女人的肩膀上 将她击退数米 那名女人踉跄几步才站稳 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不错 既然能够挡下我一击 不愧是营长夫人 难怪能迷倒这么多男人 沈良赞叹道 混账 那名女人娇斥一声 再次向沈良冲了过来 不得不说 这名女人的确拥有着令人疯狂的美貌 身材火辣 而且肌肤嫩滑白皙 身段玲珑曼妙 沈良眼睛放光 黑黑一笑 迎了上去 那名女人再次和沈良交锋一次 随后被沈良轰得连连后退 根本不堪一击 沈良撇了撇嘴 不懈地笑了笑 再来 沈良大吼一声 再次朝那名女人杀去 手中匕首绽放出寒芒 如同毒蛇一般 向那名女人袭去 该死 这个废物怎么会这么强 那名女人脸色铁青 她感觉到沈良的力量远胜于她 并且速度奇快无比 让人防不胜防 那名女人连连败退 最终险向还生 狼狈万分 不行 必须要找援兵 那名女人眼中闪烁着精明的目光 随后掏出怀中的信号弹 信号弹腾空而起 在夜空中炸裂 释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嗯 沈良健壮 脸色骤然一沉 眼中杀鸡爆射 你居然敢放信号弹求救 小杂种 别逼老娘与死网破 你现在滚还来得及 那名女人尖声喊道 我倒要看看 你能怎样与死网破 沈良讥讽道 说吧 沈良再次栖身上前 找死 那名女人大怒 手持匕首向着沈良砍去 却被沈良轻松躲过 紧接着匕首一划 割破了她的衣袖 死了 布料被扯开一条长长的口子 那名女人的胸脯也裸露在外 显得格外惹人瑕疵 那名女人气得浑身颤抖 恨不得将沈良千刀万剐 但是此刻 她已经失去了理智 完全丧失了平日里的镇定和聪慧 完全凭借本能与沈良缠斗 哼哼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人 敢在这里设伏 肯定不简单 沈良淡淡地笑着 她的身影飘忽不定 每当女人的匕首落下 总是会被沈良险又显得躲过 沈良的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间便冲到了女人的身前 去死 女人脸上浮现出猙獰的表情 匕首滑向沈良的腹部 然而下一刻 女人的表情僵硬住了 沈良的动作突然加快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然后向下一摆 哥崩 女人的手腕直接被折断了 鲜血四溅 啊 女人痴疼 惨呼一声 沈良眼睛眯成一条缝隙 露出阴森的笑容 我这个人很公正的 你既然想杀我 我自然也不会客气 话音刚落 沈良一把掐住女人的脖梗 咔嚓 女人的喉结被沈良捏碎 瞳孔涣散 死得不能再死了 妈的 还敢偷袭我 沈良咒骂了一句 捡起了那名女人的匕首 然后迅速向营地里面赶去 此番前来 沈良的后面有战斗机压阵 他在系统那里 换来了大量的军火武器 今晚 他一定要拿下 这基因改造军船的二营地 虽然现在他所处的位置 是最外围 在接到女子的信号弹之后 深山里面 还是响起了警戒声音 显然是他们 开始准备迎战了 沈良则是退回到战车里 驾驶战车继续往前开去 沈良没有开枪射杀他们 毕竟量作的风险非常高 如果被敌人用重型武器锁定 即使是他 也有危险 不一会儿 战场里出现了三辆卡车 上面装载着各种重型武器 这群狗东西 还真舍得 居然弄来了五六艇重击枪 这么多枪械 足够将这片丛林移为平地吧 沈良心中暗惊 沈良不禁摇了摇头 这群家伙 未免太嚣张了 这哪里是打链 分明就是抢劫吗 哒哒哒 很快 卡车里面便射出几缩子子弹 子弹横飞 打得地面泥土乱石纷飞 沈良眉头微皱 连忙趴下身来 然后猛踩油门 向前冲了过去 那些子弹全部打在汽车上面 发出一连串金属摩擦的声音 但却丝毫阻止不了沈良的动作 很快 那几辆卡车便来到沈良身前不远处 随后沈良跳下汽车 静止冲了上去 碰 碰 碰 沈良双拳骑出 打得一名士兵吐血飞出 砸到另外两名士兵 然后又狠狠地踢向其他士兵 几秒钟之后 沈良解决掉最后一个士兵 然后坐上了战车 第427章 火力全开 拿下二营地 呜呜 战车启动 迅速调转方向 这里的营地很大 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攻打下来的 况且 沈良现在还不清楚对方的虚实 只能等 沈良知道对方肯定不可能就这点兵马 应该还有援兵 不然他们不会这么肆无忌惮 此刻 基地内的指挥士 什么 营地遭受到袭击 一名穿着戎装的中年男人猛地拍案而起 满脸都是愤怒 咬牙切齿 双眸喷火 立刻派遣队伍增援营地 务必剿灭入侵者 将他们全部干掉 中年男人大喝一声 老大 您先冷静一下 一旁的参谋长急忙劝阻道 怎么冷静 那帮混蛋竟然闯入了营地 简直罪该万死 中年男人勃然大怒 我听说 对方只是一个人 只是擅长潜伏 速度极快 参谋长说道 一个人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参谋长苦涩地笑了笑没错 是一个人 听闻此言 中年男人的怒意更甚了 他怒吃到你特别以为我傻吗 这么短的时间 就算是一百个人也办不到 除非是超人 参谋长顿时语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老大 那您认为会是谁呢 参谋长试探性地问道 中年男人 眉头凝在了一起 陷入了沉默 报告 敌人已经从我们的包围圈逃脱 正朝着北边奔跑 距离营地仅剩三百米 就在这时 一个士兵匆匆跑进了指挥部 中年男人眉头一挑 冷哼倒追 很快 数百名士兵集合完毕 浩浩荡荡地向着南方狂奔 妈的 还真够难缠的 一个人就把你们拖住了 沈良驾驶着卡车 飞驰在荒芜的山野之中 突然 沈良的脸色猛变 然后急忙刹车 轰隆 巨大的惯性 带动整辆卡车撞在树木上 车轮冒出烟雾 停滞在原地 动弹不得 靠 这帮孙子 竟然埋伏了狙击手 沈良骂骂咧咧地爬了起来 看了一下地图 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沈良所处的位置 是山脉之中 前方就是一座峡谷 峡谷中央的悬崖峭壁上 建造着一座营寨 而在营寨外面 还有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挡住了沈良的去路 沈良抬起头 看着前方的营寨 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弧度 他纵身跳下车 然后走到岩石前面 双脚在岩石上一蹬 整个人像一颗炮弹似的飞了起来 沈良在空中扭动腰肢 身体灵活如蛇般翻腾着 最终稳稳落在了营寨的墙壁上面 妈的 这帮龟儿子还真是阴损 沈良骂骂咧咧地站在营寨顶端 环石四周 然后从身上摸出了一枚手榴弹 扔了下去 哄 爆炸声响彻天际 紧接着便是一股浓烈的白烟弥漫开来 沈良趁着浓烟掩护 身体犹如猴子一般窜了下去 然后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队长 刚才那个小的是谁啊 营地里 两名士兵望着沈良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一论道 其中一人挠了挠头 说道管他是谁呢 反正我们是来打仗的 管他那么多闲事干啥 另一人赞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和队友继续巡逻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支利剑破空而至 利剑瞬间洞穿了两人的胸膛 两人瞪大了眼睛 缓缓倒在地上 又是三根弩箭刺破空气 将那两具尸体定在了地面上 沈良的目光冰寒 他的身体如猿猴一般 敏捷地攀爬着 然后悄悄溜进了营地 营地里 一共有着七八名士兵 都是普通的士兵 没有任何的威胁 沈良一步迈出 犹如鬼魅 轻易地躲避了众人的监控 嗯 就在这时 沈良察觉到了异常 在营地的一个房间中 传来一阵细碎的声音 沈良悄无声息地靠近了房门 然后耳朵贴在门上 偷听着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时 房间门突然被打开了 紧接着走出来一个 戴着面罩的男子 沈良的瞳孔皱缩 一掌劈出 狠狠地印在了男子的脖梗上 男子的喉咙 直接被沈良捏碎 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沈良并没有理会男子的尸体 而是继续听着里面的动静 妈的 真是晦气 这时 屋子里面传来一道低沉 而压抑的声音 紧接着 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走了出来 他的右手里 提着一桶液体 这玩意真厉害 我感觉比毒药强多了 一旦喝下去 绝对让他生不如死 是啊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厉害的毒药 估计就算是神仙 也就不活吧 哈哈 那是当然 不过我们要抓紧时间 这种东西一旦泄露出去 会引起恐慌的 这时 又有几名男子走了出来 每个人手上拿着一瓶液体 看样子 他们是想给沈良喂食这种液体 沈良健壮 眼皮子一跳 他没想到 这帮家伙 居然丧心病狂到了这个程度 要用这种东西来折磨他 妈的 既然你们想死 老子成全你们 沈良眼中闪烁着凶芒 随即掏出腰间的匕首 悄悄摸索到一名壮硕男子身边 然后一刀插进了他的腹部 嗯 你 你杀了我们 壮硕男子瞪圆了双眼 艰难地咽下最后一口气 沈良拔出匕首 看都没看壮硕男子一眼 直接向着另一名男子走去 So 匕首划过一道诡异的诡计 刺穿了男子的脖子 然后鲜血横流 这名男子捂住伤口 想要挣扎着站起来 但是却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我的手臂 男子惨叫着 他的右胳膊被沈良一刀斩断 此时正鼓鼓流淌着鲜血 沈良走到男子跟前 冷笑一声 随即抬起一脚 踹在男子的脑袋上 砰 这一脚力道极大 男子的脑袋被踹得凹陷了进去 当场死亡 解决掉男子之后 沈良转移目标 直接冲进了旁边的帐篷中 沈良一拳打在床板上 床板当场碎裂开来 妈的 敢逗我的女人 找死 沈良眼中充满着滔天杀鸡 然后握紧拳头 狠狠砸在床架上 第428章 地下密室里面的实验室不见了 木屑纷飞 坚硬的床板被沈良一拳砸碎 露出了一条密道 密道里灯火通明 显然有人在密道内休息 呵呵 运气不错嘛 沈良淡淡一笑 顺着密道一路深入 越往里走 沈良发现 里面的温度逐渐升高 仿佛有熔炉在燃烧 而且 里面弥漫着一股怪味 应该是加热装置 沈良按道一声 随后加快了脚步 密室里面 一个浑身赤裸的男子 坐在床上 手中握着一个电钻 正在对着一块木料 进行切割 沈良凭住呼吸 然后慢慢靠近那名男子 突然 男子停止了手中的工作 转身向着沈良看来 与此同时 沈良一跃而起 右腿踢出 重重地抽打在男子的脸上 妈的 还敢袭击我 男子愤恨地咆哮了一句 然后举起一把枪 瞄准了沈良 可惜 沈良已经抢先一步 扣动扳机 啪哒 男子的眉心 出现一个血红色的窟窿 直接被沈良一枪爆头 沈良一脚踢飞男子的尸体 然后迅速地关闭了密道的大门 做完这些后 沈良才松了口气 好险 差点暴露 幸亏我的速度够快 沈良拍了拍自己的灰色衬衫 却发现 上面沾满了尘土 额头上的汗珠 也被污垢沾染 他叹了口气 将手上的灰尘抖落 然后擦拭额头 他刚才险些被密室内的机关 所夺去性命 这让他感到有些后怕 突然 他想起了国度队队员们 他们在自己的故事里面 也会遇到这样的危机 这让他有些愧疚 希望他们还活着 他喃喃自语道 沈良推开了密道的大门 朝着里面望去 只见里面亮堂堂的 一堆篝火熊熊燃烧 散发着灼热的光芒 他走了进去 却发现 除了那堆篝火之外 根本什么都没有 这让他感到很奇怪 怎么会这样 他皱着眉头思考了片刻 却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他转身走出了密道 眯起眼睛 环顾四周的环境 却发现 周围都是荒凉的山巒 没有人烟 也没有生机 他的心情 变得有些沉重了起来 沈良顿时想起 国度队队员们 他们在自己的故事里 也会遇到这样的荒凉之地 他开始描绘 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 他们会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但也会碰到 让人感到温暖的人和事 这让他的心情 慢慢地变得平静了起来 他想 或许这个荒凉的地方 也不是那么绝望 夜晚降临 月亮缓缓从云层中爬了出来 整座城市 笼罩在皎洁的银灰之中 嗷呜 忽然 远处传来狼嚎之声 沈良猛然惊醒 立马警惕起来 难道是狼群 沈良的心情 瞬间紧张了起来 这时候 沈良听到一道道兮兮绿绿的脚步声 像是踩踏草丛的沙沙声 然后一双双幽绿的眼眸 映入了沈良的眼帘 一群野兽 向着沈良奔跑来 这是一群恶极眼的狼 他们盯住了沈良 然后发出嘶吼之声 向沈良扑咬过来 畜生 沈良怒骂一声 然后猛然一蹬地面 整个人腾空而起 直接撞飞了三只野狼 落在地上后 反身一脚踹翻两匹狼 剩余五六匹狼 则是发疯似地扑向沈良 沈良身影飘逸 身形灵敏 在半空中连续踢出几脚 将几匹狼踢开 然后落在了地上 沈良一记鞭腿 扫向其中一匹狼 这匹狼惨叫一声 然后轰隆一声 倒在了地上 再无声机 沈良的攻势非常灵力 他一连串的动作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宛若行云步雨般 让人防不胜防 真是奇怪 明明显示国度队员的信息 就是在这附近 为什么没有呢 难道是在地下 沈良一惊 会不会是他们有地下营地 毕竟在他们的废弃营地里 就发现过地下实验室 以及营地 沈良派来的军队 正在大面积进攻基因改造军团二营地 西北方战火滔天 但是东南方却宁静如初 在这种情况下 沈良更加怀疑 是不是国度队队员们 躲藏在地下基地里面 想到这里 沈良立马跳下了山坡 沿着小溪继续向前走去 寻找地下营地 他并没有注意到 一棵树枝上挂着一个哨兵用的耳麦 耳麦中的信号源 正好能将他说话的内容 传达到指挥部的监控器上面 嗯 他居然往东南方向走了 沈良一路上都在留意着耳麦中的信号 终于 他察觉到信号源消失了 这家伙 不会是逃了吧 指挥部的负责人眉头一皱 然后对一个士兵 吩咐你去查探清楚 看看那家伙是否离开 那个士兵领命 然后拿着武器 悄悄地摸向了沈良离开的方向 不会真的逃了吧 指挥部的负责人嘀咕了一声 随后对身边的参谋长问道 我们的援军什么时候抵达 参谋长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另一边 沈良在茂密的林子里面穿梭 她的速度非常快 犹如鬼魅一般 身轻如烟 她的嘴角勾勒出一抹弧度 喃喃自语 道既然你们想玩 那么我就陪你们玩一玩 她的神色阴沉了下来 虽然她不喜欢国度队成员的风格 但她不介意帮助他们提升自身实力 嗯 突然 她的耳朵微微动了动 她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 沈良目光微宁 然后放轻了步伐 她贴着一棵树 隐蔽了自己的身体 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果然 不久后 一个黑衣人从林子里面冲了出来 她的速度很快 但是却没有任何声音 当她从沈良面前经过的时候 沈良猛地伸出手 抓住了这个黑衣人的肩膀 一拉 将她扯到了自己的面前 谁派你来的 沈良冷声问道 啊 黑衣人吓得大喊一声 然后拼命挣扎起来 别叫了 是我 沈良说道 闻言 黑衣人停止了挣扎 然后抬起了脑袋 怎么又是你这混蛋 你到底要干嘛 老子可是为你办事 你居然恩将仇报 沈良瞪大了眼睛 有些恼怒地说道 第429章 我来救兄弟你添什么乱 原来 他认识这个黑衣人 这货赫然就是昨日给他带路的那位 黑衣人有些郁闷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 会遇到你这个煞星 我本来是去找女人解决一下生理需求 结果遇到了丧尸 差点死掉 那你现在是在干嘛 沈良有些狐疑地看着对方 我是在跟踪你啊 黑衣人叹了口气说道 跟踪我 黑衣人点了点头 然后露出苦笑 没错 我是在跟踪你 不跟踪你 我就没法完成任务了 什么任务 沈良好奇地问道 黑衣人挠了挠头 其实也没啥 就是有任务让我跟踪你 然后把你引诱到一个陷阱里 陷阱 沈良挑了挑没吗 黑衣人点了点头 什么陷阱 这个暂且保密 总之我告诉你 这次的任务非同反响 你最好做好准备 别到时候丢了小命 我丢了小命关你屁事 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的 沈良白了黑衣人一眼 黑衣人脸上浮现出了干大之色 嘿嘿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我呸 你会关心我 哎呀 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滚犊子 少在我面前装算 赶紧说 你跟着我干嘛 沈良冷哼了一声 黑衣人善善一笑 说到这个你先别管 等你到了那个地下营地 就什么都知道了 沈良皱着眉头地下营地 黑衣人拍了拍沈良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说到沈良 我希望你不要抱太高期望 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哦 沈良诧异地看着黑衣人 问道 那你还来找我 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出事吗 所以 就想带你一起去 我们一块联合起来 肯定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黑衣人一副大意凛然的模样 说到你应该相信我 哼哼 不必了 你自己留下吧 沈良冷淡地拒绝 喂 你不要这样吗 我们一起去吧 你一个人单独去太危险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 至少能安全一些 我不习惯和陌生人共享秘密 你赶紧走吧 沈良摆了摆手 然后转身准备离开 见状 黑衣人连忙拦住沈良 急急地说到你 不能扔下我啊 我刚才已经被狗撵得够呛了 现在你又把我扔下 我还能活吗 沈良无奈 只能答应黑衣人的请求 两人一起朝着目的地赶去 很快 沈良就感觉到越来越热了 这片区域的温度 仿佛比外界高出许多 沈良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然后喘着粗气 说到我们到哪里了 再走半个小时左右 就是地下营地的入口 我靠 这么快 沈良吃惊地看着前方 他记得 之前他们走了四五公里 才看到一座城市废墟 而现在 他们仅仅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到了 这也太快了 黑衣人耸了耸肩 我们的速度已经算慢的了 沈良没搭理他 他现在只想尽早进入地下营地 救出那些受害者 很快 他们来到了一栋废弃的建筑物门口 你确定是这个地方 沈良有些狐疑地看着面前破烂的墙壁 黑衣人郑重地点了点头 就是这里 沈良翻了翻白眼 说到那行吧 你先走 别挡路 黑衣人一愣这么着急 赶我走干什么 我赶时间 黑衣人撇了撇嘴 我知道你赶时间 不过 你还是先跟我一起进去吧 我可以保证 我绝对是安全的 说着 他便掏出了钥匙 打开了房门 率先走了进去 沈良迟疑了一秒 也迈开脚步走了进去 卧槽 这里 怎么这么脏 刚踏进屋内 沈良便骂骂咧咧地说道 他环顾了一圈 发现屋内乱糟糟的 地上到处都是垃圾纸团 以及各种食物的碎屑 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令人作呕 此刻 黑衣人正蹲坐在沙发旁 拿着一条香烟 吞云土雾 怎么这么臭 沈良捂着鼻子 满脸嫌弃地看向了黑衣人 然后又扫尸了一番整个房间 这时 沈良终于看清楚了房间里的情况 在房间里 横七竖八地 躺着许多男性士兵 而且每个人的脸上 都布满了痛苦的神色 这些人都死了 沈良皱着眉头说道 没错 黑衣人点了点头 他们全部都被变种丧尸咬伤了 现在已经没救了 你怎么知道 他们全部都是丧尸 万一有一个是人类呢 啊 我也只是猜测罢了 沈良无语地 瞥了黑衣人一眼 说道好吧 那我们继续赶路吧 黑衣人点了点头 然后跟着沈良继续前行 突然 黑衣人停下了脚步 扭头看向了另一边 嗯 怎么了 沈良顺着黑衣人的视线看去 只见一群穿着迷彩服 戴着面罩的人 正朝着这边缓缓逼近 足有三四十人 沈良眉头微醋 这帮人是谁 黑衣人摇了摇头不知道 不过看样子像是军队 应该是来执行什么任务的 军队 沈良沉默了 如果这伙人真是军队的话 那就麻烦了 因为这些人明显来者不善 虽然自己现在拥有了超强的战斗力 但双拳毕竟难敌四手 何况对方人数众多 更何况 对方是军队 武器装备齐全 自己根本占不到丝毫优势 沈良兄弟 你怕什么 有我在呢 似乎是察觉到了 沈良有些惧怕 黑衣人连忙安慰道 不是我怕 而是我不想惹上麻烦 黑衣人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家伙还真是不按套路出牌啊 明明很厉害 却偏偏不愿意惹麻烦 黑衣人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惹麻烦 那我们就绕路走吧 反正距离目标地点 还有一段距离 嗯 沈良点了点头 随后 二人便绕开了对方 准备从侧翼离开这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那批军人也看到了沈良二人 并迅速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第四百三十章 同样是找弟兄 凭什么你找到了 妈大 沈良低骂一声 怎么办 黑衣人询问道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杀出去了 你不会是想逃跑吧 沈良瞪了黑衣人一眼 当然不是 我就是提醒你一句 放心 我有分寸 沈良眯缝着眼睛 看着对面冲来的军人 眼眸中闪过一抹狠力 很快 双方相遇了 站住 围首的军人怒喝道 然后拔枪指着沈良二人 举起手来 沈良冷漠地扫了他们一眼 直接将手伸进了背包里 你想干什么 围首的军人 警惕地盯着沈良 我说 你特么聋啊 我让你们举起手来 听不懂人话是吧 沈良愤怒地吼道 我劝你老实一点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了 军人威胁道 沈良懒得在跟他废话 直接抽出一颗铁砂 瞄准了对方的脑袋 扣动扳机 伴随着一声闷响 子弹射击而出 瞬间穿透了那名军人的脑袋 建设出了一阵血化 嗯 那名军人瞪大了眼睛 身体猛地晃动了几下 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 卧槽 黑衣人吓坏了 这沈良简直就是暴徒啊 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 而且还是一言不合就杀人 完全就是亡命之徒啊 与此同时 其余几位士兵 也纷纷将枪口对准了沈良 你找死 其中一名士兵 恶狠狠地骂了一声 随即扣动了扳机 想要给沈良一个教训 沈良抬起手臂 轻松躲避掉了这一颗子弹 什么 剩下的几名士兵 全都震惊了 他们的子弹 都带有消音器 普通人肯定无法躲避 但沈良不仅躲避了 而且还精准无误地命中了他们 这家伙有点诡异 先解决了他 不管是什么东西 今天都休想逃走 为首的军官沉声说道 沈良冷哼一声 说道你们想动手就动手 我奉陪到底 军官眼睛一眯 然后说道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你确定要单挑 沈良玩味一笑 我说过了 你今天必须留在这里 花音落下 那名军官立马挥舞着手枪扑了过去 另外两名士兵也紧跟在了他的身后 同时攻击 沈良嘴角扬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 身形犹如猎豹一般窜出 下一刻 他飞快地踢出腿影 直接踢爆了迎面袭来的两个人的脑袋 沈良这才转过身来 与另外一名军官缠斗在了一起 沈良的速度极快 一眨眼的功夫 就与对方交锋了十多招 这军官的身材高大健硕 身上肌肉结实 仿佛蕴含着恐怖的爆发力 沈良的力量比较弱小 所以不敢与对方硬碰硬 只能利用敏捷技巧与之周旋 你的速度太慢了 还是让我来送你归西吧 军官一记边腿 狠狠甩出 沈良灵活地往旁边一跳 躲开了这一脚 而就在这时 他抓住了一个机会 猛地踹出一脚 直奔对方的胸膛而去 军官瞳孔猛地一缩 连忙收回了腿 沈良一脚直接蹬在了他的胸口 巨大的力量 使得军官后退了好几步 差点摔倒在地 沈良趁胜追击 他疯狂地挥舞着右拳 打在军官的胸膛和肩膀上 发出一阵阵金属撞击的声音 不过这军官皮操肉厚 防御力很惊人 沈良打了半天 也没有破开他的防御 混蛋 你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军官感觉自己的骨头 仿佛都快断裂了一般 沈良冷笑一声嘿嘿 你没听过一粒将石会吗 沈良不由分说地继续挥拳 军官不甘示弱 也奋力挥拳 与沈良拼了起来 沈良和军官疯狂地活殴 不知道打了多久 沈良忽然感受到 一股剧烈的疼痛传来 原来是对方一记重拳 砸在了自己的腹部 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 从沈良的腹部传来 沈良感觉整个腹部都快炸开了 疼得浑身冒汗 差点跪倒在地 不过沈良依旧紧紧咬着牙齿 不肯露出半点痛苦之色 他忍耐力极佳 即便是吃了剧烈的疼痛 也没有发出惨叫 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仿佛完全感受不到疼痛似的 而另一边 黑衣人已经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人群 趁乱溜走了 该死混蛋 等我抓住你 非得把你剁成肉泥喂狗 军官见沈良被自己压制 愤怒地咆哮道 他刚才一拳打在沈良的腹部上 本以为会直接轰碎沈良的五脏六腑 但没有想到 沈良只是吐了一口鲜血而已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伤痕 这种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沈良练过某种练体术 所以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但沈良显然不像 第二种可能 就是沈良的身体内部 隐藏着某种未知的秘密 而这种秘密 或许就是沈良变得如此强悍的秘密 因为这样一来 沈良就能够解释清楚 为什么他的体魄 会突然变得如此强壮了 你这个卑贱的臭虫 赶紧告诉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 军官一脸阴毒地呵斥道 我是谁关你屁事 沈良翻了翻白眼 不说是吧 那好 那我现在就宰了你 然后搜紧你的尸体 带回基地进行研究 军官宁笑一声 然后拿出手枪 准备开枪射击 然而 就在这时 沈良却突然冲了上来 一掌劈向了军官的脖梗 军官猝不及防之下 顿时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妈的 我早晚要弄死你 军官心中暗恨 正想挣扎反抗 但是沈良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根本不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 咔嚓 军官的喉咙 被沈良扭断 沈良将他的尸体丢在了地上 然后拍了拍手 你没事吧 沈良看向那名黑衣人 谢谢 黑衣人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略微激动地说道 虽然刚刚经历了生死一线 但他的脸上 却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 依旧保持着镇静 沈良笑了笑 咱俩算是公欢难的兄弟了 不用谢我 赶紧离开这里 免得夜长梦多 黑衣人点了点头 随后迅速离开了 第431章 偶遇国度队幸存小队 沈良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朝着军营的深处跑去 片刻后 他来到了一栋房屋前 推门进入 屋子里面空荡荡的 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过在墙壁上 挂满了武器和装备 沈良看了一圈 最终选择了一把手枪 和几枚子弹 以及几包食物和水 做完这些 沈良又匆匆离开 回到了之前的那座山洞 此刻山洞外面 围满了丧尸 沈良站在山洞门口 将手枪插在腰间 双手握紧匕首 摆出战斗姿态 然后瞄准了山洞外的丧尸 瞬间发起了攻势 三个小时后 吼 嗷 山谷中不停传来 各种丧尸的嘶吼和哀嚎声 山洞附近 堆积着数百具丧尸的尸体 这些丧尸中 绝大多数 都是被沈良干掉的 他凭借着超强的恢复力 以及超快的速度 在这短短的三个小时内 就将这里的丧尸杀光了 哈哈 爽啊 沈良大笑一声 此刻的他 浑身沾染着污秽不堪的尸体 就连额头都布满了汗珠 不过他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沈良擦拭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随后迈步走向山洞深处 这里 曾是军队存放粮食的仓库 里面堆放着一些罐头饼干之类的东西 沈良一股脑的 全都扫进了背包里 末世后 物资稀缺 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沈良一路走过来 捡了不少东西 不过他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他的目标主要放在了军火上 嗯 就在这时 沈良发现 角落里有一颗闪亮的东西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把手枪 这玩意儿价格不菲 市场估计得卖好几千块钱 沈良当即将其收进了背包里 沈良走出仓库 朝着四周观望了一番 山谷中安静异常 看不到一点动静 沈良猜测那些士兵们 已经离开了山谷 沈良嘴角泛起一抹冷酷的笑容 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然后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换上了一套迷彩服 穿上迷彩服之后 他立马变成了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 而且看上去更加帅气了 简直就跟明星模特一样 这次总算没有白费 沈良咧嘴一笑 心中十分满意 你究竟是来做什么的 沈良看向身旁的黑衣人问道 跟你一样 我也是来救我的弟兄们的 黑衣人答道 沈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还以为这家伙 是军方派来监视自己的呢 你的弟兄们被困在哪了 沈良问道 距离这里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地方 一个废弃工厂内 好嘞 你先走 我稍微收拾一下 沈良说道 好 注意安全 黑衣人说完便离开了山洞 沈良则返回到了军车上 他坐在驾驶位上 启动汽车 然后飞驰了出去 一路急迟 很快 汽车就抵达了目的地 此时 一辆吉普车正缓缓行驶着 驾驶室内 一个身材魁梧 相貌彪悍的中年男子 手中正端着一只AK47 老王 你慢点 别撞树上 副驾驶上 一个瘦削男子说道 老刘 我怎么能不快点呢 今天咱们要是再不把人救出来 恐怕就危险了 王哥说道 我看咱们还是撤退吧 瘦削男子担忧道 撤退 往哪撤退 这里距离城区那么远 而且 咱们的物资已经不多了 根本坚持不到城区 王哥沉声说道 我不管 咱们必须尽量救人 否则他们 真的要全部死掉了 唉 好吧 王哥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猛踩油门 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老王 你慢点 别撞树上 瘦削男子吓了一跳 我倒是想骂啊 但是没办法 王哥苦涩道 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眨眼间便来到了废弃工厂的门口 老王 等下进去之后 你负责掩护 我负责救人 瘦削男子说道 嗯 我明白 王哥点了点头 然后一脚刹车 将汽车停住 汽车一停稳 他就推开车门 然后钻了出来 举起手中的AK740对着工厂的门锁疯狂扫射 哒哒哒 枪声震耳欲聋 王哥的枪法极准 几乎没有浪费任何子弹 只听砰砰砰连续几道巨响 厚重的铁门就被打烂了 见状 瘦削男子也从汽车里钻了出来 帮忙打掩护 两人配合默契 很快就将工厂的铁门彻底破坏掉了 老王 赶紧救人 瘦削男子说道 好 王哥点了点头 然后快步冲向了废弃工厂 工厂内 十几个人被绳索捆绑在椅子上 他们全都受伤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就在这时 工厂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呼喊声 王哥顿时警惕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是赵凯 他怎么会在这里 王哥疑惑得皱眉道 这个工厂原来属于赵凯 而赵凯又是李虎的亲信 现如今赵凯居然被关押在这里 实在让王哥吃惊不已 老王 你愣着干嘛 救人啊 瘦削男子催促道 哦 我知道了 王哥点了点头 随后拿着手枪就朝着赵凯的方向跑去 很快 王哥便来到了赵凯的身边 赵凯的情况很糟糕 浑身鲜血淋漓 已经昏迷了 这祸怎么回事 瘦削男子皱眉问道 应该是被丧尸抓伤 感染了病毒吧 王哥说道 妈的 瘦削男子骂了一句 这些感染者一旦感染病毒 就会转化为怪兽 而且非常凶残 不过幸亏 他们的体质比较弱 只有四级丧尸的程度 如果遇到二阶丧尸 或者三阶丧尸 他们可就麻烦了 王哥咬牙切齿地说道 给他治疗 你负责救人 行 瘦削男子答道 喂 你们是谁 快点放开我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道女孩的尖叫声 听上去像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咦 是个小妹妹啊 瘦削男子 脸色露出兴奋之色 急忙寻着声音跑了过去 很快 二人来到了一座仓库前 仓库外围 有许多丧尸徘徊在那里 他们的双眼通红 似乎饥饿难耐 第四百三十二章 被拆穿的伎俩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瘦削男子笑眯眯地问道 女孩长得十分漂亮 身材苗条匀称 皮肤血嫩粉嫩 宛如包了壳的鸡蛋 她此时的表情 充满了慌乱与害怕 显然是被刚才的枪声 给吓到了 呜呜 女孩躲藏在仓库里 哭泣道求求你们 救救我 女孩虽然害怕 但是却仍旧保持着理智 没有选择逃跑 她知道 在这种地方 她就算跑也没用 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丧尸 瘦削男子笑呵呵地 走到仓库前 抬腿踢开木门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仓库 仓库内 有着五六个男女 被绑在椅子上 他们身上全都带着伤 有的甚至奄奄一息 他们都是被丧尸 攻击过的幸存者 当王哥和兽瘦男子 走进来的时候 他们纷纷投来仇恨的目光 嘿嘿 小美女 不要害怕 我们都是来救你们的 兽瘦男子猥琐地笑道 他一边说 一边伸手想要摸女孩 啪 忽然 王哥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你看娘的 发什么疯 王哥怒骂道 老王 你怎么打我 兽瘦男子不解地问道 我告诉你 别胡思乱想 我这是为了救人 你懂吗 王哥愤怒道 可是 你这样做 不是趁火打劫吗 兽瘦男子反驳道 操 你他妈的脑袋嗅逗了是吧 这群人都是罪犯 你就他们干啥 我是救人 我没错 王哥大声嚷嚷道 好好好 救人就救人呗 吼什么吼 兽瘦男子郁闷地说道 他虽然心里不爽 但是也不敢继续招惹王哥 毕竟王哥是他们三个里 枪法最厉害的 他也没胆子跟王哥硬杠 王哥没有搭理兽瘦男子 而是走到一个被捆绑的男子身旁 队长 王哥轻唤一声 嗯 王哥 辛苦你了 男子淡淡地点了点头说道 我先帮你松吧 王哥笑着说道 谢谢 男子笑了笑说道 不客气 王哥微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快速解开男子身上的绳子 老王 谢谢了 男子站起身来 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说道 都是自己兄弟 不用这么客气 以后记得叫我老王 王哥笑着说道 哈哈 好 老王 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再说 男子说道 嗯 这里不安全 先离开这里再说 王哥说道 接着 二人扛着几个被绑架的幸存者 朝着外面走去 就在二人走到仓库门口的时候 王哥脚下一滑 差点摔倒在地 妈的 还真是够邪门的 王哥咒骂了一句 就在这时 一只黑色丧尸扑向王哥 直奔他的脖子 咬去 卧槽 王哥脸色大变 身形暴退数米 而就在这时 兽血男子迅速拔出腰间的九十二师手枪 砰砰砰的几枪射在丧尸的胸膛上 好 丧尸惨了一声 然后轰隆一声 倒在了地上 兽血男子看了看自己手中的九十二师手枪 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色 他终于拥有一把枪了 而且还是高性能的九十二师手枪 他曾经是特战兵团的士兵 后来加入龙组 成为了一名军医 他所使用的武器 正是九十二师手枪 这款九十二师手枪威力强大 射速更是达到了每秒八十六发 在末日降临的初期 简直就是杀戮利器 王哥将手中的九十五手枪 丢给兽血男子 说道拿着防身 等一下咱们就靠他活下去了 嘿嘿 这次咱俩算是立了大功 老大肯定重重有赏 兽血男子笑嘻嘻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 王哥叹息了一声 然后说道好了 准备撤退吧 是 队长 好好 就在这时 一阵嘶哑的吼叫声 从外面响起 不好 是那些东西 王哥脸色巨变 他急忙冲出仓库 果然 在仓库对面 足足有四只丧尸 他们正朝着仓库这边爬来 并且嘴里还流淌着黏乎乎的液体 我擦 这么多丧尸 兽血男子健壮 顿时吓傻了 这可是足足四只丧尸啊 而且 他们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衫 明显已经死亡有段时间了 怎么办 队长 兽血男子问道 操 还能怎么办 杀 王哥沉声喝道 接着 王哥兽血男子和另外两名幸存者一同冲了上去 砰砰砰 枪林淡雨之下 四名丧尸眨眼睛就倒在了地上 快走 王哥嘀吼道 在他们出来的时候 也巧好遇见了沈良他们 老大 老大 你怎么在这里 嗯 沈良大吃一惊 这不是自己丢失的国度队成员吗 怎么是你们几个 其他人呢 老王长叹口气爱 老大 这一言难尽啊 接着 王哥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 原来 他们这个国度队成员 在几天前遭到丧尸以及基因改造军团的围攻 除了他们三人侥幸逃脱 剩下的几乎全部被丧尸吞噬了 听完王哥的叙述 众人皆是唏嘘不已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度队成员死绝了 还有就是 王哥他们居然没有抛弃自己的同伴 他们几个虽然这样子说 但是这一切可逃不过沈良的眼睛 他虽然知道 这是自己手下的国度队成员 但是他们的身体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虽然很微妙 但是沈良还是能够分别出来的 现在他们的身形跟基因改造人很像 也就是说 他们很可能被基因改造军团收入麾下了 你确定是跟其他国度队的人走分散了 沈良质疑道 他觉得自己必须搞清楚这件事情 否则会影响整个计划 老大 我保证 王哥信誓旦旦地说道 沈良眉头紧皱 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哼 怕不是你们几个已经投靠基因改造军团了吧 沈良冷哼道 闻言 王哥神色一正 随即阴冷地盯着沈良 冷声说道 老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说 我们背叛了你 王哥语气冰冷 带着浓烈的杀鸡 哼哼 是不是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沈良冷笑道 第433章 我邀请你来看一出好戏 哼 既然老大你这么说 那我也无话可说 王哥怒哼一声 然后转身带着其他三个队员就要走 你还真的是天真 我既然能够培养你们 那自然也能解决掉你们 沈良 冷漠道 王哥等4人停住脚步 脸上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回首看向了沈良 眼中充满了仇恨 沈良丝毫不惧地迎视着他们 王哥咬牙切齿到沈良 想要杀我们 没有这么容易 而且 我劝你最好放了我们 否则的话 你会后悔的 哦 你们这是在威胁我吗 沈良淡淡道 没错 我们就是在威胁你 你应该明白 我们现在的身份 跟基因改造军团相比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如果我们将你今晚所做的事情 汇报给基因改造军团 嘿嘿 你觉得 结果会怎么样呢 王哥阴险道 那又如何 沈良问道 到时候 你和你的家人 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当然了 还有你那些小弟女朋友 他们也难逃乐运 至于你妈 我倒是不介意 让你多活两年 王哥哈哈大笑道 我倒想看看 谁敢动我 沈良目光凌厉 浑身散发着强悍的气势 仿佛化作了一尊战神般 此刻 他浑身弥漫出了滔天的煞气 整个周边的温度 似乎都下降了许多 感受到沈良此刻身上的恐怖气息 王哥四人心惊肉跳起来 他们没想到 沈良竟然会有这么强悍的实力 老大 王哥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不过 沈良并未理会他 而是朝着王哥缓慢地走去 沈良每迈出一步 他身上的气势便暴涨了一分 最终 他身上的气势达到 犹如火山爆发了一般 令空间都产生了扭曲 见状 王哥等四人脸色俱变 他们感受到了危险 王哥急忙喝到快 一起出手干掉他 否则我们都要死 说吧 他率先冲了上去 其余三名国度队成员 也纷纷行动了起来 沈良嘴角掀起一抹残酷的笑意 只见他抬腿 一脚狠狠踹了出去 轰隆 一道沉闷的撞击声传出 沈良身形纹丝不动 反观王哥四人却惨叫连连 纷纷飞了出去 扑痴 王哥四人喷出大量鲜血 重重摔落在地上 昏迷了过去 不堪一击 沈良摇了摇头 轻蔑道 他刚才只用了五成的力道 否则这几个人早就已经死翘翘了 不过 沈良还是留了一手 否则的话 这几人根本扛不住他的攻击 告诉我 哪里出现了问题 不该是忠诚度百分之百吗 沈良弯下腰 看向倒在地上的四个背叛者问道 不过 四人都闭口不言 没有任何人愿意回答他的问题 沈良眉头紧锁 陷入沉默之中 他仔细研究了一番 王哥四人的身体构造 越来越震惊 因为他发现 这四人的身体组织 竟然已经与基因改造人的身体构造差不多了 甚至更加的坚韧 这说明 这四个人 很可能真的是被基因改造人收服了 想到这里 沈良心中涌出一股怒火 双拳捏得咔咔响 他最终没放过这四个人 你倒是心狠熟辣 对待自己的手下 就是这个样子 站在沈良后面的黑衣人说道 沈良回过头你 难道不是吗 不然 你怎么能坐上老大 跟了我一路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飞 黑衣人回道 声音低沉 他看向沈良 目光深邃 你应该知道 如果这次没能拿下基因改造军团二营地 会有什么后果 沈良但笑着反问 那你觉得呢 我的火力不够吗 叶飞闻言 微微成音片刻我怎么知道 你都有什么 沈良听罢 嘴角扬起应我计讽的弧度 那你就乖乖地看着好了 他话音刚落 空中飞过来十几架战斗机 叶飞一惊 这是你的 沈良点点头 咱俩去了他们内部地下 你也知道 现在他们二营地 就是一个空壳子而已 你觉得 我会打不下来吗 他眼神锐利 随即 抬头望天 此时 天边的乌云 已经渐渐散去 露出了蓝色的苍穹 以及耀眼的太阳 突然间 一阵雷鸣乍响 让沈良耳膜生疼 紧接着 只见从远处传来滚滚闷雷声 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颤抖 轰隆隆 闷雷声越来越近 沈良和叶飞都感受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压迫力 怎么回事啊 叶飞脸色凝重无比 哼 不堪一击的基因改造军团 什么意思啊 叶飞震惊地问道 沈良指了指 那边才是他们的真实营地 你所见的 只是他们想让外人见到的而已 看来 他们是炸毁了实验室 他们的实验室 是不允许外人知道的 一旦被沈良找到 并加以利用 那对于他们来说 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沈良看来 猜测他们退无可退 已经砸毁了实验室 走 过去看看 胜负一分 沈良说道 两人朝着远处飞掠而去 另外一边 基地的废墟中 一座金属锯塔耸立 锯塔顶端 摆放着一架庞大的机甲 全身漆黑 泛着冷冽的寒芒 哈哈 终于将你搞定了 一个身穿黑衣的男子 仰天长笑 恍望无比 他浑身肌肉骨胀 像是充满爆炸般的力量 双目星红 仿佛要吃人 在其周围 躺着数百具尸体 鲜血汇聚成河流 不愧是基因改造人 身躯强度非常恐怖 他看着机甲内部的芯片 眼眸炽热 恨不得直接将芯片 取出来 占为己有 可惜 这东西的使用寿命 仅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 否则我绝对可以凭借他 称霸滑下 他叹息一声 随后 他转身看向远方 目光冰冷而凌厉沈良 你敢坏我好事 这次 我要亲手拧断你的脑袋 哄 一声爆炸声响 一架战斗机 撞破大楼的墙壁 冲进基地 叶飞和沈良的身影 缓缓出现 沈良眯起眼睛 扫射整个基地 冷漠到 这里就是基地 不错 很完美 第434章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他环顾一圈 目光停留在远处的机甲上面 嘴角勾勒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那台机甲 我要了 沈良说道 话音刚落 他纵身一跃 跳了过去 呵呵 既然你喜欢送死 那我就成全你 叶飞冷笑着 同样纵身一跃 追上沈良 挡住他的去路 嗯 沈良挑眉 他没料到 竟然又冒出一个敌人 沈良 你胆子不小啊 连基因改造人都敢招惹 叶飞细血地笑着 沈良冷冷贴了他一眼 区区一台基因改造人罢了 算不得什么 哦 叶飞眉毛轻挑 看来你是准备一对一咯 正合我意 沈良咧嘴一笑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金光 杀气腾腾 今日我要斩你狗头 祭奠我弟弟 哈哈 叶飞仰头大笑 眼神中净显嘲弄沈良 你以为我会怕你 叶飞话音刚落 脚掌猛踏地面 犹如离弦之剑一般射出 瞬间逼近沈良 他速度快若奔雷 右臂一盏 全是凶悍 朝着沈良胸膛袭来 拳风凛冽 吹拂沈良头皮 烈烈作响 叶飞 你这是在等着我解决了 这基因改造军团的人 你才露出真面目吗 沈良智问道 叶飞哈哈大笑不然呢 我恨极了这个邪恶的势力 奈何我们势力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还要感谢你帮我解决掉了他们 现在 这些机甲都归我了 他宁笑着 全是陡增 攻击变得更加疯狂 想抢走这些机甲 吃人做梦 沈良眼中闪过阴霾 下一秒 两人交手 叶飞的拳头轰击在沈良的腹部 将其轰得往后飞退 嘴角溢出鲜血 但是 这却让沈良更加激动痛快 叶飞大吼着 栖身而上 两人迅速交战在一起 一记铁腿横踢 叶飞躲避不及 硬抗了一脚 砰的一声 叶飞被踢翻在地 身形不稳 差点摔倒在地 这怎么可能 他瞪圆了眼睛 难以置信 哈哈 叶飞 你也不过如此 给我去死吧 沈良猙獰一笑 挥拳朝着叶飞的脑袋轰来 这一拳 威势骇人 带着刺耳呼啸声 足以动穿钢板 叶飞冷哼一声 一个鲤鱼打挺 再度冲向沈良 与他缠斗起来 两人拳拳碰撞 全境迸发 每一拳都带着 惊涛骇浪般的力量 相互碰撞 爆出阵阵火花 沈良 没想到你这家伙还挺耐打的 居然可以坚持这么久 叶飞咬牙切齿 脸色胀红 眼眶发酸 不过 我就不信你能撑多久 看我的杀招 万象叠加 叶飞爆喝 忽然一拳轰出 顿时 空气扭曲 拳风划过虚空 隐约间传来龙虎咆哮的声音 这一拳携带着万军之力 如同山月坠落 碾碎了一切阻拦 瞬间便来到沈良的身前 沈良瞳孔皱缩 他感受到 这一拳的可怕力量 几乎超出了普通人类 能够承受的极限 当下 他毫不迟疑 抽身后撤 显之又显地躲开这一拳 叶飞这一拳轰在地面 地面塌陷 烟沉四溅 沈良怒骂一声 眼神变得无比忌惮 这叶飞的实力 明明和他一样 可是力量却完全压制了他 甚至 他感觉 自己在力量上面 完全处于劣势 这不科学 沈良皱起眉头 心中升起一股不祥预感 叶飞的实力 跟他原本认知得完全不符 按理说 这么短暂的时间 叶飞应该提升不了太多 可是 他现在的力量 却比自己还要强大 难道说 这家伙服用了基因药剂 想到这里 沈良眼中闪烁着极度的火焰 这种能够强化细胞 提高战力的基因药剂 哪怕在基因改造人中 都属于最顶尖级别 一旦服用了 将会拥有极为可怕的力量 沈良的身体素质 虽然也得到提高 但他知道 这些力量还不够 唯有获得基因改造技术 将自己变成基因改造人 才能够拥有更强的力量 必须把他抓住 夺走基因改造技术 让我的实力 变得更加强大 沈良心中低语 他抬起头 盯着叶飞 眼神中透出浓烈的贪婪之色叶飞 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 这样 我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 否则的话 你只有死路一条 哈哈 死路一条 叶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仿佛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沈良 你真以为我会怕你 叶飞讥讽道 不怕 沈良冷笑 盗叶飞 你不要忘了 这里全是我的人 现在整个营地都归我所有了 即使你有着诡异手段 但依旧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今晚 你注定会败王 被我踩在脚下 沈良眼中充斥着滔天的傲然 自信满满 叶飞冷笑 那你身后的这个巨大的机甲呢 在里面操控他的 可是我的人哦 你的人 沈良愣了一下 随即 哈哈大笑起来 像是听到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叶飞 你以为你是谁啊 沈良冷笑告诉你 你所谓的人 根本就是一群废物 你的人都 已经被我干趴下 你拿什么保护这台机甲 文言 叶飞脸色微变 你说什么 我说的还不清楚吗 沈良冷哼一声 鼻翼道 不仅杀了你的人 我还把他们全都宰了 沈良早就知道 叶飞这家伙目的不存 所以一直在暗中联络小凯 盯着除了基因改造军团以外的其他人 叶飞双眸一片冰寒 沈良 你着死 叶飞怒吼一声 一步跨出 身形如电 瞬息 冲至沈良面前 一拳轰出 掀起阵阵音爆声 沈良冷哼一声 迎着叶飞的拳头 同样一拳轰出 带着恐怖绝伦的力量 双拳相撞 骨骼碎裂的声音响彻而起 沈良脸色聚变 身体亮腔后退 捂着右拳的手指 满脸震撼之色 刚才那次对拼 他的手骨 直接被叶飞给轰断了 叶飞也不好受 他只感觉自己又肩膀发麻 像是被重锤砸了一下似的 这种情况 从未出现过 第435章 劣质的基因药剂 要知道 他服用了基因改造药剂之后 肉身强汗程度 远非常人可比 连子弹都射不破他的防御 可刚才的那次碰撞 竟是让他右臂发麻 由此可见 沈良的力量有多么可怕 果然 这一拳不是这具身体能够承载的 不行 我必须赶紧离开 否则这具身躯很有可能支撑不了太久 叶飞心念急转 立刻就萌生了退役 想逃 你跑得掉吗 看到叶飞突然后撤 沈良立刻追了上去 速度奇快无比 他一边追 一边嘲弄叶飞 你不是很厉害吗 怎么不继续猖狂下去 你放心 待会儿我会好好折磨你的 一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沈良越想越是兴奋 仿佛已经看到 叶飞被自己虐待 跪地求饶的模样 可惜 沈良的想法 终究没能实现 叶飞一路狂奔 很快就消失在丛林深处 可恶 沈良恼怒 愤恨不已 他没能留下叶飞 只能选择先返回基地 叶飞 你跑不掉的 等着我的报复吧 沈良心中发狠 转身进入基地 基地内灯光辉煌 各种仪器运作着 数百名士兵分散开来 负责警戒 巡逻 沈良扫视众人一圈 吩咐道 给我严密监视 任何风吹草动 都要汇报 是 士兵齐声答应 另外 马上调查叶飞的身份背景 务必尽快掌握他的资料 沈良沉吟一声 吩咐道 是 士兵点头 迅速领命离开 沈良则是迈着轻松的步伐 朝着自己办公室走去 在他看来 既然知道叶飞身怀基因改造药剂 他就不愁没有办法搞定叶飞 呵呵 基因改造药剂 我要定了 沈良阴冷一笑 心中已经做出决断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练制出基因改造药剂的 沈良眯起双眼 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研究基因改造药剂 看看这基因改造药剂有何妙用 毕竟 这东西关系到沈良能否登灵巅峰 他必须慎之诱慎 不过 他并没有亲自参与研究 而是让人代劳 他相信 自己安排的人肯定会很小心谨慎 不会露出半点破绽 叶飞 你给我等着 很快我就会把你的秘密挖掘出来 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沈良嘴角 倾着残酷的弧度 咦 忽然 沈良惊讶地发现 有几个士兵竟然躺在地上哀嚎 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这是 沈良心中顿时咯噔一跳 隐约产生不祥的预感 这几个士兵平日里的表现都很正常 根本看不出有病症 怎么会突然昏迷 难道是基因改造药剂副作用 沈良脸色骤然一变 猛然想到什么 基因改造药剂是违禁品 不允许普通人使用 但 也曾有一些人偷偷使用基因改造药剂 导致身体出现各种问题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 沈良心头猛颤 不敢再迟疑 迅速向那几个士兵冲过去 可是 还没等他靠近 那几名士兵的尸体就开始融化 眨眼之间就变成血水和烂泥 散落一地 而且 腐蚀性极强 连骨髓都融化掉了 沈良瞳孔收缩 吓得魂飞魄散 该死 这个基因改造军团留下的药剂 是有问题吗 可是 基因改造药剂 明明只是普通的药剂啊 基因改造药剂有问题 沈良脑海灵光一闪 瞬间想到了某种可能 神色更加阴沉 低喝到来人 快把这件事 传递给基地主管 是 一名士兵立即应声 转身便离开了基地 沈良站在原地 眉头紧重 他虽然不懂医学 却也看出 这几名士兵的状态很糟糕 很可能是基因改造药剂的副作用 可是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基因改造药剂 竟如此恐怖 只是吃了几滴药液 就让人死于非命 若是长期饮用 岂不是会危及生命 沈良越想越怕 不敢再耽搁下去 立刻叫上自己的贴身卫队 来到地下实验室 虽然实验室被他们自己炸毁 但是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东西 沈良走在这片废墟当中 寻找着一切可能的线索 不多时 他停了下来 目光落在一台电脑屏幕上 屏幕里显示着一组图案 图案中央有一颗绿色圆珠 四周围绕着五颗蓝色圆球 这是 基因药剂 沈良愣住了 完全猛逼 按照这图案来看 这五颗圆球 跟他得到的基因药剂 一模一样 不可能 基因药剂早就销毁了 怎么可能会剩下五瓶 沈良摇了摇头 打消自己的猜测 然后开始仔细检查起 屏幕上的文字 随着他不断翻译 沈良的脸色愈发阴沉 最后 他更是咬牙切齿 脸庞扭曲混蛋 居然敢骗我 这不是 真正的基因改造药剂 而是伪劣产品 妈的 居然敢戏耍我 该死 该死 沈良勃然大怒 一巴掌将桌上的玻璃杯 拍成粉末 他没想到 叶飞居然敢欺骗他 不行 我必须抓住他 把这东西拿回来 沈良踏入基因改造军团营地 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 巨大的迷宫中 高大的墙壁 环绕着整个营地 随处可见的警卫塔 和巡逻队员 让他感到有些压抑 他走过一个个训练场 看到许多士兵 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训练 他们身穿统一的军装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仿佛被注入了机器般的冷静 在一个广场上 沈良看到一名身着白色制服的女性医生 正在与一名士兵进行体检 她目光专注 手腕轻轻一抖 就能准确地获取士兵的生理数据 走进一个实验室 沈良看到一排排的实验仪器和试管 一名年轻的科学家 正在密切观察着仪器上的数据 面前的电脑屏幕上 滚动着一大堆代码 最后 沈良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训练场 这里是基因改造军团的精英训练场 他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教官 正在指挥着一场激烈的训练 第436章 修复被毁坏的营地 士兵们在他的指挥下 又快又准地完成着各种高难度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惊叹不已 整个基因改造军团营地 宛如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机器 每个人都在默默地为着一个目标而努力着 这里没有个人英雄主义 只有团队的默契和紧密协作 他站在战场上 眺望着前方 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感慨 这一场战争 让他收获了三万幸存者 他深知这并非他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士兵们的勇气和顽强精神 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感激之情 同时也对这片战场充满了敬仰之情 眼前是一片废墟 充满了深深的悲痛和毁灭的感觉 但他却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他决定将这里利用起来 让这片废墟重获新生 这里有很多的青壮年 他们需要工作和生活的场所 而这里的物质更是数不胜数 他想着 这里将成为一个新的城市 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城市 他开始仔细地观察周围 似乎每一处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一些血迹还残留在地上 这让他想起了那些勇敢的士兵们 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 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感谢他们为国家和人民付出的一切 他走进一些废墟 观察着那些破碎的建筑物 他看到了一些物品 像是一些书籍照片和家具 这些东西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他感到一股深深的怀旧之情 这些东西让他回忆起了 那个曾经充满温暖和爱的时代 他开始思考 如何将这里变成一个新的城市 他开始安排工人和士兵 让他们开始清理和重建这里 他看到了他们的勤劳和努力 他为他们感到骄傲 他知道 这里将成为一个新的希望之城 当然除此之外 他还需要建设一条交通路线 以便让士兵们可以及时从军团营地赶往城内 沈良正忙碌着修建一座新的烧塔 他不断地用铁锤和铁钳敲打着 让铁条和钢筋按照他的意愿成形 他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下来 但他一点也不在意 他心中的信念驱使着他 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忽然一个声音打破了他的专注 他转过头去 看到了张虎 老大 你怎么会在这 张虎问道 沈良微笑着说 我刚好路过这里 张虎打量着四周的一切 他的脸上闪烁着疑惑之色 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建筑物 但这些建筑物已经被摧毁 只剩下了残片和碎石 他心中充满了无助之感 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两天了 这座基地的损坏程度远超我们的预计 估计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原貌 张虎说道 沈良点了点头 说道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修复这里 张虎闻言露出了喜悦之色 他知道 沈良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一个值得信赖的领袖 他相信 只要有沈良的帮助 这里一定会变得更好 沈良继续问道 听说你受了伤 现在怎么样 张虎苦笑一声 还死不了 沈良看着张虎的伤口 心中充满了关切之情 他决定 将这营地交给张虎 让他来维护这里的安全 他知道 只有在张虎的带领下 这里才能真正地恢复过来 于是 沈良开始动手建设这个基地 他修建了一座新的哨塔 修复了墙壁和楼梯 他修建了一条新的交通路线 让士兵们 能够及时地从军团营地赶往城内 他不断地劳作着 直到夜幕降临 最终 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让这里变得更加安全和可靠 他看到了这里的士兵们 他们一个个疲惫不堪 但他们依然咬牙坚持着 沈良走到一名年轻的男子旁边 拍着他的肩膀 说道 休息吧 明天再干活 这个年轻男子抬起头 他的嘴角挂着鲜红的血液 显得十分狼狈 他咧嘴笑了笑老大 我不累 再等几个钟头就好 沈良说道 不用再干活了 这里不需要你们 啊 年轻男子一愣 玄机摇头老大 这里太危险了 沈良摆了摆手 笑道放心吧 这里已经没事了 我会解决这件事情 你们回军团营地好好休息吧 年轻男子欲言又止 他看着沈良认真的模样 知道自己劝不住他 只好点了点头 他离开后 沈良又找到了另外一名年轻男子 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我们真的不用再做事了吗 年轻男子兴奋地说道 嗯 不需要了 沈良笑了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好休息吧 年轻男子欢呼一声 朝着营地跑去 其余人则一脸茫然地跟在沈良身后 他们都搞不懂沈良为什么要停工 老大 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工作呢 这里有这么多事情 需要我们去做啊 有士兵问道 沈良微笑着说 我说这里已经没事了 你们还记得我今天早晨告诉你们的话吗 众人纷纷陷入了沉思 伴赏 他们猛然醒悟了过来 顿时发出了欢呼声 老大威武霸气 老大真是神机妙算啊 哈哈 老大牛逼 沈良摆了摆手都别闹了 快去休息吧 晚上再继续工作 遵命 夜幕渐渐降临 月光在基地上投下一层银色的光辉 沈良静静地站在哨塔上 眺望着整个基地 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中央的那座建筑上 这座建筑高大宏伟 占据了整个基地三分之二的面积 是基地最重要的核心 基地的建筑物尽管遭受过惨烈的袭击 但还是保留了很多完整的建筑 在月光的照耀下 建筑物们在夜色中显得更加神秘和庄严 沈良沉浸在这美妙的景色中 感受着这里的宁静和安详 不知过了多久 沈良突然转过身 看到了一个身影 是他的战友 他们曾经一起并肩作战 共同守护着这座基地 此时 他们的表情都很沉重 为了保卫这个基地 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第437章 十万丧尸逼近 沈良静静地看着他的战友 默默地思考着 下一步的战略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随时准备 应对任何可能的威胁 虽然这里 曾经遭受过攻击 但他们并没有被击败 相反 他们更加坚定了 捍卫基地的信念 陈思忠 沈良的目光 重新投向了中央的那座建筑 他知道 那里是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最需要保护的地方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守护好这个地方 不让任何敌人 再次侵犯这里的安宁 叶瑟伸了下去 沈良依旧站在哨塔上 守护着这片土地 他的眼睛逐渐变得沉重 但他的内心 却更加坚定 他知道 只有他们不断地努力 才能守护好这片家园 让这里一直保持着安宁和繁荣 基地的士兵们 轮流站岗巡逻 每个人都紧盯着周围的动静 时刻准备着 迎接可能出现的敌人 夜色笼罩着整个基地 星光点点 月亮高旋 显得格外清冷静谧 沈良的身影 在星光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沉稳 他的目光始终扫视着四周 耳朵也紧紧贴着耳机 听取着无线电的声音 他是这个基地的领袖 也是所有士兵们的楷模 他的每一个动作 和每一个表情 都代表着这个基地的荣誉和安全 一夜过去了 士兵们依然精神饱满 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 他们的脸上 洋溢着坚定和自信 沈良走过每一个士兵的身旁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微笑 和一个鼓励的眼神 每个人都感到了他的关注和关心 他们的心中 充满了对沈良的崇敬和感激 老大 你辛苦了 快去休息吧 一名士兵对沈良说道 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敬意和感激 沈良点了点头 回到了自己居住的房屋 他打开了房门 走进客厅 才发现一位女子坐在客厅里 正在喝着茶 她穿着一身黑衣 皮肤有黑 长得挺漂亮 她的眼睛清澈明亮 笑容自然而真诚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她 与她交流 她见沈良进来了 立即站起来 说道老大 您回来了 沈良微笑着点了点头 李燕 你怎么来了 我担心你啊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你 李燕说道 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柔情和关怀 沈良感到了她的温暖和关心 她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 让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舒适 李燕走过来 轻轻地握住了沈良的手 她的手感柔软而温暖 让沈良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柔软甜蜜的感觉 她叫李燕 是沈良手底下的一员汉匠 擅长使用双枪 是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 她的身材高挑修长 身材娇好 气质高雅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靠近她 与她交流 沈良感到了她的魅力和气质 她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敬意和欣赏 让她感到无比的惊叹和感动 他们静静地坐在客厅里 沉浸在这份温暖和关怀中 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和安详 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完美的升华和融合 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沈良扭头看去 只见远处的道路上 一群人正迅速冲向他们 他们穿着沉重的军装 不乏有力而坚定 看起来像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战斗洗礼 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快 把狙击枪拿上 一个浑厚低沉的声音响起 让人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沈良立刻反应过来 他迅速拿起手中的武器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危险 就在这时 那群人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老张 沈良站起身 朝他挥了挥手 示意对方停下 这名男子名叫张义 是他挥下的一名小队长 负责镇守基地西边的城墙 防范于未然 他的脸上充满了汗水和疲惫 但他的目光却异常坚定 仿佛不论面对什么困难 他都能够毫不畏惧地面对 老张 你怎么来了 沈良走到张义身前 询问道 张义喘了口粗气 回答道刚才收到消息 有数十万丧尸向我们营地的方向移动 听到这个消息 沈良和李明的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 他们知道 现在是他们最需要团结一致 共同抵抗敌人的时候了 于是 他们迅速商量了一下 然后决定分头行动 加强基地的防御工作 沈良向张义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向着各自的方向走去 他们的脚步坚定有力 身体上的每一个肌肉 都散发出强大的力量 仿佛在宣示着他们的决心和信念 这时 天上的云彩突然变得更加浓厚 仿佛预示着 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但是 他们并不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团结一心 他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保卫这片土地的安全 另一边的山林中 树木如云 密密麻麻地排列在一起 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绿色城堡 突然 一道巨大的闪电划破天空 似乎激起了上天的怒火 随即 一阵狂风呼啸而过 将树叶卷起 发出嗡嗡的声音 这场狂风暴雨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轰隆隆 剧烈的雷鸣声响彻云霄 仿佛是要震碎整个山林 这时 一道光芒照亮了一角 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比一声更加猛烈的爆炸声 爆炸声如同巨石杂落 让整座山林都颤抖起来 城墙被攻击得坚固不堪 一块块石头从城墙上落下 发出咔嚓的声音 城墙上的守卫们不断地用弓箭还击 但是丧尸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这样密集的攻击 城墙上的指挥官 急切地喊着快点把弩箭拿来 士兵们听到指挥官的喊声 马上快速地拿出了弩箭 弩箭的威力比普通的弓箭要大得多 这时候 他们需要的就是一发能够有效打击丧尸的弩箭 指挥官一声令下 士兵们开始向丧尸们射出弩箭 弩箭的速度非常快 丧尸们根本来不及躲避 只能被一箭射中 然后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第438章 救援来不及 只能血拼 弩箭的威力非常大 很多丧尸被一箭射中后 直接爆炸成了碎片 在这样的攻势下 城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 如果再这样下去 城墙很快就会被攻破 指挥官心中焦急 他必须想办法阻止丧尸的攻击 这些丧尸如潮水般涌入基地内部 四处肆虐 他们没有痛绝 没有恐惧 所以完全不会思考 只会按照指令疯狂杀戮 直至死亡 在基地内 此刻已经血流成河 哀嚎遍野 到处都是倒闭的尸体和伤员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腐臭味道 令人作呕 沈良的眼前是一片混乱 燃烧的火焰和烟雾弥漫的空气 让人无法呼吸 他的手指紧紧握住手枪 却无从下手 他深知重型武器 对于这种情况并不适用 因为那样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他需要一种更为细腻的方法 一种能够保护幸存者的方法 他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案 但是 他看到的 只有狼藉和惨状 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国度队队员 但他们都还在亮珠岛的营地 需要至少三个小时 才能赶到这里 眼前的三万幸存者 他不能放弃 除了丧尸 这里 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他现在除了对付丧尸以外 还要灭火 沈良开始思考 他需要一种 能够控制火灾的方法 他想到了水 水可以扑灭火 但是他又想到了 营地里的幸存者 他们需要喝水 他不想让他们感到饥渴和疲劳 他开始寻找其他的方法 他需要一种 能够控制火事的方法 他看到了周围的烟囱 他们一直在喷出浓烟 可能是导致火灾的原因 他开始想办法堵住烟囱 但是他需要高处的工具 他发现了一根长长的竹竿 他开始用它来堵住烟囱 在他疲惫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位老人 他在看着他 似乎有些疑惑 沈良解释 说我正在尽力遏制火事 让我们的营地安全 老人点了点头 他开始帮助沈良 沈良感到了一份温暖 他知道他并不孤单 他们一起用竹竿 堵住了所有的烟囱 火事逐渐得到了控制 他们开始组织幸存者 将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沈良看到了许多英勇的人们 他们用尽全力来保护营地 最终 火事得到了控制 营地的火事恢复了平静 在这个过程中 沈良明白了一件事情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相互帮助 才能够克服困难 不过 丧尸还没有解决 虽然这里有自己用基因胶囊培养的手下 但是难以抵挡十多万的丧尸潮 张虎 掩护大家向山上转移 沈良一边吩咐 一边拿出弹横刀 好嘞 张虎应了一声 马上带领众人离开了这里 沈良独自留了下来 他站在山顶 居高临下 俯视着下方的丧尸 这些丧尸 依旧源源不断地冲锋着 他们的数量太多了 根本杀不胜杀 这时候一股黑影出现在视线里 沈良认真观察了一下 发现竟然是一辆装甲车 这是一辆运兵车 碰 车门打开 几个士兵跳了下来 他们穿着军用迷彩服 肩膀上挂着军衔 胸口绣着特殊的标志 他们是基地里的士兵 而且是精锐的士兵 这些士兵训练有素 一瞬间就进入了战斗模式 他们快速奔跑着 冲向丧尸 举起枪托 狠狠砸在丧尸的脑袋上 砰砰砰 一连串枪声过后 丧尸纷纷倒下 这些士兵都拥有二阶进化者的力量 他们轻松干掉了数百头丧尸 见到这些士兵 沈良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兄弟们 跟我冲啊 消灭这些该死的怪物 沈良大吼道 他的话语传达到每一个士兵耳朵里 士兵们立刻行动起来 他们迅速散开 分别冲向不同的丧尸 举起手里的武器 就是一顿狂砍 这一刻 士兵们热血沸腾 他们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 沈良也加入了战斗中 在这样危机的关头 他们没有退缩 而是奋力反抗 哪怕付出生命 也绝不退缩 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去 但他们的目光 充满了坚毅和勇敢 砰 沈良一拳垂在面前的丧尸的头颅上 丧尸倒地不起 沈良站在营地的围墙上 看着一波波丧尸不断涌进来 他的手紧紧握着弹横刀 神情坚定 眼中没有一丝慌乱 营地周围的树木已经变得枯黄 枝叶干扁 昔日繁茂的森林 如今已经变成死寂的荒野 远处的山巒 也被一层层的浓雾所笼罩 使得视野变得模糊不清 唐横刀站在沈良身边 他的身体笔直 手中的刀柄也紧紧握住 他的眉头微皱 眼中闪过一丝担忧 他知道 眼前的这些丧尸 并非易于对付 必须小心翼翼才能应对 沈良眉头微皱 凝视着远处的丧尸 他的唇颈抿着 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他凝视着那些丧尸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 沈良身体一动 像是一只猎豹一样 向着前方的丧尸冲去 他的动作如此迅猛 让人眼花缭乱 难以分辨 他的刀光闪烁 如同流星划过夜空 沈良拿着弹横刀 在丧尸中穿梭 刀光闪烁 让人眼花缭乱 营地内的其他幸存者 也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拿起手中的武器 向着丧尸冲去 与沈良会合在一起 组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一时间 营地内弥漫着激烈的 厮杀声和血腥的气味 沈良的身影 在丧尸中穿梭 时而前冲 时而后撤 时而左闪 时而右闪 他们的动作 如同天生的舞者 让人不禁为之一震 最终 营地的幸存者们 成功地击退了丧尸的进攻 沈良和弹横刀 也成功保护了众人的安全 他们的身上沾满了血迹 但他们的眼中 却透着坚定的光芒 后面的丧尸 被沈良安排的空中的战斗机 成功地吸引到了其他的方向 他们的目光坚韧 如钢铁般牢固 他们不惧生死 无畏牺牲 他们是一群英雄 第439章 有人在背后暗算 当他们击退了丧尸的进攻之后 他们再次陷入苦战之中 他们的食物被火烧掉不少 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搜集粮食 沈良的任务很简单 那就是守护营地 他们需要的食物 由他亲自捕捉 并从空间里拿出来 送给这些幸存者 一些幸存者 尝试过去 检视沈良丢在地上的罐头 罐头里的肉类和蔬菜已经坏掉 他们吃了没有用 反而会引发肠胃炎 严重地甚至会死亡 但是 这些幸存者 还是检视起地上的罐头 塞进嘴巴里吃掉 这是沈良交代他们做的 他们不能拒绝 否则就会受到责罚 这些罐头里 含有一些维生素片和矿泉水 是幸存者最宝贵的东西 他们不会浪费 只有保证了饮用水的供应 他们才能继续活下去 在一番艰辛搏杀之后 幸存者们 把所有的物资聚拢在一起 堆积成一座高约两米的小山 这个小山里面储藏的食物 足够他们吃上一段时间 这一切结束之后 沈良宣布休息一会儿 沈良靠坐在石壁旁边 拿出一瓶矿泉水 喝了一口 老大 你说这些丧尸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会无缘无故地 闯入我们的世界呢 小凯疑惑地问道 沈良摇摇头我也搞不懂 按理说 丧尸是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的 这么说 是有人刻意勾引丧尸大军过来 小凯猜测道 沈良点了点头 觉得这种可能性极大 小凯叹了一口气爱 又不知道有多少人遭殃了 希望我们不要成为第三匹 放心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这场灾难 很快就会过去的 沈良安慰道 随后 他闭上了双眼 现在整个营地都弥漫着血腥气味 让他的心情有些沉闷 沈良正在闭目养神的时候 突然 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轰隆隆 什么情况 沈良睁开眼睛 喃喃低语 老大 好像是爆破声 小凯指着某个方向说道 走 沈良站了起来 他刚想要迈步 却又停住了脚步 扭头看了小凯一眼 你留在这儿等待救援 我先去看看情况 他说道 老大 我也跟你去 小凯急忙说道 沈良瞪了他一眼 呵斥到 废话什么 叫你待在原地 你就待在原地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谁给我收拾 小凯委屈巴巴地看了沈良一眼 只好点头答应下来 沈良深吸一口气 然后转身 朝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走去 这个爆炸声响彻天际 震耳欲聋 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沈良暗暗嘀咕 这个营地距离那个地方 至少有五公里的路程 这么远的距离 竟然能传到这里 显然这个爆炸威力很强 沈良的心脏扑通扑通 狂跳起来 隐隐有不祥的预感浮现心头 不仅是他 就连一些普通人 也听见了这个爆炸声 一时间 所有人的脸色 都变得异常难看 这么大的爆炸声 显然不是人为制造的 而且 他们刚刚才打败了一波丧尸 现在又冒出一波丧尸 这太巧了 沈良没功夫去琢磨这件事 他立马带领着众人 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赶去 他们的速度极快 几乎眨眼间 就已经跑到了爆炸声的源头 老大 那里 好像有一栋房子 我去查探一下 沈良说完 纵身越向半空 他落到房顶上 仔细地观察着四周 这个地方位于郊外 周围除了杂草灌丛和各种植物 并没有其他的建筑 唯独在房子旁边还有一条河流 沈良走近一看 这个房子早就倒塌了 露出一节残缺不全的墙面 他的脑海中 立即浮现出相关的信息 这个房屋 曾经是一座小学校 末世降临之后 学生们全部都逃离这个地方 房屋因此坍塌 这些丧尸 就是闻着味找过来的 沈良皱着眉 总觉得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环顾四周 突然 他的瞳孔猛地收缩 他看到一具尸体 静静地躺在房子旁边 这个人他认识 是刚才那个女孩 他死了 看到女孩的尸体 沈良的表情 瞬间冷了下来 他将尸体抱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年龄看起来二十岁左右 皮肤白皙柔嫩 容貌俏丽动人 他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这里 没了呼吸 身上还穿着校服 胸脱微骨 他的衣服上面 还有一滩鲜红的血迹 沈良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这个女孩子 应该是被丧尸咬伤的 这附近有丧尸 那么其他人 肯定也遭遇不幸了 沈良将这个女孩子 放在一棵树干下面 准备把她埋葬了 但是 这里距离小夕很远 而且树木茂盛 根本挖不到土 他皱着眉头 思索了片刻 然后抬手对着 不远处的一棵树 拍了过去 砰 树被沈良拍断 他飞快地爬上树 摘下一根树枝 然后在树冠上面刨坑 他动作麻利 树枝在他的手里 仿佛变成了锋利的刀刃 轻易便将土层剖开 挖出了一个坑 随后 沈良又将女孩子 放在坑里 然后填了一些泥土 把女孩子掩盖起来 沈良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才从树上滑了下来 这时候 沈良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老大 我帮你 小凯连忙上前来帮助沈良 沈良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阻止他 回去吧 咱们迅速将幸存者 转移到市区的亮珠岛 这里并不安全 沈良吩咐道 他们必须尽快转移幸存者 好 小凯点头 那个叶飞 也是不好对付的家伙 香辉走的时候 沈良嘀咕道 白天交手的时候 沈良就觉得 他不简单 如果不是自己实力强悍 估计今天真的危险了 不过幸好 现在他们的实力提升了许多 不怕那个叶飞 当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 营地里的士兵 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同时还不忘 警惕四周 看到沈良带着小凯回来 众人松了口气 老大 你回来了 一名士兵走了上来 他的脸上挂满了担忧 第440章 营地里的隐蔽地下室 他叫王勇 平时负责营地里的巡逻工作 嗯 你们继续巡逻 这里没什么事情 沈良说道 他的目光扫射了一圈营地内的人群 发现没有任何人受伤 这才放下心来 随后 沈良来到一栋楼的门前 这栋楼的玻璃已经碎裂 墙上满是弹痕 这里 曾经有一个武器库 里面装载的是枪支弹药 看样子 丧尸毁掉了那个武器库 小凯解释道 我知道 沈良点点头 他刚刚就在想 那些丧尸是怎么进攻的 这个武器库 肯定被毁了 沈良抬腿 就往楼里走去 一股刺鼻的腐臭味 迎面袭来 令人作呕 他凭住呼吸 走进了武器库中 里面的设施非常齐全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军火 有手枪冲锋枪 甚至还有火箭筒 沈良的表情 顿时严肃起来 这里的东西 虽然比不上基地里的 可毕竟数量庞大 沈良蹲下身来 摸了摸地上的铁疙瘩 确认这些东西 还算结实 这时候 他看到角落里 堆积着一箱子弹 这是火箭炮 威力惊人 小凯凑上前去看了看 然后说道 只可惜坏掉了 沈良点点头 他记忆中的火箭炮 是一种杀伤力巨大的武器 他射出去的导弹 足以摧毁一整座山峰 可惜现在 这种恐怖的武器 却被破坏的乱七八糟 再也无法使用 不过 沈良依旧觉得惋惜 这些东西 都是宝贝啊 这时 小凯忽然指着武器库的另一侧 疑惑地问到老大 那边还有一扇门 我们过去看看吧 沈良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发现在另一个拐角里 有一扇黑漆漆的门 你先过去看看情况 沈良对小凯说道 明白 小凯答应了一声 然后便朝着那边走去 沈良盯着那扇紧闭的大门 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他感觉到 那扇门后似乎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正折服在那里 他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然后将双手贴在墙壁上 运用精神力 试图将这道门推开 但是 让他失望的是 这道门纹丝未动 仿佛长在了这里一般 老大 这门怎么打不开 小凯走过来 一脸郁闷地说道 沈良没有搭理他 而是继续尝试着 推开这扇门 然而 不管他怎么努力 那扇门始终纹丝不动 难道是因为我的能力还太弱 所以打不开 沈良沉吟道 要不我来试试吧 小凯说道 好 沈良将手臂撤离 退后几步 小凯走上前去 他伸手去推那扇门 咔哒 门缓慢地打开 但仅仅只打开了一道缝隙 然后就卡住了 不论小凯怎么用力 都无济于事 沈良见状 忍不住笑起来 原来这扇门 是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他拿过一根棍子递给小凯 让他把钥匙插入锁孔中 然后用力旋转 支呀 门被打开 小凯立马闪身进入锡中 然后把门合上 怎么样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沈良站在门口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 小凯摇摇头 他检查了一遍里面 并没有发现异常 就连桌椅板凳都保持得很干净 沈良没有进去 而是在外面等待 没多久 小凯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老大 里面没有人 小凯会报道 嗯 沈良点点头 他没有说话 直接迈步走进房间里 房间里空荡荡的 除了一张桌子和两个凳子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个房间很宽敞 差不多有六七百个平米 屋顶的灯光很昏暗 沈良仔细观察 发现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战斗过后的痕迹 地板上的水渍和灰尘 说明这里曾经爆发过激烈的战斗 沈良的目光最终停留在墙壁旁边 那是一块类似于墙纸的物体 颜色是灰白色 看上去年代久远 沈良弯腰捡起那块灰白色的墙纸 然后用力撕扯下来一小块 这是什么 沈良看着手掌上的墙纸 疑惑不解 老大 你看墙上的字 小凯突然喊道 沈良文言 扭头看去 墙壁上果然画着几幅油彩画 只是 油彩画的颜色太浅淡了 根本看不清楚 沈良皱眉 这油彩画上画的是什么 老大 这是一个地图 应该是末世前某国的军队驻扎过的地方 小凯分析道 沈良微眯起眼睛 若有所思地 看着手掌上的灰白色墙纸 他忽然意识到 这个武器库 可能隐藏着很重要的秘密 沈良将墙纸收集起来 然后扔进背包里 这里不可能只有这些东西 再找找看看 有没有地下暗道 再怎么说 这也是基因改造军团的营地 怎么可能就这些东西 沈良一挥手 示意小凯跟上 他们两人又开始寻找下一层的入口 这次 他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 才在一面墙上找到一条暗门 暗门很小 仅容一个人通过 而且门后面的墙壁很滑溜 显然这条暗道 是被人挖掘出来的 小凯 你进去看看 沈良嘱咐道 小凯走上前去 用力拉拽 却没有办法将那个暗门拉开 这门有古怪 沈良眉头微醋 这个地方既然存在着这个地下室 那么必然会有通往下一层的通道 这是毋庸置疑的 老大 这门很滑 而且这么厚 我估计很难弄开 小凯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样吗 沈良沉吟片刻 他忽然灵机一动 然后拿起墙边的一块砖头 朝着暗门砸过去 碰 砖头准确无误地系在暗门上面 传来一阵金属碰撞的脆响 与此同时 一道电弧突然从那块砖头上窜出 瞬间击穿了门板 我靠 老大你牛逼 小凯瞪大了眼睛 他刚刚看到 沈良举起砖头的动作 简直就像是玩游戏打boss一样 轻松写意 完全没有一点吃力感 沈良没有说话 而是快速走了过去 一脚踹在暗门上 碰 暗门轰然炸裂 碎石似散飞溅 走吧 我们进去 沈良带着小凯进入暗门内部 第441章 末日病毒研究院 暗门后面是一个长廊 两边的墙壁上有着许多灯盏 里面摆满了各种蜡烛香炉等装饰品 老大 这是什么地方 小凯左顾右盼 心生警惕 我怎么知道 沈良耸奸 反正肯定是研究基地的重地 老大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阴森森的 咱们赶紧离开这吧 小凯提议道 怕啥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沈良毫不在意 小凯 他觉得自己 还是少废话比较好 免得惹老大不高兴 沿途走了大概五分钟 前方忽然豁然开朗 老大 那是什么 小凯惊讶道 不知道 过去看看 沈良加快了脚步 很快便来到了尽头处 在那里 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屏幕已经损坏 上面的画面全部黑屏 电脑旁边 还摆放着一堆文件 沈良扫了一圈 随即拿起其中一份资料翻阅起来 这是 沈良抬起头 露出震惊的表情 资料上的内容非常详尽 包括研究基地的结构 甚至连实验室里的设备数量和位置 都标注得一清二楚 如果这些资料流传出去 足以毁灭整个华夏 这些资料哪来的 沈良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底的震撼问道 我猜测 他们应该是末世爆发的时候 幸存者在死亡前拍摄的 小凯回答道 沈良文言愣了一下 随后苦笑道 这倒是个不错的线索 沈良低头继续翻看手里的资料 这是一名女性研究员写下的笔录 上面记载的是 关于她自杀的原因 她叫苏雅威 今年28岁 是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护士 她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父母恩爱 孩子乖巧听话 丈夫对她呵护被治 但一场车祸却将她从天堂打回了地狱 她的家破人亡 唯独她活了下来 还成功变成了丧尸 并且获得了异能 她恨极了那群丧尸 所以想要复仇 于是她选择了这座研究院 可惜 她失败了 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导致她最终走向死亡 她临死前写下的日志里 记载了当初她变成丧尸的经历 也就是沈良看到的那具尸骨 这是一个悲剧 沈良叹息一声 虽然她并不认识苏雅威 但从字里行间中 她依旧可以感受到苏雅威当初的绝望 这么说来 她的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沈良心中感慨万千 末世降临 人类面临巨大的危险 而苏雅威却坚强活下来了 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事情 尤其在面临巨大恐惧时 能够保持镇定 冷静分析局势 并且制定周全策略 苏雅威是个聪慧的女人 她懂得隐忍 并且懂得审时夺势 早点将自身实力展现出来 或许她就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才能报仇雪恨 这个女人真是可怜 沈良在心里默默替她祈祷 希望她能投胎转世 重新做人 沈良将那碟资料放回原处 然后带着小凯走出暗门 走出暗门之后 沈良发现 外面竟然是一条长廊 这条长廊很宽敞 两边是玻璃房子 每隔三米便站着一个人 形成一个固定防御网 而这些玻璃房子里 关押着一排排被捆绑住的男人 这些男人全都双臂缠绕着绷带 嘴巴贴着胶布 浑身虚弱无比 脸色苍白 奄奄一息 操 居然把人给囚禁了 小凯怒骂道 先别急 这里面肯定有我们要找的人 沈良安抚道 他们顺着长廊 慢慢走到尽头 老大 你看那边 小凯突然指着一扇铁门说道 铁门紧锁 上面贴着一张封条 看样子 似乎很久没有打开过了 过去试试 沈良说道 两人一左一右来到铁门面前 随后猛地伸手推开铁门 嘎吱 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铁门缓缓打开 顿时 里面的光景映入了两人眼帘 这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里面堆放着一落落木箱子 这些箱子里面是什么 小凯好奇问道 沈良摇了摇头 他也不太清楚 两人将目光落在了木箱子上 随后缓缓走了过去 这些木箱子 看着挺普通的 不像有什么特殊的材质 两人一人搬起一个木箱子 打开盖子之后 发现箱子里装着的 全部是一根根粗壮的铁管 除此之外 箱子里还有一些工具 老大 这里面不会是枪械吧 小凯激动地说道 不一定 沈良将木箱子放下 走进查看起来 这些铁管的表面很平整 并不是金属材质 看起来更像是钢筋 沈良将钢筋拿起仔细观察 这些钢筋并没有任何秀迹 也没有腐蚀的痕迹 完好无缺 难道说 沈良眉头一皱 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老大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小凯凑过来问道 钢筋 钢筋 小凯显然并不明白钢筋的含义 他挠了挠脑袋 有点搞不清状况 沈良懒地跟他解释 直接用手掰断了一根钢筋 咔嚓 钢筋立刻弯曲 变成了麻花状 小凯见状吓了一跳 钢筋的硬度他是知道的 居然被沈良一下就掰弯了 这尼玛还是人吗 老大 你这力气也推大了 小凯咽了一口唾沫 嗯 沈良淡淡应了一句 小凯 他觉得自己遇到了贾老大 这里的箱子怎么办 小凯又看了看周围的铁门说道 翘了 沈良随口说了一句 然后将剩余的几根钢筋 也掰成了麻花状 然后用力扔进了铁门 轰隆隆 只听一阵闷响 铁门瞬间被砸穿 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小凯 他看着沈良 再次陷入了沉思 老大是什么长大的 怎么力气这么大呢 这一幕 若是让他那帮兄弟知晓了 必然会震惊万分 这下面很大 我看 这才是他们真实的营店 没猜错的话 里面还有很多房间 沈良看着被撞开的大洞 喃喃自语道 他刚刚已经看到了下方的情况 这下面的确别有洞天 而且面积很大 估计有五六层楼高 沈良和小凯正准备下去 忽然看到下方传来了火焰的亮光 两人对视一眼 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 老大 我先下去看看情况 你稍等片刻 好 小心一点 第四百四十二章 营地的地下 别有洞天 叮嘱完之后 小凯便纵身一跃 朝着下方跳了下去 沈良没有下去 因为这是小凯的战斗 过了一会儿之后 小凯便飞快跑了上来 老大 里面有人 有多少 沈良连忙追问 差不多有一百个人 小凯说道 看来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基地 沈良眯着眼睛 这批人数量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型武器库 但既然里面有这么多人存在 那就证明这里不简单了 沈良没有贸然闯进去 老大 我们该怎么做 小凯询问 我也下去看看 沈良跳下去后发现 这里的环境还不错 这个地下室里面确实有人 不过他们已经死掉了 而且 这些尸体全都保持着 最初的姿势 仿佛被人按住脑袋 狠揍了一顿似的 很显然 对于这种情况 这里早就有所准备了 这些家伙 应该知道 会有这样一天到来吧 不得不承认 这个地下室里面 还藏有很多东西 除了武器之外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物品 比如医药箱等等 他打开门 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宽敞的地下室 展现在他眼前 墙壁上挂满了精美的油画 地面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 让他的脚步感到柔软舒适 光线明亮而柔和 从天花板上的吊灯中散发出来 让整个空间显得格外温馨 他走进去 感觉这个地下室 似乎比他家的客厅还要大 墙角里有一个沙发 看上去非常舒适 他坐了下去 感觉身体 完全被包裹在柔软的皮革中 他环顾四周 发现这个地下室 还配备了一个小酒吧 酒柜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酒瓶 还有一些精美的酒杯 他站起来 走向另一侧的书架 发现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 设计的领域广泛 从到历史 再到科学和文化 他拿起一本书 翻开来看 发现书页上 铺满了精美的插图 让他感到非常惊叹 他继续探索这个地下室 发现还有一些健身器材 让他可以在这里锻炼身体 他拿起一个哑铃 开始做起了深蹲 此时 他突然发现一个小门 推开后发现 里面是一个私人游泳池 水面闪烁着微光 让人感觉非常舒适 他在游泳池中畅游了一段时间后 感到有点口渴 于是走向小酒吧 到了一杯鸡尾酒 他拿起酒杯 坐在沙发上 沉浸在这个豪华的空间中 感到自己像一个王子一样 享受着这个私人天堂 嘿嘿 老大 你说这里是不是人间天堂 小凯望着眼前这幅美景 感叹道 在这末日里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老大淡淡地说着 眼神却有些迷离 仿佛回忆着某些事情 嗯 沈良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嘶吼声 随后他的嘴角摸出一抹笑 看来里面就是他们的实验室了 不出意外的话 里面有他们研究的变异丧尸 沈良说完后 便直接往里面冲了进去 当他进入之后 看见里面果然有一个巨大的房间 房间内摆放着几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许多仪器设备 一个男子躺在床上 他的双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黑色 并且还有一丝丝白烟冒出 十分圣人 你 是谁 这名男子刚想挣扎 沈良直接将他按在地上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竟敢杀害普通人嘞 沈良冷喝一声 这名男子露出一副猙獰的表情 想要攻击沈良 不过沈良却用力将他压制住 让他动弹不得 随后 沈良抓起一把枪 毫不留情地扣动扳机 砰砰砰 一瞬间 男子的额头重担 鲜血流淌下来 他脸上的表情也变成了震撼 然后慢慢僵硬 沈良又抓住他的胳膊 猛地扭断 然后一拳轰碎了他的头颅 他的身躯抽出了两下 便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 解决完这名男子之后 沈良立刻检查了一番 在男子的旁边 还躺着五六具尸体 每一个都跟刚才那位一模一样 显然 他们的病毒已经扩散了 沈良摇了摇头 看来我们低估了这群疯狂的科学家 在地下室里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空间 在那里有一排排的高大机器 沈良的目光 注视着眼前的一台台机器 他们紧密地排列在工厂的生产线上 机器发出的嗡嗡声 和轰隆声交织在一起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劳作 沈良的目光 再次落到了那些机器上 他们正在不停地运转着 精密的零件相互配合 完成着各种任务 沈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感受着身边这份勤奋和专注 他知道 这些机器就是制造基因改造人的机器 这深深地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走向其中一台机器 认真地查看起来 越看越觉得 这台机器与众不同 在机器的外壳上 布置着无数复杂的纹路 它的结构和功能 远超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机械 难怪那些人费尽心思 都想得到这些机器 原来这些机器是如此的强悍 沈良难难道 不过他并未轻举妄动 毕竟他也怕出什么岔子 他在仔细观察一阵后 找到了机器的控制键盘 然后按了上去 随即 机器缓缓启动 沈良操控机器转换角度 调试了一番后 便看到机器的背后 升起了一扇玻璃窗 透过玻璃窗 可以清楚地看到 机器里面的情形 里面躺着一名男性 他穿着衣服 闭着眼睛 静静地躺着 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 长得眉清目秀 脸蛋上带着稚嫩 沈良的瞳孔收缩 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起来 他是正在接受基因改造吗 如今 机器已经停止了 基因改造军团二营地 已经沦陷 这个家伙 还能够活过来吗 沈良有些激动起来 他没想到 竟然有人成功接受基因改造 他急忙跑到这人的身边 开始观察这个人的身体状态 他首先检查他胸膛处那块肌肉 肌肉虽然还算紧绷 但是却没有了反应 证明 他依旧昏睡着 第443章 这是基因改造机器 沈良皱着眉头 他伸出手掌 按住这个人的肩膀 然后一股灵气注入到他的体内 帮助他治疗伤势 不知过了多久 这个年轻人悠悠醒来 他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然后茫然地扫了一圈周围 这一扫之下 他愣住了 因为眼前这个陌生人 正盯着自己 一眨也不眨 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年轻人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别吵 我只是在给你治伤罢了 沈良说完之后 便收回了手掌 他的手掌刚触碰到那人的肩膀 对方的身体就颤抖了一下 沈良的眉头紧锁 这个人的反应太奇怪了 怎么 不信我 沈良问道 哼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立马滚出这里 男子说完这句话 便愤怒地吼了一声 然后便挣扎着爬了起来 沈良皱着眉头 这人的脑袋 似乎有点不正常 既然你执意不肯配合 那我就只能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了 沈良话音刚落 男子整个人 就被定格在了原地 男子的眼睛睁得很大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他全身动弹不得 就连呼吸也变得困难 他死死地瞪着沈良 喉咙中咕噜咕噜地想着 这是怎么了 沈良疑惑地看了男子一眼 他从男子的眼神中 读懂了恐惧和痛苦 沈良摇了摇头 他不明白 这个男子 为何会有这种表情 沈良抬脚脉步 朝着另一侧走去 在另一侧 同样有三个人 正在接受着基因改造 他们身上 都被捆绑着铁链 看起来很虚弱的样子 这里有三名幸存者 沈良心中诧异 他走进了之后 发现他们都已经奄奄一息 不过他们身体上 还有微薄的生命迹象 沈良拿出匕首 将铁链切断 然后打开舱门走了出去 外面有一个仓库 而仓库中的一切 则让沈良更加震惊了 只见地上堆积着 各式各样的尸骸 有丧尸的 也有异能者异兽的尸体等等 沈良的眼皮 狠狠跳了几下 这简直比他在末日之初 所遭遇的场景 还要惨烈 而且他发现了一点 仓库中的这些尸骨 有些甚至只剩下了半截 沈良倒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继续向仓库外面走去 在外面是更加庞大的工业区域 有无数台机器 它们全都被安装在钢筋水泥之上 有的甚至是焊在墙壁上 有些机器则悬浮在半空中 看得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究竟在做什么 沈良疑惑地嘀咕 他绕着这些机器走了一圈 最终确定 这些机器都是用于做基因改造人用的 而且他发现了 机器中的核心部位都放置着一颗红色小球 这是电池供电系统的核心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机器的核心都是通过这些红色小球能源的 沈良暗自呢喃了一句 其实这一战 沈良并没有杀掉多少基因改造人 甚至二营地的大部分首领 他都没见到 显然他们是逃跑了 不过这一场恶战 却让沈良收获颇风 他不仅弄明白了基因改造人的秘密 还顺利地破坏了他们的基因改造设备 沈良又看向仓库中的那三名年轻人 他们的肤色都非常苍白 嘴唇毫无血色 双眸中闪烁着迷离的红光 看得沈良心惊胆战 该死的基因改造人 沈良骂了一句 他们 这时候 躺在床上那名男子突然出声 听到他的声音 沈良赶紧转过身来 当他看到这个年轻人坐起身子之后 顿时欣喜万分 他快速走到男子身边 将他扶了起来 男子浑浊的眼中渐渐恢复了焦距 他凝望着面前的沈良 沈良的容貌很英俊 见眉心目 鼻梁挺拔 脸颊棱角分明 尤其是他身上的气质 让人印象深刻 充满了阳刚之美 他身上有着浓郁的药香味 闻起来很好闻 他看向沈良的眼神柔软温暖 仿佛一汪春水般 谢谢 年轻人轻声道谢 沈良摆了摆手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父母是谁 年轻人沉默了许久后 才悠悠地吐出一句话 杨智杰 沈良挑了挑眉 这名字很奇葩 不过他没有说出口 那你的父亲 叫什么名字 沈良再次追问 杨智杰摇了摇头 他们都称呼他为老师 沈良点点头 看来此人真的是个天才学霸 居然连父母是谁都忘记了 那你还记得 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吗 沈良问道 我不记得了 杨智杰的语气中 充满了迷惘 沈良成因片刻后 才说道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嗯 杨智杰点点头 沈良退出了房间 他关好门之后 走出仓库 重新回到了实验室 看来这个家伙是个半成品 有必要好好研究一番 他们的基因改造人 就在沈良想要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小凯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老大 失踪的三十个国度队员找到了 他们已经 已经怎么了 沈良急忙问道 他们都牺牲了 沈良瞳孔猛缩 这些国际强者可都是人类的精锐啊 如今却进阶葬送于此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需要向你汇报 小凯低着头道 讲 沈良冷静地吐出一个字 沈良走进实验室 眼前是一排排巨大的机器 机器上方挂着屏幕 屏幕上显示着各种数据 他看到几名科学家 正在忙碌地操作着这些机器 而一旁的安保人员 则严密地监控着周围的情况 沈良凑近一台机器 仔细观察着它的结构 他看到了各种管道仪器和电线 不禁感到惊讶 这些机器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突然 一名科学家向他走来 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 他告诉沈良 我们的实验出了问题 我们试图对这些动物进行基因改造 但结果却是他们死在了机器里 沈良听完后 心中不惊一惊 他知道 这意味着这项实验失败了 他决定仔细观察这些机器 看看能否找到问题所在 第444章 基因改造业的大作用 他走到一台机器旁 仔细观察着机器内部 他看到了许多细节 包括机器的结构 每个管道的连接方式 仪器的型号等等 他不断地思考着 试图找到问题所在 突然 他看到了一根电线 似乎没有正确连接 他立刻叫来了一名技术人员 让他检查这根电线 果然 这根电线是没有正确连接的 经过修复 这台机器重新启动 开始运转 沈良看到 这些动物被送入机器内 却没有出现异常 他心中一松 因为这意味着 这项实验 可能还有希望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朝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微微点头示意 他知道 这项实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他相信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沈良的手下 是有一批科研人员的 现在 他已经彻底占据了 基因改造二营地 虽然外面已经被毁得不像样子 但是这个地下室 完好无损的 不仅如此 这里的设施也很完善 甚至不比自己的营地差 他原本以为 自己的 没能得到他们的营地 却没想到 这里的地下 竟然这么大 而且 地下才是他们真正的营地 看着地下的豪华设施 沈良莫名觉得赚大发了 沈良站在地下室中央 四处张望 他准备看看 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毕竟 这可是基因改造人的营地 绝对会有好东西留存下来 忽然他发现 整个地下室的格局跟二营的差不多 同样拥有大量的科学设施 沈良随便扫视了一圈 很快就锁定了两个房间 咦 沈良诧异地看向这两个房间 只见门口贴着牌匾 上写着实验室 难怪会在地下建筑中设立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 应该专门针对基因改造人所开发出来的一切 沈良迈步走到实验室中 推开房间的门 里面有五六具机械体 全部都是由金属打造 这就是基因改造人的原型 沈良看着这些金属架子 他伸出右手 抚摸着这些架子 他从这些机器中感受到了极为强烈的波动 这些机器与普通武器不同 似乎蕴含着某种特殊的规律 不过沈良不太懂 他尝试着按照这些机器的规律 去测算这些规律 很快 沈良就得到了结果 这些机器是用来控制这些基因改造人的 如此简单 沈良心头微颤 他本以为这些机器应该非常高端 没想到 竟然只能控制一群被改造后的机器人 而且还要靠机器人来攻击敌人 虽说机器人战斗力比较弱机 但也绝对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轻易干掉他们的 更别提还有那么庞大的数目 这让沈良有点失望 不行 既然来了 怎么能空手回去呢 沈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实验台上 在实验台中间的凹槽中 摆放着一颗晶莹剔透的蓝色珠子 基因改造业 沈良眼前猛的一亮 立即将这颗蓝色的珠子取了下来 当他触碰到这颗蓝色珠子的瞬间 一股信息涌入脑海之中 这颗名叫基因改造业的东西 能够让改造后的人 恢复生命力 再次焕发活性 只要服用了这东西 就可以重新获得新的躯体和记忆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还能激发人类身体内潜藏的基因 基因改造业的作用 并没有限制使用者的等级 哪怕是最低阶段的基因改造人 服用了基因改造业也可以变成基因战士 甚至变得比曾经更加强悍 只是需要时间 才能够逐渐掌握自己的身体 完美适应基因改造业带来的变化 这种基因改造业是 专供那些高层人士享用的 一般人根本弄不到 这玩意儿倒是挺方便 沈良拿着蓝色小瓶子 脸上露出兴奋神情 有了这个东西 他岂不是能批量产生基因战士了吗 虽然不知道 那位老爷子究竟是用了什么办法 把基因改造业弄出来的 但肯定费了巨大的精力 这份功劳 他必须分给那位老爷子 想到这里 沈良转身离开地下室 喂 你要带走这里的任何东西吗 刚踏出地下室 一阵冰冷无机制的声音传入耳中 仿佛幽灵一般 沈良顿时警觉起来 他扭过头去 只见一个戴着金属头盔的女人 正站在不远处 她的双眼呈绿色 身穿白色紧身衣 胸膛骨胀着 充满诱惑 你是谁 沈良问道 女人没有搭理沈良 而是静止朝着沈良冲来 手持锋利匕首 画出一片刀光 刷 寒芒闪烁 沈良迅速反应过来 侧身躲避 嗯哼 刀刃割破皮肤的刺痛 让沈良们哼一声 沈良的左臂 被割裂出一道长达三寸的伤口 血水喷涌而出 好快 沈良按惊 这个女人的速度非常恐怖 如果沈良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女人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畴 你是人吗 沈良皱眉问道 对方的实力明显超过了二营帝那些守卫 如果真是人的话 怎么会被安排在这里做一名看管者 女人仍旧沉默不语 挥舞着匕首朝着沈良砍来 动作迅捷很辣 招招致命 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沈良赶忙往旁边挪移几步 堪堪毕过 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 这家伙的力量速度都非常恐怖 我必须尽快解决它 沈良心中暗存 这个女人身材火爆 身上散发着一种野性魅力 她的实力虽然不弱 但沈良却没有太担心 毕竟这个女人的战斗技巧不够娴熟 缺少沙发果断的气势 沈良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在近战方面胜过她 砰砰砰 沈良连续轰出食余拳 拳影重重落在女人的胸膛 正对女人身体晃荡了几下 沈良嘴角微扬 她认为自己抓住了战斗机会 趁着这个女人晃荡的时候 她突然栖身而上 一脚踢在女人的腹部 砰 女人直接撞到墙壁上 将墙壁撞塌 摔倒在地 半天爬不起来 沈良疑惑 自己明明已经占据了这里 那这个基因改造人是哪里来的呢 第四百四十五章 基因改造机器逃出的女人 她蹲下身 拍了拍女人的肩膀 说道 醒醒啊 醒醒 嗯 女人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她看着沈良 眼眸中闪过一抹茫然 随即又泛起一丝杀意 她挣扎着爬起来 朝着沈良扑来 沈良吓了一跳 急忙抽身后退 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这丫头 该不会是疯了吧 沈良嘀咕道 不过她 还是不敢贸然上前 她隐约觉得 事情有些古怪 这名女人的实力 明明很强大 怎么会变成一副呆愣模样呢 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沈良思考之际 女人再次袭来 速度更快了 当当当 一阵金铁交机的脆响声响起 沈良不断躲闪 险向还生 这名女人的攻击力太强悍了 沈良的胳膊腿 都被划破了好几道伤口 这个女人 简直像一只凶残暴力的猎豹一般 而且出手凌厉很辣 每一次攻击 都要沈良命 幸亏沈良躲得快 要是换成其他人 恐怕早就死在这里了 该死 这女人有病吗 居然一点 连相惜欲的感情都没有 沈良心中愤怒 同时心中也很吃惊 这女人 不仅攻击力极为惊人 而且防御力惊人 她全力进攻 居然也没打疼对方 沈良不得不承认 这名女人 的确有资格当基因改造人 只可惜 她现在变成了一具丧尸 不会跟她讲什么客气 不过沈良的战斗素养不差 虽然对付基因改造人 有些难度 但还是撑了下来 最终凭借着灵敏的伸手 找准时机 一掌屁向女人的喉咙 啪 女人抬手抵挡住沈良的一掌 但沈良另外一只手 也探了出去 掐住女人纤细雪白 脖梗上的一根骨骼 咔嚓 女人的脊椎骨 瞬间被折断 她软绵绵地趴在了地上 搞定了 沈良吐出一口浊气 从背包里摸出一块绷带 缠在右臂受伤的地方 她瞥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女人 眼中浮现出深深的厌恶 随后她捡起地上的手枪 将子弹填装完毕 这种手枪威力巨大 足以对普通丧尸 构成致命威胁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沈良皱眉 她总感觉女人的身份有些奇怪 这里面似乎另有隐秘 不过 她并不在意这些 而是朝着房间内的电脑屏幕扫了一眼 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字 沈良并不懂计算机 所以她并不清楚 这台电脑上记录着什么 她试图查看女人的记忆 却失败了 沈良文言顿时愣了一下 她没料到会有这种状况 看到电脑上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字 沈良陷入了纠结当中 看来要先把这台电脑带走 以后或许会派上用场 沈良打定主意 将电脑收到了空间戒指中 随后 她转过身来 盯着昏迷不醒的女人 她走到女人跟前 弯腰伸手扣住女人的下巴 轻松将她的脸抬起来 嗯嗯嗯 女人猛烈地摇着脑袋 似乎想甩掉沈良 捏住她下巴的手 沈良笑眯眯地看着女人 她的手劲极大 女人根本摆脱不了 只能被迫仰视沈良 她的目光充满仇恨和怨毒 这种复杂的表情 出现在一张绝美的容颜上 显得很矛盾 你不认识我 沈良眉头皱起 问道 女人没有答话 依旧瞪着沈良 这营地明明被我占领了 你是怎么出现的 难道还有房间我没有发现 沈良的问话 并没有得到他的回答 据沈良估计 现在他所在的地下室 差不多在地下二十米左右 他不相信 这个势力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还建造了更深的地下基地 既然女人不肯告诉他答案 那他自己猜测好了 你们的首领要什么名字 沈良问道 语气中充满了嘲弄之色 哼 女人冷哼一声 依旧没有搭理沈良 哼 你以为我真的没办法 让你说话吗 沈良冷笑一声 随后他的眼神微微一凝 两只手抓住女人的衣服 猛然一撕 吃了 不薄裂开的声音响起 一大片肌肤裸露出来 沈良顺势低下头凑了过去 嗅着女人身上独特的体味 果然如他所预料 他身上的味道 和普通丧尸截然不同 女人的身材非常火爆 凹凸有致 曲线优美 浑身充斥着诱惑 你的身材不错吗 沈良舔了舔嘴唇 邪笑道 要不今天晚上 你就别走了 留在这里陪个睡觉呗 沈良调侃道 哼 女人冷哼了一声 目光中的憎恨愈加浓郁 她紧咬银牙 似乎在忍耐着什么 嗯 沈良突然挑了挑眉毛 她感觉到女人的呼吸 越来越粗重了 难道是她体内的某种液体 已经流淌到血管之中了 女人的脸色胀红无比 呼吸急促 胸口剧烈起伏 仿佛随时会喘不过气来一样 沈良眉头皱起 她没见过这么诡异的情形 按理来说 就算基因改造人体质超群 也不至于出现这种症状才对 你 你放开 忽然 女人艰难地挤出三个字 什么 沈良听到这句话 立刻反应过来 这女人竟然在求饶 你说什么 沈良问道 我 放开 女人继续说道 哈哈 沈良忍不住狂笑起来 我说 你这女人是不是傻呀 都沦落到这个境界了 居然还求饶 沈良的笑声刚刚停止 她的瞳孔骤然缩成针尖大小 整颗心脏砰砰乱跳 因为她注意到 在她脚边的女人 原本苍老枯萎的皮肤 正渐渐恢复光泽 甚至有一股蓬勃旺盛的生机 正在缓慢增长 这个女人的寿源 在逐步增长 不过 这个增长幅度很小 不仔细观察的话 根本无法发现这一点 这 沈良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震撼到了极致 这种能力 简直匪夷所思 这就是你们基因改造人的能力 沈良沉默半赏后 缓缓问道 呜 女人挣扎着 拼尽全身的力量 往旁边挪动 想离沈良远点 她知道 如果沈良在靠近 那么她将必死无疑 第446章 最新的基因改造人 不愿意回答 沈良眼中闪烁寒芒 冷冽刺骨 看来 你是选择死亡了 说完后 她直接抬起右腿 朝着女人的肚子踩了下去 伴随着一阵闷雷般的声响 女人的腹部 传出一阵乍响 女人吐出一大口鲜血 脸色煞白如指 眼睛也闭了起来 沈良这一脚的力量太大了 女人根本承受不住 你的血液有骨灌 沈良喃喃道 你的血液 是否蕴含有 能够提升实力的药物 沈良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随即她快速蹲下身来 从兜里拿出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这里面装的是血清 滴答 沈良划破自己的手掌 滴了一滴进去 瞬息之间 血清便融化在了血管之中 与此同时 一股庞大的热流迅速冲向她的四肢百骸丹田之处 刹那间 沈良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淡蓝色的光韵 这一次 她终于看清楚 女人体内那层薄膜的存在了 这层薄膜 覆盖在女人的每寸皮肤上 就像盔甲一样牢固 但她并不坚硬 反而柔软无比 沈良握紧拳头 狠狠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 她的拳头打穿了薄膜 打进了女人的躯干之中 可是 沈良惊讶地发现 这层薄膜虽然很脆弱 但并没有被击溃 反而牢牢包裹着女人的身躯 沈良不甘心 她疯狂攻击 但是却徒劳无功 啊 女人痛苦地哀嚎一声 双眸赤红 死死地瞪着沈良 我要杀你 女人的怒吼声响彻山洞 卧槽 沈良暗骂一声 她想抽身退出去 可是却做不到 因为女人身上的薄膜 将她束缚住了 就在这时 女人猛然睁开眼睛 她的眼眶之中 浮现出两团血红色 她张开嘴巴 朝着沈良喷射出了一条舌头 那条舌头 犹如利剑一般 风锐至极 眨眼之间 便吸到沈良面门之前 滚 沈良嘀吓一声 她用力挥动右臂 狠狠撞在舌头上 沈良趁胜追击 又给女人起技重拳 惨叫声连绵不绝 女人的脸颊肿胀 鼻子塌陷 口水横飞 模样凄惨无比 但令人震惊的是 沈良几拳下去 女人除了脸上淤青外 竟毫发无损 沈良心中一灵 不敢再继续下去 她怕把这女人活活打死 毕竟女人现在的身份特殊 她还需要盘问 女人瘫软在地上 剧烈咳嗽着 沈良站在女人面前 俯视着对方 女人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上 脸颊被打得高高鼓起 鼻涕眼泪 混合着鲜血 狼狈至极 沈良盯着对方 缓缓问道 告诉我你的秘密 或许我可以考虑不杀你 闻言 女人的表情变得呆滞而空洞 她愣愣地看着沈良 没有说话 怎么样 沈良等待了一会儿后问道 你先告诉我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基因改造人的事情 女人缓缓开口 她声音虚弱无比 我是普通基因改造人而已 只不过是最新的 女人如实回答道 沈良的嘴角勾起一抹阴险的弧度 她蹲在女人面前 伸出食指 在她脸蛋上轻轻抚摸 你 你想干什么 女人吓了一跳 慌忙往后退去 眼神中闪过恐惧之色 他们呢 我打进来 这营地可没杀死多少你们 二营地的人 是逃跑了吗 沈良的语气平淡 就好像在聊天吃饭一样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女人警惕道 呵呵 你真的不懂我在说什么吗 沈良露出玩味的笑容我猜 你肯定知道他们的去向吧 你 你怎么知道 女人惊骇万分 脸上充满了错愕和茫然 既然这样 我就更不能让你 活着走出去了 沈良冷笑一声 直接掐住了对方的脖梗 不 你不能这样 女人奋力嘶吼 脸颊憋得通红 不 女人双眸中的恐惧越加浓郁 仿佛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这女人拥有血清的事情 是绝密 沈良估计 整个研究所 可能这个女人 真的是最新的基因改造人 话句话说 这个女人还真的不能死 突然 小凯的急速脚步声 打破了沈良的思绪 她跑了过来 满脸焦急地对沈良说 老大 出事了 沈良的神色 瞬间紧张起来 她立刻问到怎么了 那个女人 她失踪了 小凯喘着气说道 沈良的脸色 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你说的是哪个女人 她问道 小凯摇了摇头 就是在基因改造机器里面 发现的那个 沈良沉默了片刻 然后转身指了指地上 被她制服的女人 你说的是她吗 小凯一愣 老大 你给她抓住了 嗯 沈良点了点头 这么简单 小凯惊奇地望着沈良 二 沈良没有解释 而是吩咐小凯道 赶紧派人搜查 毕竟这里的机器这么多 好嘞 小凯应了一声 便离开了实验室 呼呼呼沈良坐在椅子上 长舒一口气 脑海里思索起来 看来这些人 的确是有备而来啊 沈良难难道 他们早就计划好了 一旦实验成功 就会把女人 放到我的眼皮底下 只是没有料到 我居然会发现这件事 沈良微微皱眉 既然他们想玩 那就陪他们玩一玩 沈良嘴角 泛起一丝森冷的 邪恶弧度 对了 这血清似乎不太适合你的体质 你要多注意休息了 沈良叮嘱了一句后 就准备离开实验室 然而 他还未走远 一阵急切的脚步声 忽然传了过来 沈良停下脚步 转头看去 老大 不好了 外面来了 五名便宜丧尸 正朝这边奔跑来 小凯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 他的衣衫上 沾满了泥浆 也是机器里面出来的 沈良眉头伸锁 他快速 从兜里掏出手枪 老大 怎么办 这些家伙好厉害 我感觉根本挡不住 小凯惊慌道 沈良拿着枪 沈樱片刻后 对小凯说 你带其余人先撤离 我留下来阻止他们 可是 我们怎么舍得扔掉您 独自逃命 小凯急道 放屁 沈良一脚踹翻他 你们留下来 只能拖累我 快走 那 那老大您保重 小凯见沈良态度坚决 也只能咬牙答应了 很快 小凯就带着其余幸存者逃跑了 沈良则迅速冲到实验室的另一个房间 第447章 不堪一击的丧尸 沈良打开实验室的门 里面一片漆黑 他小心翼翼地往里走 手摸索着 开启了灯光 昏黄的灯光下 实验室里的设备和仪器 显得更加神秘和陌生 沈良的身影映在墙上 他的脸上 带着紧张和忐忑 他走到另一个房间 那里更加昏暗 他摸索着 打开了房间的开关 房间里的灯光亮起来 照亮了整个房间 沈良环顾四周 房间里摆放着各种实验设备和仪器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巨大的实验台上 上面摆放着各种试管和瓶子 沈良走到实验台前 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试管 仔细观察着里面的液体 突然 他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声响 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他立刻放下试管 环顾四周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暗自警惕 小心地离开了实验室 好在这里还算太平 没什么奇怪的家伙 他口中的家伙 自然是机器里面的基因改造人 或者变异的丧尸 这个时候 后面的变异丧尸冲了上来 沈良拿起唐横刀 用力劈去 那丧尸竟然被他砍成了两劫 而且还能继续行动 真是麻烦 他皱眉将变异丧尸的脑袋 切下来丢在垃圾桶里 又看向旁边一堆 玻璃容器里的试剂和标本 这些都是基因研究方案里 最重要的部分 它们都被做成了药品 存储在里面 可以想象 当初这个项目 耗费了多少资金和精力 甚至连人命都搭了进去 如今却只剩下了残骸 真可惜 沈良摇头叹息 转眼却看见 桌角有一块白色物质 他凑近一瞧 是金盒 原来这些东西都已经失效了 沈良将金盒捡起来 收进空间里 随后 他又打开了旁边的一个抽屉 从里面翻找出了几个纸盒子 每一个纸盒子里 都装满了透明液体 沈良将纸盒子收进空间里 便快步回到了实验室 关掉了开关 沈良从帐篷里出来 一扫视营地 发现大火已经被扑灭了 他环顾四周 发现树木已经被烧成了 黑色的残枝败叶 地面上散落着一些 还在冒烟的木炭和灰烬 天空中还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烟味 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 沈良转过身来 看到了自己的同伴们 他们正在收拾着帐篷和装备 准备离开这个 被大火摧毁的营地 沈良走到他们的身边 看到了他们脸上的疲惫和焦虑 他知道 这场火灾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他也知道 他们必须保持冷静 尽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他走到帐篷旁 看到了自己的睡袋和行囊 还有一些散乱的装备 他开始忙碌起来 收拾自己的东西 同时也帮助其他人整理行囊 他的动作非常熟练 每一件物品都放置得井井有条 没有任何混乱 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小女孩 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和哀伤 沈良心里一动 走到他的身边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 安慰着他 他告诉他不要害怕 因为他们会保护他 带他走出这个危险的地方 小女孩听了他的话 微微地点了点头 眼里的恐惧渐渐消失了 这个营地里的幸存者 都被惊恐所笼罩 他们不知道 接下来该往哪里走 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只有一片寂静 仿佛连鸟都被吓走了 营地里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气息 让人不寒而栗 一些人坐在地上 神情茫然 垂头丧气 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 满身泥土和灰尘 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助 有些人则在四处张望 试图找到一些生存的线索 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仿佛随时都可能被什么东西跟踪和攻击 营地周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远处山栏苍茫 天空灰暗 似乎永远不会有阳光照耀 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泥土和落叶 让人走起来格外吃力 一些树木倒在地上 枝叶散落一地 给人一种末日世界的感觉 有一些人在营地周围巡逻 警惕地观察着每一个角落 他们手里拿着武器 时刻准备着应对任何突发情况 在这个荒野之中 生存是唯一的法则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营地里的幸存者们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才能生存下去 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 唯一的希望 就是在这片荒凉之地中寻找到生存的线索 天空开始逐渐变亮 繁星点点的黑夜即将结束 在这一刻 一群鸟从树林中飞出 叫生婉转 仿佛在欢迎新的一天的到来 远处的山峰已经隐约可见 透过沉雾略带一丝神秘的美感 沈良静静地站在原地 抬头望着这天空中的雨堵白 他感觉到微风吹拂着他的脸庞 那清新的气息让他感到无比舒适 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视着周围的景色 他看到了远处的山峰 那高耸入云的风顶仿佛触及了天空的边缘 他看到了草丛中的小花 那些艳丽的颜色如此耀眼 仿佛在向他展示着自然的美丽 沈良感到自己的心情愉悦了起来 他开始走动 踏着柔软的草地向着远处的山峰走去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活力 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让他感到无比愉快 他走着走着 突然间看到了一个女孩 他正坐在一棵大树下 手中拿着一本书 他的长发随着微风的吹拂 轻轻摆动着 那美丽的面容仿佛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 沈良走到女孩的身边 他打了个招呼 女孩微微一笑 那笑容如同春天的阳光 温暖明亮 他们开始聊天 分享着彼此的经历和感受 沈良发现 他和这个女孩有很多共同点 他们的兴趣和爱好非常相似 他们聊了很久 仿佛时间已经悄悄溜走了 天际泛白 朝霞映红了天空 他们看到 天边的彩虹像一条蜿蜒的长龙盘旋于天际 女孩看呆了 他喃喃道 我曾经梦见过自己 在天空翱翔的样子 但我怎么都忘记不了天空的样子 第四百四十八章 这是我们战略性的放弃 沈良也仰起头 看着天际的彩虹 他伸出右臂 指着天空 问道 你看这些彩虹 漂亮吗 嗯 女孩点点头 她的眼眸明亮 宛若宝石一般璀璨 沈良嘀嘀一笑 我也喜欢这些彩虹 它们真的很漂亮 就像童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 女孩愣住了 童话故事 他不由自主地露出一抹笑意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关这类传闻呢 不过看样子 沈良并不认识童话故事里的彩虹 他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提醒 沈良那你可千万不要把彩虹 当成童话故事里的场景哦 那是骗人的 他顿了顿 补充了一句 彩虹是死亡的象征 沈良的表情 依旧是波澜不惊 我知道啊 但是我们总归还是要活下去的 不管遇到多艰难的事情 我们都要努力尝试去克服它 沈良正坐在基地指挥部里 这里是整个基地最重要的地方 也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纪律的地方 突然间 一名士兵跑了进来 他满脸惊恐地向沈良汇报老大 发现新情况 张虎的脸上充满了焦急和不安 他紧紧盯着沈良 等待着他的指示 沈良的双眼深邃 一直注视着张虎 他的眉头微微皱起 表示他对这个新情况感到非常的不安 什么情况 沈良的声音凭劲坚定 他需要知道所有的情况 才能做出最好的决策 张虎喘着气 慢慢地说出了他发现的新情况 沈良听完之后 他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立即下达了命令 让每个人都做好准备 随时准备应对这个新情况 张虎松了口气 感到非常的庆幸 因为他知道他们有一个聪明果断的领袖 他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沈良打开电脑 看着末日前的录像 他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看到了车水马龙的街道 看到了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景象 然而 这一切似乎已经不再那么美好了 在这个末日的世界里 丧尸的数量急剧增加 人们不得不随时提防着丧尸的袭击 虽然这种情况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每次听到有更多的丧尸出现 还是让沈良感到心烦意乱 不久之后 张虎进来了 他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 显然已经收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沈良看着他 心里有些不安 但他还是试图保持冷静 发生了什么事啊 沈良问道 上京市出现了一大批丧尸 张虎回答道 现在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 以确保城市的安全 沈良摇了摇头 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只是一大批丧尸而已 至于这样大惊小怪吗 他说 然而 他的话并没有让张虎安心下来 他知道 在这个时候 任何一个小小的错误 都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 于是 他决定赶紧行动起来 以便尽快控制住这个局面 张虎离开指挥部后 就去执行沈良交给他的任务 他刚走没几步 就遇见了另外两个军官 这两个军官 也是沈良派往各个基地传递命令的军官 三个人一同向前走去 路途中 其中一位军官说 你们说 这次我们能活着回家吗 张虎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回答道 谁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但是我想 我们不可能一辈子躲在基地里 总有一天 我们还是要踏出去 与丧尸厮杀的 这两位军官默契地点了点头 他们也觉得自己 不能永远归缩在基地里 如果真的死了 记得帮我收敛尸体 把骨灰带回家乡 埋葬父母 另一位军官说道 张虎和另外一名军官 同时点了点头 我希望到那时候 我能亲手 将自己的兄弟埋进坟墓里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唉 三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知道 未来肯定很惨烈 或许会有人牺牲 不过 他们并没有选择退缩 此刻 在上今世 一片混乱 丧尸横行 无数的变异兽 出现在了人类的视线内 原本繁华热闹的大街上 已被丧尸占据 他们疯狂地冲击着人类的防御攻势 企图将挡在面前的一切障碍物撞翻 丧尸密密麻麻 根本数不清楚 人们惊慌失措 四处逃窜 哭喊声连成一片 在人们的身旁 到处都是倒塌的建筑 和燃烧的汽油桶 浓烟滚滚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呛人的硫磺气味扑鼻而来 啊 救命 有人从二十米高的楼顶坠落 摔成一团肉泥有的 则被丧尸抓伤 拖入黑暗的巷子里 撕咬吞噬 惨叫声响彻天际 更多的是人们被丧尸追上 无助而绝望地尖叫着 整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当中 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人们四处奔逃 有人试图用汽油攻击丧尸 却引爆了一辆汽车 汽车发生剧烈爆炸 顿时火光冲天 无数的碎片四射飞扬 人们四散奔逃 却没有人敢靠近那一片火海 火势越来越大 整个城市仿佛置身于火焰的海洋里 丧尸肆虐 人类苦不堪言 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血腥与硝烟 到处都充斥着悲壮而绝望的气氛 一些幸存者在绝望中挣扎着 求生欲望强烈 可是他们终究敌不过丧尸的侵蚀 他们最终死在了丧尸的力吊之下 沈良站在指挥部的中央 他的目光紧盯着屏幕上闪烁的红点 那是标识着幸存者的位置 他轻轻咳嗽一声 震惊的众人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他的面容依旧镇定 但是他的双手却在不自觉地握紧 掌心里已经渗出了汗水 张虎 立即召集所有作战人员 我们必须尽快出发 营救幸存者 沈良轻声命令 他的声音带着坚定和决绝 张虎立刻回答是 老大 他走向通讯器 大声呼叫着 所有作战人员 请注意 立即前往指挥部集合 准备出发 营救幸存者 房间里瞬间变得安静 只有指挥官的心跳声在不断加速 第449章 营救幸存者计划 他的目光扫过每个屏幕 每一个标示着作战人员位置的红点 他的心里默默祈祷着每一个人的安全 不一会儿 所有作战人员都已经集合完毕 张虎向沈良汇报指挥官 所有人员已经到齐 随时可以出发 沈良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门口走去 作战人员紧随其后 他们进入了一间装备齐全的房间 每一个人都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手里拿着各种武器和工具 准备随时应对任何情况 沈良带头离开指挥部 他的步伐稳健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来到了一扇厚重的金属门前 沈良按下了指纹识别器 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外面的黑暗 沈良率先走出门外 他的目光扫视着四周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 他的手指轻轻按了一下通讯器按钮 对着耳脉里的作战人员说道 大家注意安全 随时保持通讯联系 随着沈良的话音落下 整个小组进入了黑暗的世界 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显得异常苍白 但是他们的目光却异常坚定 他们的步伐也异常稳健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要去拯救生命 江边停着两艘巨大的轮船 他们的船身高耸入云 一座座巨大的货箱和集装箱 紧密排列着 像一座座高耸的城堡 船上的人 有的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有的在船舱里忙碌着 还有的静静地站在船头 凝望着远方的江水 夕阳渐渐溪落 天空染上了一片淡淡的橙红色 阳光透过轮船的缝隙 头下斑斑点点的光影 映照在江面上 波光玲玲 宛如一条金色的绸带 江面的码头上 还有一些行人和渔民 他们或是在锤吊 或是在歇息 或是在观赏这美丽的夕阳 船上的水手们 有的在维护船舶设备 有的在搬运货物 有的在修补甲板 他们身穿蓝色的工作服 满脸沉稳和劳累 但在夕阳的映照下 他们的脸庞显得更加坚定和勇敢 夕阳渐渐消失在远方 天色渐渐暗淡 轮船的灯光亮起 映照在水面上 给江边增添了一份神秘和浪漫 江水渐渐安静下来 只有轮船的发动机声 和水波声交织在一起 像一首低沉的乐曲 让人陶醉其中 这些都是沈良拯救的幸存者 他们生活在这座岛上 岛上的景色美得令人惊叹 茂密的绿树细腻的沙滩 清澈见底的湖水 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在这座岛上 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 有老人 有年轻人 还有孩子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梦想 沈良尽力帮助他们 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每天 沈良都会带着幸存者们 一起探索这座岛屿 他们爬上高山 俯瞰整个岛屿 他们穿过茂密的森林 感受自然的美好 他们在海滩上奔跑 享受阳光和海风 所有这些 都让他们感到生命的美好 和幸福的存在 在这座岛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有人负责收集食物和水 有人负责维护住所 有人负责照顾孩子 大家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一起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日子 这座岛屿是他们的家 他们珍惜这份属于自己的幸福 他们热爱这个岛屿 也热爱彼此 他们的生命 因为沈良的存在 而得到了延续 他们的未来 因为这个小小的岛屿 而变得充满希望 沈良行气喘吁吁地 领着五百名战士 向江边走去 他们的脚步轻快而有力 似乎要跨过江水 去拯救那些 还在水中挣扎的幸存者 江面上波光凌凌 微风拂过 荡起了一层层涟衣 沈良行身穿一身紧端战袍 上面绣着一只凶猛的猛虎 他的脸上带着坚毅的表情 眼神中透着一股冷静和坚定 他的腰间挂着一把长剑 剑柄上闪烁着寒光 他的身后 是一群身穿铠甲的战士 每个人的手中 都握着一把冲锋枪 他们各自默默地走着 神情凝重 一刻也不敢放松 他们终于走到了江边 沈良行停下了脚步 仰头看着对面的江水 江水如银 波光闪烁 远处有几只渔船 在缓缓地摇晃着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扭头对身后的战士说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过江去救人了 战士们纷纷点头 然后迅速地组织起来 他们上了船后 向对岸驶去 这个时候 江岸边已经有上万只丧尸 他们追逐着幸存者们 这些丧尸的数量太多 而且全部疯狂了 幸存者被逼无奈 纷纷跳河逃亡 他们的身体刚跃出水面 就有几十个丧尸扑了过来 抓住他们的双腿往回拖拽 然后撕咬他们的血肉 啊 七粒惨叫声响彻江边 很多人被撕成碎片 死状极惨 有人侥幸躲进了江里 又被另外一批丧尸扑倒 撕咬致死 江水越来越浑浊 尸臭为熏甜 江边的草丛里 还能偶尔看到 丧尸的残肢断壁 沈良行带着战士们 顺利通过江面 来到了对岸的岸边 他们立即展开行动 用手榴弹 炸毁了江边的几棵大树 将路障清除掉 随后 他们从船上跳下来 朝对面跑去 一阵激烈的枪声 从前方传来 沈良行抬头一看 就看到前方的树林里 火光四射 那是一群丧尸在袭击幸存者 他们数量众多 黑压压的一大片 根本数不清有多少 幸存者在奋力反抗 他们拿着武器 拼命射杀丧尸 沈良行带着战士们 从侧翼包抄过去 一举打垮那些丧尸 幸存者们看到援军 顿时精神振奋 他们齐声喊到沈队 沈良行没时间跟他们废话 挥舞着手里的砍刀 指挥战士们继续前进 幸存者们欢呼雀跃 纷纷涌过来 簇拥在他的周围 他们兴奋地叫着沈队 你可算来了 你再不来 我们就冲不下去了 谢谢你来救我们 沈良行一脸严肃 牧师前方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叙旧 第450章 铺天带地的变异丧尸 嗯 我们听你的 我们这就走 幸存者们纷纷转身跑向江面 乘坐游艇 向岸上滑去 沈良行带着剩余的300人 继续往江星岛的方向推进 江边的枪炮声越来越近 他们知道 敌人马上就会赶来了 他们必须加快速度 尽快解决掉那些丧尸 才能保证大家的性命安全 江边的丧尸越来越多 他们嘶吼咆哮 向沈良行他们发起攻击 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让人恐怖 沈良行他们不退反进 冲到丧尸群中 挥舞着砍刀 与他们厮杀 这一次 他们杀得痛快淋漓 丧尸们根本阻挡不了他们的步伐 一颗颗头颅飞上天空 鲜红的血液喷洒而出 沈良行挥舞着砍刀 劈死一个丧尸后 突然 他感觉脑袋一疼 紧接着 他眼前一花 身子便摔倒在地上 原来 有两只丧尸 趁机偷袭他 这两只丧尸 丧尸是从背后扑上来的 一左一右 张牙舞爪地朝他扑过来 沈良行正在专注地与丧尸厮杀 等他意识到危险的时候 那两只丧尸已经扑到他的背后了 沈良行想要转身抵御 却发现 双手竟然使不上力 这两只丧尸的力气非常大 他们的爪子 刺破了他的肩膀和胸膛 沈良行闷哼了一声 他咬紧牙关 强忍剧痛 拔出砍刀 狠狠地刺入一只丧尸的脖梗之中 丧尸的脖子被砍断 他的脑袋咕噜一声 滚落在地上 翻了几圈 最后停止了挣扎 他的身体抽搐了几下 然后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沈良行吐出一口淤血 身子软绵绵地摊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他的胳膊被咬伤了 鲜血净湿了衣袖 流淌在泥土中 他感到浑身冰凉 他慢慢站起来 用手扶住旁边的树干 然后慢慢蹲下 喘息了几分钟后 他才感到舒服许多 其他的战士 已经完成了 对那些丧尸的屠杀 并把那些丧尸堆在一起烧烤 看到沈良行站起来 一个战士跑过去 搀扶着他队长 您怎么样了 沈良行的嘴角勾了勾 露出一丝苦笑 他的脸色苍白 嘴唇也是青紫色 看上去异常憔悴 他摇摇头我没事 那咱们快走吧 好 走 沈良行迈着沉重的步子 一蹶一拐地往前走 战士们急忙跟上去 他们一边走一边观察地势 以防遇到伏击 走了一段距离 沈良行忽然听见 有人在哭泣 他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女人 痛哭失声 老婆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呀 呜呜 他痛哭流涕 悔恨交加 沈良行的心情很沉重 他们虽然来得及时 但是还是迟了 他们错过了最佳的营救时间 当沈良行他们来到一个村庄时 他们遭到了丧尸群的攻击 他们的人缘减少了许多 沈良行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他的目光扫向村庄 村子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 村民们都逃走了 他们一直守在这里 为什么不肯逃 他们宁愿牺牲 也不肯丢弃妻儿老小 这是为什么 难道有更高的威胁在等着他们 沈良行的内心充满疑问 这时 一个战士惊呼审对 快看 有人活着 众人文言 纷纷朝那个方向看过去 果真看见 村委的屋顶上 趴着一个人 他身上穿着迷彩服 头戴钢盔 身材修长挺拔 正是宋铁柱 宋铁柱的额头上 缠着绷带 他的脸颊肿胀 像馒头一般 他似乎受了伤 正趴在屋顶上休息 沈良行看了看村子 又看了看宋铁柱 问他怎么了 应该是被丧尸抓伤了 那就先别管他了 你们快点找到江边的幸存者 让他们帮忙撤离 好嘞 战士们迅速散开 寻找幸存者 他们沿着江岸搜寻 紧盯着水面上的每一个漂浮物 寻找任何可能的生命迹象 江水缓缓流淌 微风吹拂着江面 泛起层层涟漪 荡漾起千层浪 沈良行抬眸 注视着江水 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目光 他深知 这片江水 曾经孕育了无数的鱼虾和贝类 也曾见证过太多的生死离别 此时 江水凝静了下来 仿佛在默默地祈祷 希望受伤的人们能尽快获救 他们的耳边传来悲惨的哭声 让人心痛不已 沈良行快步走向声援 他看到一个妇女坐在江岸上 抱着一个小男孩 哭泣不止 他走过去 轻声问道 你们没事吧 妇女抬起头 看见了沈良行 他的眼中流露出感激和安心 他颤抖着声音说道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救我们 沈良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你们现在没事了 我们会把你们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们带着幸存者们回到了营地 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江水依旧缓缓流淌 微风吹拂着江面 泛起层层涟漪 荡漾起千层浪 这片江水 见证了人生百态 也承载了无数的情感 此时 他仿佛在默默地祝福 祈愿这里的人们能够幸福安康 夕阳渐渐吸血 天空逐渐染上了一抹橘红色 远处的山风 在夕阳的映衬下 变得格外婉约动人 微风吹过 山林中传来阵阵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 似乎在跟黄昏告别 此时 一位身着白衬衫的男子 从远处走来 他高大英俊 不乏从容而有力 他的眼神深邃温和 像是一池清澈的湖水 他走到一处空地 停了下来 他仰头望向天空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渐渐的 天色变得越来越暗 天空的颜色 也渐渐变成了深蓝色 星星点点的星辰 在天空中闪烁着 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男子转身 准备离去 只见他手中拿着一本书 似乎是一本诗集 他轻轻地合上书本 放回包里 转身离去 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夜幕降临 一切都变得寂静起来 只有微弱的星光 照亮着这片山林 从远处传来一阵虫鸣声 仿佛在向这个世界 诉说着什么 时间悄无声息地流逝着 这个夜晚显得格外宁静